赵医生被王牧治好后 白鬼遵守约定 由我送去城隍庙进行超度 说到超度 就不得不说前往阴间的两个途径 其一是等阴兵前来锁魂 但这个过程往往不会太愉快 其二是阴魂自行前往阴间报道 自行去阴间需要先去城隍庙登记 至于城隍庙在哪 人死后七日内自会有感应 可要是超过了七日就感应不到了 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找 或者等阴兵来捉 城隍庙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但真正兴旺的年代是唐 唐代时 祭祀城隍被写入皇室四典 大大小小的城隍庙伶俐而起 城隍更是由地府的阎王 与阳间的人皇共同册封 得到阴阳两界的认可 城隍的职责是沟通阴阳两界 送阳间的阴魂前往阴间 捉拿阴间跑出来的恶鬼 城隍庙守护万民 自然是日夜香火鼎盛 道家说 圣极而衰 到了现代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人们对于以往的一些民俗和神明传说 不再感兴趣 祭拜城隍的活动越来越少 许多城隍庙被拆掉 好在现代人们对文物保护重视了起来 许多城隍庙应有历史价值得以保留 安德市的城隍庙 新建于永乐九年世纪 就是1411年 占地二十余亩 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 可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毁于一场大火 那场大火将城隍庙烧得一干二净 只留下一堆烧焦的木头 后来那里建成了一个市场 再无一丝历史痕迹 城隍庙烧毁后 安德的阴魂无处可去 一时间整个城市一到深夜 经常能听到鬼哭狼嚎之声 灵异事件也多了起来 俨然化身鬼城 好在有一个游历此处的道士 发现了一场 他在民间筹集资金 在城隍庙原址的对面 建了一个新的城隍庙 新的城隍庙虽然很小 只有一间房 但从他建立那日起 安德再一次恢复了平静与安宁 入夜后 我和林小璐带着白鬼来到了城隍庙 城隍庙前立着一个古旧的隐壁墙 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阴阳双鱼 走过隐壁墙是一棵大槐树 槐树的树枝上绑着不少红绳 应该是前来祭拜城隍的百姓祈愿所留 城隍庙里亮着灯 大门里还飘出一缕青烟 刚看到青烟时 我以为庙里失火了 快步走上前 离得近了才闻出来 青烟中带着一股浓浓的烧烤味 跨过门槛 我看到在庙中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 坐在地上 面前架着一个冒着火的烧烤炉 三根肉串 两个鸡翅 正在炭火上滋滋地冒着热油 老大爷的脚下 还摆着一瓶安德本地生产的古贝春白酒 瓶中的酒已经下了大半 听到脚步声 老大爷抬头 用朦胧的醉眼看向我和林小璐 他打了个酒格 开了口 小娃娃 这儿可不是约会的好地方 我盯着老大爷看了一会儿 总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但又说不出哪里怪 林小璐对大爷说 我们过来祭拜一下 不打扰你喝酒 老大爷拿起一根肉串 继续喝酒吃肉 还真就不理会我们了 我小声问林小璐 我该怎么超度他们 超度阴魂的手段 师父是教过我的 之前我也实际地运用过 可那是超度一只鬼 现在我的身后有百只鬼 林小璐指了指祭台上的一个本子 对我说 拿过来 我按照他的指示 走到祭台前 拿起了本子 正准备回头 喝酒的老大爷 忽然来了一句 小伙子你不懂事啊 拿生死簿之前 怎么能不先祭拜一下 城皇爷呢 老大爷说得很有道理 身为鹰人 更应该敬重这些鬼神 我把生死簿放下 从祭台上拈起三根檀香 点燃后 恭敬地拜了三拜 然后把檀香 插进香炉里 老大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此可叫 说完之后 他又摸起一根鸡翅 也不怕烫 整根塞进嘴里 上完香 我再次拿起生死簿 来到了林小璐面前 林小璐没有接 而是对身后的白鬼说 都过来登记吧 白鬼们排好队 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面前 不需要执笔 他们只是 把手放在生死簿上 原本空白的页面 就出现了他们的名字 等最后一只鬼登记完 生前曾与茶馆 做过生意的鹰人前辈 向我和林小璐告别 我们该走了 下辈子有缘再见 我与前辈告别 目送他们走向城隍神像 城隍神像 好像一个看不见的大门 白鬼直接穿了过去 消失不见 三分钟后 城隍庙里只剩活人 林小璐之前告诉我 超度阴魂会积攒阴德 但阴德这东西 只有死后才有用 所以我也感觉不到 什么自身有什么变化 我把生死簿放回去 白鬼离开后 上面的名字消失不见 仍旧是一本空白的本子 林小璐伸了个懒腰 完事了 我们回去吧 我说了声好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已经吃完烧烤的老大爷 喊住了我们 等一等 我问老大爷 你有什么事吗 老大爷反问我 你们是不是要去长安 我愣了一下 上个月过生日时 林小璐曾经让我下个月 陪他去一趟华山 华山离着长安很近 坐飞机去的话 肯定是在长安机场着陆 老大爷是怎么知道的 林小璐皱起了眉头 他问老大爷 你怎么知道 我们要去长安 话语中满满的都是戒备 老大爷笑呵呵地回答道 猜的 这话我当然不信 但我从老大爷的身上 没有感受到敌意 老大爷把油腻腻的手 伸进裤子口袋 摸索了一阵后 掏出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扔给了我 接着 我下意识地抓住 入手冰凉 我仔细一看是 是一枚同座的腰牌 这玩意儿一看就是老古董了 上面长满了铜袖 隐约能看到几个文字 只是这些文字腐蚀的厉害 模糊到无法辨认 老大爷开口道 送你的 去长安的时候 带着 对你有好处 我正想问有什么好处 却忽然发现 老大爷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 我的面前 只有已经喝干的酒瓶 已经冒着青烟的烧烤炉 望着还冒着青烟的烧烤炉 我傻了眼 整个城隍庙 总共就一个门 就在我身后 窗户都是封死的 眨眼间的功夫 老大爷去哪里了 我下意识地问林小璐 大爷是人是鬼 林小璐也是一脸迷茫 反问我 你不是有阴阳眼吗 看不出来吗 我摸了摸眼睛 没有发烫 说明阴阳眼刚刚没有反应 可不是鬼 怎么会眨眼就不见了呢 我手中的腰牌 依旧冰凉 仿佛在告诉我 刚刚与我说话的老大爷 并不是幻觉 11月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转眼间 就来到了12月 林小璐该去华山朝拜了 林小璐这种宅女 才懒得做旅游攻略 她的选择简单粗暴 跟团游 12月第一天 我提着两人的行李 在林小璐的催促下 坐上前往飞机场的大巴 华山位于闪省的华英市 因为没有直达的飞机 所以要先飞到闪省的省会长安 再做旅行团的大巴 前往华山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不免有些紧张 当飞机起飞的瞬间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反观林小璐从包包里掏出游戏机 耳机一带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好在路上没有遇到颠簸 一个半小时后 飞机就平安落下了 下了飞机 我就感受到了滚滚热浪袭来 相比于卢省 这里似乎要更热一点点 旅游团的大巴早就在机场等候了 我们上车后直奔华山而去 路途中 我看到了许多古老的建筑 这个曾是13个朝代的古都城市 随处可见厚重的历史 林小璐见我有兴趣 笑着说 等办完正事 我带你回长安逛逛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喜爱独立时古籍的我 真的很想见一见文明中外的兵马俑 以及华夏史上最繁华的大唐盛景 华山旅游的第一天 旅客们睡在了距离景区不远的酒店里 一日赶路疲惫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林小璐就打电话 把我喊了起来 呆子 还不起床 旅行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不知为何 自我过完生日 林小璐对我的称呼 从我的名字变成了呆子 我问过林小璐为什么要这么喊我 她说叫着亲切 我也就随她了 在酒店匆匆吃过早饭后 我和林小璐跟着导游前往华山 导游贴心地叮嘱我们 山上寒冷 记得多穿件衣服 前往华山的路上 导游向游客们介绍华山的历史文化 以及待会要去的景点 华山共有五封 以东西南北中命名 其中北封最矮 中封次之 其他三封的海拔高度比较接近 允许游客上山的道路 总共有三条 最轻松的是坐索到上山 其次是当初战争时期 开辟的智取化山路 以及最为经典的自古华山一条路 林小璐是来祭拜的 为表成心 要步行上山 因此 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可选 实际上 旅游团中除了部分老年人外 大部分的游客 都是选择这条路攀爬 上山的过程中 导游口若悬河 非常敬业地讲解 每一处景点的历史人文故事 我听的是津津有味 沉迷其中 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爬到了南风 导游拿着小喇叭 对游客们喊道 往前走一点点 就是华山最著名的景点 空中站到 这是华山派第一代宗师 元代倒是贺之珍所打造 他在万刃绝壁上镶嵌石钉 搭建木船 站到上下皆是悬崖绝壁 铁锁横旋 被誉为华山第一天险 空中站到的尽头 是金庸武侠小说中 灵狐冲面壁撕过的撕过牙 胆子大眉心脏病 高血压的朋友 可以去玩一玩 保证过瘾 大家记得 千万要系好安全绳 掉下去可见不到风青羊 学不到独孤酒见 导游最后一句话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年轻的游客们 纷纷赶去报名 林小璐拉着我往前跑 走 咱们也去玩 我问他 咱不是来祭拜的吗 林小璐冲我做了个鬼脸 先玩过瘾了再说 越往前走 路越狭窄 走到空中战道售票处时 路窄的只能供两个人侧身通过 林小璐买了票 工作人员帮我们系好了安全绳 一条安全绳有两个锁扣 工作人员叮嘱我们 在轨道上换扣前进 一定不能同时解开两个锁扣 还特意跟我们示范了 安全绳的正确用法 一切就绪后 我们两人走向空中战道 林小璐原本走在我前面的 不知怎么想的 坏笑着跑到我后面 他笑嘻嘻地对我说 我胆小 跟在你后面 林小璐胆子小 这个笑话可太好笑了 看着他脸上的坏笑 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踏上战桥 刚走两步 我人傻了 谁能想象 走战桥的第一步 是往下的 只见山壁上 有一个树直向下的通道 用钢棍打在通道两侧的石头里 组成了一个树直的梯子 往下看去 是万丈悬崖 惊恐地感觉涌上心头 我的两条腿 忽然就软了 活了十八年 我第一次发现 我恐高 我往下看了三分钟 越看越害怕 小腿像是被抽走了力气 都快要站不住了 林小璐笑嘻嘻地催促我 呆子 愣着做什么 下去啊 见我还是不动 他故意学我生日那天许下的沉默 别怕 你要是累了 我背也把你背上去 我欲哭无泪 要知道 华山有这么险 打死我也不吹牛 再过两分钟 林小璐后面的游客 也开始催了 朋友 你到底下不下去 害怕就退回来 让我们先过 想到我答应过 要陪林小璐一起祭拜 我咬了咬牙 把腿伸了下去 往下走得了一米多 我发现 只要不往下方看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可等到我 走到梯子的底部 我傻眼了 前方只有一条笔直的崖壁 除了拴安全绳的锁链 就只剩下崖壁上 一个接一个的凹坑 接下来的路 要手抓着锁链 然后把脚伸进凹坑里 横行过去 要走最少三十米 才有能落脚的木板 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 但我肯定 自己的脸霎白霎白的 林小璐在我身边憋着笑 她肯定是早就预料到 我会有如此表现 等着看热闹呢 现在想往回走 已经来不及了 自下了梯子后 一直到终点 整条战道都只允许一人通过 如果我不想再被身后的游客催促 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我死死地拽住 固定在山壁上的钢锁 然后小心翼翼地挪脚 挪脚的时候 尽量不往下看 我一边往前走 一边在心中发誓 自己以后绝对不来划山了 走着走着 忽然就没法继续往前走了 前面好多人都停了下来 我身子稍微往外探了一点点 找到了大家停下来的原因 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青年 正抓着钢锁大喊大叫让我回去 他双腿抖个不停 裤子上还有湿了好大一片 虽然幸灾乐祸很不合适 但我和其他游客一样 没能忍住笑 前面有个大妈笑着喊 小伙子 别害怕 你身上摔着安全绳呢 就算是闭着眼走 也摔不下去 青年听后 摸了摸安全绳上的锁扣 解下其中一个 走这条战道 本就是走两步 解开安全绳 其中一个锁扣挂到前面的钢锁上 然后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可很快我就发现了异常 他并没有把解开的锁扣 重新挂回钢锁 而是伸手去解另外一个锁扣 我大声提醒他 先把前面的锁扣挂上 刚刚跟青年开玩笑的大妈 也焦急地大喊 别解 危险 然而青年不为所动 自顾地解开第二个锁扣 两个锁扣完全解开 他已经处于无保护的状态 我和大妈的喊叫 引起了其他游客的注意力 大家都在高声呼喊 提醒青年危险 然而青年的眼睛始终看向脚下 仿佛已经聋掉了 什么都听不见 我敏锐地发现 他刚刚还在抖入筛康的双腿 此刻竟然不抖了 与此同时 我心里还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在下一刻 尖叫声响彻山崖 解开安全绳的青年纵身一跃 跳下了山崖 我往山崖下看去 崖下有淡淡的云雾 看不清崖底的情况 但我肯定 跳下去的青年 九死无生 碰到这样的事情 哪里还有继续游玩的心思 我硬着头皮走到终点 连前方著名的景点撕过崖 都没心情去看 用力喘了两口气后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刚刚你有没有奇怪的感觉 林小璐点了点头 她的神情凝重地 扫视着身后的游客 刚刚我们周围 有同行 林小璐的话 验证了我的猜测 刚刚跳崖的青年 很有可能不是自杀 而是被因人操控 跳下的悬崖 呆子 拿出手机 假装给我拍照 我立马领会了林小璐的意思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假装拍游客照 然后把她身后的游人 咔咔咔地全都拍了下来 每一张脸都拍得很清晰 完事后 林小璐用自己的手机 打去了一个电话 挂掉电话后 林小璐对我说 去东风 有人在等我们 我和林小璐赶往东风 在东风半山腰上 有一家酒店 刚走到酒店门口 就看到大厅里 有个戴墨镜的女人 冲我们招手 看到这个女人 林小璐蹦蹦跳跳地冲了过去 然后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等我走上前 林小璐向我介绍道 这是冯姐 女人摘下墨镜 她看起来有三十多岁 长得漂亮 留着短发 阴气逼人 冯姐主动伸出手 与我握了握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冯春生 是林小璐母亲的秘书 我与冯姐的手艺接触 便知道 她也是一个阴人 说得也对 十三局二把手的秘书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普通人 林小璐问道 冯姐 你怎么会在华山 冯姐笑呵呵地说 知道你来拜山 所以过来看看 林小璐吐了吐舌头 冯姐你又骗人 不逗你玩了 我来华山有任务 这里不方便说话 我们换个地方 冯姐带着我们来到了 她预定的房间 关门的时候 她向外望了一下 似乎在查看 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房门关上 冯姐问我和林小璐 你们看到游客跳崖了 我点了点头 跳崖的游客 距离我只相隔一人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跳崖的游客 有什么异常 我把之前的感觉告诉了冯姐 冯姐听后眉头皱得很紧 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 林小璐忽然问道 冯姐你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十三局早就知道 会有人跳崖 冯姐点了点头 可惜了 没能阻止 冯姐让我们两人坐下 然后各给了我们一瓶可乐 山上条件有限 就喝这个吧 她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一份文件 递到了林小璐面前 我凑过去一看 是今天前来华山旅行团的资料 我和林小璐报名的旅行团 赫然在列 但真正引起 我注意的是用红笔圈起来的 两个旅行团 这两个旅行团的名字 是用外文书写的 虽然我不认识外语 但能猜测到 这应该是从外国来的旅行团 冯姐伸出手指 在其中一个圈起来的旅行团下 指了指一个名字 她就是死者 林小璐显然是认识外语的 帕塔 这不是东南亚那边的名字吗 可我刚刚看到的死者 是华夏人面孔 东南亚人和华夏人 虽然都是黄色人种 但面向差别还是很大的 基本上一眼就可以分辨 冯姐点了点头 又从包里拿出另外一份文件 你们再看一看这个 我快速地扫了一眼文件 这是五份人物资料 准确来说是五份死者的资料 结合刚刚的谈话 我很快从五份死者的资料中 发现了共同点 这五份死者的国籍 都来自东南亚国家 但他们的长相都是华夏人面孔 林小璐问道 是东南亚那边的华人吗 那边华人还很挺多的 不是 冯姐的回答斩钉截铁 看背面 我把资料翻了过来 才发现后面还有字 同样是五分而四折的资料 只是他们的名字 都变成了华夏名 而且籍贯与生平标注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 他们都是华夏人 看完资料 我和林小璐的目光 都落在冯姐的脸上 等待她给出我们答案 冯姐向我们解释道 加上华山跳崖的这一起 国外旅行团在国内 已经连续出了六次事故 除了跳崖 还有溺水 服毒 甚至是卧轨 这六次事故之间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死者都曾经是华夏国籍 死前一年 不知什么原因 背井离乡前往国外 改成了东南亚国籍 我和林小璐听得一愣一愣的 先出国改国籍 再回来自杀 这可真是够离奇的 我下意识地问道 这六个死者的旅行团 是同一家吗 冯姐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但我猜测 这六家旅行团的背后 是同一个组织 林小璐问了一句 你们对前五个死者 做过尸检吗 如果真是被因数操纵着自杀 应该能发现蛛丝马迹 冯姐叹了口气 我们也想啊 可前五个人已经改了国籍 旅行团不允许我们进行尸检 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 这不是意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尸体运出国 或者直接火化 带走骨灰 说到这 冯姐的语气忽然一变 不过我们十三局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提前得到情报 这伙人要在华山搞事 所以一路上我们严防死守 没让他们找到机会 最后只能选择从战道上往下跳 我有点没听明白 林小璐看到我迷茫的样子 用手拍得下我的脑门 笨 前五个死者的尸体 不都被运回去吗 说明他们肯定需要尸体 华山这么高 就算是阴人 也很难下到谷底寻找尸体 我恍然大悟 能找到尸体的 只有官方的搜就对 过了没多久 冯姐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短信 她扫了一眼之后 对我们说 尸体找到了 小璐 十三局的人手不够 既然你在这里 就帮着姐姐查查案子吧 林小璐答应了下来 冯姐带着我们一同下山 赶往最近的殡仪馆 路上我问林小璐 她拜山的事情怎么办 林小璐说不及 等帮着冯姐查完案子 再去爬一遍华山就是了 一想到还要走一遍站桥 我的双腿再一次瑟瑟发抖 来到殡仪馆 有人迎接我们 是十三局的员工 冯主任都准备就绪了 没有走漏风声吧 放心 我们派了专人拖住旅行团 冯姐带着我和林小璐 来到了停尸房 死者的尸体 摆在冰冷的铁床上 她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模样无比凄惨 从几百米的山崖上跳下去 摔得几乎看不出人形 铁床的两侧 站着一名鹰人 冯姐向我们介绍道 红木 是我们十三局最优秀的舞座 红木向我们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这两位是 我知道 林副局长的小女儿 以及第二十二代殷商张贤 我有些惊讶 红木身为十三局的员工 认识林小璐很正常 但没想到她还认识我 我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难道我张贤 已经名声在外了吗 林小璐大概是猜到了我的心思 白了我一眼 想啥呢 你的拜师宴在十三局备过案的 不认识你才怪 我愣住了 师父举办的拜师宴 还要向十三局报备吗 林小璐向我解释 你的拜师宴 全滑下有头有脸的鹰人到了大半 如果不向十三局备案 你想吓死多少人 好了 等把正式做完 你们再闲聊 冯姐看一下红木 对她点了点头 开始吧 红木立即行动了起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乳胶手套来 走到尸体前 她的手放在死者的头部 开始了检查 接下来整整十五分钟 红木将死者全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她的动作十分小心 但非常迅速 甚至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 林小璐在旁边小声地向我介绍 红木这一脉 从宋朝开始 就是官方指定的武作 整个华夏 论验尸的水平 她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我心中微微惊叹 被十三局收入麾下的鹰人 个个都是奇才 验尸结束 红木将手上的乳胶手套 扔进了垃圾桶 对冯姐说道 没有找到鹰树残留的痕迹 冯姐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把目光转向了我 张贤 你来看看 死者有没有可能 是被鹰鹿操控跳崖的 原来这才是冯姐拉我来的原因 论对鹰鹉的熟悉程度 鹰伤同样是自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尸体面前 虽然尸体的样子非常吓人 但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我 已经能够做到波澜不惊 我贴近尸体 仔细感应 还别说 尸体身上 还真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鹰鹉气息 这气息很弱很弱 要不是我天天跟鹰鹉打交道 很可能也察觉不到 我从床头走到床尾 又从床尾走回床头 最后 我盯着死者摔裂的头 仔细见别 盯得久了 我的阴阳眼开始微微发热 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鹰鹉在死者的头裂 听到我的话 冯姐和红木都愣住了 红木对我说 我刚刚检查过她的头皮 没有做过手术的痕迹 如果鹰鹉真的在死者头中 是怎么放进去的 我问红木 听说过冰锥手术吗 舞作也算是另类的医生 红木听到我的话 眼神立马就发生了改变 所谓冰锥手术 要追溯到1935年 国外一个名叫莫尼斯的医生 这个医生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手术 他从病人的颅骨上 锯开一个口子 摧毁前脑叶与其他脑叶的联系 这个手术后来被称为鹅叶切除术 这个手术被发明出来的初衷 适用于治疗精神疾病 凡是做个这个手术的人 不管是大闹天工的孙悟空 还是杀人如麻的恶魔 经过手术后 都会变得温顺乖巧 犹如人畜无害的绵羊 手术立竿见影的效果 让人们误解 这种手术能治好精神疾病 莫尼斯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虽然获奖的是莫尼斯 但真正将鹅叶切除术发扬光大的 却是一个名为弗里曼的医生 这位弗里曼改进了莫尼斯的手术 他不需要开炉 也能完成鹅叶切除术 他的方法很简单 用两根冰锥 从患者的眼球上方直接插入 搅动一下 病人的前额叶就被破坏了 手术结束后 从病人的外表上 几乎看不到手术痕迹 因为手术用的器材是冰锥 所以被称为冰锥手术 这个手术当然是错误的 绝大多数患者 在手术后表现的形同植物人 没有主观意识表达 没有欲望 失去语言交流能力 目光呆至刻板 仿佛失去了灵魂 但在当时那个战后世界上 存在大量精神病人的时代 冰锥手术仍旧流行于全世界 甚至被滥用 尤其是在战败的岛国 冰锥手术主要的实施的对象是小孩 他们中的许多人 仅仅因为调皮捣蛋 或者学习成绩不佳 就被家长送去切除前额叶 如果你看过电影《飞跃风人院》 最后躺在床上面如死灰 壮如痴呆的男主 就是被迫进行了这种手术后的模样 直到1970年 冰锥手术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禁止 红木再次走到尸体前 将尸体的眼皮扒开 果然 尸体的眼球上方 还有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 这证实了我的猜测 但如何将鹰雾取出 成了大难题 死者已经注销了华夏国籍 虽然还是一副华夏人面孔 但在法律上 他已经是一名外国人 贸然开颅取出鹰雾 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国际纠纷 要如何做 得冯姐来做决定 冯姐走出去打了几个电话 回来时 表情变得非常严肃 她问我 张贤 你有把握死者的头列 一定有鹰雾吗 当然 证据都摆面前了 这要是再没法确定 那就太小看阴伤了 冯姐咬了咬牙 做出了决定 红墨 你还动手 接下来画面 就非常的稍而不疑了 甚至连我都不忍观看 拉着林小璐出门透透气 二十分钟后 冯姐将一个带写袋子交给了我 这是从死者脑内取出来的 我接过来一看 透明的袋子里 有一个非常小的物品 我拿起来对准阳光 才能看得清楚 这是一只黄玉雕刻的蚂蚁 这只蚂蚁雕工非常优秀 虽然小如米粒 但不管是蚂蚁的一对触须 还是六条腿 都十分清晰 栩栩如生 冯姐问我 是鹰雾吗 我点了点头 玉雕取出后 鹰雾的气息浓郁了许多 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这是白蚁盘上的一只冰蜜 冯姐问我 白蚁盘是什么 我向她解释道 蚁巢内 所有的蚂蚁 都会听从蚁后的命令 白蚁盘就是模仿蚁巢 制作出来的鹰雾 说到白蚁盘 要追溯到北宋抗辽的年代 相传北宋有一个修士 鹰部人看到国破家王的景象 从深山老林中走出 参军抗敌 这名修士不仅功夫了得 还熟读兵书 他带领的军队 在战场上无往不利 打得辽军铁骑 屁滚尿流 为了能够杀死这名修士 辽军买通了一名北宋的将领 让他传甲情报给修士 致使修士率领的军队 被十倍于自身的辽兵包围 陷入绝境 修士自知等不到援军 准备天黑后突围 可从兵力比自己多十倍的 包围圈中突围 谈何容易 他麾下的士兵 必须完全服从他的命令 且汉不畏死 才有一线希望 在等待天黑的时候 修士闭着眼睛小气了一会儿 他很快进入梦乡 梦到了一个白胡子神仙 神仙告诉他 他命术未尽 不该死在这里 给了他一件宝物 助他突围 这件宝物就是白蚁盘 白蚁盘上 有成百上千只玉雕的蚂蚁 修士将以后留下 其余的兵蚁 则分发给麾下的士兵 让他们混酒送福 吞入肚中 入夜 突围开始 吞入兵蚁玉雕的士兵 各个汉不畏死 且另行禁止 哪怕修士 让他们牺牲自己为大部队殿后 也无人生出二心 就这样 修士成功突围 日后亲手斩杀叛徒 大败辽军 或许这个故事 带有一些传说色彩 但白蚁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鹰商笔记中有详细记载 只是白蚁盘已经失传数百年 没想到 竟然会再现江湖 看到白蚁盘中的兵蚁 我已经大概搞清楚 这名游客跳崖的前因后果了 外国的鹰人 不知是用花言巧语 还是其他的手段 骗人注销了华夏国籍 远走国外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鹰人又带着此人 以随团旅游的名义回国 用白蚁盘操纵他们自杀 林小璐听后好奇地问我 这外国鹰人费这么大的劲 图什么呢 我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应该是骗保 这外国鹰人的手段 和李子曾经的未婚夫王森 有些相似都是杀人骗保 冯姐认可了我的猜测 我们华夏在国际上信誉很好 官方出具的调查结果 被会国外保险公司认可 冯姐咬牙切齿道 敢在华夏做这种事 真是不把我们13局看在眼里 我问冯姐 现在已经找了死者并非自杀的证据 是不是可以立案抓人了 冯姐摇头 光有证据还不行 旅游团上百号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罪犯 得抓住操纵游客自杀的阴人 张贤 对方用的是鹰鹿骇人 13局里没有比你更熟悉鹰鹿的鹰人了 你能帮帮忙吗 给官方打工 让13局欠我个人情 我肯定是愿意的 怎么做 很简单 我把你安排进旅行团 你把幕后操纵鹰鹿 害人的凶手找出来 我想了想 只是找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于是答应了下来 林小璐怕我出危险 强烈要求跟着我一起去 冯姐同意了 之前冯姐给我看的资料上 标注了两家国外旅行团 其中一家已经死了人 应该不会再有人出意外 否则一个旅行团接连出事 很容易被怀疑 冯姐以当地旅游团的名义 联系上了第二家旅行团 说自己的旅行团 多受了两个游客 超出了警区的规定 出钱让他们多带两个游客 旅行团的团长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这也说明 暗中作为的鹰人 并没有能力控制整个旅行团 否则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第二天一早 我和林小璐在约定好的地方 见到了这家国外旅行团带队导游 导游是泰国华人 操着一口口音奇怪的普通话 他非常热情地自我介绍道 你们好 我是阿龙 很高兴见到你们 打了招呼后 阿龙带着我和林小璐入了团 算上我和林小璐 总共有50人 刚好坐买一辆大巴车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整辆车 除了我和林小璐外 还有三名男人 是华夏面孔 大巴车的通风不太好 在闷热的环境中 我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鹰雾气息 和昨日在死者身上发现的 鹰雾气息极为相似 我心中一咯噔 确定这家旅行团上 也有被控制的游客 白蚁盘的声效距离有限 换句话说 幕后凶手肯定也在车上 我把嘴巴贴到林小璐的耳边 用最小的声音 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她 林小璐给冯姐发了信息 冯姐很快给了我们回复 她说自己和十三局的同事证 跟着大巴车 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能赶到 让我们不必担心 知道操纵鹰雾的鹰人 可能来自国外 我和林小璐从上车开始 就暗中观察大巴车上的外国人 可这毕竟是外国旅行团 车上几乎全是外国人 他们堆在一起 即便身上有淡淡的鹰气 也很难具体到个人 大巴车行驶的过程中 阿龙一直在做景点介绍 只是他说的外语 我一句都听不懂 等他休息的时候 我问了一下 才知道旅行团 今日的目的地是 温泉度假村 华山所在的宁晴县 除了有华山这个国家 5A级景点外 还有几个3A级景点 温泉度假村就是其一 到达度假村后 大巴上的外国游客们 陆续下车 在导游阿龙的带领下 大家参观了度假村 还观赏了几个特色的舞蹈 品了茶 当然 这些都是前菜 既然是温泉度假村 主菜自然是泡温泉 其他游客们 早就准备好了 泡温泉用的泳衣 我和林小璐半路上车 只能从度假村的商店里购买 当林小璐从换好泳衣 从更衣室中走出来时 我承认自己有些失神了 林小璐式的典型的宅女 平时的衣着都是宽松版型 虽然也能看出身材好 但绝眉现在穿着泳衣 有冲击力 但依旧遮不住火爆的身材 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丝坠肉 双手渴握的细腰 小腹平坦 隐约看到藏在泳衣里的马甲线 至于胸和屁股 真是硬了那句 脂肪都长到该长的部位 没有一丁点跑偏 最能加分的 还是她那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让我一步开视线 好看吗 我抬头一看 林小璐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抓包的偷窥狂 脸蛋发烫 她手指在额头上点了一下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我尴尬一笑 急忙转移话题 小璐姐 人太多了 分辨不出哪个是阴人啊 林小璐对我说 阴人是不好找 可他们要杀的人 就在那三个华下面孔中 咱只要盯紧这三人 早晚能发现蛛丝马迹 我点了点头 那三人在一个池子里抛温泉 倒是不用我和林小璐分开去盯 我和林小璐进了温泉 静止走向这三人 离得近了 我率先开口和他们打招呼 你们是华夏人吗 其中一位大叔热情地回应我 刚刚你们两个上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是老乡 他们两个不信 说华夏人怎么会进外国人的旅游团 林小璐问道 三位叔叔 你们是从哪里来 我从泰国来 这两位是亲兄弟 都是新加坡的华人 爷爷那辈就去新加坡经商了 两兄弟跟我和林小璐打招呼 他们的普通语 和泰国来的大叔相比 十分声音 我问大叔 你也是华人吗 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大叔不好意地挠了挠头 我去年才加入泰国籍 现在也算是华人了吧 我问他 为什么要加入泰国籍 大叔指了指自己胸前挂的佛牌 方便做生意吗 或许是很久没有跟同乡聊过天了 大叔打开了话匣子 他告诉我们 他本名叫高伟 原本生活在内陆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前往泰国前 他去过最远的地方 是离村30公里的小县城 因为家里很穷 直到50岁 他都没有娶妻 是村里有名的老光棍 眼见要步入老年 高伟寻思 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完一辈子 总得找个女人 留个孩子 他把这些年积攒的一些钱拿了出来 托人给说没介绍介绍 可不管是守了十年寡的寡妇 还是准备带着孩子改嫁的女人 一听说高伟的条件 都是立马回绝 连面都不肯见 讲到这里 高伟叹了口气 现在想找个女人结婚 实在是太难了 不光要在城里有房 还得最少给88800的彩礼 我打一年工 也存不了这么多钱啊 眼见相亲无望 高伟动了其他的心思 他听说隔壁村有个绰号王赖子的男人 有办法从越南搞到女人 这些女人 都是从本国生活贫苦的姑娘 年轻美貌 很多还是未出格的虫儿 他还听说 这些越南新娘吃苦耐劳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洗衣做饭样样都会 高伟花了不少钱 请王赖子 在村里最好的饭馆吃了一顿饭 酒足饭饱后 他请对方帮他找个越南媳妇 王赖子看在高伟诚心诚意的份上 给他透了点实话 王赖子告诉高伟 越南新娘可不是那么好娶的 虽然外国媳妇不图房不要车 但彩礼是不能免的 加上给他的中介费用 最少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娶个外国媳妇 虽然听起来挺直 实际上外国新娘很多都是职业婚片 他们在南方家里待不到半年一年 就会偷偷逃走 找都找不回来 关键这些新娘都是偷渡来的 领不了结婚证 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到时候就算高伟报警 警局也不会受理 高伟听后万念俱灰 心想自己这辈子就是打光棍的命 正当他准备任命时 王赖子让高伟给他买一条中华烟 他给高伟指条路 高伟心想饭也请了 酒也请了 也不差一条烟 就照做了 王赖子对高伟的态度很满意 指点了他一番 他说高伟之所以单身 归根结底是因为没钱 如果高伟有钱 别说他五十岁 就是六十岁 也有没人上门 说到最后 他问高伟 想不想赚钱 高伟当然想啊 做梦都想 王赖子告诉他 他认识一个泰国大哥 做佛牌生意的 最近正在拓宽华夏市场 想找几个懂华夏语的小弟 帮忙照料生意 如果高伟愿意 去泰国发展 不光有大把的钱能赚 泰国大哥还能帮他 讨个当地媳妇 高伟当场就同意了 他这把年纪了 父母都已经去世 没什么牵挂 一周后 就在王赖子的帮助下 坐飞机赶到了泰国 泰国大哥亲自接机 王赖子没有骗他 高伟跟着泰国大哥办事 真的赚到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娶媳妇这事 遇到了点麻烦 泰国大哥告诉高伟 泰国的家庭不喜欢外国女婿 如果高伟想娶泰国媳妇 就得加入泰国国籍 为了能娶到媳妇 高伟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高伟从池编台子上 拿起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 他打开相册 给我们四人看 这是我媳妇 漂亮不漂亮 屏幕上高伟笑得合不拢嘴 他的首幅在一个漂亮女人的西腰上 照片上的女人 看起来也就20岁出头 姿色很是不错 两个新加坡华人看后 很是羡慕 直夸高伟有福气 这张照片证实了我的猜测 如果高伟死在华夏 又有官方出具的意外证明 那照片中的美貌新娘 就会得到保险公司的高额赔偿 甚至还能 再从旅行团手中 索要一笔不菲的赔偿金 林小璐问高伟 你老婆怎么没跟你一起出来旅游 高伟解释道 这次旅游 是大哥奖励给我的 说是等让我先玩两天 然后等他电话去长安 见一个新客户 我老婆他不敢坐飞机 我只好自己来了 他挠了挠 已经凸了的脑壳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虽然我离开华夏还不到两年 可这次回来 总有种敬相情窃的感觉 泡了一会儿温泉 两个华人先上岸了 高伟没有离开的意思 已在池边闭着眼睛小气 我和林小璐在一旁盯着他 高有任何一场 我们都能及时做出反应 可老在温泉里抛着 身体水分散发得很快 不一会儿 我就口干舌燥了 我让林小璐盯着 自己上去买了两瓶冰可乐 林小璐可坏了 仰头咕嘟咕嘟一口气 把整瓶可乐灌进了肚子 可能是可乐太凉了 没过多久 他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指着厕所方向 面露难色 呆子 我去趟厕所 林小璐一溜烟地跑走了 此刻游客们都泡完了温泉上岸 池子里只剩下我和高尾两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温泉泡得太舒服 高尾竟然打起了呼噜 憨声震天 我真有些怕他脚下一滑 整个人栽进池子里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叫醒他时 高尾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面无表情 眼神呆滞 然后身子一沉 整个身子都钻进了温泉中 原本平静的温泉池 被他的举动惊起大片浪花 如果这是泳池 高尾的举动还能解释 可这里是温泉 大说 我喊了一声 高尾没有从水中钻出来 相反 他潜水的位置开始冒出大量的气泡 我立即反应了过来 隐藏在暗中的鹰人动手了 他用白蚁盘控制高尾 让他逆水而亡 我环视四周 并没有看到可疑的身影 高尾已经沉入水中半分钟了 我得先把他救上来 我以最快的速度走上前 然后把手伸进水中 抓住了高尾的手臂 然而 不管我怎么用力 他都不肯浮上水面 不仅如此 他还反抓住我的手臂 把我也拉进了池子 水漫过我的头顶 我下意识地想要起身 高尾的手 却是摁在了我的脖子上 用力下压 他想淹死我 我拼命挣扎 却始终挣脱不开他的手 很快 我就有了窒息的感觉 温泉的池子并不深 可头被按在水下 再浅的谁也能淹死人 窒息的感觉越来越强 我甚至已经开始头晕眼花 四肢渐渐没了力气 再这样下去 我恐怕会被活活淹死 千钧一发之际 我冷静了下来 我的手在高尾的身上摸来摸去 然后摸到了 他最薄弱的地方 我在心中说了一声对不起 用力捏了一下 一瞬间 我感觉到自己脖子上的手松开了 我急忙 把头伸出水面 大口地喘息 或许是因为剧痛 白蚁盘的效果暂时消失了 高尾痛地爬出水池 捂着自己的装布 在地上打滚 不停地惨叫 从厕所赶回来的林小璐听到了声音 飞快地跑了回来 呆子 我从水池里爬出来 半跪在地上 依旧是头晕眼花 我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提醒林小璐 快 快控制住他 林小璐二话不说 对着高尾的脖子就是一脚 高尾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陷入昏迷 我目瞪口呆 林小璐这控制人的方法 未免也太直接了点 林小璐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关心地问报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看向高尾时 忽然发现我眼中的场景 发生了一丝变化 从高尾的头部 飘出一缕细细的黑线 飘向远方 我指着高尾 问林小璐 能不能看到黑线 林小璐用奇怪的语气回答道 你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我能肯定 这不是幻觉 我走到高尾面前 用手挥了挥 黑线并不受风地影响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烫 难道是阴阳眼的效果 我心中一动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猜想 这条黑线 或许是白蚁盘兵仪 与以后之间的联系 小璐姐 让冯姐的人来看着她 你跟我来 林小璐说了声好 急忙给冯姐打电话 不一会儿 十三局的人就赶来了 我带着林小璐 顺着这条黑线走 绕过几条走廊后 黑线钻入一扇客房的门 应该就是这儿了 林小璐把我拉到她的身后 你没带昆吾到 躲我身后去 我没逞能 昆吾刀开了刃 从法律上讲 属于管制刀具 我没办法带上飞机 没有刀的我 战斗力远远不如林小璐 躲在她的身后 不丢人 林小璐敲了敲门 但并没有人前来开门 林小璐后退两步 一脚踹了上去 林小璐将武林高手的风范 展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一声巨响 门开了 我的视线穿过打开的门 看到一个外国人的面孔 正准备翻窗逃跑 这张脸我感觉有些面熟 忽然想起 自己在华山上 假装帮林小璐拍照时 曾经拍下过这张脸 错不了 她就是从华山上 操纵游客跳崖自杀的阴人 跑得了吗 林小璐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把已经要跳出窗户的阴人 硬生生地拽了回来 她毫不犹豫地 使出过肩摔 把人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那阴人被摔得七昏八速 当场就爬不起来了 我使劲咽了咽口水 在心中叮嘱自己 以后一定不要惹林小璐 否则她给我来这么一下 怕是会直接 去西天剑如来佛祖了 林小璐用膝盖 压在对方的背上 将其双手反减 她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搞定了 我在林小璐制服的外国人身上 感受到了浓浓的阴气 阴阳眼看到的黑色丝线 钻进了她的脖子里 我走上前 从她的脖子上 扯下一根项链 项链的尾部 是一块老旧的怀表 我把怀表打开 一枚精致的玉雕露了出来 正是白蚁盘中的以后 外国鹰人 用别角的普通话咒骂我 让我把玉雕还给她 林小璐在她后脑勺上 扇了一巴掌 她立马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没过多久 冯姐带人冲了进来 我和林小璐 把人和鹰雾都交给了冯姐 冯姐说后面的事情 交给十三局就行了 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回更衣室换好衣服 我和林小璐离开了度假村 出门的时候 刚好看到高伟送上救护车 她在温泉里呛了不少水 估计要住几天院才能康复 我在心中为她祈祷 希望我捏的那一下 没有断绝她 想要延续香火的愿望 等救护车离开 我和林小璐上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师傅问我们去呢 林小璐说句华山 我这才想起 林小璐还没拜山呢 再次回到华山 林小璐收起了游玩的心思 她带着我 禁止赶到山上的御泉院 这里是一家 在全国都很有名的道观 她找到一名 正在打扫庭院的小道士 自爆家门后 我们很快就被请到了 东侧的课堂 一名道号 清静道人的老道 接待了我们 请我和林小璐共饮山茶 茶汤清苦 但引入度后 有一种洗涤心灵 忘记世间喧嚣的感觉 十分的奇妙 清静道人对林小璐说 你父亲临选五年前 就给我打过招呼 说有朝一日 你会来此拜山祈福 我已经请弟子们 做好了准备 等你沐浴焚香后 就可以进行祭拜了 林小璐在一位女道的引领下 前去沐浴 等她在出现时 已经换了一身修行用的素衣 一头乌黑的绣发 盘成道家的盘迹 插着一根乌色的木簪 在清静道人的引领下 我和林小璐来到了老祖殿 老祖殿内 供奉着道家鼎鼎有名的 成团老祖的塑像 林小璐点燃檀香 以道家的习俗形三里九叩 上完香后 清静道人说道 接下来 你们去华山最高的南风 要做什么 应该不用我多言了 林小璐谢过道人 带着我前往南风 爬到风顶时 太阳已经开始熄落 林小璐避开游人 找了个清静的地方 盘坐在一块石头上 闭上了眼睛 微风吹过 林小璐的发丝随风舞动 我发现 她的胸口起伏 会随着山顶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最终趋于同步 很是奇妙 我很是好奇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炼 林小璐没说 要保持这个动作多久 我干脆坐在地上等她 恍惚间 我的阴阳眼再次变得发烫 然后看到了 我这辈子都难忘的一幕 一缕紫色的雾气 从华山的东风飘来 犹如一道长虹 灌入林小璐的百慧穴 我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使劲揉了揉眼睛 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相比于修炼中的林小璐 我更惊奇的是自己的阴阳眼 不管是从高尾身上 看到的黑色丝线 还是眼前 灌入林小璐身体中的神秘紫气 我以前是看不到的 隐约间 我有一种阴阳眼 正在进化的奇妙感觉 林小璐一直修炼到太阳落山 才睁开眼睛 她起身伸了个懒腰 走到我的面前 呆子 等烦了吧 我摇摇头 难得出来放松一下 吹一吹山顶的风 也挺舒服的 我发现 林小璐的脸色 比上山前红润了许多 或许拜山对她的病情 真的很有好处 肚子饿了 咱下山去吧 我们回到御泉院 林小璐换回自己的衣服后 跟清静道人告辞 清静道人问林小璐 明年你要去冬月泰山 是吗 林小璐点了点头 最后一座山了 清静道人指点道 每年的三月最后一天 到五月七日 是冬月庙会举办的日子 那个时候 泰山灵气最旺 你前去祭拜 效果最好 多谢道长指点 我记住了 离开御泉院 我和林小璐下了山 两人都是鸡肠鹿鹿 随意找了家路边摊 要了两碗当地特色的大刀面 比脸还大的面碗 我和林小璐都吃了个底朝天 吃饱喝足后 我们回到来时 旅行团安排的酒店 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跟导游打了招呼 不再继续旅程 乘车赶往长安机场 准备返航 在后机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是外国旅行团的导游阿龙 阿龙也看到了我 小跑着过来 他埋怨的 朋友 你们离团 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害我找了好久 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 撒谎说 家中有事 所以才会提前离开 阿龙笑着说理解 我问他 是要返回泰国了吗 阿龙叹了口气 昨日也不知道 冲突了哪个神仙 旅行团一名游客逆水入院 还有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 被你们华夏的警察抓走了 我们团长决定提前返程 这不一大早就赶到机场了 林小璐看了一眼时间 跟我要了身份证 去兑换登记牌 我则是留在原地等他 阿龙很是善谈 跟我聊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邀请我有空去泰国玩玩 我满口答应下来 当然只是客套话 随后机场 想起了飞往泰国的飞机 准备登记的广播 我该走了 朋友 祝我们后会有期 说着 阿龙张开双臂 做出拥抱的姿态 他这么热情 我也不好回绝 跟阿龙拥抱了一下 谁知 就在我准备脱离他怀抱的刹那 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后背一阵巨痛 冰冷的感觉 从我后背散开 蔓延全身 阿龙把嘴唇贴近我的耳边 他语气从热情变成冰冷 犹如蜡月的寒风 这就是招惹我们的下场 说完 他松开了我 头也不回地走向登机通道 我好似变成了一座冰雕 全身上下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龙的背影 从我的视线中消逝 我的身体越来越冷 仿佛裸体来到了南极 全身上下每一处都冷得要死 这一刻 我想的不是自己 可能快要死了 而是在心中感叹 林小路犯病时 是不是也是这个感觉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身体一歪 重重地倒在地上 恍惚间 我看到拿着登机牌的林小路 正向着我狂奔而来 呆子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 醒来时 我身体中的冷意还在 但多少有了些知觉 我察觉身边有人 艰难地扭头 林小路在 冯杰也在 还有十三局御用的五座红木 林小路抓着我的手 关心地问道 呆子 你感觉好点了吗 我恩了一声 对他和冯姐说 旅游团的导游阿龙 和我们抓的那个婴人 是一伙的 冯姐拍了拍我的肩膀 交给我们吧 好好养伤 我环顾四周 问道 这是哪 是十三局的秘密基地 你身体受的伤并不重 主要是中了婴数 所以就没送你去医院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肩膀 上面缠有干净的纱布 红木开了口 是我给你包扎的 好久没给活人治伤了 包得丑了点 别介意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回应 没事 等我死了 相信你能包得更漂亮 林小璐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头 教训了我一句 别说傻话 我问林小璐 阿龙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动弹不得 林小璐转身从一旁的桌子上 端来一个铁盘 铁盘里的东西 让我眼皮狂跳 齿骨 铁盘上放着的 是一节完整的脂骨 这明显是人类的骨头 从骨头的大小看 还是孩子的 林小璐向我解释道 这是泰国阴人的手段 用孩童的骨头 炼制成杀人的法器 上面涂有阴毒 只要粘上一点 就会让人全身麻痹 动弹不得 不过你放心 红木已经帮你把毒解了 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我向红木道谢 红木对我说 给活人治病我不对口 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即使说出来 我们会请高人来帮你再看看 冯姐开了口 你好好休息 这里有十三局的员工职守 很安全 冯姐带人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林小璐 我很是抱歉地说道 是我大意了 林小璐摇头 不怪你 我也没看出 那个阿龙是阴人 提起阿龙 林小璐的眼神 变得极其不善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再见到他 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给你报仇 我被他可爱的模样 逗笑了 结果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疼得流了一身汗 林小璐靠到我的肩膀上 轻轻吹了吹 用哄孩子的语气说道 乖 吹一吹就不疼了 聊了一会儿 倦意袭来 我跟林小璐说 自己睡会儿 然后就昏睡了过去 身体虽然睡了 但我的意识 却是进入了梦乡 我梦到自己来到一处 特别闷热 周围都是高大的椰子树 远处有一个金色尖顶的建筑 像是佛家的寺庙 我知道自己在梦中 怕了一下自己 竟然能感觉到疼 这是哪里 人们都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梦中的地方 很多都源于做梦者的记忆 可自从我眼睛恢复后 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德 只去过一趟金门 一趟魔都 加上现在所在的长安 这三个地方的气候 都不可能长出椰子树 远处传来了海浪声 我循着声音走去 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沙滩 海水是碧绿色的 十分纯净 轻轻拍打着沙滩 眼前的景色很漂亮 我不由得有些看呆了 恍惚间 身前传来一道怯怯的声音 哥哥 买点花吧 我回过神来 看向身前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手里捧着一束编好的花环 花环是用一种 白色的小斑花串起来的 闻着味道 是茉莉花 我下意识地伸手接花 可就在小女孩 把花环递上来的瞬间 我看到她的左手 只有四根手指 她的食指 是残缺的 我猛然想起 阿龙害我的法器 不正是一根小孩的止骨吗 我闪电慢地缩回自己的手 直到这时 我才看清小女孩的脸 小女孩的皮肤偏棕色一些 五官立体 带有明显的种族特征 她是一个泰国人 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再看看远方 有别于国内风格的寺庙 我恍然大悟 这里是泰国 我从未去过泰国 怎么会梦到泰国呢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身前的小女孩 再次开口道 哥哥 买点花吧 小女孩的语气变了 多了一丝催促之意 我连忙拒绝 我不要 没曾想 这句话激怒了小女孩 她用力一捏 把手中的花环 钻出了枝叶 她强硬地把花环 往我手里塞 衣服我不收 也得收得凶狠模样 我当然不会收 直觉告诉我 收了这束花环 我会倒大煤 我再次拒绝 我不要 小女孩彻底怒了 她把手中的花环 扔在沙滩上 用力地踩了两脚 随后 她的脸发生了变化 肉皮迅速腐烂 最后化作一张恐怖的鬼脸 小女孩浑身散发着恶臭 是肉腐烂的味道 她抬起双臂 脚下迈着亮枪的脚步 向我扑来 我想都没想 扭头就跑 我在梦里 没有林小璐的帮助 没有防身的昆乌刀 甚至连阴阳眼都没法用 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我边跑边回头看 别看小女孩脚步亮枪 但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把她甩掉 甚至我们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照这样下去 我被她捉住 是迟早的事情 怎么办 我不禁有些慌乱 我不清楚 自己被捉住的后果 或许 被小女孩捉住后 我会永远地陷入这场梦境 再也出不去 或许结局更加直接 我会死 就在我心中慌乱的时候 远处传来一道佛音 我敏锐地发现 小女孩听到佛音后 腐烂的脸上 表情发生了变化 她浑浊的眼睛中 流露出一丝惧怕 我当即有了主意 向着金鼎寺庙所在的方向狂奔 见我往寺庙的方向跑 小女孩追得更紧了 小女孩追还一边喊 只不过这次喊的不是普通话 而是太语 我听不懂 全当她在放屁了 我跑啊跑 明明是在梦里 我却是累得气喘吁吁 感觉胸口快要燃烧起来 而双腿更是像灌了签一样 全凭意志力坚持着往前跑 不知跑了多久 我终于是见到了寺庙的全貌 寺庙不算大 但十分豪华 墙壁是纯阴锁住 屋顶反射金光 极有可能是纯金打造 寺庙门前 立有两尊佛 一尊像头人身 一尊宽脸弥勒像 当我靠近大门时 寺庙大门自行开启 门内佛光万丈 好似通往无边宇宙 别跑 小女孩嘶吼一声 双脚离地 向我跳来 她残缺一根手指的手掌 抓住了我的右臂 冰冷刺骨的感觉再次袭来 我的右臂在一瞬间 就失去了知觉 我不敢停下脚步 用力一甩 然后撞进寺庙大门 佛光笼罩了我的身躯 小女孩的身形 犹如烈阳下的冰雪 融化了 啊 我惊叫一声 从床上坐了起来 满头大汗 听到声音的林小璐冲了进来 她穿着睡衣 脚上只躺着一只拖鞋 我这时才发现 窗外已是漆黑一片 林小璐跑到床边 关心地问 做噩梦了吗 我点了点头 刚刚被泰国小女孩追的情景 历历在目 我睡了多久 林小璐看了眼时间 快十个小时了 你饿不饿 我煮面给你吃 我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从刚刚的梦境中 回过神来 什么都吃不下 我想出去透透气 好 我陪你 林小璐伸手扶我下床 可当她碰到我的右臂时 一股针扎般的刺痛 让我忍不住痛呼出声 林小璐吓了一跳 呆子 你怎么了 我一把拉起衣袖 我的胳膊上 有一只小小的 黑色的 只有四根手指的掌印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内心的震惊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刚刚那不是梦 林小璐也是大吃一惊 她警惕的扫尸四周 以为是有鬼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跑家伤了我 我把刚刚梦中的情景 一五一十地讲给林小璐听 林小璐听后 立马跑回自己的房间 找出手机打给了冯姐 一个小时后 冯姐和红木再次赶来 冯姐在十三局干了许多年 经验丰富 她立即判断出 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植骨 不光在你体内下了毒 还种了一只鬼 种鬼 听到这个词 我吓了一大跳 师父走之前 常常在教导之余 讲一些阴形密事给我听 其中就有种鬼的传闻 种鬼 顾名思义 就是像在土地里 种庄稼一样 在人的体内 种下一只鬼 种入身体的鬼 与自己附身的鬼 有着根本的不同 种下的鬼 会吸附人的血肉 在人的骨髓里生根 寻常手段 无法将其驱逐 超度 因人种鬼 一般有两个目的 一是 以自身血肉似鬼 培养出厉害的大手 二是报复仇家 在仇家体内 种下恶鬼 仇家会被恶鬼 日日啃食 受尽折磨 死得极为悲惨 显然 我的情况 属于第二种 知道我的避音后 林小璐 焦急万分地问冯姐 有办法把鬼赶出来吗 冯姐欲言又止 最后摇了摇头 一旁的红木开了口 种鬼之法 在华夏阴形 被视为禁忌之术 早就断了传承 如何把种入人体的鬼取出来 十三局中并无记载 林小璐眼睛红了 怎么可以这样 张贤她是为了帮你们做事 才搞成这个样子的 冯姐安慰林小璐 你先别急 我这就把张贤的情况上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冯姐出去打电话了 红木也跟着走了出去 林小璐的眼泪绷不住了 速速地往下落 她不停地自责 都怪我 拜山就拜山 干嘛要答应给冯姐帮忙 如果不是我自作主张 你也不会受伤 呜呜呜 说着说着 她竟是哭出了声 我有些手足无措 其实我自己是不怕的 华夏阴形自皇帝时代 就已经存在了 几千年的传承 岂能解决不了这点小问题 有13句操心 把我体内的鬼赶出来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见林小璐哭声越来越大 我不知怎么想的 把她拉入怀里 用力地抱着 这一刻我才发现 虽然林小璐身材高挑 平日里大大咧咧的有些男儿气 其实仍旧是个柔弱的女孩 我哄了好一会儿 她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呆子 那鬼好像只能在梦中害人 你先别睡了 我去点你泡壶茶 我说了声好 提醒她回去 把另一只拖鞋穿上 地板这么凉 别感冒了 林小璐去给我泡茶了 我在房间里扭了扭腰 连睡十个小时 身体都僵硬了 不一会儿 林小璐端着茶水回来了 我喝了一口 舌头上都是苦味 我哭笑不得地问 小璐姐 你这是放了多少茶叶啊 林小璐瞪了我一眼 浓茶才能提神 你精神这点 可不许再睡了 我说了声好 硬着头皮 把一壶茶全都灌进了肚子里 林小璐是真的怕我在睡着 一直不停地跟我聊天 平日在茶馆里 她都是窝在二楼房间打游戏 我们认识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聊这么久 林小璐跟我讲起了 她小时候的事情 她告诉我 她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 为了让她身体强壮一点 大姐林素素 经常逼着她练功 她特别贪玩 经常练着练着 偷偷跑掉 大姐生气 又不舍得打她 就把怒气全发泄在 小弟林天佑身上 直到现在 林天佑见了大姐 还跟老鼠见到猫似的 我们一聊聊了四个小时 天都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喝浓茶 刺激到肠胃 我有点闹肚子的感觉 跑去了厕所 一阵纵情释放后 肚子舒服了 可就在我离开厕所的时候 忽然有一阵强烈的倦意袭来 我下意识地觉得不妙 但什么都做不了 眼前视野一黑 再次陷入昏睡 等我睁开眼睛时 光芒刺眼 哗啦啦 我忽然感到一阵冰凉 侧身一看 原来是海浪拍打在我的身上 我的身下是细细的沙子 一直顶着罗壳的寄居蟹 从我身边走过 留下一道浅浅的脚印 一个稚嫩的声音 从我身前响起 哥哥 买一束花吧 一束用茉莉花编成的花环 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打了个机灵 抬头一看 一个泰国小女孩 正一脸微笑地看着我 她的右手 只有四根手指 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怎么又进入梦境了 小女孩催促我 哥哥 买一束花吧 有了上次的经验 我没有拒绝 当然也不会答应 而是看准寺庙所在的位置 撒腿就跑 只要跑进寺庙的大门 我就能脱离梦境 跑了几步 我听到背后 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声 扭头一看 小女孩把花环扯得粉碎 身上的肉开始腐烂 再次变成吓人的鬼模样 一边用泰语 不停咒骂着我 一边迈着亮枪的脚步 追了上来 我一路狂奔 完全不理会小女孩的咒骂 不知跑了多久 跑过一劫时 背后忽然有 进风呼啸的声音响起 我下意识地扭头一看 一颗球状物品 飞了过来 碰 这颗球刚好砸在我的脑门上 我脚下一个踉枪 重重地摔在地上 球弹到我的面前 是一颗绿皮椰子 小女孩扑到我的身上 两只手死死地 掐住我的脖子 刺骨的寒冷感再次袭来 我的喉咙像是塞了冰 呼吸不上来了 强烈的窒息感 让我头晕目眩 我拼命地推搡身上的小女孩 可她娇小的身体 仿佛有千斤重 不管我如何用力 都推不动丝毫 此时此刻 我多么希望 困无刀就在身上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我以为自己会死在梦境中 甚至我已经幻想到 林小璐为我哭泣的伤心模样 然而就在 我即将完蛋之际 我身上的小女孩 忽然发出一声惨叫 紧接着 新鲜的空气 钻入我的喉咙 咳 咳 咳 我一边用力地咳嗽 一边大口地喘气 原本已经黑下的去视线 重新变得清晰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上衣口袋中 有光透了出来 小女孩坐在地上不停后退 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口袋里 透出来的光 满是忌惮 我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一块令牌 这块令牌 是之前我在城隍庙 超度白鬼时 一位神秘的老大爷赠送 大爷让我去长安时 带着这块令牌 说是对我有好处 我当时以为遇到了高人 来长安前塞进了口袋里 本来都把他给忘了 没想到 竟然真的救了我一命 梦中的令牌 和我在现实中得到的令牌 有些许不同 梦中的令牌 崭新崭新的 没了厚厚的铜锈 上面的字迹也十分清晰 令牌上刻有三个字 字体方正工整 这种字体 我在历史书中见过 是明朝官方所用的台阁体 这三个字虽是繁体 但我仍旧能够认出 令牌上写的是 承皇令 不管是殷商笔记 还是师父与林小璐 给我讲过的阴行密事 都不曾有过和承皇令 有关的直言片语 但我知道 此刻承皇令 能让保我活下来 我紧握承皇令 背对着小女孩不停后退 在她不甘心的注视下 再一次跨过寺庙大门 与昨夜的经历一样 当我踏入寺庙后 就会在现实中醒来 我睁眼一看 又是熟悉的天花板 呆子 你醒了 林小璐扑在我身上 眼睛哭得发红 我的脖子 传来剧痛的感觉 不用看也知道 肯定有两个黑乎乎的掌印 风姐也在 我让林小璐把我扶起来 不经意看到窗外漆黑一片 我记得自己上厕所前 天才刚刚亮 我这次睡了多久 林小璐抹了抹泪 都一整天了 梦里和现实中的时间 流速不一样 下一次昏迷 我有可能会昏迷更久的时间 甚至是永远醒不过来 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 掏出了承皇令 承皇令上依旧满是铜袖 字迹不鲜 我对林小璐说 是他救了我 我把梦中的情景讲述了出来 说完之后 我看到冯姐的表情 发生了变化 我问他 冯剑 你知道承皇令吗 冯姐摇头 关于承皇的传说和历史 十三局有很详细的记录 但承皇令 我们从未听说过 不过 他顿了一下 与其中有一丝惊疑 为了救你 我的上司 也就是小鹿的母亲 亲自请一位 影视多年的高人出山 高人没同意 但给你指了一条路 我急忙追问 什么路 长安城皇庙 正说着 沈牧走进了房间 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我身体虚弱 是林小璐把我扶上了车 她告诉我 在我昏迷的时候 冯姐就已经联系好了 长安城皇庙的管理机构 让他们今夜不要关门 前行的路上 冯姐给我介绍了 长安城皇庙的历史 在华夏 城皇庙无数 但规模最大 真正被天下人熟知的 只有三座 分别位于长安 金陵 燕京三座古都 长安城皇庙始建于明朝 后因大火毁灭 于清庸正年间重修 规模之大 天下罕见 车停了下来 林小璐扶着我下了车 入眼是一个高大的门牌楼 上面挂着一个金光灿灿的树扁 上书四个大字 都成皇庙 不知为何 站在门牌下 我仿佛听到有人 在喊我的名字 声音威严 好似神灵的呼唤 张贤 过来 我们在等你 我问大家有没有听到声音 可不管是林小璐 冯姐 还是沈木 都是摇头 冯姐开口道 高人说 只让你一人进去 林小璐有些担忧地问 你能自己走吗 我尝试走了两步 虽然身体虚弱 但独立行走 还是能做到的 嗯 你在这里等我吧 走过门牌楼时 我感觉上方似乎有人在看着我 我抬起头来 看到门牌楼的上方 有两条金龙彩绘 二龙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面面相对 遥相呼应 做二龙戏猪样 明明只是一幅画 可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 两条龙的眼睛是活的 正在上方俯视着我 在我停下脚步的时候 呼唤声再次传入我的耳中 张贤 快来 我不再犹豫 大步走入城隍庙 走入城隍庙 不管是我的前方还是两侧 都有供奉 有神灵的庙宇 我大致地看了一下 此地供奉有火神 官圣帝君 文昌帝君 和九天圣母 此外还有一间忠孝祠 纪念英烈先贤 忠孝传家 这些庙宇的门前两侧 挂满了写有愿望的红丝带 密密麻麻 可见此地香火有多么的旺盛 位于正中央最大的殿房 则是城隍殿 供奉着城隍神 大殿上挂着四块巨大的牌匾 从左到右分别写的是 厚德载物护国安邦 灵昭三府 带天礼物 其中灵昭三府四的字 用的是金牌黑字 来石路上 冯姐曾向我介绍过 此乃乾隆真迹 城隍殿前有一巨大的香炉 此刻已是深夜 没了游客 香火已经燃尽 我走到香炉前 拈起三根檀香 点燃后 恭敬行礼 城隍殿的殿门本是紧闭的 可当我把檀香插入香炉时 大门嘎吱一声 自己打开了 我想着 这里是神灵居住之地 也不害怕 大步踏入殿中 一入殿 我便看到了高大的城隍像 城隍神端坐在大殿中央 手持护板 身披金色袈裟 城隍神的两侧 分别占有一文一无两个鬼关 五官怒目而逝 眼神如藏惊雷 可震慑痴媚亡良 文官手持生死簿 记录着城隍庙辖区 百万圣灵的生平与善恶 而大殿的两侧 则供奉着四位神军 各个身披战甲 手持法器 毫不威武 我走到城隍神像前 与神像的眼睛对视 欢呼间 我感觉神像其实是活的 他对我眨了眨眼睛 你来了 呼唤我的声音再次响起 是从我身后传来的 我扭头一看 不知何时 我身后多出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身披汉带的悬甲 他向我伸出手 我口袋里的城隍令 自行飞了出来 落到男人的手中 他望着城隍令 开口道 好久没见 被赠予城隍令的人了 约有三百年了 三百年 我心中一惊 人可活不了三百年 这两人是鬼 还是 神 我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询问道 敢问前辈大明 手持城隍令的男人 笑呵呵地自我介绍道 我叫己信 这个犹如一道惊雷在我耳中的乍响 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名了 但凡是了解过韩信项羽 争霸历史的人 谁人不知己信的大明 历史上有名的鸿门艳后 实力强大的项羽 自立西楚霸王 大搞分封 任刘邦为汉王 把他打发到 当时遥远闭塞的巴蜀之地 但项羽并没有就此放过刘邦 两年后 项羽攻打汉军 刘邦被大军围城 生死一线 大将军 己信为救刘邦 出了一个计策 他假扮刘邦出城投降 让刘邦乘机逃走 己信的计谋成功了 刘邦顺利逃走 但他却被项羽活活烧死 留下了一段己信死刘邦活的历史 后来 刘邦成为天下之主 建立汉国 他感恩 己信当年的救命之恩 追封己信为城皇神 知晓眼前男人的身份后 我下意识地回头 去看城皇神像 两者面容一模一样 我急忙恭敬行礼 见过城皇神 己信走到我面前 对我说道 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他伸手 在我受伤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 我肩膀的伤口处 当即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只见在梦中追赶我的小女孩 化作一道黑烟 被己信抓在了手中 己信手一挥 轻声说道 落叶归根 回你的家乡去吧 我惊讶地发现 小女孩身上浓浓的煞气 瞬间消散无形 小女孩跪倒在己信的面前 磕了三个响头 用泰语说了一句 阔坤 谢谢 转身飞走了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中的寒意 完全地消失了 全身暖洋洋的 好似泡在温泉中 十分地舒服 感谢城皇神救命之恩 己信对我说 先不必沿线 我救你是有前提的 他把城皇令还给了我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超度一只鬼 他伸出手指 在我脑门上轻轻一点 我的脑海中 出现一只鬼的面容 己信解释道 这只鬼已经在阳间 逗留了一千多年 早该来我这报道 却被执念束缚 你要做的 就是了却他的执念 将他超度 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 正想说好 却发现身前已经空无一人 我伸手摸了下自己的肩膀 伤口已经不痛了 说明刚刚发生的 并不是幻觉 我把城皇令收好 走出了城皇庙 一出庙门 林的路便飞奔来 他抓住我的手 焦急地问道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身体怎么样 我故意跳了两下 你看 全好了 林小璐目瞪口呆 就连冯姐和沈木 也是一脸不敢置信的模样 冯姐问我 你在庙里经历了什么 我想了想 没有说实话 毕竟看到神灵 这样的事情 冯姐不一定会信 说出来徒增烦恼 我也不知道 就进去走了一圈 然后我就没事了 冯姐与沈木 大眼瞪小眼 也不知道他们信不信 我怕两人追问 岔开了话题 既然我已经没事了 冯姐你就不用跟着我了 十三局事务繁忙 别让我耽误了证事 冯姐再三确认 我真的没事了 询问道 要我帮你们订机票吗 不用了 我想在长安再玩上几天 冯姐没有起疑 让沈木送我和林小璐 在附近的酒店落脚 等沈木走后 林小璐盯着我的眼睛问 刚刚你撒谎了 我好奇地问 你怎么发现的 林小璐拍了一下我的脑门 咱都认识这么久了 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 你想拉什么样的事 我做了个干呕的动作 小璐姐 你这形容这恶心 办了两句嘴 我认真的 把城隍庙中发生的事情 说了出来 令我没想到的是 对于我见到城隍神一事 林小璐并未感到惊奇 我没忍不住好奇心 问道 你信我的话 你是只见到神灵吗 我当然信 因为我也见过 林小璐也见过神灵 我急忙追问下去 林小璐说 在她小的时候 有一日半夜起床上厕所 隐约听到师父的书房里 有说话的声音 她好奇地扒开了一个门缝 看到一个穿着明朝官服的人 正在与师父交谈 那人身上煞气冲天 比千年怨鬼身上的煞气都重 林小璐当时吓坏了 以为师父遇到了大麻烦 赶紧跑去找妈妈 师母却告诉她 那是来自地府的鬼关 找师父有要事相谈 林小璐耸了耸肩 那个鬼关 我就见过那一次 后来我问过老爹 他却不肯多说 话题转回城隍神 林小璐问我 城隍神为什么要帮你 我把城隍令取了出来 好像是因为这块城隍令 他说已经有三百年 没见到能取得这块令牌的人了 不过他不是免费帮忙 要我帮他超度一只 执念鬼才算两清 几星虽然没说我做不到会有什么后果 但我心里清楚 答应神灵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到 去哪超度 大唐不夜城 第二天下午 当太阳快要熄落的时候 我与林小璐打了辆出租车 前往大唐不夜城 大唐不夜城是长安著名的景区 也是许多游客前来游玩的首选 一进入景区 我就被这里壮观的景色 深深吸引了目光 景区内的建筑 气势辉弘 古香古色 一砖一瓦 皆是仿照唐朝文化所造 恍惚间真有一种梦回大唐的感觉 林小璐激动地对我说 呆子 还记得你之前住院时 我们一起看的那个电视剧吗 长安十二十山 对 对 对 电视剧里的靖昌方和通缉方就在这 你不是说 想吃电视剧里的水盆羊肉和火金柿子吗 姐姐带你去吃 急性只告诉 我要超度的鬼在大唐不夜城 却没说具体的位置 现在游客众多 虽然已是傍晚 但阳气依旧很重 鬼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于是我任由林小璐 拉着我四处闲逛 直到今天 要来大唐不夜城 林小璐昨夜就做好了攻略 还真让她找到了一家 同时有水盆羊肉和火金柿子的餐厅 餐厅里的游客很多 有不少人和我一样 是看了电视剧后 慕名而来 林小璐点了不少东西 除了我想吃的两样外 她还点了长安的特色肉夹馍 很快 服务员就把我们点的餐端了上来 品尝了两口 我终于明白 电视剧里的主角 为何能吃得那么香了 不光是因为她演技好 这食物的确是美味啊 尤其是水晶柿子 入口即化 十分香甜 服务员告诉我 水晶柿子是九月份成熟 我们来得有些晚了 现在吃的是冷库中储存的旧果 三个月的储存 让水晶柿子跑了不少风味 明年可以早些来 水晶柿子更加美味 吃饱喝足后 天已经黑了下来 既然名为不夜城 天黑之后 才能欣赏到景区真正的美 景区里灯火辉煌 街道上熙熙攘攘 到处都是孩子们 看到新奇景物的欢声笑语 我和林小璐 观赏到了不夜城的街舞表演 一个穿着唐代黄衣红裙的小姐姐 脚踩不倒翁的底座 在摇晃间翩翩起舞 犹如仙女起舞 让人印象深刻 见我盯着小姐姐久了 林小璐掐着我的耳朵问 她好看还是我好看 在我说你好看后 林小璐嬉嘻一笑 拉着我继续往前走 后面我们又看了一些盛大的歌舞剧表演 每一场都精彩绝伦 令人流连忘返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晚上11点的时候 所有的表演都结束了 还有一个小时景区就会关灯 游客们渐渐散去 不夜城中的人影越来越少 我和林小璐没走 因为我们都感觉到 随着周围人影的减少 空气中出现了一丝丝阴气 等到零点 街道上只剩下我和林小璐两个人 空气中的阴气已经非常强烈了 不仅如此 我的阴阳眼也变得滚烫 林小璐抓住了我的手 语气凝重地对我说 起雾了 果然 街道上雾气渐浓 这不是普通的雾 而是鬼雾 我曾在红家老宅中 见过一次 鬼雾越来越浓 浓到伸手不见五指 我用力抓紧林小璐 生怕两人走丢了 忽然间 原本漆黑的街道 忽然变得十分的明亮 雾气消散不见 刺眼的阳光从天空照下 我仍旧牵着林小璐的手 但周围的场景却是大变 繁华的街道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青石砖铺的路面 我和林小璐的前方 是一座高大的城门 城门的门洞上方 有三个石刻的大字 这三个字 以凯体书写 却不是简体字 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你认识城墙上的字吗 林小璐神情肃母 念了出来 玄武门 听到玄武门这三个字 我愣住了好久 喜欢历史的我 知道玄武门代表着什么 当年李世民开启贞观之志 让大唐走向繁盛的起点 就是玄武门 李世民登基前 昊秦王 那时正值唐高祖起兵返随 李世民善于用兵 立下赫赫功劳 然而 他军功越多 他的大哥 十居太子的李建成 越是害怕 于是他联合另一位太子李元吉 共同陷害李世民 数次被陷害 乃至刺杀的李世民 忍无可忍 在玄武门设下伏兵 亲手射死了李建成 望着眼前高大的城门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我们这是穿越了吗 林小璐拍了我一下 瞎想什么呢 我们这是 掉进执念鬼的执念里了 我眨而眨眼 有些听不明白 执念鬼我不是第一次见 甚至茶馆里会写小说的姑姑 就是一只执念鬼 也没见她的执念 影响到其他人 林小璐解释道 执念鬼在阳间待得越久 执念越深 如果得不到疏解 就会以自身执念 凝结成幻境 从而影响到其他人 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我们身处幻境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假的 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如果我们超度不了 这只执念鬼 会一辈子困在他的执念里 无法离开 说完 林小璐拉着我 向着玄武门走去 先看看 这只执念鬼的执念是什么 我和林小璐 边走边观察四周 我抬头看去 城门上有战旗随风摇摆 给人一种强烈的肃杀之意 我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该不会要重演 玄武门事变的历史吧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 城墙上忽然出现一个 持工的士兵 他将手中的长弓 拉长了满月 瞄准的 是我 秀 剑与摩擦空气 发出急促的破空声 一只羽剑 插在我身前一步距离的土地上 射偏了 可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城墙上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士兵身影 其中有一个 男人的身影格外的耀眼 此人黑病发 长须 腰间束玉带 英姿勃发 即便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个十足的帅哥 我在书中 见过此人的画像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望着我 眼神坚毅 带有杀气 他从一旁的士兵手中 取来长弓 晚弓搭剑 秀 又是一只剑 从城头飞下 才一次 剑没有射片 正中我的胸口 我眼前一黑 倒了下去 意识消散前 我看到城头乱剑飞下 把林小璐也给射死了 下一刻 我重新睁开眼睛 眼前场景变化 我和林小璐 依旧是手玩手 远处是洞开的玄武门 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又捏了捏自己的脸 确认自己还活着 林小璐说的没错 这是执念鬼 执念凝结的幻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假的 只是刚刚 见射入胸口的感觉 无比真实 让我后怕不已 林小璐嘟囔道 这不就是游戏里的回荡吗 我看明白了 在幻境里 我和林小璐死后 会回到一开始出现的地方 和游戏的回荡 的确很相似 林小璐问我 呆子 刚刚看到哪个是执念鬼了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 刚刚光盯着李世民看了 并没有发现执念鬼的身影 林小璐气得脸蛋鼓鼓 你认真一点 我连忙答应下来 没办法 只能再经历一次了 我们两人再次走向玄武门 事态的发展 和刚刚一模一样 当我们快要 走到城墙下时 城墙上飞下一支箭 这支箭依旧没有射中 落在了我的身前 我赶忙抬头看去 城墙上 有一个士兵的身影 我的双眼变得滚烫 随后 李世民和他麾下的士兵 再次出场 把我和林小璐乱箭射死 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位置 林小璐问我 这次看清楚了吗 我点了的点头 第一个射箭的士兵 是执念鬼 这个士兵的面容 与己心让我看到执念鬼 一模一样 林小璐喃喃道 他的执念是什么呢 回想到射歪的那一件 我挠了挠头 不管是执念鬼 还是李世民 目标都是我 在他们眼里 我应该是太子李建成的形象 会不会是那个士兵 怨恨自己射偏 没能取得战功 林小璐眨了眨眼睛 好像有点道理 我不是胡乱猜测的 玄武门事变后 没了竞争对手的李世民 被立为太子 不久后就当上了皇帝 以李世民赏罚分明的性格 必然会奖励帮助他登记的士兵们 要是那一件射中 最先射箭的士兵 必然会有重伤 小璐姐 你站着别动 我自己去试试 如果执念鬼的执念 是没能射中李建成 那我这个假太子 满足他的愿望不就行了 我独自一人往前走 抬头紧盯着城墙 当我看到城墙上冒出人头时 立马向前跑了两步 咻 破空声再次响起 我快跑这两步 刚好跑到坚落下的位置 我被剑射中了 然而在我倒下的过程中 我非但没有在执念鬼的脸上 看到欣喜的表情 相反 我在他的眼中 看到了惊恐与悔恨 我心中咯噔一跳 暗到一声 坏了 我眼前一黑 等意识回归的时候 又回到了原点 林小璐就在我身边 但他的表情 像是受到了惊吓 呆子 你做了什么 我顺着林小璐惊恐的眼神看去 发现天空从湛蓝色 变成了一片血红 不仅如此 空中还有几条黑色 闪电形状的裂痕 仿佛天药塌下来了 林小璐焦急地说道 你好像惹怒了执念鬼 幻境有破碎的迹象 我不知道 幻境破碎会有什么后果 但从林小璐的神态不难判断 绝不是什么好事 我有些懊恼地 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猜错了 那执念鬼是故意不射中我的 他是李建成的人 抢先射出一箭 是想向李建成示警 让他快跑 因为我的错误判断 让幻境发生了变化 林小璐提醒我 我们没有是错的机会了 如果再刺激到执念鬼 我们一辈子都会困在这 林小璐说的有道理 执念鬼自困幻境 已经有1400余年 他看着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看到自己的主公 一次又一次被乱箭射死 本就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如今被我这个假太子刺激到 已经是半只脚踏进了深渊 知道了执念鬼的执念 便有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 我这个假太子逃过此间 可这谈何容易 只有我离城墙很近的时候 事件才会被触发 那个距离 上百只弓箭如同暴雨般落下 如何能逃得出去 我环顾四周 林小璐问我 你在找什么 找马 既然是在古代 应该能寻得战马才对 可我扫尸了半天 别说战马了 就连拉货的驴都找不到踪影 林小璐严肃地对我说 别费劲了 还得靠我们自己 我很是为难 可我跑不过弓箭啊 林小璐分析道 刚刚你独自一人前行 能够触发执念鬼的执念 说明你才是主角 只要你不中箭 就能破局 呆子 还记得刚刚姐跟你说过什么吗 这里是幻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假的 我点了点头 但不知道林小璐 想要表达什么 姐给你变得魔术 先说好了 你做好心理准备 可不要吓着 我自认胆子挺大的 见过鬼 也见过神灵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仍旧把我吓了一跳 林小璐说完话后 眼神忽然就变了 她原本灵动 带着一丝俏皮的眼神 忽然变得异常冷漠 仿佛南极千年不化的寒冰 不带有一丝感情 随后 明明是艳阳天 我却感觉到了寒冷 小璐姐 你 我分明看到林小璐的身上 结了一层冰霜 不停地冒着白色的寒气 她一头乌黑的秀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冰霜染成了白色 连眉毛也变了色 犹如冰天雪地里走出来的冰腰 这分明是林小璐犯病时的模样 但想起她刚刚说过的话 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走 林小璐的语气 和她现在的体温一样了 她像是发布号令的女王 不容他人质疑 我们再次走向城墙 我心中紧张 这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偷偷地看林小璐 她面无表情 眼中看不到情绪 不知道是胜券在握 还是和我一样紧张 走到我两次被射死的地方 执念鬼再次从城墙上冒出头 一剑射在我身前 随后 李世民的身影出现在城墙上 她弯弓搭剑 目光如炬 我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咻 李世民松开了弓 弓箭直直地向我胸口飞来 我本以为自己知道结局 有机会躲开 可直到此刻我才明白 就算大脑知道该怎么做 身体也无法做出反应 可就在下一秒 弓箭停了下来 一只冒着寒气的手 抓住了弓箭 空手夺箭 这样的场景 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 此刻我真的很想 发自肺腑地喊一声 小鹿姐妞 逼 但我喊不出来 倒不是因为羞耻 而是危险并未解除 李世民的箭 虽然没有命中我 但他手下上摆的士兵 已经将箭搭在了弓上 接下来我要面对的 是漫天剑雨 除非林小鹿 能像黑客帝国中的 尼奥那样 能够轻松躲避子弹 否则我不认为 他能帮我 接下所有的箭 走了 林小鹿没有感情的声音 从我耳边响起 等我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被他抱在怀里 而且是公主抱 这个动作 如果由男生来做 十分浪漫 可如果变换性别 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此刻在林小鹿怀里的我 像是被英雄 从龙窟中拯救出来的 焦羞公主 羞 羞 羞 城墙上的士兵们 松开了弓弦 上百只弓箭 向我们飞来 我正想提醒林小鹿 身体却猛地一晃 撞在了林小鹿的胸口上 这种感觉 就像是开跑车时的 弹射起步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推背感 我眼前的场景 飞速后退 连落下的箭雨 都变慢了许多 我实在难以想象 正常的人类能跑这么快 更何况林小鹿 还抱着一百四十多斤的我 我甚至觉得 博尔特来这 也没林小鹿跑得快 没多一会儿 林小鹿停了下来 我的脸从柔软中 触感中脱离 有那么一点点窒息感 林小鹿全身解满寒霜 但我仍旧感觉 自己的脸和耳朵 有些发烫 小鹿姐 可以把我放下来了 林小鹿把我放了下来 我看到 她雪白的头发 重新变回乌黑 身上的寒霜 也渐渐融化 她眼睛里 重新有了感情色彩 骄傲地问我 刺不刺激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不禁回忆起 刚刚埋在林小鹿胸前的感觉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刺激 就在这时 远处的玄武门 犹如被风吹过的海市蜃楼 缓缓消失不见 而后 远处传来了战马思鸣的声音 一只战马从我身边跑过 一个士兵从马背上翻下 滚到我的脚下 我盯眼一看 正是提前射箭 向我示警的执念鬼 他身上满是刀伤 想来是被人发现 自己是奸细 乱刀砍死了 执念鬼 挣扎着跪在我的面前 痛哭流涕 主公 属下信不辱命 没能让李世民 那小人得逞 这场面我哪见过 一时间愣住了 林小鹿踢了踢我的小腿 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当即惊醒 在执念鬼的眼里 我是太子李建成 是他的主公 嗨嗨 我轻了两下嗓子 故意把自己的声音 弄得粗一些 干得不错 你立了大功 当重赏 待我登基成帝 你的家族赐百亩良田 你的父亲可关居正妻品上 为中宪令 你的儿子从军可生将领 从正可生至正六品上 经照宪令 你安心去吧 我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执念鬼激动地叩头 不停地喊道 谢主公 他的声音渐行渐远 身形缓缓散去 执念消了 执念鬼就能解开自身的束缚 前往阴间往生 我的眼前再次有鬼屋弥漫 我急忙抓紧林小璐的手 生怕两人走丢 鬼屋很快就散了 回过神来时 我们重新回到不夜城的街道上 林小璐高兴地说道 任务完成 我们去吃夜宵吧 我肚子侧面有一样的感觉 于是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了城隍令 我惊讶地发现 城隍令上的铜锈 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 变得如梦中那般 崭新崭新的 这番变化 让我和林小璐面面相去 夜宵的计划取消 我们打车再一次来到了城隍庙 今夜没了十三局打招呼 城隍庙的大门已经关闭 但这难不倒我 我从侧面翻墙进入 走进城隍殿 我与昨夜一样 给城隍神上香 但等了许久 吉星并没有再出来见我 最后 我只能对着城隍像说了声谢谢 翻墙离开 第二天 我和林小璐买了回去的机票 这次没有再发生意外 下午三点 我们回到了安德 林小璐说他要好好补个觉 明天就不去茶馆了 我休息一夜后 第二天一早 赶到茶馆打扫卫生 我刚把打扫工具拿出来 一个男生从茶馆门口传来 请问 这里是白小生茶馆吗 我寻着声音看去 一个三十冒头的男人 正站在门外向内张望 我把东西放下 迎来上去 请进吧 男人走了进来 他穿着牛仔裤 格子衫 脸上胡插挺长的 不知道有几天没有清理的 眼睛周围是暗沉的眼圈 眼睛里满是疲惫 我请男人坐下后 问他要喝茶吗 男人看了一眼 茶柜上的价格表 赶忙摆手 他先是自我介绍 告诉我他叫于信 来自离安德不远的水城 您是张贤张老板吧 我点了点头 于信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 最近我在和您茶馆同名的公众号上 看到一个关于鹦鹉的小说 小说写得很真实 我寻思 水城离着安德也不远 就特意跑过来看看 没想到 还真有这么一家茶馆 原来是看到姑姑的小说找来的客人 不得不说 姑姑写故事的确很有本事 这是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客户了 你想买鹦鹉 于信点了点头 当然不能太贵 要不然我也买不起 先说说你的需求吧 我想要能帮我完成工作的鹦鹉 我愣了一下 一般来买鹦鹉的客人 求财居多 向于信提出的需求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我问他 你是工作多到完不成吗 倒也不是 于信叹了口气 就是工作挤占了我太多的时间 我想多陪陪自己的老婆孩子 说这句话时 我看到于信的眼睛里 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悲伤 我猜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于是免费给他泡了一壶茶 让他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于信没有拒绝 看得出他也想找一个人 好好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 于信喝了一口茶 开始了他的讲述 故事要从我高中时期讲起 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 虽然教室不在一个楼层 但下楼跑操时 经常能够看到他 于信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他叫小莲 是班里工人的班花 有好多男孩子暗恋他 我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那个懵懵懂懂的年纪 是真的不懂什么情爱爱的 我就是觉得他长得好看 有时候为了多看他两眼 跑操的集合力一想 我就飞快地下楼 去楼梯转角等着他 当然 我也没向他表白 高中学习压力太大了 每天不是测验就是考试 父母还整天念叨着家里穷 要我一定考个好大学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就把对他的暗恋 压在了心里 再后来 毕业了 我考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虽然我是学计算机的 但学校评文课一些 女生特别特别地多 刚入大学的时候 看到学姐们 穿着各种鲜艳的衣服 穿着高中绝不允许的短裙短裤 迈着白花花的大腿 我就跟刘奶奶进大观园似的 眼睛都不够实了 不过看得多了 也就那样 虽然校园里 有很多漂亮的女生 但没有一人 能给我出见小莲时的 那种心动感 我越发地想念小莲了 后悔自己没向她 表露过自己的心意 有一次聚会喝多了 我跟高中的好友 打电话聊天 无意间提起了 自己对小莲的思念 结果好友非常诧异地问我 小莲不是和我 考到一个学校了吗 讲到这 于兴的眼神里 满是对青春的怀念 我没有打断她 给她续了一杯茶 听她继续往下讲 直到小莲跟我一个学校后 我挨个愿系地去打听 终于是找到了她 我装着偶遇的情景 与她再次碰面 没想到 见面她说的第一句话 是问我 又来偷看我吗 于兴腆地笑了 那时我才知道 我在高中偷看她的事情 她早就察觉到了 从那之后 我开始正式追求小莲 一个月后 我们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大学四年 我们感情很好 甚至都没有吵过架 红过脸 大学毕业后 我们从学生变成打工人 我们两人一腔热血 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 能在陌生的城市里 打下一片属于我们的小小天空 很快 我们就了解到了生活的艰难 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们 工资很低 交完房租水费后 就只剩下一点点钱了 那时候 生活真的很苦 我甚至以为 小莲会坚持不下去 与我分手 说真的 以她的容貌条件 很容易就能换一个 让她一世无忧的男朋友 但她没有 她始终跟我一起坚持着 就这样 两年过去了 她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多 我们成功攒出了首付 买下了属于我们的房子 住进新房子的那一天 我向她求婚了 她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 我以为我们以后的生活 会像一直像以往那样 每天都充满了快乐 于信的语气 低沉了下去 再后来 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一切都变了 于信叹了口气 我们要孩子之前 我就听同事说 孩子是夫妻矛盾开始的 当时我还不怎么信 我和小莲感情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闹矛盾 可真等孩子出生了 才明白他们说的是一点都没错 别看孩子那么点的头 花起钱来一点都不比我们两人少 奶粉一桶接一桶 尿不湿一片接一片 要是生一场病 更是好几千就没了 自从有了孩子 我们的开销增加了许多 生活质量不停下降 小莲的工作虽然稳定 但收入不高 而且要看孩子 所以压力就全落到我身上了 为了多赚钱 我接了更多的工作 不停地加班 但能增加的收入却很有限 和付出不成正比 但我不能停 一停下来 房贷 车贷 生活经费 就会像一座大山落下来 压得我喘不过气 因为工作太劳累 我年纪轻轻的 就得了颈椎病 和腰肌劳损 有时候我也想 撂绝子不干了 可以想到小莲 曾经陪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就很下心来 继续咬牙坚持 从于信的自理行间 我能判断出 她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 于信停了一会儿 她的情绪有些低沉 我已经很久没在零点前入睡了 她揉了揉眼睛 满脸的疲惫 我本以为自己的努力 能得到小莲的理解和感谢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她越来越多的抱怨 她抱怨我很久没有好好的 陪陪她和孩子了 她抱怨我因为 久坐越来越圆的小肚子 她抱怨每晚入睡 都看不到我 于信咬了咬嘴唇 咬得很是用力 其实我能理解她的抱怨 可我真的挤不出时间去陪她 去健身 我甚至连早睡都做不到 现在的职场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内卷 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努力 一旦我停下脚步 很快就会被人超越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因为 小莲的埋怨吵过架 直到上一周 上周二的时候 孩子生病了 我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抽时间工作 结果自己也病倒了 小莲跟我发了脾气 她责怪我这个时候生病 让她怎么办 她没办法同时照顾两个人 那一刻我才发现 自己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 于信的故事讲完了 我给她续了茶 安慰道 其实她也是心疼你 我知道 于信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们的生活中 虽然多了一些争吵 但我们都知道 自己还深爱着对方 张老板 我这次找你来 就是希望能靠鹦鹉的力量 让我家庭和事业都能兼顾到 我理解了于信的想法 让她稍等一会儿 然后去地下室 取来一件鹦鹉 放到于信的面前 这件鹦鹉的造型 是一块生锈的怀表 于信把怀表的盖子打开 奇怪地问我 这表是坏的 民国时期的怀表 要上弦才能走 我向她介绍道 这件鹦鹉的名字 叫梦游怀表 梦游怀表 带上它 是会让我梦游吗 于信猜的还真没错 带上梦游怀表 的确会让人睡觉梦游 这块表的主人 曾经是在胡适的大学同学 根据鹰商笔记上的记载 此人信里 但名字已无法考究 胡适的事迹 许多人都知道 著名思想家 文学家和哲学家 当然 最近爆火的 还有胡适日记中的 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是这样的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 也为了督促自己 下个学期 多下些苦工 先要读完手边的 莎士比亚的 亨利八诗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 胡适之 你怎么能如此堕落 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 你都忘了吗 紫瑜 无日三省无身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单从这个片段来看 胡适好似一个没有自制力 不学无数的混子 实则不然 胡适不仅刻苦 而且学习能力非常强 翻看他荡月其他几日的日记 可以发现 胡适除了打牌的这几天 不仅演算了复杂困难的数学题 化学试卷还拿到了满分 除此之外 他还读圣经 读拉丁文 读古诗文 做演说 与亦有辩论交谈 赏戏剧 玩摄影 做文章 十足的学霸 梦游怀表的主人 是胡适的大学同学 他原本也是个学霸 可学霸与学霸之间 也是有差别的 他郁闷地发现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总是学不过胡适 这位李同学 是个不服气的人 他觉得自己 既然天赋不如胡适 那就比胡适更用工鞋 当其他同学已经入睡时 他就挑灯夜读 经常熬夜到凌晨 甚至是天亮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总是比胡适差了一点点 他越发地不甘心 于是更加努力 更加刻苦 后来 同学们发现 李同学有时会在半夜梦游 自己走到书桌前 把书本打开 大学毕业后 李同学不知去了哪里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许多人一旦分离 就再也没了消息 最后 只剩下李同学 常年携带在身上的 这块怀表 我对于信介绍道 你回到家后 给这块怀表上弦 然后开始做你 平日里的工作 等到夜里入睡时 把怀表戴在身上 它会自动让你起床 像梦游一样 重复你做过的工作 于信问我 我是程序员 平日里的工作是敲代码 我用他的话 不会晚上把白天 敲播的代码 再敲一遍吧 我告诉他 当然不会 等他实验一次就明白了 于信高兴极了 当场就要付钱 在完成交易前 我警告他 梦游怀表发动时 虽然他处于梦游状态 但也会消耗他的体力与精力 他看起来是在睡觉 其实与醒着没有任何区别 因此 绝不能经常使用 否则把身体的潜能耗干了 轻则疲劳过度 重则极有可能会猝死 于信向我保证 他不会滥用 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然而三个月后 梦游怀表又回到了茶馆 送他回来的 正是于信的老婆 小莲 看到梦游怀表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 于信发生了什么 于是关心地问道 他没事吧 小莲摇了摇头 他疲劳过度 引发了心梗 梦游的时候 从椅子上倒了下来 幸好我当时听到了 及时打了急救电话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这 小莲的眼圈红红的 多怪我 之前照顾孩子压力太大 我把很多负面情绪 发泄到他的身上 全然忘记他 才是我们这个家庭 压力最大的那一个 其实想想 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生活比现在更加艰难 但那个时候 我们却比现在要快了许多 再苦再累的生活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相互扶持 也会过得很有意思 这几年 我们是有钱了 但那是透支于心的身体 换来的 他总是说 平贱夫七百事哀 说不想让我再过苦日子了 但他好像忘了 如果我不是心甘情愿 又怎么会嫁给他 小莲把梦游怀表 交到我手中 老板 我们以后不需要这件鹰物了 还给你 我收好梦游怀表 并把当初于心支付的钱 退了回去 他如今在医院 正需要这笔钱 小莲离开钱 我问他 你们以后打算 小莲笑着回答 买不起LV 三十块钱的包 也能装东西 一千块的衣服是好看 但不一定有一百块的衣服 更耐穿 房子和孩子的花销 没办法减少 但我们两个大人 还是有很多地方能省钱的 我们商量好了 等他出院 就带着孩子去旅行 不一定非要去国外 见识一遇风光 孩子才这么大 先带他去城市四周的景点 见识见识也挺好的 说这些话时 小莲的眼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情愿 还有 我以后不会让于信 辛苦加班了 现在不都说躺平吗 我们认了 与其拼死拼活 又看不到希望的努力 还不如好好地享受生活 小莲离开了 几年后 我因某事前往水城 偶然间又见到了这一家人 那时 于信和小莲的孩子 已经长得很高了 他一手牵着爸爸的手 一手牵着妈妈的手 脸上满满的都是幸福 时间回到梦游怀表 迈出去三天后的早晨 我提着豆浆油条 来到了茶馆 林小璐从长安回来后 又变成了居家宅女 他对我说 自己要窝在家一周不出门 所以 这几天 茶馆都是我一个人 刚走到街角 我就看到茶馆门口 乌洋洋地 站着好大一群男人 我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被仇家找上门来了 可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 自己最近得罪了谁 这些男人一看就是普通人 难不成是客人 我走上前 没敢直接表露 自己就是茶馆老板 而是装作路人 问其中一人 你们去这里干嘛呢 等茶馆老板呢 怎么还不来啊 急死人了 朋友 问一下 这白小生茶馆 是不是真跟传闻中的一样 能捉鬼驱邪 保家宅平安 听到这话 我暗中松了口气 还真是来客人了 我打听了一下 这伙人来自同一个村庄 村子里最近遇到些邪事 吓得他们不敢留在家里 就跟着村长一起跑了出来 茶馆里坐不下这么多人 我找到他们的村长 让他一个人进屋楼 村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他跟我握了握手后 自我介绍道 老板你好 俺是姓花村的村长 姓王 我请王村长坐下 给他沏了一壶茶 村长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村长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 老板 俺们姓花村闹鬼 接连死了好几个男人 吓得俺们有家不敢回 听说你这茶馆 有振邪驱鬼的大本事 俺们就找过来了 求你帮帮忙 驱鬼振邪的生意茶馆 的确是做 但我得先弄清前因后果才行 贸然接下 容易出大问题 我不动声色地 给村长倒茶 村长 你先别急 把村里发生的事情 好好地跟我讲一讲 村长说了声好 开始向我讲述起 姓花村的故事 姓花村是安德最偏远的村庄 也是最穷的村庄 现在重庄家不赚钱 为了脱贫 村长带头 成立了一家工程队 在外接一些简单的建筑工程 村里的成年的男人 大部分都加入了 两周前 工程队刚刚干完了一个工程 村长念大家辛苦 给村民们放一个月假 包了三辆大巴车回村 和家人团聚 可就在大巴车快要进村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 大巴车进村时 我们撞上了白事 还是村里那个老寡妇的白事 村长说这句话时 脸上的表情 分明在表达一种情绪 晦气 直觉告诉我 村长后面要讲的事情 跟这个老寡妇有关 于是我问她 你口中的老寡妇是谁 是一个年纪比我还大点的老女人 她生活作风不减点 这一辈子改嫁了七次 包括最后一任丈夫 全都被她给客死了 平日里村里男人碰上她 全都绕路走 我让村长继续往下讲 村长告诉我 自从回村撞上老寡妇的白事后 村里开始频频死人 第一个死的人叫大壮 大壮人如其名 撞得像是一头牛 大壮这个孩子 是村里干活最勤快的小伙子 就是性格比较闷 平时不爱跟人交流 喜欢喝点小酒 那天回村后 大壮去村里的小卖部 买了两瓶牛栏山 然后一下午就没见到人 晚上我在村里设宴给大家接风时 发现大壮不在 就让人去大壮家里喊她 谁知道 大壮她 她死了 我追问道 怎么死的 俺赶到的时候 大壮趴在桌子上 桌子上是没吃完的下酒菜 两个酒瓶空了 扔在桌子下 我不以为然地说道 两瓶牛栏山 换谁一口气喝下肚 也受不了啊 村长使劲摇头 不不不 大壮可不是喝酒喝死的 不是喝酒喝死的 我没有打断村长的话 让她继续往下讲 刚看到大壮时 我也以为她是喝酒喝死的 可就在我喊来人搬动她的尸体时 在她的脖子上 看到了一个纹身 村长指了指门外 照片在我儿子手机上 我去喊她进来 村长把她的儿子喊进了茶馆 在她儿子的手机上 我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的背景 是大壮的脖子 上面纹有一朵盛开的丁香花 我问村长 这纹身有什么说法吗 村长点头 有 我们回来时 碰到的那个出病老寡妇 生前最喜欢的 就是丁香花 我说 这未免有些太牵强了 况且 大壮跟老寡妇 有什么恩怨吗 村长的儿子开了口 恩怨倒是没有 但那老寡妇 已经克死七个丈夫了 而且 她后面六个丈夫 死的时候 身上都有丁香纹身 听到这 我才觉得 事情不简单 大壮有家人吗 她出事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异常 有老婆孩子 不过当时不在家 跟着隔壁二狗媳妇 去地里干活了 所以 大壮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们心里也没数 我问村长 你不是说死了三个人吗 剩下两个 又是怎么死的 村长继续往下讲 大壮死的第三天 隔壁的二狗也死了 说到二狗的时候 村长还打了个哆嗦 二狗死得更惨 被人发现时 下半身那玩意儿 被人用刀切了下去 塞进了嘴巴里 我想象了一下那场景 胃里犯出恶心的感觉 死哪了 她自己的家里 她老婆没听到动静 没有 大壮死后 大壮的老婆受到了惊吓 二狗媳妇跟她关系好 晚上就带着孩子过去陪着她 刚好不在家 对了 二狗的身上 也有丁香花纹身 不过是在腰上 村长的儿子 翻出第二张照片 又是一枚丁香花纹身 而且与大壮身上的那枚 一模一样 第三个人呢 第三个死的 是离着大壮和二狗家不远的三胖 三胖是坠井淹死的 那天是二狗死的第二天 我从隔壁村请了个会做法事的先生 村里大部分人都围在一起看法事 忽然听到三胖 媳妇火急火燎的求救声 等我们 跑到三胖家 王景下一看 三胖头朝下 脚朝上 大半截身子 都在水下面 三胖有260斤 村里有把子力气的都搭了手 才把她弄上来 人上来时早就没气了 她的额头上 同样印着丁香花纹身 我插了一句 你们村里一周死了三个人 报警了吗 村长儿子回答了我 这明显是死去的离寡妇在作妖 鬼杀人 招警察 也没用啊 我爹请的先生 枉死的人不必须尽快下葬 于是我们赶紧把大壮 二狗和三胖都埋了 埋了三人后 先生做了一场法事 结果法事上离寡妇现身 差点把先生活活吓死 先生说杀人的离寡妇 是一只恶鬼 他解决不了 让我们全村男人都跑出来 躲躲风头 可有家总不能不回吧 我们多方打听 都说您这白小生茶馆 在这方面最厉害 就一路打听着过来了 村长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塞进我的手里 老板 俺知道 你们这些有本事的先生 都是先收钱后办事 这是给您的定金 只要您帮我们信花村 赶跑的那老寡妇 俺们会再加一倍的 我捏了一下信封 少说有三万 如果只是除一只恶鬼 这收益算是很丰厚了 但我没有立即答应下来 虽然村长和他儿子 口口声声说 是死去的老寡妇在作妖 但直觉告诉我 这是没那么简单 我把信封打开 抽出一万块 对村长说 我先收这些 如果情况属实 我自会帮你们 可若跟你们说的有出入 这钱我可是不退的 从师傅手中接过茶馆后 有不少客人在求我办事时 或多或少对我有所隐瞒 吃一欠掌一掷 更何况 我吃了还不止一次亏 村长急忙硬下 没问题 俺们都是老实的农村人 不会撒谎的 我问他们 谁带我去杏花村 村长犹豫了一下 老板 现在人心惶惶的 谁敢回去啊 要不这样 您打车去 村里的女人都在的 俺让孩子妈接待你 村长眼神里的恐惧 像是装出来的 我点点头 答应了下来 村长跟他老婆通了电话 我们约定好 明天上午十点左右 在村口相见 送走村民后 我给卢欣一打了电话 问他明天有没有空 陪我一起出趟门 卢欣一很痛快的 就答应下来 我们约好明早茶馆见 晚上的时候 我还特意跑去师傅家 问林小卢要不要去 他知道卢欣一会陪我去后 只叮嘱了我一句 带好昆乌刀 别大意 就继续沉迷游戏了 第二天一早 我和卢欣一 几乎同时赶到茶馆 他招呼我上车 打开车门我才发现 后面还坐着一个熟悉的面孔 张峰 你怎么也来了 张峰穿了一身便装 他指了指卢欣一 打着哈气道 卢老师喊我来的 卢欣一对我说 昨天听了你的描述 我觉得事情可能 没村长说得那么简单 殡葬改革这么多年 私自土葬可是违法的 村里人选择不报警 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让张峰穿便衣跟着 真要是发现了什么 更好处理一些 我觉得卢欣一说的有道理 毕竟是去一个陌生的村子 有个景观跟着 的确更有安全保障 张峰看到 我怀了抱着的昆乌刀 打去道 张贤 你这拿的 算是管制刀具了吧 我瞥了他一眼 这是艺术品 瞎扯 张峰把刀借过去把玩了一番 爱不释手 其实我家里也收藏了 不少艺术刀具 抽空去我家瞅瞅 让你开开眼见 卢欣一跟着导航 把车开到了杏花村 刚看到村口 远远地就看到两个人影 一老一少 都是女人 下车后 两个女人迎了上来 一番自我介绍后我得知 年纪大一点的是 村长的媳妇马婆婆 小一点的是村长的女儿 叫王小花 马婆婆热情地对我说 等你好久了 快进村吧 进村时 有不少人围观 我们三人 清一色的女性面孔 因为男人们都跑光了 整个村子里只剩下女人 我们三个像是进了女儿国 马婆婆和他的女儿 带着我们来到了他的家 热情地给我们沏了茶水 还拿水果给我们吃 我家老头子交代了 说要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有什么疑问 尽管问我 我开门见山 先带我们去第一个死者家里吧 马婆婆说了声好 喊上自己的女儿带着我们出了门 她腿脚有些不利索 即便有女儿搀扶 走路依旧是一瘸一拐的 她带着我们来到了大牛家 大牛家门口还放着几个花圈 或许是前两天下雨的缘故 花圈已经褪色了不少 家门紧闭 马婆婆敲了几下 门内传来了脚步声 谁啊 是我 门开了一条缝 透过缝隙 能看到一个穿着丧衣的女人 马婆婆 您怎么来了 老王请来了厉害的先生 过来看看 万一大壮真是被那老寡妇害死的 说不定先生能帮忙超度一下 免得死了还受祸害 听马婆婆这么说 门内的女人打开了门 请进吧 我走进门 门后院子里 还留有座丧事留下的痕迹 一个同样穿着丧衣 胳膊还带着笑笑的小男孩 正盯着我们看 马婆婆向我介绍道 这是大壮的媳妇孙红 那是她的孩子小壮 我向孙红说了声节哀 她哭哭啼啼地说了声谢谢 小众没有理会我们 她从院子里抱起一颗 磨破皮的篮球 自顾地拍了起来 我问孙红 你老公死的时候 在哪个屋 就在客厅 她带着我们走进客厅 往里走了几步 就有一个餐桌 我们家面积小 没有餐厅 平时就在客厅里吃饭 我老公他死的时候 就趴在这张桌子上 说着 孙红再次哭啼起来 我走的时候 还特意叮嘱她 别贪杯 她怎么就不听呢 酒有什么好喝的 现在倒好 把命都喝没了 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活啊 看孙红哭得伤心 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纸巾递给了她 谢谢 孙红接过纸巾的时候 小臂从衣袖里露了出来 我看到 她手臂的皮肤上 有一道两指粗细的紫色瘀痕 你这是怎么伤的 孙红急忙把衣袖拉下 今天不小心摔了一脚 没事的 我和卢星一对视了一眼 卢星一冲我眨了眨眼睛 然后接过了话茬 你老公死的时候 你没在家吗 孙红摇头 不在 那天地里有活 我带着孩子和隔壁的芬姐 一起下地干活了 没了 她还补充了一句 芬姐和她的女儿 都可以给我作证的 卢星一追问 你老公怎么不去 老公她刚从外面打工回来 又累又饿 这个季节地里的活不多 我就没让她帮忙 正说着 孙红的儿子小壮 跑进了屋 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幼儿园啊 孙红蹲下身子 安慰自己的孩子 乖 再忍几天 等给爹爹手够了笑 你就回幼儿园上学了 小壮有些不高兴 死死地抱着怀里的球 好似在做无声的抗议 我问小壮 你这球都破成这样了 怎么不换个心的 没钱 爹爹不给妈妈钱 我们连肉都吃不起 小壮话还没说完 就被孙红打断了 他生气地训斥道 这孩子 说什么呢 出去 小壮哭着跑了出去 孙红的表情十分微妙 有尴尬 还有一丝窘迫 他用眼睛的余光 不断地扫视着我们 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我接着这个缘由对他说 你去哄一下孩子吧 我在这看一看 孙红挨了一声 走了出去 我把屋门虚眼 问马婆婆 孙红跟他老公 关系怎么样 马婆婆压低声音 不太好 两口子从结婚开始 就没少打过架 大壮那人看着似的老实人 一喝酒就变了模样 不是打老婆 就是打孩子 村里人好几次 见着孙红和孩子 鼻青脸肿的模样了 马婆婆的女儿 王小花插嘴道 我是村里小学的老师 小壮是我的学生 过年的时候 我看到小壮走路一瘸一拐的 问他怎么回事 小壮一开始说 自己摔倒了 我再三追问他 才说了实话 他说他爹喝多了 用酒瓶子砸他 没躲开 王小花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大壮死了其实更好 至少这母子两人 以后不用再挨打了 马婆婆瞪了自己女儿一眼 训斥道 瞎说 家里没了男人 谁去赚钱 孙红和孩子 以后怎么生活 难道要学那老寡妇改嫁吗 提到老寡妇 马婆婆和他老公村长 表情一模一样 充满了厌恶 张老板 您快看看 大壮他到底是不是老寡妇害死的 真要是老寡妇所为 您施个神通 把他收了吧 家里两个男人好不容易回来 连家门都不敢进 这算啥事啊 不用马婆婆提醒 进门之后 我就再干这事了 我把整个客厅看了个遍 阴阳眼始终没有反应 当然 这不能排除 事情过了太久 鬼留下的痕迹 已经消散不见了 毕竟大壮是第一个死掉的 马婆婆 我们去二狗家看看吧 好 二狗家就在隔壁 马婆婆带着我们来到了二狗家 这家门开着 门内传来两个女人聊天的声音 其中一人正是孙红 院子里 孙红的儿子 正和二狗的女儿一起拍篮球 看得出 两个邻家关系不错 看到家里来了人 与孙红聊天的女人主动 走到我面前 您就是张老板吧 求求您 一定要收了老寡妇 那个贱货 给我老公报仇 她死得 太惨了呀 比起大壮 二狗的确死得更惨一些 她的下体 被人用刀割下 还被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据说不少男村民看到后 吓得夹紧自己的腿 马婆婆向我介绍 二狗的老婆叫李丽 我问李丽 你老公死的时候 你在哪里 李丽指了指隔壁大壮家 大壮死后 孙红她晚上不敢睡觉 我就带着闺女过去陪她了 李丽的说辞 和村长在茶馆时告知的一样 没有任何不同 我继续问她 那你老公出事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下体是男人最敏感的部位 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割下来 肯定会发出惨叫声 李丽摇头 我什么都没听见 第二天早晨我回家喂鸡时 才发现老公出了事 孙红在一旁道 那晚我也没听到 这边传来什么动静 我陷入沉思 按照两个女人的说法来推测 二狗应该是先遇害后被割得下体 可一个大男人是怎么被翘无声息地害死的呢 如星一开了口 她问李丽 那天晚上 你老公有喝酒吗 李丽摇头 没喝 她有乙干 滴酒不沾的 李丽接着道 她死的时候 身上有丁香纹身 村里人都说是老寡妇害了她 她眼神与我对视 你不是村长请来的先生吗 快点施法抓住她吧 孙红看着自己玩耍的儿子 用担忧的语气说 村里的男人们都吓跑了 可谁也不知道老寡妇害不害男娃 马婆婆也是帮腔 是啊是啊 老寡妇的鬼魂一日不除 我们新华村就没有安宁日子过 我让李丽带我去二狗遇害的位置 二狗与大壮一样 死在了院子里 地上还有一些干涸的血迹 二狗死的地方 阴阳眼同样没有反应 我心里生出一丝疑惑 二狗的死和大壮的死明显不同 大壮或许真的是喝酒喝死的 但二狗肯定是被害的 一般来说 亡死鬼杀气非常重 死亡现场或多或少 会留下一丝杀气 甚至见到死者本人化的恶鬼 都不足为奇 但这个现场太干净了 干净到我都怀疑 这里究竟死没死过人 卢哥 张峰 你们进屋看看 我没有明说 但我相信 他们能听懂 我是要他们去找一找 屋内有没有残留下来的打斗痕迹 他们一人是经验丰富的大侦探 一人是正规警校毕业的高材生 犯罪现场侦查这块 肯定比我强 15分钟后 两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如心一冲我摇了摇头 表示什么都没发现 我想了想 对马婆婆说 去下一家吧 马婆婆说了声好 带着我们去三胖家 三胖与大壮和二狗不是邻居 在村的西北角 赶到三胖家的时候 三胖的媳妇 正在家门口用手机通话 她看到我们赶来 眼神有些慌乱 急忙忙地挂掉了电话 来的路上 马婆婆向我介绍过 三胖的媳妇叫于梦 两人去年才结的婚 没有孩子 或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 马婆婆的女儿 王小花跟于梦是好姐妹 于梦人长得很漂亮 别说是在这小山村 就是放到城市里 也算得上是美人 她见到我们 问马婆婆 他们是 王小花向于梦介绍道 这位张老板 是我爹爹请来的先生 于梦问 之前不是请过先生了吗 王小花撇了撇嘴 别提了 你老公下葬那天 先生做了场法事 然后被老寡妇 现身下的活儿 差点飞了 当场把钱退了 湿着裤子就跑了 我问于梦 能去你家里看看吗 三胖死亡时间 离着现在最短 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 于梦说了声好 请我们进了门 她家院子里有一口井 按照村长的说法 三胖就是在这口井里淹死的 我走到井口 仔细观察了一下 井口并不算太大 如果三胖真的有260斤重 很难相信是意外掉下去的 我借着太阳光往井下看 下面黑漆漆的 隐约能看到水面 阴阳眼仍旧没什么反应 马婆婆问我 先生 三家都看了 有什么发现吗 是不是老寡妇杀的人 我问她 老寡妇在你们村 风平很差吗 马婆婆拉着脸说 她活着的时候 一连克死了7个男人 我很不理解 后面娶她的男人 就不害怕吗 马婆婆美好气地说 那老寡妇年轻的时候 长得特别媚 都说她是狐狸精变的 那些男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害死了好几任丈夫 可就是不怕死的往上赶 拦都拦不住 老寡妇死的时候 我都想在村口放两挂鞭炮 谁曾想她死了也不安生 变成鬼 还照样害人 正说着 卢星一和张峰 从渔梦的屋里走了出来 卢星一冲我打了个眼色 应该是有什么发现 当着渔梦的面不好交谈 我说 已经中午了 先找个地方去吃饭 马婆婆邀请我们去她家吃 吃饱后 马婆婆和女儿去午休了 我们三个走到院子里 确定没人偷听后 我问道 卢哥 你们有什么发现 卢星一说道 从大壮家开始说 大壮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至少没有发现打痘痕迹 二狗家也没发现打痘痕迹 不过张峰发现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张峰解释道 你有没有观察到 李立桑服里穿的衣服 我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闲着没事 干嘛要注意人家里面的衣服 万一被荡成流氓 说不定还要讨一顿打 李立桑服里面 是一套蓝色带花的连体服 我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前不久 我妈买了同款 这种衣服上下一体 是不分开的 可李立身上只有下半身 她把衣服给改了 会不会是她嫌上厕所麻烦 自己改过了 张峰摇头 我偷偷翻了下李立的衣柜 并没有这套衣服的上半身 我不是很明白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卢欣一替张峰回答 张峰怀疑这套衣服的上半身 染上了一些东西 洗不下去 李立又舍不得扔掉 就把没染东西的下半身 踩下来 自己改成了裤子 听完这句话 我首先想到的 李立衣服上染的东西 是血 你怀疑二狗的下半身 是李立割下来的 我很难相信 这可是自己的老公 有证据吗 张峰拿出手机 翻出一张照片 这是从李立家找到的 我接过手机一看 照片上是一张医院开具的 皱巴巴的检查单 检查单上的项目名称是 梅毒血清学试验 而测定值一项写的是阳性 检查单的上的姓名 是个男人的名字 如果没猜错 是二狗的本名 他得了姓 叮 张峰猜测 估计是在外面打工时 沾花惹草染上的 他指着照片说 这有可能是杀人凶手的动机 按照张峰的推测 李立的确有嫌疑 但断案不能只看东西 得讲证据 有发现证据吗 张峰摇头 没有 李立有孙红的不在场证明 除非孙红帮他做假证 卢新一忽然道 大壮死的时候 孙红与李立在一起 二狗死的时候 两人也在一起 虽然说两人是邻居 但这未免也太凑巧了 我们三个都觉得不对劲 但没有证据 不能胡乱地下结论 三胖家呢 三胖家最大的疑点是内口井 卢新一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 但摸索了半天 也没找到打火机 那井口不大 以三胖的体型 要是没找好角度 很可能就卡在井口了 所以 基本可以排除是意外 我也发现了这一点 还有 张峰接过了话 我在三胖家里 发现了一双男士拖鞋 他从手机上 翻出第二张照片 照片上 是一双蓝色的男士拖鞋 你们看这双拖鞋 有什么不对劲 我凑上去仔细一看 疑惑地问道 四十码 不说身高与脚大小的关系 但是两百六十斤体重的人 绝不可能穿得下四十码的拖鞋 你们再看看这个 卢新一在手机上 翻出下一张照片 在于梦家的洗手间里 挂着一个男士的四脚内裤 从内裤的大小不难判断 内裤主人的体型 要偏瘦一些 卢新一猜测到 于梦找了情人 拖鞋不能说明什么 但一个寡妇家里出现 另一个男人的内裤 很难让人不服想翩翩 我也回想起一个细节 我们刚到三狗家时 于梦正在接电话 看到我们眼神有些慌张 在此之前 我们谁都没有见过于梦 他紧张的 肯定不是我们的到来 而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 当然是调查他老公的死因 村里不少人见到了我们 但都以为我们村长 请来做法事的先生 真正见到我们调查的 只有寥寥几个人 村长的老婆女儿 一直跟着我们 剩下的 只有可能是大壮的老婆孙红 以及二狗的老婆李莉 在想起我们在大壮家调查时 孙红跑去了李莉家 一个想法从我心中涌出 三个遇害人的老婆 他们之间互有联系 这个想法 和张峰刚刚那句 孙红帮李莉做假证的推测 不谋而合 我把自己心中想得说了出来 卢欣一面色凝重地说 真有这个可能 我们三个达成了一个共识 不管是大壮 二狗 还是三胖 他们的死 很有可能是人为 而不是鬼杀人 张峰建议上报警局 虽然三人都已经入土 但因为没有火花 现在挖出来做事件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我有些奇怪地问 村里死了三个人 整个村子一个报警的人也没有 真的只是因为大家认为 是老寡妇的鬼魂杀人 报警也没用吗 卢欣一说 我觉得这是蹊跷 张峰附和说 他也这么觉得 聊着聊着 卢欣一的烟影犯了 刚好王小花睡醒了 从屋里走出来 他走过去借打火机 王小花指着院子里的土侧 茅房里应该有 我爹经常在里面抽烟 卢欣一跑去找打火机了 出来的时候 打火机握在手上 但另一只手中的香烟 却换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他回到我们身边 把手里的东西给我们看 我知道村民为什么不报警了 我仔细一看 这不是结婚时用的二踢脚吗 只是没有包装 也没插影线 张峰把二踢脚 拿到鼻子下闻了闻 有火药味 他回忆了一下 之前在大壮 二胖和三狗家 我都闻到了相似的味道 估计也有这玩意儿 卢欣一解释道 应该是整个村子 在偷偷地制作烟花爆竹 不报警是怕被查 王小花从远处看到了 我们手里的二踢脚 急忙跑过来抢了回去 这个 这是 这是我们家自己用的 他支支吾吾的 脸都憋红了 我让他把马婆婆喊出来 马婆婆得知 我们已经发现 村子里丝制烟花爆竹的秘密后 哀求我们 先生 这是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我们新华村里的留守妇女 都指望着这个赚钱补贴家用嘛 我跟张峰商量了一下 给村里人半天时间 把家里烟花爆竹藏好 明天再让警官进来调查 张峰有些为难 但比起村里丝制烟花爆竹 命案更重要一些 就答应了 不过他只承诺 自己不往上报 可要是谁没藏好被发现了 就不能怪他了 见阻止不了我们报警 马婆婆赶紧打电话 跟村长商量了一下 村长让我接电话 不停哀求 问我能不能网开一面 我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大壮 二狗和三胖 很有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凶手就在村子里 他不被抓 你们这些男人就算回来 能睡得着觉吗 村长被我说得害怕了 答应了下来 马婆婆通知村里人藏东西 我们三个原本是打算回安德 明日一早再赶来 谁知道傍晚的时候 忽然电闪雷鸣 下起了暴雨 村里的土路被焦透了 十分的泥泞 如新一的小轿车开不出去 我们只好留住在杏花村 王小花和马婆婆睡一个屋 我们三个大男人 挤在王小花的闺房里 如新一和张峰早早地睡了 两个人憨声此起彼伏 一个比一个响亮 我困得眼皮打架 可就是没法入睡 无奈之下 我只要掏出手机 给林小璐发了一条微信 在干嘛 林小璐几乎是秒回 看剧啊 最近出了一个好狗血的剧 越看越上头 等你回来 我们一起追 我正笨拙地打着字 林小璐又发来一个 用自己照片做的表情 照片上她头顶两只鹿角 上面飘着一个 圣诞老人的红帽子 很是可爱 这么晚还不睡觉 是不是想姐姐了 肚子饿不饿 姐姐带你去吃宵夜啊 我给林小璐拍了个短视频 视频里窗外的雷雨声 和屋内的呼噜声 格外清晰 你没回来啊 小心点 鬼最喜欢在雷雨夜出没了 我正想回个害怕的表情 一道闪电在窗外炸裂 就在这一瞬间 窗外出现了一个人影 我一个机灵从床上跳了起来 顺手就把昆吴刀抓在了手中 还真让林小璐给说中了 我起床的动静不小 如新一和张峰被我给惊醒了 张峰揉着眼睛问我 张贤 你这是什么架势 我给他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然后走到窗前 如新一和张峰也跟了过来 窗外又是一道闪电划过 刚刚我看到的那道影子 就站在窗外 这次离得近 我甚至看到了对方泛白的鬼脸 鬼啊 张峰尖叫一声 吓得直往后退 一屁股坐在地上 把自己摔得呲牙咧嘴 我正想嘲笑他 一个警官胆子怎么这么小 忽然反应过来一件事 我问一旁的卢新一 你也能看见 卢新一虽然没张峰表现得那么夸张 但脸上的表情也很紧张 他咽了咽口水 对我说 能看见 这就奇怪了 人能见到鬼 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我这种因人 自有看到鬼的本事 二是 鬼想让人看见 鬼让人看到 八成是想害人 难不成这鬼 想把我们三人都杀了 正思考着 张峰喊道 他要进来了 借着外面的雷光 我看到外面的鬼影 转了个身 一蹦一跳地往门口走 过了片刻 屋门响起咔哒一声 嘎吱 门开了 鬼蹦了进来 他穿着大红的袍子 面貌猙獰 长发凌乱 十根手指的指甲 染成了鲜红色 他伸着手 歪着头 向我们三人蹦来 张峰吓得腿都软了 一直没能站起来 如新衣紧张地握紧拳头 藏在我身后 鬼的动作很慢 如果我们这时候夺门出 肯定能跑掉 但我没有任何举动 因为我很清楚 他不是鬼 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从看到鬼影到现在 我的阴阳眼 一直没有发生反应 第二点 我直接说出了口 我问面前的鬼 你知不知道鬼是没有影子的 我往墙上一拍 把屋里的灯给打开了 刺眼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鬼下意识地用胳膊挡光 我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去 抓着鬼的胳膊 潇洒转身 一个被摔 把鬼扔在了地上 这招我是跟林小璐学的 还是第一次用于实战 啊 鬼惨叫一声 只不过他的声音 跟身上的女装很不搭 是个男人的声音 马婆婆和王小花 闻声赶了过来 看到我身下的鬼 王小花震惊地问 先生 你捉住鬼了 我呸了一口 狗屁的鬼 你有卸妆水吗 让我看看 是谁在装神弄鬼 马婆婆看到 被我压在身下的鬼 吓得直打哆嗦 她女儿王小花 表现得要好一些 听我的话 跑去拿卸妆水了 鬼一直在挣扎 我对着张峰吼了一句 愣着干嘛 帮忙 张峰这才回过神来 跑过来帮忙 她一搭手 静意不定地问我 这是人 我冲她翻了的白眼 羞得她脸都红了 张峰大概是觉得 自己丢了面子 恼羞成怒地 一巴掌拍在 对方的后脑勺上 老实点 王小花跑回来了 一手拿着卸妆水 一手拿着卸妆棉 我把卸妆水接过来 拧开盖子 咕咚咕咚地 往对方脸上 倒了大半瓶 也不用卸妆棉 把她身上的红袍子 拽起来 往脸上一擦 吓人的鬼脸 立马没了大半 露出她本来的容貌 我问王小花 认识这个人吗 王小花带着胆子 走近一些 惊呼道 乔妞 马婆婆听到这个名字 也走上前 指着我身下的人喊道 还真是乔妞 你大半夜的跑我家 来装什么鬼 张峰问王小花 她是什么人 王小花支支吾吾了一会儿 道出了实话 她是隔壁村的 以前和余孟是男女朋友 她家穷 拿不出余孟老爹 要的彩礼钱 两人没成 后来余孟嫁给三胖 我就很少见过她了 我把乔妞脚上的鞋子 脱了下来 四十码的 之前从余孟家 发现的拖鞋和内裤 应该都是她的 五分钟后 张峰找马婆婆 要了一条绳子 把乔妞反绑在我椅子上 她怒气冲冲地审问 你为什么要来装神弄鬼 乔妞硬气地撇过头去 一句话都不说 我搬了张椅子 坐在她面前 开门见山地问她 信花村上一个 请来的先生 就是让你吓跑的吧 村长说过 村里上一个请来的先生 做法适时 被老寡妇 现身下的屁滚尿流 如今看来 那老寡妇 也是乔妞假扮的 至于原因 是想借先生的口 一口咬定人 是老寡妇的鬼魂杀的 乔妞死活不肯承认 但这不重要 明天把她交给来 查案的警官 相信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第二天 张峰把信花村里的情况 上报给了警局 很快 几辆警车呼啸而来 大妞 二狗 以及三胖的尸体 都被挖了出来 送回去做尸检 乔妞也被我们交给了警方 孙红 李莉 以及于梦 昨夜借着大雨都跑掉了 可当天又被警方抓了回来 只用了一天 案子就破了 事检报告显示 三名死者体内 都有大伎俩安眠药的残留 他们死于谋杀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 三个女人很快就招了 人就是他们杀的 张峰把审问结果告诉了我和卢星一 我们听后 都是唏嘘不已 孙红杀自己的老公大壮 是蓄谋已久的一场谋杀 正如马婆婆像我们爆料的那样 大壮虽然看起来 是个沉闷老实的人 但在家里 她是一个施暴者 她每逢喝酒都会把在外面打工积攒的怨气 发泄到自己老婆和儿子身上 大壮差点把儿子腿打瘸那次 孙红曾经提起过离婚 却被大壮差点活活打死 而就是那一次 让她萌生了杀死自己老公的想法 杀人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为了自己的儿子 孙红起了杀心 她假装失眠 去镇上的医院看诊 医生每次最多给她开三天的安眠药 她一粒没吃 全都攒在了一起 大壮在外面干了小半年的活 孙红攒了接近150粒安眠药 等大壮回来 她把安眠药磨成粉 混进了大壮的酒瓶里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她拉着邻居李莉一起去地里干活 就这样 酒后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的大壮 因呼吸衰竭 死在了饭桌上 孙红杀大壮 李莉原本是不知情的 大壮死了几天后 李莉给自己的老公二狗洗衣服 无意间在她的口袋中 翻出了一张化验单 直到这时候 李莉才知道 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染上了烟柳病 想起二狗回家后 还跟自己同房过 李莉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她跟二狗大吵了一架 谁知二狗不仅不认错 反而嘲笑李莉年老色衰 让她提不起信 去 她甚至还说 李莉不愿意跟她同房 她就去隔壁找孙红 大壮死了 孙红肯定很寂寞 李莉摔门走了 跑去孙红家哭诉 孙红告诉她 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聊着聊着 孙红把自己杀死大壮的事情 说了出来 甚至建议李莉也这么做 一聊百聊 李莉先是大吃一惊 坚决不肯 可以想到二狗所做的事情和嘴脸 她越来越生气 无法抑制心中怒火 最后心一横 决定报复二狗 她从李莉制药了安眠药 摻进了二狗 喝水的杯子里 她怕二狗死不了 用的药量比李莉都大 半夜 她偷偷回家查看 发现二狗已经咽了气 她不知怎么想的 从家里抄起刀疤二狗的下体 给割了下来 塞进二狗的嘴里 才觉得解恨 至于三胖的死 还要从这一刀说起 李莉解了恨后 发现自己身上染了血 她害怕急了 找孙红商量对策 孙红让她把带血的刀和衣服 扔到村外 以免给人发现 等村里人都睡了 两个女人悄悄赶往村外 结果刚好村口撞上 正在见面偷情的余梦和乔牛 第二天 村里人发现二狗死了 回想起昨夜 李莉手中带血的刀和衣服 余梦怎可能想不到人是李莉杀的 可她非但没有告发 反而偷偷找到李莉 要她帮忙 原因很简单 她也想杀死自己的老公三胖 余梦当初迫于家里的压力 舍弃了乔牛 嫁给了三胖 可她结婚后 忘不掉乔牛 一直都不幸福 后来 三胖随着村里的工程队外出打工 余梦就悄悄把乔牛喊来偷情 她家就在村口 乔牛夜深人静的时候赶来 不会被人发现 可如今三胖回来了 乔牛就不敢来了 这让余梦备受煎熬 当她得知李莉杀死了老公 而且没被村里人怀疑后 心中也生起了邪念 李莉为了不被告发 找孙红商量 孙红把剩下的安眠药都给了余梦 就这样 三胖也死了 她被几人合力扔进了井中 伪装成失足溺水 村里连死三人 虽然大部分村民都说是老寡妇的鬼魂杀人 但还是有人认为 应该把村里私制的烟花爆竹藏一藏 请警方前来调查 这让三个女人紧张得不行 他们一合计 决定让乔牛在村里请来的先生做法事时 假扮鬼演一场戏 先生果然被吓坏了 只喊有鬼 如此村民都深信是老寡妇杀人 把做法事的先生吓跑后 村里的男人也被吓跑了 而后就是村长找到了我 我带着卢新一和张峰三人前来的事情了 从大壮家调查时 孙红发现我好像不是单纯地来驱鬼做法事 他心中慌张 跑去找李莉商量对策 后来我们去余梦家时 余梦看我们的眼神也有些慌张 是因为他接到了李莉的电话 只是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 来不及收起乔牛的拖鞋和内裤 当天晚上三人聚在一起 越聊越觉得我们三人可能发现了什么 决定让乔牛顾及重施 再办一次鬼把我们给吓跑 可他们没想到 我堂堂殷商传人经常与鬼打交道 根本就没在怕的 况且我还有阴阳眼 一眼就能分辨出真鬼还是假鬼 案子水落石出 三个女人家乔牛都被警方带走了 我让马婆婆给村长打个电话 说村里的事情解决了 天还没黑 村长就带着村里的男人们赶了回来 听我讲完三人的死因 村长连声感叹 怎么会是这样 相比于鬼杀人 他似乎更难接受是老婆杀老公 村长把剩下的钱给我劫了 然后留我们三人在村里吃顿饭 他自讨腰包百息 说是给村里冲冲洗 盛情难缺 我答应了下来 杏花村本就不算大 算上老人孩子 一共就两百口人 村长摆了二十四桌 虽然韭菜都不怎么精致 但都很实在 个个都是海碗大盘 吃饭的时候 村民们纷纷来给我敬酒 哪怕得知我不喝酒 依旧是络绎不绝 村民们 一是感谢我帮他们破了案子 二是 感谢我没有把村里撕至烟花爆竹的事情 捅出去 我以茶代酒 喝得肚子都胀了 酒席快要散了的时候 村长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张老板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你说 既然大壮 二狗和三胖 都是老婆杀的 那他们身上 为什么会出现丁香花纹身啊 是他们自己画上去 嫁祸给老寡妇的吗 村长这个问题 让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响 对啊 丁香花纹身该怎么解释 我见过纹身照片 丁香花栩栩如生 而且还是刺上去的 水平差点的纹身师 都刺不出这效果 那绝不可能是三个农家妇女 能搞出来的 我心中生出一个 不好的预感 我似乎把整个事件当中 最重要的线索给忽略了 啊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惨叫 然后村民变得混乱起来 我寻声一看 只见一个妇女 手里拿着皮柴的斧头 正追着一个男人砍 这个男人捂着胳膊逃命 邪洒了一地 我听到马婆婆惊慌的大喊 二丫头 你干什么 那是你老公啊 谁知拿斧头的妇女 不仅没停手 砍得更狠了 我砍的就是他这个负心汉 受伤的男人慌乱间 脚下不知踩到了什么 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二丫跑到他面前 高高举起斧头 对着男人的脑袋就砍了下去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眼见男人就要没命 我听到身边传来一声怒吼 说是哦 接着 一个酒瓶子飞了出去 无比准确地砸中二丫的胳膊 这一砸 让斧头的落点偏离了一点 擦着男人的耳朵 落在了地上 农村妇女常做农活 力气大得很 把地上的青砖都砒碎了 我扭头一看 扔酒瓶的是张峰 此刻他还保持着投掷的动作 村民们从惊恐中反应了过来 几个大男人上前夺走了 二丫手中的斧头 又七手八脚把人拉开 我赶紧上前 男人躺在地上哀嚎 而二丫仍旧发疯式地挣扎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自己的双眼发烫 随后我在二丫的眉心间 看到了一团煞气 这团煞气很浓 隐约间甚至能看到一张鬼脸 在其中若隐若现 我当即就做出判断 二丫中邪了 我撸起袖子 撸出了林小璐送我的鸳花铃 伸到二丫面前 用力地晃了晃 叮铃铃 鸳花铃发出悦耳的声音 二丫眉间的煞气渐渐消散 等煞气完全散去的瞬间 二丫翻了个白眼 身子一软 昏迷了过去 村长跑到我身边 紧张地问 张老板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怕引起恐慌 没有立即解答 而是招呼周围的村民搭把手 谁家有纱布 先拿来给他止血 送医院 好在村民当中 有个退休医生 帮忙给二丫的老公 做了止血处理 否则不等送到医院 二丫老公就要失血过多而死了 如新一开车 带着二丫老公 和两个村民去了医院 而我留下处理后面的事宜 村里差点又死了一个男人 这让村民们再一次惶惶不安 我听到不少人嘀咕 是老寡妇 肯定是老寡妇 村长安抚下村民后 问我该怎么办 村里的男人们 要不要再出去避避难 我先让村里的女人们回去 只留男人和昏迷的二丫 刚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得亲自问问二丫才行 在等二丫苏醒的时候 如新一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的背景 是医生 在给二丫老公做急救 但吸引我目光的 不是那深可见骨的伤口 而是二狗赤裸胸口上的一个图案 那是一朵娇嫩的丁香花 紫色花儿完全盛开 栩栩如生 仿佛真的一样 丁香花纹身 再一次出现了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后背惊出冷汗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 发生在信花村的三起命案 恐怕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大壮 二狗 三胖 的确是他们的老婆杀的 但他们杀人的时候 有没有像二丫这样中了险 我等不下去了 让村长喊人 打来一桶井水 此时正值冬天最冷的时候 井水冰凉刺骨 我用手咬了一点 撒在二丫的额头上 他打了个冷战 睁开了眼 二丫的模样很是虚弱 连起身都需要人搀扶 我盯着他的眼睛 问了一个问题 你还记不记得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二丫愣了一下 随后使劲哆嗦了一下 满脸都是慌张 说话结结巴巴的 我 我好像杀了我老公 刚说一句话 二丫就害怕地捂住了嘴巴 他满脸的恐惧 身体瑟瑟发抖 我安慰他 别怕 你最后一斧头砍偏了 你老公还活着呢 听到自己老公活着 二丫惨白的脸色 才重新恢复一点血色 等二丫情绪稍微好点 我问他 你还记不记得 自己为什么要砍他 二丫点头 记得 刚刚吃饭的时候 我听石头的老婆说 村里男人在外面打工 每天能赚两百六 可我老公跟我说的是两百一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事瞒着我 可能跟二狗一样 拿着钱在外面 沾滑惹草 救 救 二丫眼睛瞪得极大 我们两人平时 虽然也吵架 但从来没动过手 我也不知道刚刚怎么了 就想着他骗了我 我要杀了他 村长问我 张老板 二丫 他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实话实说 他刚刚中邪了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影响了他的情绪 让他变得偏执和疯狂 村长害怕地问 那大壮 二狗和三胖的媳妇 之前会不会也是中邪了 我没证据 不好直接下判断 但从他们老公死时 身上有丁香花 纹身来看 可能性并不小 我问二丫 这两天 你有没有碰到过 什么奇怪的事 二丫回想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的回答 今天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我好像梦到娟姨了 村长在一旁解释道 娟姨救老寡妇 接下来 我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 打电话给林小璐 让他帮忙把这个案子上 报给十三局 第二个决定 我要去老寡妇家看一看 之前村民们都怀疑 是老寡妇鬼魂杀人 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让村长带我去老寡妇家 村长有些害怕 一百个不愿意 现在村里男人 谁敢去他家啊 张老板 你还是找个女人带路吧 最后 他把自己的女儿 王小花给推了出来 王小花倒是不害怕 毕竟老寡妇没有害女人的先例 她带着我和张峰 来到了老寡妇的家 路上王小花向我介绍 老寡妇本名梁娟 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大美人 现在村里的老头子 年轻时十有八九都暗恋过梁娟 来到老寡妇家 她家大门紧锁 老寡妇虽然嫁了七次人 但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她死后房子就空了下来 村里还没来得及处置 王小花指了指门笔上的锁 对我说 我没有钥匙 这难不住我 既然这个房子已经没了主人 我把锁砸坏 也是没事的 我找了块石头 用力砸了两下 锁没开 门笔却是掉了 也算是达成了目的 我推了下门 门的转轴生了锈 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门刚开 一股阴凉的风从门后吹了出来 张峰和王小花同时打了个冷战 被冷风一吹 我立即打起了精神 我察觉到 风中有浓浓的煞气 与此同时 我的阴阳眼也开始微微发烫 老寡妇这房子不简单 煞气浓烈到说是鬼无我都信 不由的 我握紧了手中的昆雾刀 张峰看到了我握刀的动作 小声问我 这房子有古怪 我看了他一眼 问道 之前我们碰到的是假鬼 进这个房子 可能会碰到真鬼 你怕不怕 张峰大概是想起 自己被乔牛吓到的模样 脸都红了 他硬气地对我说 之前那是意外 我把手上的鸳花灵解下来 交给张峰 叮嘱她遇到危险 就把铃铛咬响 随后 我让汪小花在门外等着 虽然老寡妇没有害女人的先例 但她毕竟是普通人 还是小心为妙 我和张峰走进了房子里 老寡妇家的院里空荡荡的 只有两棵低矮的小树 这树我认识 是丁香树 等到春天 会结出紫色的丁香花 老寡妇的房子 和其他村民相比 破旧得多 风一吹 屋顶有破掉的瓦片 哗啦啦地响 院子里没什么古怪的地方 我静止 走到老寡妇的门前 与院门不同 屋门并没有上锁 张峰忽然说了一句冷笑话 张贤 咱这算不算是夜敲寡妇门 我瞪了她一眼 你敲一敲试试 万一真有人给你开门呢 这话把张峰吓得不轻 脸又白了起来 我怕把她给吓跑了 没有继续开玩笑 伸手把门推开了 屋里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找出来 打开了手电筒 我找到了墙上的开关 轻轻摁下 屋内有了亮光 老寡妇家用的 还是那种昏暗的灯泡 虽然不够明亮 但总比手电筒强 我环视一周 屋内的家具简单又老旧 唯一的电器 是一个老旧的电视机 是十几年前大屁股的款式 老寡妇的家不大 除了客厅外 只剩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 厨房自然没什么好看的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 走进了老寡妇的卧室 卧室也不大 有一张床 一个老式的衣柜 以及一台缝纫机 床上的被子没有叠 来时 听王小花说 老寡妇就是死在这张床上的 她死了三天 邻居闻到臭味才发现 然而奇怪的是 被子上并没有散发出 恶臭的味道 相反 整个卧室里 有一股淡淡的丁香花香 张峰打开了衣柜 然后我听到她倒吸凉气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 只见打开的衣柜中 没有一件衣服 而是摆着六个相框 相框中的照片 都是黑白色的 是六个不同男人的严肃面相 很显然 这是遗照 六个遗照中的男人 按照年纪的大小 顺序排列 最年轻的艺人 看起来还不到三十岁 而年纪最大的艺人 已经是满脸老年般 张峰问我 这是老寡妇的丈夫 我猜测应该是这样的没错 可心里有个疑问 村长和马婆婆说过不止一次 老寡妇一辈子嫁了七次 可这里怎么只有六张遗照 我让张峰把遗照收起来 等会儿带回去问问村长 张峰有些未手未脚的 做了好一阵思想工作 才开始动手 而我 则是打开了另外一扇衣柜 这扇衣柜中的满满当当的 都是女人的衣服 但吸引我目光的 是衣柜最下方的一个木盒子 这盒子 是用黄花梨木的制成的 上面刻满了丁香花 满屋子的花香 就是从箱子里散发出来的 我盯着箱子 阴阳眼越发地滚烫 我沉思片刻 决定打开看看 箱子上没有上锁 只要轻轻一推 就能打开 但从箱子里冒出的煞气 实在是太浓烈了 我不敢轻易动手 张峰 你过来 张峰走到我身边 要我做什么 我告诉他 一会儿我把箱子打开的瞬间 他立即遥响鸣花铃 张峰大概是看出我表情严肃 同样紧张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说知道了 我不再犹豫 用力掀开箱盖 叮铃铃 鸳花铃遥响了 从箱子里冒出的煞气 瞬间被铃声驱散 我眨了眨眼睛 盯着箱子里的东西看 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箱子里放着一身漂亮的衣服 披荆带银 花色鲜艳 张峰问我 这是少数民族服饰 我看着也像 但不清楚 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服饰 我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取出 衣服下面还有不少东西 有白银打造的筷子 也有镀金的小碟子 还有陶瓷烧制的酒杯 茶碗 张贤 这些都是什么 我怎么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张峰的感觉没错 这些器皿可不是普通的餐具 我一进门就察觉到的煞气 就是从这些器皿上散发出来的 我向张峰解释 这些都是因人用的法器 餐具类型的法器 一般都是祭祀用的 必然成双 可我清点了一下 不管是筷子 碟子 还是酒杯茶碗 都是单的 这说明 箱子里的法器并非一套 有被使用过 难道老寡妇死之前 再进行某种祭祀 不管是衣服还是法器 都有鲜明的特色 我准备把这些东西搬回茶馆 让林小璐找十三局的人 帮忙鉴定一下 看看属于阴形中的哪个流派 可就在我把衣服法器 重新放回箱子 准备搬走时 卧室里忽然响起一连串的声音 哒哒哒 啊 张峰尖叫一声 一下撞进我的怀里 这个过程中 还不忘摇动手腕上的鸳花铃 叮铃铃 铃声一响 卧室里再次安静下来 张峰紧张地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是那台缝纫机 我眉头皱起 刚进卧室时 我观察得仔细 缝纫机的台面上是空的 可此时台面上多了一块白色的布 声音停下了大概有十秒 再次响了起来 哒哒哒 我分明看到 手动的缝纫机 自己动了起来 随着踏板上下浮动 缝纫机的针在白布上 快速穿梭 张峰吓得 又想咬响鸳花铃 被我一手抓住了手腕 别咬 先看看什么情况 就这样 我们两人保持安静 任由缝纫机工作 在针上下穿梭的时候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掌控着台上的白布 白布上下左右移动 让针落在不同的位置上 针上穿的是红色的细线 它在白布上 绣出一笔一画 好似用写再写字 缝纫机响了五分钟 停了下来 我走上前 把白布从台面上扯了下来 原本洁白的布面上 多出了一行红色的字 把东西放下 否则死 张峰看到这行字 吓得嘴唇都哆嗦了 张贤 这是老寡妇给我们留的 刚刚缝纫机动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到鬼 只见缝纫机上 燃有浓浓的煞气 这应该是阴人的手段 从老寡妇家发现 祭祀用的法器 不难判断它是阴人 以前师父跟我说过 阴人变成的恶鬼最难对付 因为它既有人的本领 也有鬼的手段 师父还说过 碰到阴人变的鬼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尽量不要招惹 这个时候 我最明智的选择 是和老寡妇井水不犯河水 听她的话 把箱子放回去 然后离开 可以想到 刚刚二鸭拿着斧头 砍自己老公的情景 我实在是没办法下定这个决心 我敢肯定 我只要放弃了 信花村肯定还会有人死 我的良心过不去 张峰见我迟迟没有反应 追问道 咱怎么做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末了加了一句 你要是害怕的话 先离开这里 我跟老寡妇斗一斗 张峰现在离开 我一定不会责怪她 她只是普通人 不该参与进来 然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张峰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是人民警察 入职的时候宣布是 要克尽职守 保护人民 知道这老寡妇要杀人 怎么能退缩呢 张峰的回答 让我肃然起敬 我对她说 拿着箱子 一会儿听我指挥 张峰用力点了点头 从我手中接过了箱子 我握紧昆武刀的刀柄 带着张峰 慢慢退出卧室 我的眼睛不停扫视着四周 等着老寡妇出招 我并没有害怕 相反 我很信任手中的昆武刀 我十分自信 只要老寡妇敢出现 昆武刀一定能给她一个 终身难忘的教训 我护着张峰 顺利退出卧室 然而快要走出客厅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张峰半只脚踏出房门时 院子里忽然吹来一阵狂风 这阵风很大 竟是把张峰吹的一个亮呛 又回到了屋里 不仅如此 房门也被吹得合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张峰稳住身形后 试图用脚把门踹开 然而 不管她如何用力 房门纹丝不动 张贤 门打不开 我看了一眼客厅的窗户 急忙到 从窗户翻出去 我一边说 一边冲向窗户 然而我的动作 还是慢了一拍 当我距离窗户 只剩不到一步时 又是一阵狂风吹来 窗户硬声关闭 我毫不犹豫地 用刀柄砸向窗户 窗户是玻璃做的 理应一砸就碎 碰 我预想中 玻璃破碎的情景 并没有发生 相反 我握刀的手 被震得虎口发麻 这难不成是防弹玻璃 我全力一砸 竟然连一条裂纹都没出现 我又尝试了两下 仍旧是砸不碎玻璃 嘎吱 卧室门也关了 我和张峰 被困在了客厅当中 滋滋 客厅中忽然响起电流声 我循着声音看去 发现原本处于关闭的电视机 不知何时打开了 屏幕上满是雪花纹 不停地闪烁 与此同时 煞气从屏幕中冒出 好似瀑布流淌在地面上 很快 我的脚被煞气所淹没 脚腕以下 像是泡在冬天的溪水中 冰冷刺骨 张贤 你有没有觉得冷 张峰看不到 已经快要没过我们膝盖的煞气 他冷得打哆嗦 鼻子都冒泡了 要不是他手腕上绑着的鸢花铃 对煞气有一定的抵抗效果 他很有可能已经冻晕过去了 我心中一沉 我必须得快些想出办法离开这里 否则张峰坚持不住太久 到我身后去 我让张峰待在我身后 然后我抽出昆雾刀 一步步走向电视机 煞气是从电视机里冒出来的 要先把源头止住 我的做法很简单 伸手把电视机的插座给拔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有些超乎我的预料 拔了电源的电视机 非但没有断电黑屏 屏幕反而闪烁得更快 张贤 电视里有人 我抬头一看 电视屏幕里出现一道鬼影 这是一个女鬼 身穿大红色的袍子 她长发垂在前面 看不清脸 只露出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透过屏幕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与她对视一眼 头皮犹如过电 产生一种类似针扎的酥麻感 与此同时 我后背上冒出冷汗 把衣服都打湿了 红袍女鬼一边盯着我 一边慢悠悠地往前走 与此同时 电视机的音响里 传出她犹如金属摩擦的刺耳声音 把箱子放下 放下 女鬼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勾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恐惧感 我眼睛的余光 看到张峰的双腿在打战 她抱着箱子的双手 也在打战 张峰眼神空洞 像是被女鬼的声音 操控了思想 她缓缓地俯身 似乎是要听从女鬼的命令 把箱子放下 醒醒 我吼了一声 用昆吾刀的刀鞘 拍在她戴着鸳花铃的手腕上 叮铃铃 铃声响起 张峰的眼睛瞬间回了身 她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问道 我怎么啊 我对张峰说 集中精神 千万不要走神 张峰也是个狠人 她用力一咬嘴唇 用疼痛刺激自己 血都咬出来了 她看着电视屏幕里越走越近 身形越来越大的女鬼 问我 这女鬼该不会像真子那样 从电视机里钻出来吧 张峰说的这个画面 源自岛国非常出名的恐怖片 《午夜凶灵》 电影中的女鬼真子 以恐怖的姿态 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成为了恐怖电影中的经典镜头 此刻电视机里的女鬼形象 除了衣服颜色不对外 和真子几乎一模一样 张峰的话刚说完 女鬼已经来到了屏幕前 她那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 然后俯下身子 仿佛她的面前 有一个洞 接下来的一幕 吓得张峰呼吸都暂停了 一只苍白的手 从电视机屏幕中伸了出来 啊 张峰吓得尖叫 然后下意识地 从身边抓起一张板凳 向着电视机砸去 碰 电视机的屏幕被板凳砸碎了 电视机从柜子上跌落 摔在地上 屏幕碎片落了一地 电视不再闪烁 可那只苍白的手 却依旧伸了出来 她撑着地面往前爬 然后伸出第二只手 和长着长发的头 女鬼爬出了半个身子 她抬起头 血红的眼睛盯着我们 头发遮挡的嘴巴 发出咯咯的笑声 咯咯咯 女鬼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 她的嘴巴漏气 喘息声有些沙哑 咯咯咯 我眼睛的余光 看到张峰的头发 都被吓得立了起来 她狂咽口水 喉结不停地上下滚动 对于第一次见鬼的人来说 张峰没被吓得尿裤子 已经很阎闷了 如果我现在 还是刚入行的菜鸟 今天估计真的会交代在这里 但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我已经不会被 单纯的恐怖气氛给吓到了 说真的 刚刚我没用 昆吴刀霸电视机砍了 就是为了等女鬼 从屏幕里爬出来 尤其是现在 她下半身还在电视里 正是出手的好时机 我没有任何犹豫 脚下用力一踏 举刀冲了上去 大姐林素素留给我的刀法 我已经练了大半 遇到什么情况怎样出刀 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无需过脑思考 我像是武侠剧里的武林高手 手起刀落 一颗圆滚滚的头 从我脚下滚过 昆吴刀 不愧是斩鬼如麻的绝顶鹰雾 一刀就把女鬼的头砍了下来 不过事情的发展 和我原本的预料有些出处 寻常恶鬼 被昆吴刀碰一下 就会魂飞魄散 但女鬼只是脖子以下不动了 头颅在地上滚了两圈后 竟然飞了起来 她满头长发飞舞 露出了脸 这是一个长相极美的女人 单凤眼 高鼻梁 樱桃嘴 是古典类型的美人 当然 如果她不是一脸煞白 眼睛通红 给人的感觉 或许能更好一些 此刻我心中生出一丝古怪 面对女鬼 我的阴阳也明明有反应 但和之前遇到的鬼 感觉有所不同 女鬼的头飘向我 她立声喊道 把箱子放下 否则我杀了你 我才不吃她这一套 二话不说 一刀扎了过去 我一刀捅进了女鬼的额头 女鬼血红的眼睛 翻成了白眼 她飘舞的头发重新落下 房间里的煞气开始消散 刀上插着的鬼头 冒起了黑烟 渐渐消散 但在完全消散前 女鬼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你会后悔的 等到女鬼消失 刚刚被我砸了好几下的玻璃 啪的一声响 炸成了满地碎片 嘎吱 原本紧闭的大门 也重新打开了 张峰愣愣地问我 鬼被你解决了 我摇了摇头 虽然女鬼消失的样子 很像魂飞魄散 但给我的感觉不对劲 至于为何会感觉不对劲 我得打电话问问林小璐 看她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过来 我把张峰拉到自己身前 她刚刚身上染了不少煞气 此刻身体发抖 硬糖发黑 如果不及时处理 她会大病一场 我把自己的眼睛贴到她的肩膀上 阴阳眼开始发烫 随后 张峰体内的煞气 都被阴阳眼吸了出来 煞气入体的感觉 让我很不舒服 好在回到茶馆 都能喂给狗爷 用咕咕开玩笑的话说 我就是狗爷的狗粮制造机 吸干了张峰体内的煞气 她重新变得容光焕发 走吧 先离开这 走出老寡妇的家 王小花在等着我们 我对她说 去找你爹 我有些事情要向她打听 我见到了村长 然后让张峰把箱子放到她的面前 询问她 你见过这个箱子吗 村长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老寡妇的陪嫁 我把箱子打开 拿出那件具有民族特色的漂亮衣服 这件衣服 见过吗 村长指点头 见过 老寡妇第一次结婚时 我才八岁 那时候家家户户特别穷 大家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 就算是结婚的婚服 也是用粗糙的红布缝制的 唯独老寡妇 结婚时穿的是这件披荆带银的花衣裳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村里有不少姑娘 眼睛都羡慕红了 我继续问 老寡妇是你们村的人吗 村长直摇头 不是 她是从南方来的 来时说的方言 村里人都听不懂 她家乡在哪 你知道吗 这就不知道了 我让张峰 把之前收的遗诏都拿出来 挨个摆在村长面前 这六个人 都是谁 是老寡妇第二任到第七任的丈夫 我们村里人 为什么讨厌老寡妇 还不是因为 她客夫 但凡娶她的男人 就没一个能活过五年的 前面几个男人还好理解 毕竟老寡妇年轻时 的确很漂亮 谁看了不喜欢 可后来老寡妇都年老色衰了 后面几个男人也知道她客夫 可说什么都要娶 谁劝也拦不住 怪了是了 老寡妇是婴人 她能控制女人杀夫 自然就有本事控制男人娶她 我没把这话往外说 而是问村长 她第一任丈夫呢 怎么没有遗诏 村长解释道 老寡妇第一任丈夫死得太早了 那时候照相机是稀罕玩意儿 别说村里没有 就是镇上 县城里 也很难找到 提起老寡妇第一任丈夫 村长唏嘘不已 老寡妇第一任丈夫 叫马全 是个英雄 我问村长为何这么说 村长告诉我 老寡妇结婚的第三年 她老公马全 救了大半村子的人 看到村西边那座山了吗 你们不觉得 它的形状有些奇怪吗 我往西看去 不远处的那座山 形状的确有些怪异 好像被人用勺子挖去了一块 以前山上有个采石场 把山挖去了一块 有人说动了山里的龙脉 也有人说破了 这地方的风水 后来赶上一场大雨 半座山都塌方了 山塌方的时候正是半夜 大家都睡着觉呢 老寡妇怀了孕 马全去镇上给她买东西 路上被大雨拦了一下 回来的晚 刚好碰到山塌方 她本有机会逃掉的 但她让老寡妇快跑后 从家里抄起锣 使劲地敲 喊大家快点跑 我爹娘提着光着身子的我 跑了出来 那些想先穿件衣服的 都被埋了 马全也没能跑掉 埋在了山石下 三天后才被挖出来 我在村长的话中 敏锐地发现一条信息 老寡妇第一任老公死的时候 她是怀着孩子的 可从我进村后 谁也没提起过这个孩子 今晚去老寡妇家说 王小花还说过 老寡妇绝后的话 我问村长 老寡妇和马全的孩子 没生下来吗 村长欲言又止 这个时候 王小花在一旁插了嘴 我听妈妈说过 老寡妇的孩子没能生下来 全都怪这个家伙 我顺着王小花的手指看去 她正指着六张遗照中 长相最年轻的男人 也就是老寡妇的第二任丈夫 为什么 王小花嘴巴一撇 狠狠地呸了一声 这个禽兽借着天黑 摸进了老寡妇的家里 然后把她抢 报了 我看向村长 村长点了点头 的确是这么回事 这家伙是村里的村爸 无恶不作 知道老寡妇家里没了男人 半夜摸了进去 老寡妇肚子里的孩子 就这么没了 张峰听后不解地问 那老寡妇 为什么还要嫁给他 村长叹了口气 没办法 那时候村里闹饥晃 家里要是没个劳动力 老寡妇恐怕早就饿死了 而且 这畜生放话 如果老寡妇不嫁给他 他天天晚上过去敲门 我追问道 那他是怎么死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挖河的时候摔死的 身上也有丁香花的纹身 有 那时候我爷爷在村里负责白饰 给他点的诗 说是脚底板上 有丁香花纹身 那个时候 大家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纹身 谁都没当回事 以为是他自己闻的 直到后来 老寡妇每一任丈夫死后 身上都有相同的纹身 才和老寡妇联系起来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都了解了 然后用手机把老寡妇的衣服 以及从死者身上发现的纹身 都发给了林小璐 托他向十三局求证 没过多久 林小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喂 我话都没来得及讲话 林小璐的声音 就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呆子 你发现衣服的地方 是不是还有一套像是餐具的法器 我说有 林小璐严肃地对我说 你小心一点 这是女儿国祭祀一脉传承的音术 有人在摆 再续前院阵 再续前院阵 这名字听起来很稀奇 我追问下去 林小璐告诉我 再续前院阵 是一种聚集数个灵魂 一同往生的阵法 呆子 传说中 阴魂在地府数完前世的罪过后 会登上奈何桥 喝下孟婆汤 忘掉前世记忆 然后被投入六道轮回 再如人间众活一世 因为人生前积攒的应得不同 来世投胎也会不同 应得多的人会 重新转生为人类 出生于富贵之家 一辈子安乐无忧 而应得少 甚至没有应得的人 有可能会被投入畜生到 最终被人宰割 只活短短几年 听到林小璐的说辞 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当初在医院 他要我答应白鬼的请求 救下赵医生 原来积攒应得 有这效果 林小璐接着说 活人是看不到 自己积攒多少应得的 因此 就算两人再熟悉 再相爱 来世也很难再碰到一起 所以 民间有句俗语 叫今生源 今生了 但在唐朝的时候 女儿国的国师 发明了一种 能将两人阴魂绑定在一起 共同转世的因数 就是你遇到的 在续前缘阵 因西游记 人尽皆知的女儿国 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女儿国的国名 只有女子 没有男人 与西游记中记载不同的是 女儿国的女人繁衍后代 并非靠一口能让人怀孕的泉水 而是从国外昭叙 女儿国的国名 各个国色天香 前驱入坠的男人 可谓络绎不绝 然而少有人知道的是 女儿国的国名身怀诅咒 一旦他们怀孕 孩子的丈夫 也就是入坠的男人 就会死去 这才是女儿国 没有男人的真实秘密 唐朝时 女儿国的国师美貌无双 有陈渝洛艳 碧月修花之姿 堪称当朝第一美人 国师年方24岁 公开昭叙 他的画像传遍了周边数个国家 包括正处于盛世的大唐 无数青年才俊 看到国师的画像后 惊为天人 一时间前往女儿国 求见国师的男子络绎不绝 都把国师府的门槛给踏破了 最终 国师在众多男子中 选中了一个 富有诗书气的才子 才子不仅生得好看 还非常有才华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尤其擅长作诗 有小李白的美名 面对如此优秀的男人 国师渐渐沉沦 等到回过神来时 惊觉自己已经爱上了书生 他不想书生死去 他想和书生一辈子待在一起 于是 他暗中采取避孕手段 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三年后 女儿国的国王 察觉其中有蹊跷 派人暗中调查 发现了国师的小动作 国王大怒 下令处死书生 即便国师百般求情 亦是不念情面 就这样 书生死了 国王还亲自为国师 挑了新的丈夫 于一月后举办婚礼 书生死后 国师万念俱灰 想要殉情 但身为殷人的他很清楚 即便自己追随书生而去 两人来世 也无法在一起 于是 他查阅了大量的英术典籍 加上自身的天赋 创造了一种新的英术阵法 取名为再续前缘 通过这个阵法一同转世 他和书生下一世 可以再做夫妻 只是想要激活此阵 他与书生 各须四个男人的英魂为祭品 于是 在举办婚礼的前夜 国师把国王指定的丈夫 及一众随从全部杀害 炼化他们的英魂 再自杀殉情 与书生共赴下一世 听完林小璐讲的故事后 我敏锐地 察觉到一个要素 小璐姐 当当你每多一人在续前缘 需要祭祀四个男人的英魂是吗 对啊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我猜测 老寡妇杀人的目的 是与自己第一任丈夫 共赴黄泉 来世在续前缘 可两个人共同转世 杀八个男人就足够了 而如今 老寡妇的六任丈夫 大壮 二狗 三胖 受害者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九个 我猛然惊醒 老寡妇想要在续前缘的 不止一人 还有他不幸 胎死腹中的孩子 也就是说 老寡妇总共需要杀十二人 还差三人 村里的男人们 危险还没有解除 我急忙问村长 男人们都在这吗 村长回答我 王兴不在 刚刚他老婆打来电话 说他娘心脏不舒服 他们不知道要放哪了 让他赶紧回去帮忙找药 坏了 村长被我吓了一跳 急忙问 什么坏了 我让村长把村里 所有男人都喊上 一起去王兴家 村长见我表情严肃 不敢犹豫 很快全村男人 全都来到了王兴的家门前 村长扯着嗓子喊 王兴 王兴 你在家吗 门后静悄悄的 没有一点声音 村长大概也察觉不妙了 紧张地问我 张老板 王兴他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用力推门 我用力推门 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我回头看向一个个傻站着的男人 冲他们吼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救人 村里男人们这才惊醒过来 一个兽高个从墙头上翻进了院子 把门打开了 我和张风冲进门去 穿过院子 一脚踹开了屋门 屋里的场景 让我的脚底 生出一股寒气 直冲天灵盖 王兴坐在一张木椅上 绳子上 缠着一根两指粗的麻绳 麻绳已经勒进王兴的脖子 他满脸青子 舌头吐在外面 眼球外秃 死不瞑目 最让人感到恐惧的 不是王兴的死状 而是绳子两端 分别被王兴的老婆和老母亲握在手中 他们各执一端 直到我和张风冲进门 他们还在用力地拽呢 啊 冲进来的男人们 看到了王兴的惨状 好几人发出惨叫 王兴的老婆和老母亲听到声音 扭头看向我们 然后发出 人的笑声 咯咯咯 我的双眼发烫 随后看到两人身上 满是煞气 张风 姚灵 叮铃铃 鸳花铃发出清脆的铃声 两人身上的煞气消散 眼翻白 晕倒在地上 没人拉绳 王兴的尸体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我看到他的手背上 有一朵盛开的丁香花纹身 村长害怕极了 声音颤抖着说 又 又 又死一个 张风问我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 老寡妇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还需再杀两人 老寡妇道横很深 能控制村里的女人 杀死自己的老公 甚至儿子 因此 村里的男人不管老幼 都有危险 我当机立断道 走 村里所有男人都离开 村长不敢犹豫 招呼着男人们 往村外走 从王兴家退出时 张风忽然喊道 箱子呢 刚刚为了救王兴 张风把箱子放在门口 没想到这才不到两分钟 箱子就不见了 村长也喊道 我闺女呢 我们这才发现 王小花也不见了 我一拍脑门 暗中骂了自己一句大意了 老寡妇能控制女人 我还一直把王小花带在身边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不用猜 箱子肯定是被老寡妇控制的 王小花拿走了 现在不是追箱子的时候 我让村长赶紧带着村里的男人走 所有人都往村口跑 可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始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当我们快跑到村口时 远远地就看到村口站着一群人 借着月光 我看清了这群人的脸 正是村里的女人们 其中带头的 是村长的夫人马婆婆 村里的女人们 有人拿着斧头 有人拿着柴刀 还有人拿着锄头 她们一个个眼睛泛红 死死地盯着我们这群男人 村长看着手里拿着镰刀的马婆婆 颤声问道 老伴 你 你这是干嘛 我一巴掌拍在村长肩膀上 同时对着所有人大喊 别愣着 跑 男人们纷纷惊醒过来 他们刚刚都看到了王星惨死的模样 此刻看着自己的老婆拿着刀 哪敢停留 扭头就跑 这一跑 把女人们惊到了 他们举着武器狂追 回过神来的村长也跑了 别看他年纪不小了 跑起来速度还挺快的 我和张峰也在跑 虽然我们两个不是新华村的人 可我们是男人 也是老寡妇的目标 正跑着 我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声凄惨的呼救声 等等 你们等等我 我扭头一看 一个中年人正一瘸一拐地往前跑 他腿脚有病 跑不快 马上就被女人们追上了 这个时候 我忽然想起 林小璐曾经跟我说过的一个脑筋急转弯 说两个人在森林里碰到了老虎 该怎么活下来 答案是 你要跑得比另一个人快 我和张峰想要回头去救时 他已经被村里的女人们遮住了身形 只听到一声惨叫 然后就翘无声息了 只能看到一群女人不停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张贤 别看了 他没救了 张峰寒醒了我 我们两个赶紧迈开脚步 继续往村外逃 一般来说 男人比女人跑得要快 村里的男人们最终只被留下了一个 说来奇怪 女人们追到村子边缘 就停下了脚步 我猜测老寡妇操纵女人的范围 就是整个新华村 十二个男人的姓名 如今老寡妇已经得到了十一个 再杀最后一个男人 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本以为我们跑出村子就安全了 谁知道过了不到十分钟 马婆婆从村子里走了出来 她一出来 眼神就恢复了正常 可男人们都怕了 包括村长在内 一个个的都往后躲 我用阴阳眼确定 马婆婆已经脱离了老寡妇的控制 把她接了过来 马婆婆 你怎么出来的 马婆婆一脸迷茫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时 张峰提醒我 婆婆口袋里有东西 我低头一看 马婆婆的口袋里 塞着一个白布 我把白布抽了出来 展开一看 上面有一行字 自己和老寡妇家 那台缝纫机打出来的字 一模一样 张峰把白布上的字念了出来 半个小时内 送一个男人进村 否则我就把村里的女人都杀了 男村民们面面相去 下意识地往后退 生怕被人选中自己 谁都知道 这个时候回村 真的是去送死 有村民着急地团团转 这可怎么办事好 俺老婆闺女都在里面呢 要不咱抽签决定 谁进去 我不抽 我老娘早就死了 单身还没老婆 大不了我搬出村子 你们谁爱抽谁抽 要不找个老头子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也够本了 这话惹恼了村里的几个老人 举着棍子 就要打提意见的人 就在这时 不知是谁 忽然喊了一句 选村外的人 这话一出 原本吵闹的众人 忽然间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村里男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和张峰的身上 所谓村外人 不就是我们两个吗 刚刚还往后退的众人 慢慢地围了上来 不给我和张峰逃走的机会 我质问村长 这是什么意思 村长脸上表情变了好几遍 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 张老板 俺们村给了你钱 你就得帮俺们 把事情解决了对不对 你心心好 回村里吧 大家都是文明人 动粗不好 我没想到 之前还对我 毕恭毕敬的村长 转眼间就变了一副模样 我下意识地握住昆吴刀 只是握刀的手 不经意地有些颤抖 我练习刀法 是为了斩鬼 而不是砍人 张峰挺身而出 他从口袋里 掏出自己的警官证 大声呵斥 警察 我看谁敢乱来 我们身前几个 逼过来的男人 停下了脚步 他们大概是 忌惮张峰的身份 毕竟袭警可是重罪 可还没等我来得及 松一口气 张峰身子往前一歪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后脑勺上全是血 我急忙扭头 看到一个村民 手里握着木棍 棍头燃有血迹 张峰 我是真的怒了 毫不犹豫地 把困物刀拔了出来 一刀就把砸倒张峰的木棍 拔了两根半截手指 啊 袭击张峰的男人 倒在地上 捂着自己断指的手 在地上打滚 我急忙查看张峰的情况 还有呼吸 但我推了两下 没能把他弄醒 村里的男人都围了上来 我额头冒汗 真要是打起来 我或许能用困物刀 砍倒几个人 但最后 我肯定也会被放倒 我咬着牙喊 别逼我 谁敢靠近一步 我就杀谁 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模样 但我肯定自己的眼睛 已是一片血红 当时我真的是下定了决心 如果村民真要应来 我挥刀的时候 绝不会有一丝怜悯 村民大概被我模样吓到了 都停下了脚步 但没一人后退 依旧把我围得严严实实 村长看着张峰 劝我 张老板 我们不动你 咱把他送进去行不行 只要我们都保密 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 回了他三个字 不可能 我张仙绝不做出卖朋友的人 我没有答应村长的提议 气氛再一次变得僵硬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距离老寡妇说的半个小时 只剩下不到十分钟 有村民沉不住气了 情绪激动地喊 咱一起上 他手里就一把刀 能砍几个人 就算被砍上两刀 也比老婆闺女死在村里强 人群再次躁动了起来 眼见就要失控 我知道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想要活命 必须做出决定 我盯着村长的眼睛 对他说道 我进村 人群再次安静下来 村长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我 真的 真的 不过你们得放过我的朋友 没问题 村长急忙答应下来 只要你进村 俺们绝不动他 村长答应得很痛快 看表情也很真诚 但我已经信不过他了 我信不过你 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找朋友来接他 村长表情有些犹豫 我心中一沉 他果然是想 在我进村后 弄死张峰 只有张峰死了 他们才能把村里 发生的事情掩饰过去 才能免除袭警的罪名 不答应是吧 我把刀举了起来 刀锋对准村长 信不信他们制服我之前 我最少能在你身上砍三刀 不知道村长是被我吓住了 还是不想再拖下去 最终 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掏出手机 一边小心翼翼地 盯着四周的人 以免我像张峰那样 不小心被人偷袭了 另一边 我把电话打给了卢星医 卢星医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张贤 我已经准备开车回去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让自己的语气 尽量保持冷静 卢哥 我这里出了点问题 没时间给你详细解释 你联系林小洛 带着他一起过来 记住 一定要把小鹿姐带过来 卢星医和我搭档这么久 立马听出了我语气不对劲 他小声问了一句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说话 我N了一句 卢星医立马就懂了 我知道了 我这就联系林小洛 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挂掉电话 然后看了一眼 仍旧处于昏迷中的张峰 我警告村长 我的朋友马上就来 你们最好别耍花招 否则到时候 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村长催促道 半个小时马上就到了 你快点进去吧 周围几个男村民向前一步 如果我不答应 他们肯定会动手 为了保住张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转身向着杏花村走去 其实村民们不逼迫为 为了救他们的老婆闺女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 禁村与老寡妇斗上一斗 可自愿禁村 与被逼着禁村 是两码事 这个仇 我张贤记下了 我手持昆吾刀 重新走进村子里 一入村 我就看到了村里的女人们 她们仍旧拿着刀斧锄头 眼睛泛红 女人们一句话都不说 所有人几乎同时向我跑来 她们高举手中的武器 一副要把我乱刀砍死的表情 这个时候 如果站着不动 那才真的是傻了 我二话不说 撒腿就跑 平日里练刀的效果展现了出来 我的体力比普通人要好许多 不一会儿就把女人们甩开了 但我知道 被她们捉住 只是迟早的事情 毕竟新花村总共就这么大 我早晚都会被找到 解铃还虚息铃人 我要想活命 只有一个办法 找到老寡妇 可老寡妇会在哪呢 我深吸两口气 让自己保持冷静 把自己想象成老寡妇 我们都是婴人 思考和行事风格 必然会有相同点 很快 我就有了思路 如果我是老寡妇 知道敌人是婴人的情况下 必然要保护好自己设下的 再续前缘阵 否则被人把阵法给破坏了 几十年的努力都会打水漂 我打定主意 去找阵法 之前在村子里查看大壮 二狗和三胖的死婴时 整个村子基本上都被我光得遍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 老寡妇设下的再续前缘阵 会在哪里呢 我忽然想到 被王小花偷走的那个箱子 老寡妇似乎很看重那个箱子 肯定会让王小花带到她的面前 换句话说 只要找到那个箱子 我就能找到老寡妇 想通这一点 我毫不犹豫地往王兴家跑 一路上遇到两个找我的女人 都被我甩开了 来到王兴家 我站在箱子丢失的地方 寻找蛛丝马迹 令我失望的是 村里的地面硬化果 并没有留下王小花的足迹 足迹我又不是猎犬 不能靠闻气味寻人 这可怎么是好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的双眼忽然一阵发烫 我眨了眨眼睛 眼前的场景有了一点点变化 只见从箱子丢失的地面上 飘起一缕黑色的细烟 向着远方飘去 同样的黑烟 我在长安寻找外国英人时 曾经见过一次 似乎是阴阳眼新出现的能力 能够对带有阴气的人和物 进行追踪溯源 我向着细烟飘去的方向追 中途绕过几个追杀我的女人后 来到了村子的西边 一打眼就能看到 村西面塌方的那座山 两户人家中间有一片空地 细烟飘到这里 停了下来 我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前方有一个用碎石搭建的计台 计台上站着一个 身穿漂亮衣服的女人 她披荆带荧 犹如刚刚出嫁的新娘 好生的漂亮 这身衣服 就是在老寡妇家里找到的花衣上 我丢失的箱子就在旁边 还有昏迷的王小花 再看女人的脸 和之前在电视里爬出来的诡异母一样 应该是老寡妇年轻时的模样 她的身边 有一个人形石像 是一个表情呆滞的男人 这个男人趴在地上 一只手撑地 另一只手举在身前 她嘴巴张开 表情紧张 似乎是在大喊什么 老寡妇深情地望着她 眼中满是爱意 而在计台的周围 还有11个人 其中包括老寡妇第二人 到第七任丈夫 大胖 二狗 三胖 王兴 以及刚刚被村林女人们 乱刀砍死的瘸子 每个人的脚下 都有用鲜血画的一个圈 每个圈外都放着一套餐具 餐具里装的是干巴的馒头 与冷粥 这个圈好似无形的监狱 化地为牢 让他们走不出去 除此之外 我还看到一个 没有束缚灵魂的圆圈 和林小璐告诉我的情报一样 老寡妇的阵法 还差最后也一个男人的灵魂 我把昆虏刀从刀鞘中拔了出来 接下来 将会有一场恶战 要么是我阻止老寡妇 要么是她干掉我 老寡妇不知是感应到了我的气息 还是昆虏刀上的杀意 她的视线从丈夫的脸上移开 面向了我 深情的表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怨恨 老寡妇的声音带着丝丝冷意 我警告过你 不要参与进来 你偏偏不听 现在我只差一个男人的灵魂了 就拿你来写计吧 她从祭台上走了下来 一步步地走向我 我盯着老寡妇的眼睛 试图和她讲一讲道理 你老公为了救新花村的村民 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了进去 而你却是为了一己私欲 连杀11个村民 你老公若是知道了 她会怎么看你 我主动和老寡妇聊天的本意 是想拖延时间 老寡妇是我遇到的恶鬼中 最难对付的一个 之前昆虏刀明明把她的头斩了下来 老寡妇却是没有魂飞魄散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我想拖到林小璐赶来 可万万没想到 我对老寡妇的质问 非但没有引起她的愧疚 反而是激怒了她 明明没有一点疯 老寡妇的头发却是冲天起 犹如水浪中的海草 用力地摇摆 她怒不可遏地对我吼道 这群狼心狗肺的畜生 我还嫌弃杀得少了 老寡妇的双眼中流出两行血泪 她指着祭台上的石像 浑身颤抖地说道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我的丈夫 我丈夫是第一个 发现山崩的人 她明明能够跑出去的 可她为了救人 不停地在村中奔跑 山石滚来的时候 她还在对村民们喊快跑 老寡妇攥紧了拳头 长长的指甲扎进肉里 她却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我的丈夫救了半个村子的人 她是英雄 是真正的英雄 可她牺牲性命换来的是什么 是恩将仇报 老寡妇走到她第二任丈夫面前 用力捏住对方的脖子 一只手提了起来 她第二任丈夫两脚离的 明明是阴魂不用呼吸 脸上却是憋成了降紫色 不停地挣扎 老寡妇的手越来越用力 几乎要把第二任丈夫的脖子捏断了 她怒声控诉 这个畜生 我丈夫的头期都还没过 她就半夜翻进我的家里 把我墙 报了 那一夜 我拼命地喊救命 整个村子都听得见 可结果呢 村民都忌惮 她这个村霸 谁也不想惹麻烦 都装着听不见 第二天 这个墙 报我的畜生 得意洋洋地向村民们 炫耀她昨晚做的事情 各种乌烟会雨往我身上扔 她甚至还建议其他人 也来半夜里找我 你猜怎么扎 还真就有人来了 要不是我提前在枕头下 放了一把剪刀 又会有人得逞 老寡妇松开了手 差一点点 她的第二任丈夫 就魂飞魄散了 我本想着离开这个村子 可这个畜生 过了没几天又来了 我用剪子扎了她一下 惹怒了她 她一拳 砸在我的肚子上 说到这里 老寡妇脸上的表情 变得无比猙獰 她坚声大喊 我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老寡妇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血泪纵横 这是她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 就这么没了 刚刚才缓过劲的第二任丈夫 再次被老寡妇掐住了脖子 老寡妇对她拳打脚踢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愤恨 想要发泄出来 她打了很久 才停下了手 目光重新与我对上 从那天起 我就对这个世界 丧失了一切的希望 我很想一死了只 去找我的丈夫 但我知道 人死之后会喝下孟婆汤 各入轮回 即便我们这辈子再相爱 下一世 也不会保留一丝一毫的缘分 好在我来自女儿国 恰巧我还是国事一脉的传人 我知道该怎么做 能让我们下一世再为夫妻 她重新走到丈夫面前 用手轻轻抚摸丈夫的脸 深情地说道 再等一等 我们很快就会再一次相聚了 老寡妇与丈夫深情对望的情景 真的很感人 如果我是在看电视剧 一定会感动到流眼泪 但我发现 石像的表情有了一点点变化 她丈夫的眼神里 似乎带着一丝哀求 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荒诞的猜测 为什么其他受害者都是阴魂 而老寡妇的第一任丈夫 却是石像 你用阴术 把她困在了这里 老寡妇的回答 让我心中 生出也一丝寒意 这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 能继续待在一起 所付出的小小代价 我懂了 老寡妇丈夫身下 用乱石摆出来的祭台 是老寡妇为她设下的牢笼 这个牢笼 足足困了 她几十年 或许她早就想离开了 但老寡妇不同意 老寡妇在丈夫的额头上 亲了一口 这些年你辛苦了 我马上就完成阵法 和你一起离开 就在这一瞬间 我的心里忽然涌现出危险的感觉 老寡妇毫无征兆地 向我冲了过来 她双脚离地 好似贴地飞行的风筝 以惊人的速度向我飞来 我下意识地挥刀 老寡妇像是从中间被切开的纸 瞬间变成了两半 从我身侧一左一右地飞过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老寡妇一分为二的身体 在空中绕了一圈后 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拿命来 老寡妇伸出双手 再次飞了过来 她锋利的指甲扎入我的肩膀 疼得我直冒冷汗 不仅如此 我还感觉自己的肩膀开始泛冷 仿佛浇了一盆冷水 我知道 这是老寡妇的煞气 进入了我的身体 鬼越厉害 煞气越重 再等一会儿 我整条肩膀都会抬不起来 我一刀斩向老寡妇的手臂 锋利的昆吾刀 像是切豆腐一样 轻松地将老寡妇的手臂 切了下来 然而 老寡妇用另外一只手 把断掉的手臂 从我肩膀上拔了出来 往断臂上一推 手臂又重新接了上去 我用昆吾刀把老寡妇逼退 大口地喘息 老寡妇嘲笑我 就这点道合 也敢来管我的事情 今天你死定了 煞气在我身体里乱窜 我开始有头昏眼花的感觉 我用力咬了咬嘴唇 好让自己保持冷静 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这个时候肯定不能接电话 但我有一种直觉 这个电话能救我的命 我死死地盯着老寡妇的一举一动 另一只手快速掏出手机 是林小璐打来的 我接通了电话 按了免提 林小璐焦急的声音 从话筒里传来 呆子 我和卢星一已经在路上了 你怎么样 我急忙大喊 小璐姐 我遇到一只困物刀杀不死的鬼 怎么办 老寡妇见我分心 又一次冲了上来 我眼急手快 向着侧面翻身 惊险地躲了过去 笨蛋 林小璐在电话那头喊道 这世上没有困物刀杀不了的鬼 啪 林小璐的声音戛然而止 手机被老寡妇抢了过去 一把捏碎 她讥讽道 现在球员 是不是太晚了一些 我觉得不晚 虽然林小璐只 跟我说了两句话 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已经知道困物刀 为什么伤不到老寡妇了 大姐林素素跟我说过 困物刀是上古流传下的兵器 由师父亲自出手 改造成了鹰雾 能克制世间一些痴魅亡两 林小璐说得对 从理论上讲 没有困物刀杀不死的鬼 我之所以三斩老寡妇杀不死她 是因为我斩的根本不是她的本体 我在心里按骂自己一生笨蛋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第一次与老寡妇交手时 就应该想明白才对 竟然还要林小璐来提醒我 我已经能百分百确认 正在与我交手的老寡妇是假的 她应该是用英术制作出来的傀儡 和当初 我与纸扎将交手碰到的纸扎类似 我想赢老寡妇 必须要找到她的本体 我不再与老寡妇对打 而是撒腿绕着阵法跑路 操纵傀儡不能离着太远 老寡妇的本体肯定就在附近 别跑 给我站住 老寡妇在我身后狂追 她飞得比我跑得快 但我手里有困乌刀 她一时半会儿难以近身 我绕着阵法跑了一圈 却没有任何发现 周围没有能隐蔽的地方 老寡妇的本体 究竟在哪观察着我 不经意间 我的视线再次落到了计台上 我心里咯噔一跳 阴阳眼变得滚烫 我知道了 我跑向计台 对准石像下方的乱石 用力踢了一脚 这一脚踢得我脚生疼 幸好冬天穿的鞋后 要是换作夏天的凉鞋 指甲盖都得翻了 乱石摆出来的计台 让我踢翻了大半 露出一个白色的瓷娃娃 见到瓷娃娃的第一眼 我就生出了熟悉的感觉 再仔细一看 这不是鹰鹉吗 鹰鹉里有老寡妇的气息 此外还有另外一人的气息 我用力眨了眨眼 两个身影 从阴阳眼的视线中浮现 一个是老年状态的老寡妇 一个是只有巴掌大小的孩子 孩子死死地 抓着老寡妇的手指 似乎是害怕妈妈离开 我心中有了猜测 当初老寡妇用瓷娃娃做容器 留住了自己孩子的鹰魂 然而岁月太久 孩子的鹰魂与瓷娃娃融为一体 将瓷娃娃变成了鹰鹉 而等到老寡妇死后 她的鹰魂被眷恋母亲的孩子 拉进了鹰鹉里 造成如今一个鹰鹉 有两个鹰魂的现象 老寡妇为了完成阵法 用鹰术制作了一个傀儡 在外活动 我不禁想到 傀儡都这么厉害 老寡妇若是本体出来 恐怕整个杏花村的男人 都已经死绝了 我一把将瓷娃娃揽在怀里 把刀架在瓷娃娃的脖子上 老寡妇的傀儡 立马停了下来 她盯着我的眼睛 惊慌道 这事哦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我威胁她 让我离开这里 否则我立马毁掉这件鹰鹉 老寡妇后退了两步 似乎同意了我的要求 可我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老寡妇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你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我吗 我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满脸皱纹的老寡妇 从鹰雾中飘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 我握刀的右手 老寡妇的本体出来了 她全身满满的煞气 我被她握住的手 瞬间就冻僵了 动弹不得 我想挣脱老寡妇的手 可始终用不上力气 她用力一捏 我的手当即传来一阵剧痛 让我忍不住地 发出一声痛呼 哐荡 昆吾刀落在了地上 老寡妇手一甩 我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她看了一眼地上的昆吾刀 嘲笑我 你最大的义仗没了 该认命了 我当然不能认命 认命的画面就真的没了 可现在老寡妇的真身 和她操纵的傀儡 一前一后向我走来 我该怎么办 这一次 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死亡的降临 人在冰死的时候 要么会绝望地认命 要么会变得疯狂 我以前不知道 自己属于哪种人 但现在 我了解了 我发了狠 咬牙切齿地 对老寡妇说 反正我难逃一死 今日就坏了你的好事 说着 我冲着阵法中的 一个魂魄跑去 从体型来看 是被推入井里 淹死的三胖 老寡妇看到我的举动 一点都不着急 她脸上满满的 都是瞧不起我的表情 那是我从 女儿国学的困鬼术 你的鹰雾 武器都扔了 拿什么破开她 老寡妇认定 我没了困物到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事实证明 她错了 她万万没想到 我身上还有一件法宝 我把能动的那只手 伸到腰间 用力也拽 拽下一块圆形的令牌 令牌上刻有三个字 城皇令 城皇令能不能破开 老寡妇的阵法 我并不清楚 但我对她很有信心 毕竟是城皇神己性 亲自帮我修复的宝贝 从长安回来后 我一直戴在身上 老寡妇没有追我 就站在原地 等着看我笑话 让我成功跑到了三胖面前 之所以选择三胖 不光是因为她离着我近 还因为她是三个 被老婆杀害的 倒霉蛋中 最无辜的一个 虽然她们的死 是因为老寡妇 暗中蛊惑她们的老婆 但大壮有家暴 二狗有出轨 唯独三胖啥事没干 不仅戴了绿帽 还丧了命 属实可怜 我走到三胖面前 透过阴阳眼 我能看到 束缚三胖的法术 源头在于她身前的法器 也就是装着 干板馒头和冷舟的瓷碗 我用脚踢了一下 这些法器 像是长在了地上 纹丝不动 老寡妇嘲笑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你可要看仔细了 等会儿 我也会给你准备一套的 我回头瞪了她一眼 心里骂着她别姓灾乐祸 等会谁笑不出来 还真不一定呢 我举起城隍令 像拿着板砖一样 向着地面上的法器砸去 啪 清脆的声音响起 碗和盘子都碎掉了 干板馒头滚了很远 冷舟洒了也一地 原本三胖脚下的圆圈 像是蒸发的水迹 慢慢消散 你做了什么 老寡妇尖叫一声 她的本体和控制的傀儡 同时扑了过来 一个飞向我 一个扑向三胖 三胖还在那愣住 气得我踹了她一脚 还愣着 快跑啊 三胖这才回过神来 她往我手里的城隍令一钻 身形立马就不见了 老寡妇飞到我身边 死死地盯着 我手中的城隍令 她尖叫着质问我 人呢 三胖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有一个猜测 城隍令或许和城隍庙 有一样的功效 能送阴魂直接超度 换句话说 三胖此刻 已经走在了黄泉路上 这下轮到我嘲笑老寡妇了 现在 你杀了我人数 也不够了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老寡妇 她尖叫着 掐住我的脖子 我杀了你 她的力气很大 我立马就感觉到了窒息感 我握着城隍令 一拳打在老寡妇的胸口上 她惨叫一声 向后退去 我看到老寡妇 被我打中的部位 冒出一缕黑烟 原来城隍令 也能克制恶鬼 可惜她的效果 没有困无刀好 做不到一击致命 老寡妇知道 城隍令能够伤到她的本体 于是派傀儡来与我交手 我知道自己 不能跟她正面交手 转身跑向最近的阴魂 老寡妇发现了我的意图 她尖叫道 你敢 她的傀儡立马追了上来 然而 就在我快要跑到 第二个阴魂面前时 我忽然扭转方向 跑向了计台 老寡妇没想到 我会忽然变相 第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等她操控傀儡继续追杀我时 我已经跑到了计台前 我这一次的目标 是她化成石像的丈夫 之前老寡妇与丈夫 深情对望时 我恍惚间看到 石像的脸上 露出了痛苦与哀求的表情 我猜测 她的丈夫并不想留在这里 也不想老寡妇 害死这么多村民 这个时候 我只能赌一把了 我仍旧 是把城隍令当板砖 用力地拍向石像 啪 石像上出现了一条裂纹 随后 这条裂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咔嚓 石像的上半身碎了 老寡妇丈夫的阴魂 从石像中飘了起来 老寡妇的傀儡 瞬间停了下来 真身也没有继续 和我纠缠 而是慢慢飘了过来 站在自己老公面前 她变化成年轻时的模样 满脸都是紧张 神情不知所措 老公 我 男人脸上的表情温柔 她伸手 抚摸自己妻子的脸 小娟 我不怪你 一句话 老寡妇潸然泪下 老公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你再等我一下 好吗 男人摇头 其实三十年前 有鬼差来找过我 她说你谋划的事情 的确能让我们 下意识再做夫妻 但你强行改命 下意识命运必然悲惨 小娟 你这辈子受尽了委屈 我不想看你再痛苦一事了 老寡妇不停地摇头 不 不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什么样的苦我都能承受 老公 你等等我 等等我 男人给了老寡妇一个拥抱 她抱了很久 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随后 她毅然决然地说道 我们来世若是有缘 定会再见的 话音刚落 她俯身捡起 装有两人孩子阴魂的瓷娃娃 然后向我飞来 不 在老寡妇撕心裂肺的叫喊下 男人一头撞在了 我手中的城隍令上 男人和孩子大手牵着小手 两人身形双双 没入城隍令中 瓷娃娃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啪 老寡妇的丈夫和孩子 离开了人间 前往阴间报道去了 望着我脚下的瓷娃娃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 老寡妇与她第一任丈夫 是真心相爱的 丈夫的阴魂 即便被封印几十年 依旧没有责怪自己的爱人 她所想的 只是让老寡妇快些收手 以免下意识受到惩罚 我看向老寡妇 她脸上泪水横流 全身颤抖 她不停地低难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 我劝解道 人已经走了 你也该离开了 老寡妇哭了许久 才抹干眼泪 她扫尸了一圈 剩下十个阴魂 拍了拍手 后来被杀死的两个男人 被她放了出来 这两个男人赶紧跑向我 钻进城隍令中 逃出了升天 老寡妇脸色阴沉地说道 刚刚那两人是无辜的 我饶他们一命 可剩下的这八个 都有该死的理由 剩下的八个阴魂 仿佛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 不停地挣扎着 可有老寡妇摆下的法器在 他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机会 老寡妇操纵着自己的傀儡 从地上捡起之前 我掉在地上的昆乌刀 接下来 我看到了骇人的一幕 傀儡手持昆乌刀 绕着整个阵法飞了一圈 每个阴魂都挨了一刀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就魂飞魄散 一命呜呼了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阵法中只剩下我和老寡妇了 老寡妇难难道 老公啊 我这辈子杀了这么多人 不管最后有没有成功 到了阴间 等待我的 都会是最可怕的惩罚 能和你再做一世夫妻 什么样的惩罚我都不怕 可如今你和孩子走了 我们之间没了缘分 那我又何必再去受苦呢 希望你下一辈子 能找个和我一样 爱你的人吧 说完 老寡妇大步向我走来 我在她的眼中 看到了恨意 我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谁知才退了两步 后背撞到了什么东西 不得不停了下来 我扭头一看 是老寡妇的傀儡 她不知何时 飞到了我的身后 把昆吾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老寡妇的真身走到我面前 她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开口道 都是你 毁了我的希望 她再一次把手掐在我的脖子上 想要把我活活掐死 就在这时 我手中的城隍令 忽然光芒万丈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爆发 把老寡妇推了出去 不仅如此 我背后的傀儡 忽然燃烧起来 没过多久 居然成了灰烬 我目瞪口呆地 看着手中的城隍令 她在保护我 我抓紧时间 捡起昆吾刀 刀在手 我又有了与老寡妇战斗的资本 老寡妇尖叫一声 再次扑向我 谁知城隍令散发出的光芒 仿佛在我面前 建了一面墙 老寡妇碰的一声 撞在上面 再次倒飞回去 城隍令再一次保护了我 但她散发的光芒 也变弱了一些 老寡妇看向我的眼神 更加怨恨了 她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我 一次又一次地 被城隍令挡了回去 待到城隍令 变得暗淡无光时 老寡妇的身形 也变得虚幻起来 她已经快要不行了 我不知道 城隍令和老寡妇 哪一个会先坚持不下去 但我知道 这场战斗赢的一定是我 因为我手里还有更厉害的昆雾刀 我再次劝老寡妇 别撑着了 去阴间找你老公和孩子吧 也许你们下一辈子 没法继续在一起 但至少在黄泉路上 还能再聚一聚 说不定 他们正等着你一起上路呢 老寡妇露出惨淡的笑容 我说了 不能和她再做夫妻 我宁可魂飞魄散 也不愿去地狱 受那无穷无尽的惩罚 老寡妇再次起身 我用力握紧城隍令 原本已经非常暗淡的城隍令 再一次亮起丝丝光芒 然而老寡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冲上来 她张开双手 食指与无名指捏在一起 像是掐了某种法绝 她对我说道 我知道今天杀不了你 但你坏了我的好事 我也不会就这样放过你 听到老寡妇的话 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要做什么 我要诅咒你 老寡妇身上 那件华丽的花衣上随风飘动 上面挂得金银相互碰撞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老寡妇犹如一只七彩鸟 飞到了空中 此刻的老寡妇 正如王小花之前形容的 第一次结婚时的模样 美貌惊人 可我此刻的感觉 却是如坠冰窖 我凭空生出一股恐惧感 我感觉自己的胸膛 好似附上了一层冰 冷得我喘不上气来 老寡妇的身形越来越淡 她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 两行青泪从她的眼中落下 她望着天空 喃喃道 永别了 我的爱人 老寡妇的身形 犹如烟花 在空中绽放 七彩的光芒洒落一地 待到光芒消散 一切重新安静下来 只剩下寂静的夜 以及我粗重的喘息 我胸前的冰冷逐渐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灼烧感 我解开上衣的扭扣 然后在自己的心脏部位 看到了一个纹身 是一朵盛开的丁香花 这用手摸了摸 擦不下去 透过阴阳眼 我能看到丁香花纹身中 满满的都是煞气 我想用阴阳眼 把其中的煞气吸收掉 可不知为什么 始终无法成功 好在与老寡妇交手 染上的煞气能够吸收 我之前几乎无法动弹的手 已经能够重新活动了 我死里逃生 此刻没了危险 精神忽然放松 一下没了力气 干脆坐在地上缓缓身 过了不知多久 我听到了焦急的呼喊声 呆子 你在哪 是林小璐的声音 我大声呼喊 小璐姐 我在这 不一会儿 林小璐就出现在我面前 她跑到我面前 双手抱着我的肩膀 上下打量 呆子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笑着说 没事 没缺胳膊 也没少腿 我问她 卢哥呢 在村外照顾张峰呢 想起张峰的伤 我挣扎着起身 快送她去医院 林小璐扶着我 走出了村子 村里的女人们 都恢复了正常 与自家的男人们 会合在了一起 村里的男人们 都不敢看我 一个个地撇过头去 我们与卢星医会合 一起把张峰抬上了车 卢星医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医院 因为挂念着张峰的伤势 我们三人一路上无言 为了救人 卢星医一连闯了好几个红灯 赶到医院后 张峰被送进了急救室 二十分钟后 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张峰没什么大碍 只是脑部受到重击 导致了昏迷 医生给他做了核瓷 脑部没有出血 至多有些脑震荡 等醒来后休养一段时间 应该就无碍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我忍不住地松了口气 张峰是我喊来的 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得懊恼一辈子 卢星医问我 我离开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后面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听到村民背叛我时 林小璐脸上的表情 冷如寒霜 他气得发抖 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 竟然敢这么对你 我饶不了他们 说着 林小璐就要回去 找村民们算账 我赶紧拉住他 瞅得爆 但不能这么冲动 尤其是林小璐 每次发怒的时候 极容易犯病 小璐姐 老寡妇魂飞魄散前 在我身上下了一个诅咒 你帮我看看 我解开衣服 露出了丁香花纹身 林小璐看到后 吓了一跳 急忙到 这是女儿国的诅咒 之前林小璐 帮我向十三局 询问老寡妇那身衣服时 曾经看到过 丁香花纹身的介绍 不过十三局 给的资料并不详细 她拍下照片 发给了冯姐 冯姐回话说 她立即着手调查 有消息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当天晚上 张峰就醒了 她联系了警局 把自己遇袭的事情上报 除此之外 她还举报杏花村 私制烟花爆竹 这本是我们 答应村长 不会说出去的事情 但她后来这番作为 怎可能还会帮她 袭警家私制烟花爆竹 以及之前村里的 急起命案 杏花村好一段时间 都别想平静下来了 我本以为 这样的报复已经足够了 可万万没想到 林小璐比我更要记仇 几日后的一天清晨 我按照往常的习惯 在小区门口等林小璐 一起去吃早饭 林小璐是个守时的人 可这一次 我等了半个多小时 也没见到她的人影 电话打不通 我以为她睡过头了 就自己先前往查管 谁知道了查管 我惊讶地发现 查管大门上的锁 被打开了 有查管钥匙的 只有我和林小璐 我推门进去 刚好看到半头白发的林小璐 正拿着一颗药丸 往嘴里送 林小璐服完药 跟我解释说 她清晨犯病 就先赶快吃药了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 只是觉得 她这次犯病的间隔 比一网短了些 很担心她的药不够用 直到几个月后 我听说一件事情 才知道 那日发生了什么 在一次与客人的闲聊中 客人告诉我 杏花村前几个月闹鬼了 有一个白发魔女 冲进了村子 用一根铁棍 把全村16岁以上男人的腿 全都给打断了 一个也没放过 接下来100天 安德大大小小的医院 骨科病房就没空闲过 杏花村的事情 结束后一周的时间里 我一直待在茶馆 等着13局给我消息 在此期间 我自己动用了一些 阴伤的手段 试图将胸口上的 丁香花纹身驱除 但都以失败告终 丁香花纹身 好似长在我的肉皮上一样 我猜测 就算我很心用刀子 把这块皮肤割下去 也无法让纹身消散 我很是好奇 老寡妇临死前 给我下了什么诅咒 我记起之前 被老婆拿斧头砍 被张峰救下来的 杏花村村民 胸口上 也有一枚丁香花纹身 然而 等我跑到医院找到她 她身上的丁香花纹身 却是不见了 如此 我连一个可以参考的 对象也没有了 有了纹身的第八天 我实在是在茶馆里 憋不住了 于是跟林小璐说了声 想要自己出去溜溜 林小璐一开始不同意 后来大概觉得 我继续待在茶馆里 能憋出病来 点头同意了 不过她要跟着我一起去 我问她 今天游戏里没活动了 林小璐的回答 让我很是意外 我已经有一周 没有玩游戏了 这个回答 简直比太阳 从西边升起来 还要稀奇 我伸出手 摸了摸林小璐的额头 不烫啊 我故意板起脸 质问她 你是谁 你把林小璐 藏到哪里去了 林小璐拍了我一下 讨厌 她很是愧疚地对我说 从长安回来后 如果不是我沉迷游戏 没有跟着你一起去新花村 你也不会重诅咒 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玩游戏了 我哑然失笑 从林小璐的表情不难看出 她是认真的 可玩游戏是林小璐最大的爱好 怎么能因为我就扔掉呢 我安慰她 你不用感到愧疚 我既然从师父手中接过了茶馆 就必须尽快成长起来 不能丢了阴伤的名头 如果我一直被你保护 又怎么会成长呢 林小璐眼睛泛红 可因为我的任性 你都受伤两次了 眼见林小璐要哭 我一下慌了神 我还是更习惯 那个霸道一些的小璐姐 我拉起她的手 走出了茶馆 走走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 你请我吃一顿大餐 我就原谅你了 林小璐当了针 拉着我来到一家 高级餐厅的门前 我有些傻眼 餐厅的牌子 好像是法文 这餐厅一看就很贵 我正准备打退堂鼓 林小璐用力把我拉了进去 进去了 姐姐请你吃法餐 餐厅里的人不多 有一个穿着燕尾服 十分帅气的外国小哥 正在演奏钢琴曲 餐厅里的食客 大多都衣着华丽 哪里像我和林小璐 一个穿着风衣 一个穿着羽绒服 与餐厅的氛围格格不入 服务员走了过来 分别将菜单递给了我和林小璐 林小璐大气地说道 呆子 你随便点 甭管多贵 姐姐请啊 我想着来都来了 品尝一下抑郁的美食也无妨 谁知打开菜单一看 我傻了眼 倒不是菜单上没有中文 而是菜品的价格贵到离谱 一份加了龙虾肉的蔬菜沙拉 就要298 主菜里的牛排 更是接近了四位数 这要是急头白脸的吃一顿 多够我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看着菜单上的价格 我完全没了主意 林小璐看出了我的窘迫 直接帮我做了主 等到服务员收走菜单离开 林小璐打拒我 你现在赚到的钱 天天在这吃都行 林小璐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我接手茶馆后 的确是赚到了不少钱 可能是我以前穷怕了 花钱还是跟接手茶馆钱一样 能省就省 林小璐扑斥一笑 别这么严肃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要真顿爆发壶那样 姐姐才真看不起你呢 服务员开始上菜 第一次吃法餐 我很是不习惯 刀叉都用不利索 林小璐像是幼儿园的老师 非常耐心地教我 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 听着优美的钢琴曲 在这高档的环境 对面还坐着一个 回头百分百的美女 怎么看都像是一场 精心准备的约会 我和林小璐一边吃一边聊天 聊得很是开心 我讲了两个 最近在网上看到的段子 逗得她咯咯笑 马上要吃饱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 隔壁桌的女人站了起来 女人对面的男人问道 亲爱的 你要去卫生间吗 女人并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向我走来 我看到女人的眼神 有一些呆滞 仿佛是湿了神 她的手中拿着切面包的餐刀 快步来到了我面前 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种 不妙的感觉 女人的模样 像极了在杏花村时 那个拿斧头砍老公的女人 我下意识地起身 谁知面前的女人 忽然加快脚步 她举起手中的餐刀 向着我的脖子砍来 千军一发之际 林小璐出了手 她一把握住女人的手腕 用力一扭 餐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女人的男伴赶紧冲了上来 搂住差点被林小璐推倒的女人 她显然也被刚刚那一幕吓到了 慌张地问道 亲爱的 你在做什么 女人回过了神 一脸的迷茫 她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地上的餐刀 面色发白 我 我做了什么 林小璐有些恼怒 正于开口 却被我拦了下来 跟她没关系 我暗中指了指胸口 也就是丁香花纹身的位置 刚刚女人向我走来时 我分明感觉到 胸前有一点冰凉 这是诅咒的效果 小璐姐 我们先离开 我跟林小璐结账离开餐厅 向着茶馆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 我胸口一直有冰凉的感觉 我观察四周 有不少原本视线 不在我这的女人 忽然扭头看向我 眼神呆滞 如果不是我走得快 我毫不怀疑 这些女人会向我杀来 回到茶馆 我和林小璐都松了口气 林小璐皱着眉头说道 这诅咒好诡异 竟然能控制你身边的女人来杀你 我打句道 没关系 只要她控制不了你 那我就是安全的 正说着 林小璐的表情忽然就变了 她如同餐厅里来 刺杀我的女人一样 眼神呆滞 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扭头就要跑 开玩笑 这可是 能一个打十个的林小璐 她要是杀我 十条命 我都活不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林小璐扑斥一声 笑得前仰后合 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林小璐 我才惊觉她 是在逗我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有气无力地说道 小璐姐 你别这样 你知不知道 人吓人 是会吓死人的 林小璐见我真的被吓到了 吐了吐舌头道歉道 刚刚看你太紧张 想缓和一下气氛 我哑口无言 气氛的确是轻松了许多 可我怎么感觉自己 比刚才还虚弱呢 林小璐非常自信地对我说 放心吧 你胸口的诅咒虽然诡异 但她也就能控制普通人 像我这样的阴人 她是没办法控制的 说着 她语气又重新变得严肃起来 最近 你还是别出门了 茶馆先歇夜 等十三局来了消息 再做决定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几天时间 我吃住都在茶馆 林小璐把二楼的房间让给了我 晚上睡在她的床上 我总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一天夜里 我睡得正香 屋门被推开了 我一个机灵赶紧起床 下意识地握住了 压在枕下的昆乌刀 别怕 是我 我苦笑着说 小璐姐 你怎么半夜来了 林小璐没有立即回答我 而是指着枕头说 你睡觉竟然流哈喇子 我脸蛋发烧 赶紧许诺 明天我就写 林小璐哼了一声 把她的电脑椅搬到床边 然后掏出了手机 十三局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你看看 一听是正事 我的困意一下就消散了 我从林小璐的手中 接过手机一看 屏幕上是一份长长的资料 这是关于女儿国的资料 上面详细讲述了 女儿国的历史变迁 女儿国诞生于公元六百年左右 与唐朝建朝的时间十分接近 这是一个位于如今恶省的小国家 整个国家在最昌盛的时期 人口也没有超过十万 连如今的一个小县城都比不上 女儿国诞生的原因 十三局没有查到 不过找到几条有关的传说 传说之一 是女儿国第一代国王 曾经是随朝公皇帝杨广的妃子马妃 马妃深受杨广的喜爱 因此被皇后萧氏所怨恨 为了保住自己皇后的地位 萧氏找来一名巫师 偷偷给马妃下了一个诅咒 诅咒他和他的后代 生生世世都生不出儿子 诅咒生效了 马妃一连给杨广生了三个女儿 这让杨广很不高兴 从此马妃失宠 被贬出了皇宫 连同他的家族和庸人 一同发配边疆 到了边疆 马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 这个国家最初的名号为西凉 马妃建立国家不久后 整个国家爆发了一场瘟疫 奇怪的是 生病的都是男人 女人不管老少 全都没事 那场瘟疫 让整个国家的男人全部死光 为了维持人口 马妃只能下令昭叙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不管招来的女婿多么健壮 只要她的妻子怀孕 女婿必死无疑 更诡异的是 女人们生下的孩子 亲一色的女孩 从那之后 西凉国渐渐被称之为女儿国 根据十三局给的资料 女儿国在唐朝建立后 成为了唐朝的附属国 受唐朝保护 因此一直国泰民安 期间国内也发生过不少事情 其中影响最大的 当属国师自杀一事 国师在女儿国内的地位很高 仅次于国王 他们是因人 能够与鬼神沟通 因此不管是求风起雨 还是祭祀讨福 都是由国师来完成的 可有一代的国师 因为爱上了外来的书生 与国王决裂 最终自杀殉情 这个故事在信花村时讲过 就不多赘述了 国师死后 他的传人害怕被国王报复 逃离了女儿国 不知所踪 没了国师的女儿国 接连几年大汉 开始走向没落 后来唐朝几经起伏 最终走向灭亡 女儿国失去了唐朝的保护 被周围的国家侵略 最终灭国 国家虽然没了 但女儿国的传承 却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在往后千年的历史中 他们曾经组成过村落 城邦维系到现代 根据十三局的调查 女儿国的后人 在百年前成立了一家公司 至今已是做大做强 发展为横跨房产 医疗 互联网等十几个行业的 综合集团 看到资料上面公司的名字 我愣了好一会儿 西凉集团 林小璐把手机拿过去 然后打开下一份资料 第二份资料介绍的是 一键法器 这是一个玉雕的琉璃瓶 雕刻的图案 是一个在树叶下 用双手接露水的仙女 林小璐说道 这是仙女启露瓶 是女儿国从建国流传至今的法器 根据十三局的调查 必须用仙女启露瓶中的仙露 才能消除你胸口的诅咒 我询问道 这件法器现在在哪 不知道 不过既然是女儿国的传承 找到她们的后人 应该就能打听到 我现在知道 林小璐给我看第一份资料的意义了 想要找到女儿国的后人 就要去女儿国有限责任公司去打听 女儿国的后人当中 也有阴人受十三局的管辖 在卢姐的搭线下 西梁集团的董事长 答应与我们见一面 我们提前通了一个电话 我得知 这个董事长名叫梁磊 梁磊告诉我 最近集团新成立了一个下属公司 她正忙于此事 如果我去找她 就来分公司 我记下了地址 是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摩托 至于分公司的名字 叫做女儿国护鱼 我和林小璐第二天就出发了 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 林小璐订了飞机的头等舱 因为不是长途飞行 头等舱中只有我们两人 几乎算是包场了 飞机落地后 我们两人打车赶到了女儿国护鱼 一进门 我就有一种花眼的感觉 整个公司全部都是女员工 而且颜值非常的高 随便拉出一人都是模特级别的 甚至有几人颜值身材 不输当红女明星 正当我看得暗爽 林小璐的手伸了过来 她把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 小声问道 好看吗 我下意识地说了声好看 结果被林小璐扭住了耳朵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急忙求饶 小璐姐 疼 快松手 林小璐哼了一声 再次问道 好看吗 没你好看 林小璐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了手 报出我们的身份后 前台妹子带着我和林小璐 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我见到了董事长 或者说女儿国这一代的国王 梁磊 从我之前查到的资料上看 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可真正见面 我发现岁月完全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说她只有三十岁我都信 如果你们想象不出来 可以想一想林志玲的样子 一见面 梁磊就对我伸出了手 你就是殷商传人张贤吧 一句话就暴露了梁磊的殷人身份 我与她握了握手 好奇地问道 你知道我 梁磊笑着回答 你拜师的事情 整个阴形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可惜我与你师父没有什么交情 未能前去观理 很是遗憾 我知道这是客套话 不过对方愿意向我示好 接下来就好谈了 梁磊请我和林小璐坐下 他亲自给我们泡了茶 尝一尝 这是我出差去武夷山亲自采的茶 虽然味道可能没有你们茶馆的好 但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饮了一口 味道真的很不错 接连夸了几句 客套话结束 我们开始聊正题 梁姐 我厚着脸皮喊了一声简 虽然梁磊的年龄 我该喊阿姨的 但面对这张年轻到过分的脸 我实在是喊不出口 我中了你们女儿国国师一脉的诅咒 让我看一下 我解开衣服 露出了胸口的丁香花纹身 梁磊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点了点头 的确是国师一脉的诅咒 我把衣服穿好 对梁磊说 梁姐 十三局告诉我 能解开这个诅咒的 只有女儿国一脉流传下来的 法器仙女启露瓶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梁磊打断了 张贤先生 我个人很愿意帮助你 但是 我心中咯噔一跳 难道梁磊要拒绝 梁磊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能解开你身上诅咒的 不是仙女启露瓶 而是用仙女启露瓶生产出来的仙露 这仙露产出极为困难 几乎每五十年 才能产出一瓶 实不相瞒 仙露妙用极大 我们西凉集团中的制药公司 和化妆品公司 都需要它做原材料 制作一些特别高档的产品 如果给你一部分 会对集团的生意 产生极大的影响 女儿国传承至今 已经没有了国王 而是和其他企业一样 建立了董事会 我虽然是董事长 但想要动用仙露 需要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 在十三局的资料中 我已经了解到 西凉集团的生意 做得有多大 其中最赚钱的 就是制药和化妆品公司 让我出钱 弥补这两家公司的损失 我是万万出不起的 这件事情不好强求 我看了林小璐一眼 准备放弃 国师一卖的诅咒虽然厉害 但华夏这么大 总会有其他高人能够解决 实在不行 我再回长安一趟 求成皇神寄信帮忙 林小璐看懂了我的眼神 与我一起起身 梁姐 既然不方便 我也不好强求 打扰你了 我正要离开 梁磊忽然起身拦住了我 张贤先生 你先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 这事也不是没有转机 听到梁磊的话 我拉着林小璐 重新坐了回来 我心思流转 大概猜到了 梁磊是什么意思 把先路借给我 对他来说 可能的确很难 但只要我帮他 达成某个目的 也不是不能给 他先意后扬 应该就是这个目的 我心中有了数 也就不急了 等梁磊把话说完 梁磊原本应该是想 等我先开口问 可等了一会儿 我稳坐泰山 他大概是知道 我看穿了他的把戏 于是也就不卖关子了 张贤先生 我代表西梁集团 代表所有女儿国的后人 想和你做一笔交易 我让自己的语气 保持平静 这个时候谁更急切 谁就容易丧失 谈判的主导权 什么交易 梁磊抿了名嘴唇 说道 其实我们这些 女儿国的后人 也都受到了诅咒 我立即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是只生不出男孩 根据十三局提供的资料 女儿国的国民 只能生女儿 不能生儿子 梁磊摇了摇头 这的确是诅咒 但不重要 我们女儿国的后人 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我恍然大悟 你指的是 你们女儿国后人怀孕后 丈夫会死的诅咒 对吗 对 梁磊叹了口气 问我 你们可知 当初国师在女儿国地位 那么崇高 国王为何在知道 国师对书生动情后 毅然决然地将书生杀掉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思考过 林小璐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是怕国民效仿 梁磊点了点头 没错 对于女儿国的国民来说 爱情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一旦对男人动了真心 怎会舍得对方为自己去死 如果国民效仿国师 人人追求爱情 那还有谁生孩子 为女儿国繁衍后代 不出几十年 女儿国叫灭亡 所以对于女儿国的后人来说 真正的诅咒 不是生不出男孩 而是无法拥有爱情 她喝了口茶 问我们 进这家公司时 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美女 我点了点头 因为看美女 我还被林小璐拧了耳朵 你们猜猜 这家全是美女的公司 是做什么的 梁磊没有真的让我们猜 她直接说出了答案 表面上是培养艺人 主播 网红 实际上 这些艺人都是我们精挑细选 为培育下一代选拔出来的准妈妈 听完梁磊的解释 我的心中一惊 一个男人 如果让女儿国的后人怀孕 那他会因诅咒死掉 我敢打赌 99%的男人 如果提前知道这件事 他肯定会撒腿就跑 如果没有提前告知 那岂不是谋杀 林小璐也想到了这一点 直言道 据我所知 你们女儿国的英人 是受13局管辖的 13局怎么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梁磊的回答 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因为兔子急了会咬人 不让我们生孩子 就是断了女儿国的传承 我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监管 受监管的英人 总比不受监管胡作非为的强 这个道理 我想你们应该能明白 当然 与我们交配的男人 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有的是本身患有必死的绝症 有的是罪大恶极之人 我们还是有良心的 不会故意去害无辜的好人 女儿国与13局的约定 我兴趣不大 我更想知道 梁磊要与我做什么交易 梁磊继续往下讲 这些年来 我们女儿国的后人 人口一直维持在一千人左右 虽然比起唐朝时 少了太多太多 但好在没有灭绝 传承还在 这一千多年来 女儿国的后人们 一直苦寻破解诅咒的方法 我们寻过许多阴行高人 其中不少是那个时代的名人 但每一个人 都是束手无策 四百年前 也就是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当时女儿国的一名族人 前往女真族的起源地 也就是如今的黑省一带 找到一个女真族的萨满 传说多尔滚灭名入关 曾经得到过她的指点 这位萨满给了我们一个预言 林小璐没忍住 追问道 什么预言 梁蕾解释道 那位萨满说 诅咒已经深入 我们女儿国国民的血脉 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但每多一代 诅咒的效果就会弱上三分 在未来某一年 某个女儿国的国民 体内诅咒会削弱到极点 她会意外淡下一个男孩 只要我们能保住这个男孩 让她活到成年 从她的后代起 诅咒就会彻底消失 萨满还说 这是我们女儿国破解诅咒的 唯一机会 如果这个男孩死掉了 除非女儿国的后人死绝 否则诅咒会一直笼罩在 我们的头顶 永久不散 梁蕾深吸一口气 神情凝重地对我说 十三个月前 我们族中有一个女孩 淡下了男孩 萨满的预言 实现了 我和林小璐对视一眼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惊奇 我大概猜到了 梁蕾所求之事 询问道 孩子的情况 不太好吧 梁蕾露出苦涩的表情 很不好 她八个月早产 生下来就进了保温箱 我们找了最好的科医院 花了很大的代价 才让她活了下来 然而 这才只是开始 这个孩子身体非常非常虚弱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有可能要她的命 为了让她活下去 我雇佣了医护人员全天待命 还用了阴人的手段 保她安全 可即便如此 她情况依旧很差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她的体质 她肯定活不到成年 林小璐开了口 所以 你想让我们保她到成年 梁蕾用力点了点头 整个阴行都知道 白小生茶馆的阴伤 有着其他阴人不具备的神奇手段 说不定 你们会有办法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恳求 张贤先生 只要你保住这个孩子 别说是仙禄 就是把生产仙禄的法器送给你 都可以 从梁蕾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她是认真的 我心动了 但没有立即答应下来 毕竟我还没有见过孩子 不知道孩子的具体情况 贸然答应下来 若是做不到 岂不是败了殷商的名头 先让我见见孩子 好 梁蕾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请两位先入住我们集团旗下的酒店 明日我亲自去接你们 与梁蕾约定好 明天再见面后 梁蕾找来刚刚带我们来办公室的前台小姐姐 让她开车 带我们去集团旗下的酒店休息 车走到半路等红灯的时候 小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亲爱的 我现在要送客人去酒店 对 就是华美街的那家 你要不打车过去 马上就下班了 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好不好 车停到酒店门口 我看到门前站着一个帅小伙 手里拿着鲜花 冲着架势位上的小姐姐招手 我发现 两人看对方的眼神 都充满了爱意 小姐姐跟我们说了声抱歉 跑上前让男人再等她一会儿 然后带着我和林小璐 去酒店办理入住 走到酒店前台 小姐姐问我们 请问 你们是情侣吗 我正想说不是 林小璐却抢先道 给我们订个商务标间吧 小姐姐眼神里满是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帮我们取得了房卡 她带着我们来到了房间门前 将房卡交到我手中 一同交到我手中的 还有一张名片 您是我们公司的贵客 如果有什么需要 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保证24小时在线 我笑着说 你男朋友在楼下快等急了 快去吧 小姐姐羞涩一笑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林小璐忽然问道 你的男朋友 是公司安排给你的吗 小姐姐摇头 不是 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 女儿国的后人 不是没办法追求自己的爱情吗 这和梁磊说的 好像有些不一样 小姐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问 解释道 我已经完成了公司交代的任务 孩子 叫由公司来抚养 至于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在确定恋爱关系前 我骗他说 我身体有先天缺陷 不能生孩子 他说没关系 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没有孩子 他也愿意 虽然骗他不对 但我不想一辈子都孤单一人 小姐姐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这样的思想 很多族人是无法接受的 毕竟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能像我这么狠心 为了追求爱情 舍弃自己的孩子 而且不在乎妻子 无法生孩子的男人也难找 因此 还是希望你们能解决 我们一族的诅咒 说实话 我很想拥有一个 属于我们的孩子 说完 小姐姐向我们深深居了一躬 小姐姐离开后 我和林小璐进了房间 这是五星级酒店 即便是商务标间 也非常宽敞 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 中间只隔了一个床头柜 一想到晚上 我和林小璐紧靠着睡 我的脸蛋不由得有些发烫 林小璐拍了我一下额头 想什么呢 她瞪我一眼 解释道 你身上毕竟有诅咒 你不带在我身边 我不放心 我心中感动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表达自己的心情 林小璐伸了个懒腰 从衣橱里取出酒店 准备的御医 我先快去洗澡 她走进浴室 又走了出来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许偷看 我当然知道自己 不能偷看女孩子洗澡 可偏偏卫生间的墙壁 是用磨砂玻璃做的 虽然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却能看到林小璐的 曼妙的身体轮廓 我看到林小璐 做出脱衣服的动作 随后没多久 卫生间里 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脸 但我肯定 此刻自己一定是面红耳赤 我扭过头去 但哗啦啦的水流声 让我心跳不断加快 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 转过头去 看吧 她发现不了的 这忽然冒出的想法 令我口干舌燥 此刻我终于理解了 在网络上 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 男人的本质 是老色皮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房间 出门透气 一直到林小璐 穿着睡袍出来找我 当她看到 站在安全通道窗边 望着外面发呆的我 忍不住扑斥一笑 呆子 没想到你这么证人君子 你真该找个女朋友了 她把我拉回房间 让我赶紧去洗漱 等我洗漱结束 发现林小璐 已经非常香甜地睡着了 我给她盖好被子 自己也沉沉睡去 第二天等我醒来时 我看到林小璐 已经穿好了衣服 盘坐在床上 双手捏着某种法绝 正有规律地做着吐息 她的模样 与在华山山顶时一模一样 我心中好奇 这是在修炼吗 我问过林小璐 这世上 是不是真的有人能修炼成仙 林小璐笑着让我以后 少看点小说 修仙只是传说 不过的确有不少因人 通过修炼 能做到普通人 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可惜林小璐说 我没有修炼的天赋 否则 我真想学一学 看了一会儿 林小璐丝毫没有醒来的意思 我出门找到酒店的服务员 让他帮忙弄点早餐过来 半个小时后 林小璐睁开了眼睛 服务员也推着餐车来敲门了 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早餐很好吃 林小璐这个大胃王吃完了一份 又要了第二份 我一直很纳闷 林小璐这么能吃 是怎么保持好身材的 乃像我 自从搬来茶馆 整日陪着林小璐 一起吃吃喝喝 这一年的时间 已经胖了五六斤 刚吃完早饭不久 梁磊打来了电话 他说他已经在酒店门口了 我和林小璐下楼 酒店门口 停着一辆劳斯莱斯 酒店服务生 帮我们打开车门 梁磊坐在里面 还真有大集团董事长的风范 上了车 梁磊问我们 昨晚休息的好不好 总之都是一些客套话 等车再次停下时 我发现自己 来到了一个高档的别墅门前 别墅门前有两个保安 他们身材健硕 面孔严肃威严 一看就是恋家子出身 我们下了车 别墅门打开 有两个护士装扮的女人 拿着消毒器走了出来 梁磊用抱歉的语气 对我们说 孩子身体虚弱 所有人出入 都要进行全身消毒 不好意思 我表示能够理解 任由护士往我身上 喷洒消毒水 消完毒 护士还递给我一副脚套 所有步骤做完 我终于是走进了别墅 别墅的装饰 格外的与众不同 白墙白瓷砖 有好几个医生护士装扮的人 正在研究病例 恍惚间 我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某家医院 昨日梁磊跟我说过 他雇佣了医护人员 24小时待命 可我真没想到 他竟然雇佣了这么多人 这简直能称作专家团队了 梁磊做了得请的动作 孩子在二楼 两位请跟我来 在梁磊的带领下 我和林小璐 见到了女儿国千年来 第一个诞生的男孩 男孩躺在洁白的病床上 有两名护士悉心照料 我们进屋时 他已经睡着了 睫毛很长 随着呼吸一跳一跳的 这个孩子很可爱 可当我看清他的身体时 心狠狠地颤了一下 孩子脖子以下的皮肤 纱白纱白的 而且呈半透明状 皮肤下青紫色的血管 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模样 就像一个琉璃雕刻的娃娃 一不小心就会摔碎 这孩子十分瘦弱 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肉 昨天梁磊说 他已经出生十三个月了 可从外观上看 他只有正常孩子 六个月的大小 孩子身上 还有插过管留下的痕迹 不难想象 幼小的他 曾经受过怎样的痛苦 梁磊眼睛泛红 一个月前 他差点就夭折了 林小璐问道 孩子叫什么名字 希望 梁希望 梁磊的回答 让我深有感触 这个名字 寄托着女儿国千年来 唯一的希望 或许是怕我们在这交谈 吵到孩子睡觉 梁磊压低声音 跟我们商量 我们出去说吧 来到别墅的会客厅 梁磊请我和林小璐坐下 他双眼充满期望地问我 张贤先生 你有办法吗 维持性命的手段 因伤自然是有的 比如 之前救治赵医生的长明灯 但梁磊的要求 是让孩子活到成年 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一时半会儿 我还真想不到 有哪件鹦鹉 拥有如此逆天的效果 归根结底 还是孩子的身体太差了 想要让孩子活下去 改善他的身体状态 才是治本的方法 我没有急着回答梁磊的问题 而是问道 我来之前 你都请过谁 梁磊一连爆出十几个名字 都是阴行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这么多厉害的人都无能为力 可见事情有多么的棘手 等梁磊说完 我问他 没有亲鬼一王牧吗 据我所知 阴行中医术最好的 是鬼一王牧 之前救治赵医生时 我亲眼见到了他的本事 王牧亲自对我说过 普天之下的疑难杂症 除了林小璐的寒症 他根治不了 其他疾病 就算是阎王亲自来接人 他也能把病人 从鬼门关抢回来 找过了 梁磊神情黯淡 鬼一说 孩子生来带着诅咒 这不是身体上的疾病 不在他的救治范畴 我犹豫了 连王牧都说不行 那我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了 正当我准备委婉拒绝时 林小璐开了口 请过少郎中许强吗 听到这个名字 我不禁回想起拜试验时 坐在第二桌上的 那个中年男人 姑姑跟我说过 与黑鸭组织恩怨最深的 其实不是我们殷商 而是少郎中 少郎中与黑鸭 从宋朝都到现代 两家恩怨积累甚深 也找过 我们曾拿重金相求 但许强先生 已经金盆洗手 拒绝了我们 少郎中 是殷刑中一个 非常特殊的门派 从他们的婴生来说 少郎中和鬼异一样 都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区别在于 鬼异百无禁忌 不管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还是古希茂蝶的老人 他都救治 而少郎中 只就孩子 只要病人成年 哪怕只成年了一天 少郎中也不会出手救治 我曾经因为好奇问过林小璐 鬼异和少郎中 哪家医术更高超 林小璐是这么回答的 成年人生病求医 找鬼异肯定没错 但鬼异救不了的孩子 宋少郎中 那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 林小璐拉了拉我的衣角 给了我一个眼色 我当即对梁蕾道 梁姐 我们先商量一下 再给你答复 你看可以吗 梁蕾说了声好 主动退出房间 等到门关上 我对林小璐说 小璐姐 茶馆里没有能保孩子 活到成年的鹰雾 林小璐点了点头 孩子身受诅咒折磨 身体状况太差了 如果没办法 让她的身体硬朗一些 再厉害的鹰雾 也保不住她 林小璐也这么说 看来这笔交易 是做不成了 要不就回绝了吧 我身上的诅咒 再想想别的办法 林小璐笑着说 别放弃啊 我又不是说 没有其他办法 我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你是说 少郎中 可梁姐刚刚不是说了吗 少郎中已经金盆洗手 不会再出山了吗 林小璐神秘一笑 她请不动 可不代表你请不动 我一头雾水 我可不觉得 刚刚入行不久的自己 有那么大的脸面 林小璐见我不明白 跟我解释道 首先 许叔跟老爹的交情很不错 你记不记得 老爹留给你的本子上 就有许叔的联系方式 我回想本子上的那些联系方式 的确有许强的名字 其次 冲你是阴商传人 许叔也会帮忙的 我立马醒悟过来 少郎中与黑鸭是世仇 而黑鸭覆灭师傅是手工 对于少郎中来说 这就是人情 甚至是恩情 林小璐说道 两磊花重金办不到的事 你一分钱不花就能做到 知道老爹为啥 把他的人脉介绍给你了吗 这叫千金不如人情重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背靠大树好诚良 要不我给许叔打个电话试试 师傅留给我的联系方式 我都拍照存进了手机里 即便没带本子 也能联系上许强 林小璐想了下 你跟许叔只有一面之缘 估计待会电话打通了 你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 这样 你先给黑爷打电话 金门的黑爷 对啊 你们不是一起吃过饭吗 黑爷跟许叔关系特别铁 你托他传话 肯定没问题的 黑爷性格幽默 跟他通电话 我心理压力要小得多 我没再犹豫 翻出黑爷的电话号码 打了过去 话筒只嘟嘟了两声 就传来了黑爷爽朗的金门口音 哎 这不是小张贤吗 怎么想起给黑爷打电话了 你是不是到金门了 告诉黑爷 你在哪个嘎啦 正好到了饭口 黑爷请你喝酒去 黑爷的热情 让我受宠若惊 我赶紧解释 我人不在金门 打电话是有事相求 马舍 你说 咱爷们俩投缘 黑爷能帮上忙的 肯定不推辞 黑爷言行如一 我把女儿国的诅咒一事 说给他听后 他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明儿保准 你能见到许强 得到黑爷的保证后 我出门找到了梁磊 把情况告诉了他 听说少郎中能来 梁磊激动的眼泪 都快流下来了 不停地对我说谢谢 他让司机把我们送回酒店 半路上林小璐 让司机把我们送去 最近的商业中心 我们来得匆忙 没带换洗的衣服 林小璐想去逛街 衣服是买到了 但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 在外面吃饭 原因很简单 买完衣服我去结账时 结账的阿姨看我的眼神 忽然就不对了 国事一脉的诅咒 又奇笑了 我和林小璐 狼狈地跑回酒店 不敢再轻易出门 好在酒店里的饭菜也不错 要啥有啥 还是免费的 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候 黑爷打来电话 他们已经到魔都了 我怕出门再惹到麻烦 请梁磊派人去接 我们直接去别墅碰头 一个小时候 我见到了黑爷和许强 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一个我之前 没见过的小女孩 女孩十六七岁的模样 扎着双马尾 穿的还是某所中学的校服 她嚼着泡泡糖 吹起半张脸大的泡泡 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 一见面 黑爷就给了我一个 大大的拥抱 小张贤 我们又见面了 看看黑爷给你带了什么 金门正宗大麻花 我向黑爷问了好 然后干干净净 向许强打招呼 许说 和黑爷一比 许强要严肃得多 事情 我听小黑说了 等会儿我先看看孩子的情况 再跟你说 能不能救 我急忙感谢 许强肯帮忙 我就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与许强打完招呼后 我看向站在他身后的小女孩 仔细一看 女孩的眉目 与许强有几分相像 许说 这是你女儿吗 许强介绍道 是 念情 跟哥哥打招呼 小女孩不情愿地 把吹出来的泡泡 重新吞回去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句 哥哥好 许强有些无奈地说 这孩子 青春期 有些叛逆 后来我才知道 许念情是新一代的少郎中 许强金盆洗手 就是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 把一身本事传给他 黑爷笑着说 以后的英形 是你们这群年轻人的天下 你们可要好好打好关系 别把我们老一辈的人情给败光了 早知道把我徒儿也带来了 我们聊天的时候 梁磊一直在旁边站着 见我们聊完 才开了口 几位 还没吃中午饭吧 我做动 请大家 他的话被许强打断了 先给孩子看病 梁磊巴不得这样呢 急忙做出请的动作 请跟我来 我们再一次见到了孩子 与昨日一样 孩子在睡觉 只是睡得很不踏实 时不时地哼起两声 像是在做噩梦 许强走到病床前 伸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 他俯下身子 仔细地检查 梁磊在一旁站立不安 我猜他 很怕许强说出自己 也无能为力的话 许强足足检查了半个小时 才抬起了头 梁磊迫不及待地问道 许先生 孩子他 许强摆了摆手 说了两个字 有救 这一瞬间 我在梁磊的眼里 看到了光 梁磊热泪盈眶 控制不住情绪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控制不住自己 没有人怪他 千年诅咒终于看到了 破解的希望 换作是我 也绷不住 许强没有急着说明 如何治疗孩子 而是把自己的女儿招上钱 念琴 你来看看 许念琴冲着自己的老爹 翻了个白眼 很不开心地嘟闹 啥时候都忘不了考我 抱怨归抱怨 他还是检查了起来 我看到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 无比认真 丝毫没有之前 不情不愿充满抱怨的情绪 林小璐夸赞道 是个靠谱的人 许念琴检查的时间 比许强要更长一些 但包括两磊在内 谁都没有催促 40分钟后 许念琴抬起了头 许强问他 什么病 许念琴毫不犹豫地回答 恶鬼缠身 许强赞同地点了点头 显然女儿的答案是正确的 不过这个回答 让包括 我在内的其他人 都十分错愕 在场的人 除了在一旁待命的护士 都是阴人 可包括拥有阴阳眼在内的我 都没能在孩子身上 发现鬼缠身的痕迹 黑爷心急口快 最先开了口 强哥 你别卖关子 这孩子身上哪有鬼 我怎么没看出来 许强回答道 鬼藏起来了 你当然看不到 说完 他忽然看向我 盯着我的眼睛 你没看出来 很不应该 我心里咯噔一跳 难不成许强发现 我有阴阳眼了 可我观察孩子时 阴阳眼的确没有发动的迹象 许强很快转过了头 对梁磊说 你去做三件事 梁磊急忙硬道 您说 第一 我给你写一个方子 你找人去配药 第二 去准备一个宽广的场地 只允许阴人进入 第三 去请一些阴人 不需要特殊的本事 会捉鬼就行 人数越多越好 这三件事 你什么时候完成 我什么时候 给这个孩子治疗 梁磊答应下来 好 我这就安排人去做 许强把头转向我 你也要做些准备 我把孩子体内的鬼赶走后 他会变得比现在更加虚弱 你找件能给孩子续命的鹰鹉 至少要保证他百日不死 我说了声好 然后我们各自去做准备 要取鹰鹉 自然要回茶馆 梁磊让人给我买了机票 确保我明天能赶回来 回到茶馆 我在地下室取了一件鹰鹉 不是之前给赵医生的长明灯 要保证 孩子百日不死 长明灯的效果差了些 毕竟长明灯 需要魂魄炼灯油 续命百天所需的魂魄数量 可不是小数目 去哪里找 我取的鹰鹉是人参香 它的外形和人参一模一样 实际上却是能够燃烧的香 人参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鹰鹉 需要超过百岁寿星的魂魄 负在百年以上的野生人参 再经过百年风吹日晒 硬如石头 才能有延年续命的功效 人参香中的魂魄 生前有多少年的寿命 就能保人多活多少天 它的效果比长明灯更好 只可惜 不能像长明灯那样重复使用 因此价格也昂贵得多 师傅给人参香的标价是500万 拿了人参香后 我觉得不保险 干脆把长明灯也拿上了 保险起见 我还带了昆乌刀 昆乌刀没法上飞机 是林小璐给卢姐打的电话 卢姐帮忙联系了机场 然后以工艺品的名义 办理了托运 回到魔都时 梁磊告诉我 给孩子治病的时间 安排在了后天的晚上 西凉集团邀请的殷人 此刻已经都在路上了 接下来两天的时间 黑爷邀请我一起去玩 我很想去 可以想到前天逛街 诅咒发作的情景 我只能委婉地拒绝 黑爷帮忙看了下 我胸前的丁香花纹身 最后表示 这诅咒太过诡异 他也无能为力 不过他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 小张贤 不要慌 还记得黑爷在金门 给你补过一挂吗 你肯定不会栽在这上面 这话让我松了口气 可回想的时候 总感觉怪怪的 黑爷好像话里有话 我没栽在这上面 难道会栽在别的地方 不过 等我回过位的时候 黑爷已经离开了 我也不好意思 再打电话询问 两天时间 我和林小璐 就窝在了酒店里 除了吃饭和睡觉 基本都在一起看剧 中途我问过林小璐 想不想玩游戏 我询问过服务员 酒店可以提供游戏机 我本以为林小璐 一定会很开心 没想到他断然拒绝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把游戏戒掉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很认真 这让我很是愧疚 林小璐戒游戏 是因为我中诅咒这件事 可这明明是我自己 担上的麻烦 跟它没有关系 我说小璐戒你不用这样 但林小璐的态度很坚决 我只好闭嘴不提 第三天傍晚 来魔都第一天开车 在我们来酒店的 前台小姐姐过来接我们 这次目的地不是别墅 而是一个体育场 小姐姐告诉我们 为了不让外人打扰 西梁集团 把整个体育场包了下来 一入体育场 我看到了好多人 我的眼睛开始发烫 在场每个人的身上 或多或少都沾有一些煞气 我惊得张大嘴巴 林小璐也惊叹道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找来这么多阴人 西梁集团可没少花钱 没错 体育场中站着的 都是阴人 我大略地数了一下 差不多是一百人 这是除了我的拜师宴外 我见过阴人数量最多的一次 我试图找一找熟人 但目光扫过之处 都是陌生的面孔 林小璐看穿了我的心思 笑着说 都是些不怎么出名的阴人 参加你拜师宴的那些大佬 西梁集团可请不来 我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师父的面子有多大 此刻我是真实地感受到了 正当我准备收回目光时 还真让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不过这人是我来魔度后 才见到的 小璐姐 你看那人 是不是前台小姐姐的男朋友 林小璐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点了点头 还真是 没想到他也是阴人 既然是阴人 必然清楚女儿国后人身怀的诅咒 如此 这个男人还愿意与前台小姐姐在一起 说明两人是真爱 这个男人也看到了我 主动走上前 来跟我们打招呼 你好 我是梁丽的男朋友 赵青山 梁丽就是前台小姐姐 我伸手与赵青山握了握 他用感激的语气对我说 梁丽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很感谢你 我有些意外地问道 为什么要谢我 赵青山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很清楚梁丽的情况 我们在一起 是没办法要孩子的 虽然为了他我能接受 但内心其实还是很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梁丽嘴上虽然不说 但我知道他也担心没有孩子 以后等我们年纪大了 会感到可惜和孤独 这次如果你真的能解开女儿国后人身上的诅咒 那我和梁丽之间就不会有遗憾了 赵青山说得很真诚 我都有些被他感动到了 我笑着祝福他 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赵青山离开了 我看到林小璐盯着他的背影 眉头皱了起来 小璐姐 你怎么了 林小璐说道 这个赵青山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愣了一下 想不明白林小璐为什么会这么说 林小璐补充了一句 等会儿我来盯着他 我正想询问林小璐 他是如何断定赵青山不是好人的 背后传来爽朗的金门口音 你们来的可真是够早的 我转过头 黑夜和许强妇女走了过来 黑夜和许强还是之前的模样 许念琴却是变得让我险些认不出来 他换了一身黑色的传统服饰 双马尾解开垂在背后 脸上的妆容也比之前淡了许多 许念琴给我的感觉 从小太妹变成了邻居家的乖乖女 见我盯着许念琴 黑夜解释道 今晚的主人公是念琴 我们都给他打下手 我有些惊讶 这么重大的事情 许强竟然让自己的女儿来操刀 说明他对自己的女儿很有信心 我们聊了一会儿 梁磊带着一众女儿国的英人赶了过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推着一个病床 孩子躺在床上 脸上戴着呼吸机的面罩 这一次 孩子是清醒的 只是他硬堂发黑 小脸煞白 眼神呆呆地盯着天空 好像一个丢了活的木偶 梁磊焦急地对许强说 孩子今天又病了 许强快步走上前 仅看了一眼 神情就变得严肃起来 情况有点糟 不能再拖下去了 小黑 你去指导其他英人怎么站位 好嘞 黑爷扯起大嗓门 老少爷们姑娘嫂嫂们 都往这边瞧 别站那么远 受累往这走走 英人们听到呼喊声 纷纷走了过来 不少人知道黑爷的大名 上来巴结问好 黑爷继续扯着嗓子喊 好吗 都认得我 那事情都好办了 大家都听我安排 咱先把位置站好 黑爷带着一众英人 在体育场上绕圈走 他没走几步 就会留下一个人 我仔细观察着 发现黑爷留人很有讲究 似乎暗藏什么玄妙 林小璐最先看了出来 是九宫八卦镇 林小璐指点我 看到黑爷的手了吗 我定眼一看 这才发现 黑爷留人时 左手五指在快速地掐算 黑爷这是在算命 嗯 林小璐肯定地回答道 九宫八卦镇中的每一宫 都要对应上站位者的生辰八字 若是八字不符 阵法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华夏能摆九宫八卦镇的人不少 但能边算边摆的 除了黑爷 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听完林小璐的解释 我才了解到 黑爷有多么的厉害 金门铁蒜子一脉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 我心里有疑问 小璐姐 我以前在书上 看到过九宫八卦镇 相传是诸葛亮发明 排兵不正时所用 这打仗的镇法 怎么会用在这里 林小璐看了一眼许强 见许强没有解释 回答道 许叔叔不是说 孩子被恶鬼缠身吗 我猜这镇法 是为了把鬼困住 我看到林小璐脸上 也有不解的表情 大概他也有想不明白的地方 比如捉个鬼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阴人 黑爷仅用了15分钟 就把射击百人的镇法搞定了 他走回来 对我和林小璐说 就差你们两个了 跟我来 我和林小璐 被黑爷分别安排在 九宫八卦镇的离宫和砍宫 正好相对 在我站好位置 黑爷带林小璐去砍宫时 林小璐忽然伸出了手 把昆吴刀给我 他跟我说这句话时 眼神越过了我 看向我的身后 我扭头一看 发现赵青山 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没犹豫 把刀给了林小璐 等林小璐站好 黑爷招呼梁磊 把孩子推到镇法中央 许强妇女留在孩子身边 梁磊被黑爷安排到 林小璐身边的更宫 黑爷自己 则是留在了我身边的昆宫 一切准备就绪 许念琴开始了救治 病床边有一个背包 是之前许强让梁磊准备的东西 许念琴从背包里 掏出一个铃铛 一包药喝一壶酒 我一眼就看出 那把铃铛不简单 应该是件厉害的法器 许念琴把药包打开 一股浓重的药味飘了过来 呛得我想打喷铁 随后 许念琴又打开了酒壶 闻味道 应该是雄黄酒 他把一包药 全部倒入酒壶 然后重新盖上酒塞 使劲地摇晃混合 办完这件事后 许念琴抬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许强没有说话 点了下头 我看到许念琴 深吸一口气 然后解开了孩子的衣服 我还看到 包括梁磊在内的女儿国后人们 都暗中捏紧了拳头 脸上写满了紧张 许念琴拿起铃铛 放在孩子的上方 轻轻地摇了摇 叮铃铃铃铛响的瞬间 我看到孩子的身上 爆发出一阵黑烟 惊呼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不仅我看到了 在场的阴人们都看到了 黑烟散开 我脚下当即结了一层白霜 我有些不敢相信的喃喃道 这是煞气 从入行开始 我见过不少鬼 越是厉害的鬼 煞气越重 其中最厉害的 当属给我下了诅咒的老寡妇 然而 老寡妇的煞气 和孩子身上冒出的煞气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不少阴人脸上 都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显然他们也没见过这种阵仗 一旁的黑爷打去我 吓着了吧 我看向黑爷 他一脸的淡定 让我不由得很是钦佩 不愧是老前辈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光是这份淡然 我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学到 可没想到的是 当我视线下意时 不经意看到黑爷的小腿 颤了一下 随后 我听到黑爷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骂骂咧咧道 这你们就嫩吗 咋就这么 吓人嘞 我暗暗收回自己的目光 和这黑爷的高人风范 是装出来的 不过这也说明 目前情况 连黑爷都始料未及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孩子身上 忽然间 我的眼睛变得滚烫 有一种被七八十度的热水 泼在眼睛上的感觉 这是我获得阴阳眼以来 反应最强烈的一次 徐念琴晃了一下铃铛 他把铃铛收起来 再一次打开了酒壶 我看到他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一只毛笔 用笔尖沾酒 然后点在孩子的身体上 笔尖碰到孩子身体的瞬间 落笔处再一次冒出了黑烟 这黑烟好像有意识 往徐念琴身上钻 寻常人被如此浓烈的煞气碰到 怕是会被冻成冰棍 然而黑烟刚碰到徐念琴的衣服 就散开了 原来徐念琴身上的衣服 也是一件法器 徐念琴手中的毛笔动了起来 混合了药物的熊黄酒 是棕褐色的 我看到一个个捐秀的文字 出现在孩子的身上 字很小 我看不清楚 隐约觉得是某种经文 随着孩子身上的字越来越多 他身上冒出的煞气也越来越重 正中的因人们动得发抖 而徐念琴的额头上 却是冒出斗力大的汗珠 他挥笔的速度开始变慢 似乎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就在这时 徐念琴用力地咬住嘴唇 鲜血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我看到徐念琴的脚往前迈了一步 我猜 如果徐念琴坚持不住 他会立即上前接过毛笔 浓重的杀气 弥漫到整个阵法 我感觉自己 好像进了冰窖 冷的牙齿打颤 我悄悄看了一眼林小璐 或许现在的情况 和他犯病很像 他站在原地很是镇定 比我的表现要强许多 在这样的环境下 时间过得很慢 明明才过去十分钟 我却有一种 过了一个小时的感觉 原本神情呆滞的孩子 眼中渐渐有了神采 他大声地啼哭起来 哭声在阵中回荡 三分钟后 孩子的身上 已经写满了经文 徐念琴又沾了一点酒 笔尖点在孩子的额头上 就在这时 许强大声提醒道 鬼要出来了 都做好准备 不要放一只鬼出战 阵中的阴人们 皆是精神一震 他们收了钱 就要给人消灾 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法器 严阵以待 徐念琴手中的笔动了 这一次 他没有写字 而是画了一道符 在他提笔的瞬间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孩子身上的蚊子 全部动了起来 像是闻到甜味的蚂蚁 向着孩子额头上的 笔虏爬去 当最后一个字 与笔虏融合在一起 孩子忽然发出一声尖叫 他张大了嘴巴 煞气犹如喷泉 从他的嘴巴里喷了出来 足足有十米高 快回来 许强冲到女儿身前 连拉带拽地 把他拉入阵中 刹那间 鬼哭狼嚎声 响彻整个体育场 我分明看到 数不清的鬼 从孩子的嘴巴里钻了出来 这些恶鬼 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却被黑夜布下的 九宫八卦阵拦了下来 不过是喘口气的空荡 我的头顶上 最少已经聚集了 三百只恶鬼 而且数量 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 死 我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会这么多鬼 这情景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万鬼夜行 一时间 九宫八卦阵中的阴人 没有一个不慌乱的 黑夜冲许强大声地喊 这是什么情况啊 许强解释道 因为女儿国诅咒死的男人 没办法去阴间报道 全都被束缚在 女儿国后人的身上 一代代地积攒了下来 最后全聚集到 这个男孩身上了 大家别怕 大部分鬼都只剩下怨念 只有近两百年死掉的人 还留有阴魂 我定眼一看 果不其然 大部分的鬼 都是怨念所化的鬼影 只是看起来比较吓人 许强大声喊道 不要放走一只 否则这个孩子必死无疑 阴人们纷纷行动起来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他们有的催动法器 有的从口袋里掏出浮路 还有的点燃纸前 驱散阵中的怨念 虽然场面吓人 但怨念无主 很容易就会被驱散一空 不过并不是一点危险都没有 怨念中藏着一些恶鬼 他们从孩子身体里钻出来后 拼命吸收空中的怨念 壮大自己 如果不快点解决这些鬼 必然会成大患 其中阵中的女儿国后人 最遭嫉恨 恶鬼扑向他们 恨不得将他们给生死活剥 我看到一只恶鬼扑向了梁蕾 梁蕾被怨念化的鬼影纠缠 没有任何防备 眼见他即将遭难 一道明亮的刀影 将其斩成了两半 顷刻间魂飞破散 出手的是林小璐 他手握坤无刀 犹如杀神将士 再恶的鬼也难靠近 谢谢 梁蕾向林小璐道谢 他的脸上浮现出 劫后余生的表情 如果不是林小璐出手相助 此刻他恐怕已经倒下了 林小璐没有理会梁蕾 而是把目光转向我 喊道 呆子 别愣着 用你的城隍令超度他们 我正由此打算 急忙从腰上摘下城隍令 或许是感应到了 四周浓烈的煞气 不需我任何动作 城隍令便散发出一道光 城隍令一出 阵中的煞气 立即向我汇聚起来 煞气化作漩涡 钻入城隍令中 怨气所化的鬼影 碰到城隍令立即破碎 怨念全无 不少恶鬼 发现了通往阴间的道路 放弃复仇 钻入城隍令中 踏上黄泉路 一旁的黑爷夸赞我 小张弦 好本事啊 城隍令的效果 也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九宫八卦阵中的煞气 就消散了大半 且鬼影全无 最后 只剩下几十只怨念 极重的恶鬼 不愿离去 是要找女儿国的后人报仇 镇中阴人们 没了鬼影纠缠 能够连起手来 对付这些恶鬼 恶鬼虽凶 但在一百名阴人面前 仍旧是不堪一击 十分钟后 镇中已无恶鬼 许强对我喊道 快给孩子续命 躺在镇中央的孩子 脸色煞白 呼吸也变得极为虚弱 与许强之前说的一样 把恶鬼驱逐后 孩子的身体会变得更加虚弱 若是没有续命的手段 孩子坚持不了多久 我快步上前 拿出人参香 然后从孩子头上 取了一根头发 缠绕在箱上 一缕青烟升起 人参香被点燃了 孩子的脸色 逐渐变得红润起来 我松了口气 鹦鹉生效了 我正准备起身 忽然看到林小璐 快步向我跑来 她手中的昆乌刀 已经出窍 向着我砍来 换做任何一个人 向我挥刀 我肯定会吓得火都冒出来 但冲向我的是林小璐 我一点都不惊慌 相处这么久 我对林小璐的信任是百分百 昆乌刀锋利的刀刃 并没有碰到我 而是擦着我的脸 向着人参香砍去 我眼睛的余光看到 一只手正在伸向人参香 见昆乌刀砍来 这只手闪电般地缩了回去 昆乌刀砍在地上 约五分之一的刀刃 直接没入地面 有人要偷人参香 不对 刚刚那只手的动作 分明是想把人参香拍灭 人参香与长明灯 有一点很相像 那就是点燃后绝不能熄灭 否则极有可能相灭人亡 是谁 我扭头一看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赵青山 我眼前不禁浮现出 不久前他诚恳地 向我道谢的情景 怎么会是他 此刻的赵青山 脸上表情无比猙獰 眼中满是怨恨 他被林小璐挡了一下 没耐把人参香灭掉 但他并没有放弃 再次扑向人参香 看到这一幕的两蕾尖叫道 快阻止他 女儿国的鹰人们冲了上来 可赵青山离着孩子这么近 他们根本来不及 赵青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瓷瓶 我的双眼滚烫 看到赵青山手中满是煞气 赵青山用力一挥 瓷瓶脱手向着林小璐飞去 我急忙大喊 小璐姐 快躲开 林小璐本想一刀劈开瓷瓶 听到我的声音 硬生生止住自己的动作 侧身躲开 瓷瓶擦着林小璐的头发 飞到他的身后 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剪出绿色的液体 这绿色的液体好生诡异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就把地面腐蚀出一个坑 我惊出一身冷汗 实在是不敢想象他 落在林小璐身上 会发生的事情 为了躲瓷瓶 林小璐施了先手 赵青山借着这个机会 再次向着孩子冲去 此刻能拦住他的 只有我一人 我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一把抱住了赵青山 赵青山抓住我的衣领 想把我推开 我反手抓住他的胳膊 扭身就是一个过肩摔 这是林小璐教给我的招式 我已经不止一次用于实战 效果非凡 赵青山大概没想到 我懂一点功夫 猝不及防之下 被我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不给他起身的机会 将他的手反减在背后 然后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 令他动弹不得 米儿国的鹰人跑了过来 一拥而上 合力把赵青山控制住 我起身擦了擦汗珠 真是太惊险了 林小璐走上前 把昆乌刀还给了我 他冲我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干得漂亮 我笑着回应 老师教得好 林小璐开心地笑了 梁磊也跑了过来 他盯着动弹不得的赵青山 满脸的不敢置信 为什么会是你 显然 他是认识赵青山的 就在这时 远处跑来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冲到赵青山面前 带着哭腔质问 为什么 是梁磊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男朋友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赵青山看着梁磊 眼中有愧疚 对不起 但杀父之仇 我不能不报 因人们凑了上来 皆是一副看热闹的模样 孩子被许念琴抱了起来 或许是经历了 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磨难 太过劳累 孩子睡得很香 梁磊愤怒地质问赵青山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杀父之仇 赵青山因为愤怒 双眼眯不血丝 他咬牙切齿地嘶吼 果然 你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 或许是怕在场的 因人们误会 传出对女儿国后人 不好的谣言 梁磊对赵青山说 那你来说说 我们对你父亲做了什么 赵青山看着 许念琴怀中的孩子 反问道 知道他是谁吗 梁磊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是我们的孩子 呸 赵青山催了一口 一口浓谈吐到梁磊的身上 无耻 他是我的地点 我的亲地点 这话把我惊到了 然而我仔细对比赵青山 和赵青山和孩子的脸 惊奇地发现 两人眉宇间 竟然真的有几分相似 周围的鹰人们 显然也发现了 传来阵阵怯思语 梁磊张大嘴巴 死死地盯着赵青山的脸 赵青山嘲笑道 现在是不是有印象了 梁磊的表情有些慌乱 这孩子是用试管婴儿 技术诞生的 我调查过 这个孩子的父亲 已经病死两个月了 他的死 跟我们可没关系 你找的人调查过 那你亲自核实了没有 赵青山眼中含泪 我父亲的确是病死在医院了 但他只是成了植物人 医院治不好他 我就带他找到了一位高人 花了很大的代价 高人将他救了回来 可你知道吗 我父亲才苏醒不到一个小时 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忽然就咽了气 高人告诉我 他死于诅咒 而整个华夏 符合这个诅咒的 只有女儿国 我恨你们 是你们杀我的父亲 他是我在这世上 最后的亲人了 赵青山被带走了 他与女儿国之间的仇恨 最后会如何解决 我不得而知 孩子是无辜的 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一日后 满脸疲惫的梁磊 出现在我的面前 与第一次见面相比 他仿佛忽然苍老了许多 没有一点精神器 他向我表达了感激 并支付给我应得的费用 其中人参箱500万 租借长明灯 一年100万 以及额外100万的感谢费 按照师傅走之前 跟我约定的分成比例 因物售卖与租借 我能分得180万 感谢费 我和林小璐对半分 得50万 总计230万 一下赚了这么多的钱 让我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除了钱 梁磊还带来了仙女启路瓶 他让我拖下上衣躺在床上 将仙女启路瓶中的仙鹿 倒在我的胸口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胸口的丁香花纹身 碰到仙鹿 立即就笑容得干干净净 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诅咒消失 我再也不用担心 走在大街上 被路过的女人一刀砍死了 梁磊走之前 我没忍住好奇心 询问他 怎么处置的赵青山 梁磊告诉我 他请来十三局的人做见证 试诺了许多好处 与赵青山和解 赵青山保证 不会再找孩子的麻烦 梁磊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可就在他放松警惕 准备合约的时候 赵青山逃走了 他用自己的血 在墙上留下了四个字 血债血偿 我总算明白 梁磊为何看起来这么疲惫了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有女儿国的后人 都要绷紧神经 提防赵青山的报复 最可怜的是梁磊 赵青山是为了报复 故意接近的他 或许两人之间真的有感情 但发生这样的事 两人注定不会有未来 甚至有可能反目成仇 梁磊走后 林小璐拉着我去逛街 这几日窝在酒店里 可把他给憋坏了 我们在商场里逛了整整一天 赚了这么多钱 林小璐可敬的话 只可怜我这个拎包工具人 差点没被大包小包的衣服 给压断了腰 快要入夜时 我打电话给黑眼 问他和许强 还在不在魔度 他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怎能不请客 好好感谢一番 听说我要请吃饭 黑夜特别痛快地就答应了 他说自己在相声馆听相声呢 许强妇女不在他身边 他让我到了饭店 给他发个定位 他们自己打车过去 黑夜和许强都是前辈 肯定要找一家上档次的餐厅 可我对魔度人生地不熟的 还真不知道哪家餐厅好 听到我的烦恼后 林小璐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呆子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你找那种死贵死贵的餐厅 环境和味道肯定都差不了 他也与我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吧 开玩笑 我刚赚了这么多钱 还能请不起一顿饭 我问他 魔度哪里的餐厅最贵 林小璐露出坏坏的笑容 交给姐吧 我这才反应过来 感情是他想去吃顿贵的 套路我呢 林小璐拦下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师傅 把我们拉到了黄浦江畔的外滩 林小璐找的餐厅 位于江畔的高楼上 他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撇头就能看到 江水和东方明珠 服务员递上菜单 上面标注的价格 让我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我本以为茶馆的茶单 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到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更高 人均2000 我们五个人 就是一万块 对了 还有10%的服务费 虽然肉疼 但能让林小璐开心 还能表达对两位前辈的尊重 我觉得很值 我预定好了菜品 叮嘱服务员等客人来了再上菜 随后给黑爷发了餐厅的定位 与门牌号 40分钟后 黑爷与许强妇女赶来了 一入座 黑爷就向我抱怨 魔都的相声真是难听 这要是开在我们金门 第二天就得倒闭 许念琴重新扎起了双马尾 依旧是之前我们首次见面时 那副桀骜不逊的模样 晚饭吃得很开心 虽然许强话不多 但黑爷很是健谈 没有冷场 许念琴和林小璐 也很有共同语言 两人从游戏聊到追星 唧唧喳喳地聊个不停 俨然一副好姐妹的模样 吃完饭 我让服务员把桌子清理了出来 然后上了一壶好茶 等服务员退出房间 许强忽然道 张贤 我们谈点正事 见许强神情严肃 我赶紧放下茶杯 做端正 许说 你说 许强问我 黑鸭组织死灰复燃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仅知道 还跟他们交了两次手 准确来说 是吃了两次亏 许强对我说 我们少郎中一脉 和黑鸭组织渊源最深 相互之间斗了整整千年 但这次黑鸭组织复活 却是针对你们殷伤 知道为什么吗 我点了点头 这事林小璐和黑爷都跟我说过 十几年前 黑鸭组织被整个殷刑围剿覆灭 我师父林玄贡献最大 是手工 所以被黑鸭组织记恨上了 许强把许念琴手中的手机收了起来 叠完了 我给你们讲讲黑鸭组织 许念琴来了兴趣 爸爸 以前我问你黑鸭的事情 你都不肯说 今儿怎么愿意讲给我听了 许强回答道 这次让你出手救那个孩子 是我对你的考验 你通过了 也就正式继承了少郎中的称号 黑鸭组织死灰复燃 你以后免不了与他们交手 接下来一个小时 许强把黑鸭组织的过去 详细地讲解了一番 黑鸭组织诞生于宋朝 创始人是宋真宗的老婆刘飞 也就是做出狸猫换太子的那位 刘飞痴迷于长生之术 他临死前让麾下的婴人发誓 不管过去多少年 都要想尽办法将他复活 一千年来 黑鸭组织暗卫了复活刘飞 做了许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害人无数 在阴行中恶名远扬 黑鸭组织以活人做实验 最终找到了复活刘飞的方法 他们选中了师父的大女儿林素素 作为刘飞复活的载体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为了毁灭这个丧心病狂的邪恶组织 师父在茶馆设下埋伏 与黑鸭组织大战一场 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随后在十三局的牵头下 阴行各门各派团结在一起 将黑鸭覆灭 只是没想到 过去了这么久 黑鸭竟然会死灰复燃 许强讲完后 我发现林小璐听得特别认真 脸上满是惊讶的表情 我问他 你不知道吗 林小璐摇了摇头 当年我还很小 老爹怕我受到伤害 提前把我送走 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茶馆被毁的 只剩地基 现在的茶馆 是后来重建的 许强对我说 我猜测 黑鸭组织的目的 应该还是复活刘飞 十三局已经着手调查了 你师父不在 你自己要小心些 我主动要了许念琴的电话 并加上了他的威 信 经过这次事情 我已经充分了解到 人脉的重要性 师父建立的人脉 我虽然能够借用 但终归消耗的是师父的人情 我既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也是时候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了 许念琴没有拒绝 他还留了林小璐的联系方式 相约以后再聚 大家都是如省人 见面也比较方便 散场后 许强妇女回酒店休息了 黑爷要去赶飞机 我决定去送一送她 让林小璐先回酒店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 我问黑爷 能不能给我再补一挂 我总觉得 他隐瞒了些什么 黑爷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 与众心长地对我说 小张贤 不是黑爷故意瞒你 实在是有些天机不可泄露 况且命运无常 上次给你补挂时 你的命格尚未形成定势 我说给你听 反倒有可能害了你 他顿了一下 拍了拍我的肩膀 咱爷们两个投缘 黑爷我指点你一句 我立马来了精神 黑爷 你说 黑爷嘿嘿一笑 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林小璐怎么样 我没理解黑爷的意思 小璐姐挺好的呀 黑爷坏笑一声 我是说 这姑娘人高条子顺 要模样有模样 有身材有身材 还是个富家女 你整天和他私混在一起 就不心动吗 我仗红了脸 不明白 黑爷怎么忽然开起了玩笑 黑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还记得黑爷跟你说过什么 你小子命里 有只带刺的桃花 后机厅响起了广播声 黑爷该去登机了 他临走前 留下了一句话 小张贤 想办法让林小璐爱上你 女人嘛 最重感情 说不定就下不去手了 黑爷走了 但他的话 却始终在我脑海里回荡 在我拜师之前 曾遇到过乞丐装扮的九叔 他说 我命中犯桃花 第一次遇到黑爷时 他说 在我的未来 会有一只带刺的桃花 之前我还没想明白 他们说的桃花是什么 如今黑爷已是名士 就是林小璐 可我总觉得 黑爷话里有话 他让我追求林小璐 还说这样 林小璐以后就不好下手 相似的话 诡异王牧也说过 他问林小璐 和我关系处得这么好 以后下不了手怎么办 当时我曾问过 林小璐王牧是什么意思 林小璐故意转移了话题 如今回想 他们似乎都知道些什么 唯独对我隐瞒 我想不通 回到了酒店中 一见到林小璐 林小璐就拉着我要出去玩 呆子 魔都的夜生活很丰富的 明天 我们就要回安德了 再陪我出去逛一逛 我还沉浸在黑夜的话中 回应得慢了些 林小璐盯着我的眼睛问 呆子 你想什么呢 有心事 我决定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璐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没有啊 话虽这样说 但我看到林小璐的眼神 不自觉地躲开了 他拉着我往外走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 走 出去玩 我把黑夜的话抛在了脑后 林小璐三番五次地舍命救我 怎么会对我有所图谋 肯定是我想多了 我们在外面一直玩到凌晨四点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 只睡了三个小时 又急忙忙地赶去机场 差一点雾鸡 回到安德后 我们两人先回了茶馆 林小璐困的眼皮都睁不开了 去二楼睡觉 我则是先给茶馆打扫卫生 北方灰尘大 几日没打扫 地面上蒙了薄薄的一层细灰 好不容易干完 还没能休息 茶馆来了客人 一男一女推着一个轮椅走了进来 轮椅上坐着一个男人 他面色辣黄 嘴唇发紫 一看就是病得不轻 三人差不多都快有五十岁了 其中那个女人 面色伤感 眼睛还泛着红 一入门 推着轮椅的男人问道 请问老板在吗 我赢了上去 我就是 男人很客气地询问 老板你好 我们听说你这里卖一种叫鹦鹉的宝贝 特地赶来询问一下 我请三人坐下 免费给他们沏了一壶茶 三人做了自我介绍 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叫孙坚 身旁的女人叫刘云 是他的老婆 至于刚刚开口询问我的男人 叫刘红 是他的大舅子 也就是他老婆的亲哥哥 自我介绍后 孙坚问我 老板 你实话告诉我 人真的有灵魂吗 我很认真的告诉他 有 孙坚看起来有些激动 他接着问我 那人死后 真的会变成鬼吗 看着孙坚病入膏肓的模样 我实话实说道 会的 人死后 灵魂会与身体分离 前往阴间报道 孙坚盯盯着我的眼睛问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死后留下来 留在我老婆的身边 能够让阴魂长期逗留人间的方法有很多 不光阴伤有这样的本事 其他流派的阴人 同样也能做到 但真正这样做的阴人 却是寥寥无几 原因很简单 阴阳两界各有规律 活人很难以窥阴间的景色 而阴魂也不能长久地逗留在人间 不管用什么手段留了下来 阴魂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伸染煞气 当煞气重到一定程度 阴魂就变成了鬼 鬼是会害人的 因此孙坚想 死后留下来陪老婆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不定几年后 他的老婆就会被他害死 反倒是违背了他的初衷 我劝解道 生死有命 不可逆天行 孙坚恳求道 老板 我不是贪恋人世间 只是我一离开 我老婆他 很可能就没法活了 对于这句话 我持怀疑的态度 世间恩爱的人很多 若人人都因为爱人去世 而寻死密活 那人类早就灭绝了 见我无动于衷 孙坚的大舅子刘洪开了口 老板 我妹妹她精神有问题 只有和我妹夫在一起的时候 才不犯病 您行行好 帮帮她吧 我看像坐在旁边 一言不发的刘云 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女人看起来 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怎么会有精神疾病呢 孙坚握住妻子的手 老板 如果你不介意 我给你讲一讲 我们的故事吧 来到茶馆后 我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 许多客人的故事 无论真假 往往都很精彩 有的惊悚 有的猎奇 有的很感人 孙坚讲起了 她与刘云的故事 孙坚与刘云 是一对青梅竹马 他们小时候 生活在同一个胡同里 孙坚比刘云大三岁 刘云不喜欢和同龄的孩子玩 整日跟在孙坚身后 当一个小跟屁虫 两人一起长大 小学 高中 都是同一所学校 哪怕是后来考上大学 也在同一个城市 在此期间 孙坚一直以大哥哥的身份 保护着刘云 两人日久生情 在刘云18岁那年 孙坚向他表白 两人成为了情侣 刘云23岁时 家里张罗着 要给他介绍对象 刘云不答应 跟自己父母说他 喜欢孙坚 非他不嫁 然而刘云的母亲 说什么都不同意 他看不上刘云的家庭条件 穷 刘云跟母亲大吵一架 第二天 孙坚的母亲提着礼物 来找刘云的母亲求婚 刘云的母亲正在气头上 与孙坚的母亲大吵一架 说他家的穷小子 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让孙坚死了这条心 孙坚母亲气得动了手 两家关系迅速恶化 没有办法 孙坚和刘云 只能偷偷谈恋爱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两人在约会时 被刘云的母亲抓了个正正 一开始只是口头警告 后来刘云母亲甚至动了手 还把刘云锁在了家 孙坚觉得这恋爱 谈得太辛苦了 上门劝说 结果每一次 都会被刘云的母亲一顿打 为了让刘云能走出家门 他决定离开家乡 去其他城市工作 可谁能想到 他这一走 刘云出事了 为了让刘云死心 刘云的母亲 把孙坚离开的事情告诉了他 刘云知道后 大闹了一场 把家里的东西砸了大半 这可气坏了刘云的母亲 抄起赶面杖 狠狠地揍了刘云一顿 其实那个时候 刘云就犯病了 只是他妈妈不知道 只以为女儿不听话 又把他给锁了起来 从那天开始 刘云就变得疯疯癫癫 说各种各样的胡话 一会儿说他怀了孙坚的孩子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天女下凡 又哭又闹 刘云的家人才察觉不对劲 赶忙把他送进了医院 经过检查 刘云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那个年代 普通医院对精神分裂症束手无策 只能转去精神病医院 可刘云去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并不正规 主要治疗手段是电机 直接把人电运过去 就不哭不闹了 刘云在精神病医院里待了一个月 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才被送回家 他生病的消息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了 刘云长得漂亮 患病前有不少人来说没 可自他生病 热心的媒婆都不见了 门可罗雀 一直到了过年 孙坚从外地回来了 得知刘云病了 立即跑去刘云家看他 神奇的是 刘云一见到孙坚 立马就不疯癫了 他抱住孙坚嚎啕大哭 像极了受尽委屈的孩子 孙坚不顾家人的反对 执意要娶刘云为妻 刘云的母亲 这次不敢反对了 甚至连彩礼钱都没有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刘云再犯病 不许往娘家送 孙坚说没问题 当天就带着刘云 去民政局领了证 婚后三年 刘云一直没有犯病 但肚子也一直没有动静 孙坚的母亲急坏了 直说刘云是扫把心 会让孙家绝后 刘云听着伤心 主动找孙坚离婚 他不想耽误孙坚 孙坚知道前因后果后 二话不说 在外面租了房 两人搬出去住 因为和家里断了来往 两人生活有些艰难 刘云知道孙坚是个不甘平凡的人 他鼓励孙坚辞职创业 追求自己的理想 孙坚在妻子的鼓励下 成为了国内第一批炒期货的人 他利用自己在大学期间 学到的金融知识 赚到了不少钱 从出租房住上了大别墅 然而 人生往往没办法 一直风调雨顺 孙坚过完50岁的生日 正准备退休 带着妻子全球旅游时 他因为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被告知得了绝症 再多的钱也难挽回生命 如今孙坚已经病入膏肓 不久就会撒手人寰 孙坚对我说 我和刘云结婚20多年 他犯过两次病 一次是我出差 一次是我母亲去世 我去守夜 两次都是我不在 他身边才犯的病 从那之后 我就不敢让他离开我了 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可这一次 我没办法带着他了 孙坚抹了抹泪 握住妻子的手更加用力 他恳求我 老板 请你行行好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我不在的日子里 刘云他该如何活下去 听完孙坚讲的故事 我非常感动 刘云患了精神病 他还要坚决地迎娶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刘红在一旁帮腔道 老板 你就帮帮我妹夫吧 如果你不肯帮忙 我很可能要给两个人办葬礼了 我思索了一下 决定帮一帮孙坚 你们稍等 我去了趟地下室 拿出一件鹦雾 重新回到三人的面前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孙坚看着我手中的鹦雾 询问道 这是蜡烛 我点了点头 我手中的鹦雾 的确是一根蜡烛 不过 这不是普通的蜡烛 而是庄周竹 庄周被人尊称为庄子 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关于这个人物 许多人都是知道 是从一个成语了解到的 叫做庄周梦蝶 讲的是 庄周做梦时 梦到自己变成一只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他感到非常的愉快与惬意 甚至忘记自己 原本是一个人 后来 庄周忽然醒了过来 他恍惚间萌生一个想法 刚刚的梦境 究竟是自己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在梦中 变成了自己呢 庄周竹中寄生的魂魄 是不是庄子我不知道 但它有一个神奇的效果 我可以通过阴商秘法 将孙间的灵魂 附身在庄周竹上 然后等刘云 想念自己的丈夫时 只需要找一个昏暗的房间 将庄周竹点燃 他就会进入一种 似睡非睡的状态 到那时 刘云就会在梦中 见到自己的丈夫 有丈夫的陪伴 他或许就不会犯病了 听完我的介绍后 孙间高兴得不得了 他急忙问我 庄周竹怎么卖 说 现在就要给我转账 我提醒他 庄周竹虽然能够实现 他的愿望 但不是没有副作用的 他的灵魂长久的逗留凡间 虽有庄周竹的保护 人会滋生煞气 他一定要忍住 自己害人的冲动 一旦察觉自己无法控制自己 要立即从庄周竹中脱离出来 前往阴间报道 否则他会害死自己的妻子 孙间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会伤害刘云 我相信 以他对刘云的感情 一定能说到做到 庄周竹 我卖了50万 孙间没有还价 看得出 他的确很富有 几天后 我接到了刘红的电话 说孙间已经处于弥留状态 我急忙赶到医院 等到孙间咽气 将他的灵魂转移到庄周竹上 并把庄周竹 亲手交到刘云的手中 这件事 我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就在两周后 我跟林小璐去逛街 在路过一个豪华小区的时候 忽然看到小区门口 为了许多人 本着八卦的心态 我拉着林小璐 凑上前去看热闹 临近了一看才发现 大家都仰头望着一栋楼的楼顶 我也抬起头来 发现上面站着一个 棚头垢面的女人 这女人穿着睡衣 脚上只有一只拖鞋 她面如死灰 眼神呆滞 林小璐对我说 呆着 咱离远一点 万一这人跳楼 把咱给砸了 那可就惨了 我没有听林小璐的 因为我已经认出楼顶的女人 正是之前去与老公 一起去查馆满英雾的流云 怎么会是她 难道说 庄周竹没有起到效果 她又犯病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楼底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我听到一个老太太议论道 这闺女是个可怜人 老公死了之后就犯了精神病 也没人照顾 以前可体面了 看看现在 哎 我对林小璐说 这是我们查馆的客人 我要上去看看 林小璐点了点头 盯住我 小心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起哄 跳啊 快点跳啊 大爷等了你二十分钟了 你倒是跳啊 我顺着声音看去 是一个二十岁冒头的小年轻 染着一头黄发 一看就是街头混混 我气不打一处来 冲着她大声喊 闭上你的嘴 周围的人 也对这个小混混指指点点 小混混瞪了我一眼 没敢多说什么 我不再理会她 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楼顶 警察已经到了 有一名警官守在天台门口 不让闲人靠近 这位同志 请停步 我急忙说道 我是她的朋友 请让我过去劝劝她 警官说了声 跟我来 带着我一起走上楼顶 到了楼顶 我看到刘云站在天台的边角处 眼睛没神地向前看 一动也不动 像一个雕像 她待的位置很不好营救 旁边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官 正在耐心劝解 可不管警官怎么说 刘云都不为所动 带我上来的警官 对着刘云喊道 大姐 你的朋友来了 你扭头看一看 刘云侧头看向我 我指了指 自己对她说 我是白小生茶馆的老板 叫张贤 三周前 你跟你老公 还有你的弟弟 一起来找过我 还记得吗 刘云呆滞的眼睛里 有了一丝光 她张了张嘴巴 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接着劝 你不是还能见到你老公吗 为什么要寻死觅活 这话旁边的警官 可能听不懂 但我相信 刘云是懂得 装周竹的效果有保障 只要点燃 刘云就能在梦中 见到自己的老公 可万万没想到 我这句话刺激到了刘云 两行青泪 从她的脸颊流下 她大哭大喊道 我见不到她了 我见不到她了 喊着喊着 刘云再一次犯病了 她仿佛回到了 二十多年前 被自己母亲关在家里的时候 妈 你放我出去 我要去见孙坚 除了她我谁都不嫁 喊完这一句 她忽然又换成了哭腔 老公你不要走 你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眼见刘云的情绪 越来越失控 三个警官相互打了个眼色 带我上楼的警官 小声对我说 你继续吸引她的注意力 我们冲上去 把人救下来 我不着痕迹地眨了眨眼 对刘云喊道 你老公没有走 我带你去见她好不好 刘云呆呆地望着我 真的吗 我真的还能再见到我老公吗 我说 我没有骗你 你一定能见到的 刘云似乎是相信了我 她犹犹豫豫地想要走下来 可就在这时候 楼下再次响起起哄的声音 你个死老公的寡妇 快跳啊 寡妇这个词 刺激到了刘云 她大喊一声 老公你等等我 纵身跳了下去 三个警官拼命地跑向她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我眼睁睁地看着刘云 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紧接着楼下传来了 围观群众的惊呼声 与惊恐的尖叫声 我急忙跑到天台的边缘 往下看去 刘云躺在地上 鲜血从她的尸体上流出 染红了大片的地面 我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过了一会儿 我忽然看到一个身影 是那个染了黄毛的混混 她挣几个人群 来到刘云的尸体前方 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对着刘云按下快门 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 从我内心一种涌出 我冲下楼去 一把抓住了她的衣领 我记得她的声音 刚刚让刘云快点跳的就是她 小混混看向我神色有些紧张 她色力内忍地冲我吼道 你干什么 快放手 我非但没有放手 反而一拳砸向她的鼻梁 小混混惨叫一声 满脸都是血 这一拳并没有把我心中的怒火 全部发泄出去 我一把把她推在地上 骑在她的身上 两只拳头拼命地往她身上招呼 不知打了多久 我被人给拉了起来 扭头一看 是刚刚领我上楼的警官 她冲我大声喊道 别打了 你快把她打死了 直到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小混混头歪在一旁 鼻梁已经塌了 两只眼睛也染上黑黑的眼圈 她被我打得昏迷了过去 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没有看小混混 而是盯着没有合眼的刘云 她本不应该死的 林小璐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关心地问我 呆子 你还好吗 我点了点头 一言不发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但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看到流云尸体的旁边 站着她的阴魂 救护车把昏迷的小混混 以及流云的尸体拉走了 而我则是被带去了警局 我被关在后审市里 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一个熟悉的脸庞出现在我的面前 张贤 平日里看你不是冲动的人啊 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来人是张峰 她冲着我叹了口气 好在你没有把人打死 否则你就有牢狱之灾了 我问张峰能把我放出去吗 流云的死很是蹊跷 我要去调查清楚 张峰说了一句可以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前提是被你打得小混混 能够主动谅解你 这样就可以按照明事纠纷来处理了 我听明白了她话中的前台词 无非就是要让我多赔钱 让小混混认灾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我点了点头 同意了 两天后 林小璐把我从警局接了出来 我没有在意她帮我赔了多少钱 而是直奔殡仪馆 在阿公的帮助下 我再一次见到了刘云 她的尸体经过阿公的处理 已经多少有一些人样了 只是阿公的手艺在好 现在的刘云也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她的阴魂还留在尸体旁 两天过去了 她并没有离开 刘云见到我 向我哭诉道 我问过来接我的鬼差 她说 没有见到我的老公 张老板 是你把我老公的灵魂带走的 你让我再见一见她 好不好 面对刘云的恳求 我没有拒绝 也没办法拒绝 庄周竹是我卖出去的 我承诺庄周竹 能够实现孙坚想要的效果 可最终的结局 却是她最真爱的妻子 在我面前纵身一跃 丢掉了性命 我问刘云 你老公死后 有没有用过庄周竹 刘云摇了摇头 我眉头皱了起来 孙坚死的时候 是我亲自跑去医院 将她的灵魂 用阴伤密法附在庄周竹上 做完这件事 我把庄周竹亲手交给了刘云 刘云怎么会一次都没用过呢 在我的追问一下 刘云告诉我 她明明记得自己 把庄周竹放在了背包里 可等她处理完老公的丧事后 庄周竹却是不见了 如果刘云的记忆 没有出现偏差 庄周竹肯定是被人拿走了 我问刘云 她的背包里 有没有少其他的东西 刘云说道 我的钱和手机 还有一件金手式都在包里 唯独没了庄周竹 这就奇怪了 庄周竹的外形 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蜡烛 谁会闲着没事 不偷钱不偷手机 甚至连金手式都不看一眼 唯独把庄周竹拿走了呢 我心中一沉 想到了一种可能 知道庄周竹价值的 只有我 刘云 她死去的丈夫孙坚 以及她的弟弟刘洪 我问刘云 她生病之后 刘洪有没有来看过她 刘云说没有 老公的葬礼结束后 我弟弟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刘云犯病 差不多有两周的时间 之前在茶馆 看起来亲密无间的亲弟弟 却一次都没有过来看望 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我知道庄周竹去哪里了 可我想不明白 刘洪为什么要把庄周竹拿走 他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继续问刘云 他和刘洪之间 有什么矛盾吗 刘云依旧说没有 他还说刘洪 一直跟着孙坚学习炒期货 赚了不少钱 因此对他和孙坚 一直非常的尊重 平常有什么事情拜托给他 刘洪从来都不推辞 听到这我想 明白了前因后果 炒期货对自身的技术要求很高 一不小心 就会赔得倾家荡产 孙坚是金融专业出身 又干了这么多年 自然能够把握得住 可刘洪跟他只学了一些皮毛 如今孙坚去世 刘洪就没办法继续赚钱了 所以 刘洪才会把庄周竹偷走 让孙坚继续给他赚钱 我对刘云说 你就在这等着 我去把你老公找回来 刘云眼中流出两行青泪 不停地对我说谢谢 我向他索要了刘洪家庭住址 转身离开了殡仪馆 我打车到了刘洪家 站在楼下抬头一看 别的家庭在白天都拉开了窗帘 唯独刘洪家窗帘紧闭 照不尽一丝光 这简直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我上了楼 摁响了门铃 过了好久 屋门才被打开一条门缝 刘洪的脸从门缝里露了出来 他看到我露出慌张的神色 他问我 张老板 你怎么来了 我咬牙切齿地反问他 我为什么来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没 没啊 张老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洪还在死鸭子嘴硬 我二话不说 一脚踹在半眼的房门上 房门哐当一声 被我踹开 刘洪发出一声惨叫 一屁股坐在地上 刘洪捂着自己的屁股 气急败坏地喊着 你干什么 我没让你进来 你这是私闯民宅 你懂不懂 我才懒得理会他 静止走进屋内 窗帘已经被刘洪拉开了 但房间里依旧散发着蜡烛燃烧后留下的气味 沙发前的茶几上 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电脑的屏幕上是正在跳动的期货走势 我问刘洪 装周竹呢 刘洪跟我装糊涂 什么装周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给刘洪一脚 他刚从地上爬起来 又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知不知道 你姐两天前跳楼自杀 已经摔死了 刘洪眼神闪烁 显然他是知道的 我气得想再给他一脚 孙坚死后 刘洪是刘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可刘云已经过世两天了 刘洪却让自己的亲姐姐 躺在殡仪馆冰冷的城市间 自己在家里继续炒七货 我想明白了 刘洪之前的姐弟秦深 都是装出来的 甚至孙坚去茶馆购买庄周竹 也是刘洪出的主意 他捏转了孙坚 害怕自己的妻子会在自己死后犯病 所以才会听从刘洪的建议 前去茶馆寻求帮助 这一切都是刘洪 想要让孙坚死后 继续为自己赚钱所做的设计 把庄周竹还回来 刘洪依旧装傻 我不知道什么庄周竹 你赶紧离开 否则我就要报警了 就在这个时候 刘洪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 我瞥了一眼 来电显示上备注的名字 是花钱雇佣的小混混 我眼前浮现出那个 催促流云快点跳楼的黄毛小子 一个可怕的假设 从我脑海中浮现 我拿起手机接起了电话 摁下了免提 熟悉的声音从听筒中传了出来 红哥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办妥了 那女人被我刺激了两句 就从楼顶跳了下来 脑 将都摔了出来 我拍了照片 一会儿就发给你 不过 咱说好的钱你得加点 也不知从哪冒出一个疯子 对着我就是一顿揍 把我鼻梁都打折了 这药费你得要 否则我就把你让我做的事告诉警察 红哥 我知道你是个常量的人 喂 红哥 喂 你怎么不说话 我啪击一声 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屏幕粉碎 我冲到刘红面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大声地质问道 你怎么能这么畜生 刘红被揭穿的秘密 反倒是不那么紧张了 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笑着跟我说 你懂什么 孙坚这几年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他和我姐妹有孩子 只要我姐死了 我就是唯一的继承人 上千万呀 普通人三辈子都赚不到 换作是你 不动心吗 说到最后 他还无耻地笑了起来 我也不怕告诉你 反正你没有证据 能拿我怎样 大不了再把我打一顿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庄周竹就在这个屋子里 可你敢拿吗 你拿就是入室抢劫 够你在牢里待几年了 刘红这笃定 我不敢拿他怎么样 我松开了手 刘红拍了拍自己褶皱的衣领 嘲笑我 想明白了 你倒是挺实趣 他指了指房门 我就不送了 我走到木门前 没有回头 只留下一句话 他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你老婆在殡仪馆等着你呢 别让他等太久 刘红语气惊恐地问我 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没有理会他 静止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 安德本地的新闻频道 播放了一条新闻 某小区呼声大火 虽然消防感到得很快 但房主还是不幸遇难了 经过调查 房间起火的原因是 蜡烛倒地 不小心点燃了附近的沙发 新闻没有说死者的名字 但我知道死的就是刘红 而且 这不是意外 动手的 正是寄居在庄州竹中的孙坚 虽然刘红没说 孙坚是如何答应 帮他继续炒期货的 但我猜测 八成是威胁孙坚不帮他 他就一辈子 不让孙坚再见到刘云 孙坚在得知自己的妻子 被刘红害死后 万念俱灰 必然会选择报复 而孙坚之所以会得知真相 是因为我在故意引导刘红 把自己杀死刘云的事情 亲口说了出来那刘红的事 刘红的死 我难逃其咎 我问林小璐 我这样做 到底对不对 林小璐安慰我 呆子 别瞎想 你没学过一个词吗 叫替天行道 刘红的所作所为 天地不容 就算你不出手 上天也不会给他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愧疚 我把这话听进了心里 林小璐说的没错 如果我是借孙坚的手杀了刘红 那刘红算不算借了我的手 害死了自己的亲姐姐 或许 这就叫因果报应吧 第二天 我前往殡仪馆 以刘云朋友的身份 帮他处理了后事 我没有在殡仪馆 见到刘云的阴魂 想来他已经等到了自己的丈夫 一同离开了 帮刘云处理后事时 阿公看出 我的情绪有些不对 他询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还说如果不是我把鹦鹉卖给刘云 或许结局会变得不一样 阿公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没把鹦鹉卖给刘云 刘云就不会死了吗 我想了想 如果我当初拒绝 刘云在孙坚死后也会犯病 最终的结局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 唯一能肯定的是 刘红是不用死的 可这种恶人 死了也没人会感到惋惜 阿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小子 你既然入了阴行 就要牢记一句话 人知鬼恐怖 鬼小人心毒 有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恶鬼 而是人心 阿公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回想起成为殷伤的日子 很多出乎我预料的事情 都是因为猜不透人心才会发生 而我没有读心术 眼界再宽 城府再深 也不可能看透所有人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问心无愧 看透之后 我心情好了许多 我真诚地谢过阿公 回到了茶馆 一入门 我看到茶馆里 坐着一个跟师傅 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 林小璐正与他聊天 我以为是来了客人 急忙迎了上去 林小璐却对我说 呆子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冯伟冯叔叔 中年男子起身 上下打量着我 他笑呵呵地说道 看着挺机灵 林玄挑徒弟的眼光不错 听冯伟这话 他跟我师傅很熟悉 而且关系极好 林小璐见我一脸陌生的模样 问道 老爹没跟你说过吗 冯叔叔是他的合伙人 听了林小璐的介绍 我十分惊讶 原来师傅也有合伙人 冯伟笑着对我说 你拜试验的时候 我刚好不在国内 所以也没来送份贺礼 别怪罪 我哪敢怪罪 急忙说严重了 然后殷勤地 给冯伟沏了一壶茶 冯叔 你喝茶 冯叔喝了一口 对我说道 我这次来 其实是有正式找你 说着 他从自己的脚底 提起一个背包 放在茶桌上 小子 你来看看 我接过背包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两件 用泡沫纸包起来的古董 一件是青花玉瓷的盘子 另一件是用 黄铜铸造的灯台 两件古董一入手 我的眼睛立马 变得滚烫起来 我惊讶地发现 这两件古董 都是鹦鹉 林小璐笑着问道 冯叔 你又去进货了 冯伟笑着解释 最近手头有点紧 这不顺便找你爹提点钱 林小璐说了声 稍等 跑上楼取了一张银行卡 放到冯伟的面前 冯叔 这一份是你的 等冯伟收取银行卡 林小璐向我解释 茶馆里的鹦鹉 大半都是冯伟叔叔找来的 所以茶馆的收益 也有他的一份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之前 没怎么见师父出门 茶馆里的鹦鹉 却只多不少 原来是有人专门 在外收集鹦鹉 茶馆的手艺 分冯伟几成我不清楚 不过肯定是从师父的 那一份里分出去的 于是我也没有打听 我问冯伟 冯说 这两件鹦鹉 我就放在茶馆里卖了 冯伟点了点头 你先把这两件鹦鹉收好 我把鹦鹉放进了地下室 回来后 冯伟对我说 我听小璐说 自从你接手茶馆后 茶馆的生意 一直挺不错的 我腼腆地笑了笑 师父走后 我几乎每个月都有开单 生意的确不错 冯伟继续道 鹦鹉是很稀有的宝贝 你只卖不买 早晚会坐吃山空 我说的没错吧 我点了点头 冯伟说的一点都没错 最近我也在发愁这件事 守着茶馆 客人能自己找上门 鹦鹉却不会 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 我会没鹦鹉可卖 师父有冯伟这个合伙人 专门在外搜集鹦鹉 可我却是没有这样的朋友 一切都得亲力亲为 冯伟看出我的忧愁 说道 我这次来 就是准备带你去进货的 我心中欣喜 急忙谢过 冯伟摆摆手 客气啥 林玄既然把茶馆交给了你 八成是 有了金盆洗手的心思 他生活节俭 这些年赚的钱足够养老了 我不行 整天花天酒地的 没钱可潇洒不了 林小璐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立马回过神来 冯伟这是跟我谈生意呢 我急忙到 冯说 你肯提携我 是我的荣幸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但凡是 金盆手买来的鹦鹉 卖出去之后 都有你的一份 至于分成比例 就按你与师父之前的约定 你看行不行 冯伟对我伸出大拇指 你小子有股机灵劲 我喜欢 冯伟夸完我之后 又给了我出了一道题 小子 书考考你 刚刚给你的两件鹰鹉 与普通的鹰鹉 有什么不同 我连师父的考验都能完成 这种题目 自然是小儿科 不用思考 我也能答上来 普通的鹰鹉 是人死后 因为执念过身 留下一魂一魄 附在一物上变成的 而刚刚那两件鹰鹉 则是另一种情况 它们原本是普通的陪葬品 在墓中吸收了 百年以上的鹰气 生出了气灵 一般来说 这种自己生出气灵的鹰鹉 效果比普通鹰鹉更霸道 但往往副作用 也会更大一些 冯伟点了点头 你理论知识很扎实吗 但你少说了一点 我有些猛 仔细回忆师父教给我的知识 思来想去 也没想起 自己遗漏了什么 冯伟笑呵呵地解答道 你忘了说 这种天生气灵的鹰鹉 比普通鹰鹉 能卖更多的钱 我哑口无言 不过冯伟说的也没错 鹰鹉本质上是商人 而商人都是逐利的 林小璐见我有些尴尬 帮忙岔开了话题 冯叔叔 你刚刚说的正事 是什么 冯伟又给我出了一道题 刚刚的两件鹰鹉 你能看出 是什么朝代的古董吗 我依旧是没有 丝毫迟疑地回答 盘子是后堂的 至于登台 应该是东汉到西晋时期 具体的朝代不好辨别 冯伟再一次 对我竖起大拇指 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再猜猜 这两件古董 我最有可能是从哪里搞到的 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 不管是后堂 还是东汉裔 或者是西晋 首都在同一个地方 因此答案只有一个 洛阳 冯伟哈哈大笑 又答对了 舒服了 冯伟不再考验我 说起了正事 前些日子 我去了洛阳一趟 四大古都之一嘛 随便挖两铲子 都有可能挖到文物 指不定就有变成鹰鹉的古董 洛阳的边上有一个小村子 叫古林村 带个村子家家户户都卖古董 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古董专卖厂 许多喜欢古董 闻完的人都喜欢去古林村淘宝 我本是抱着寻宝的心态过去看了看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接着冯伟的话查说 找到了两件鹰鹉 冯伟喝了口茶 似笑非笑地继续往下说 找到了鹰鹉不假 但不止两件 我在村里逛了一圈 最少发现了六件鹰鹉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 一个村子里有六件鹰鹉 这数量可真是了不得 冯伟有些可惜地说 我本想着全都买回来的 可惜身上带的钱不够 所以跑来安德 准备带着你一起去进货 我怀疑 村子里的鹰鹉不止六件 村民们肯定还有压箱底的宝贝 冯伟眼睛里有光 小子 马上就要过年了 跟叔走一趟 搞完这笔大买卖 你至少未来一年都不会缺货了 我心动了 鹰鹉难求 茶馆已经连续卖出不少货了 的确该补充一下 林小璐也觉得是件好事 他对我说 去吧 茶馆交给我看着就行 说走就走 当天晚上 我和冯伟就踏上了去洛阳的火车 我们两个买了卧铺 本想着一觉睡到洛阳 白天刚好有精神去挑货 谁知道睡我下铺的大叔 呼噜震天响 跟摩托车轰油门似的 就算我用枕头捂住耳朵 也无济于事 等下了车 冯伟问我 小子 昨晚没睡着吗 怎么眼圈这么黑 我欲哭无泪 催促着冯伟赶紧去古林村 早结束早回家 冯伟找了辆出租车 去往古林村的乡路崎岖 车一直颠簸不停 可丝毫没影响我睡觉 正做着美梦 冯伟拍醒了我 小子 醒醒 咱到地方了 我睁开眼一看 出租车停在一条街上 这街好声热闹 冬天的冷风呼啸 可街道的两边却摆满了摊子 街道上人来人往 不时有人停下脚步 在潭边停不住流 我跟着冯伟下了车 好奇地问道 冯说 这是哪啊 古林村啊 他们这卖古董 都成了产业 村委会出资 特意修了这么一条街 他问我 钱贷够了吗 我点了点头 我贷的银行卡里 足足有几百万 都是我接手茶馆后 赚到的钱 走 说带你开开眼去 冯伟走在前面 带我走进了古董一条街 他来到最边缘的摊子前 摊子的老板穿着大棉袄 握在躺椅上闭目养神 丝毫不担心 有人会偷走他的东西 小子 瞅瞅 看看有没有好货 我蹲下身子 仔细打量摊子上摆的古董 一打眼 我就知道 这里没有鹦鹉 不过摊子上的古董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摊子上摆的大多都是瓷器 还有一些青铜剑 甚至还有一颗小佛头 我虽然是鹦鹉的专家 但不是古董的专家 许多古董四针四甲 难以分辨 如果我是来进古董的 一不小心 怕是要血亏 我没有酒留 接着去了下一个摊子 摊子前还有一个客人 听口音 应该是月省人 他拿着一个半残的碗 正在跟老板讨价还价 老板要价三千 客人砍到两千 谁也不肯相让 僵持了好久 最终 老板眼见客人要走 狠了狠心 两千就两千 碰到你这样砍价的客人 算我倒霉 客人交了钱 满脸欢喜地 去逛下一个摊子 老板看到了我 热情地说 小哥 随便看看 都便宜着呢 我应了一声 开始挑选 冯伟在旁边站着 一言不发 当我的视线 扫过摊子的边缘时 我的眼睛微微发热 能让阴阳眼有反应的 必然不是凡物 可我并没有察觉到 阴雾的气息 我走到摊子边缘 把古董一件件地拿起 最终确定 让阴阳眼起反应的 是一枚贝壳 这枚贝壳反面被磨平 还钻了一个细孔 老板见我的这贝壳 有兴趣 介绍道 小哥好眼光 这可是商贷的贝壁 是咱华夏货币的老祖宗 特别有收藏价值 我看你喜欢 便宜点给你 五千块 你拿走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五千块不算太贵 但我肯定 老板喊的价格虚高 前面的客人 从三千砍到了两千 砍去了三分之一 我想了想 我喊价三千 老板应该不会拒绝 正当我准备开口还价的时候 冯伟开了枪 25 老板瞪大了眼 一副见鬼的模样 死死地盯着冯伟的眼睛 这位朋友 你是来消遣我的吧 25 你比我家老婆子 去菜市场买菜还敢砍 我有些尴尬 甚至都想再往旁边走两步 装作和冯伟不认识 冯伟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老板的嘲笑 给你25你 还能赚十块呢 你要是觉得亏 那我多给你添五块钱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还出来摆摊 也挺辛苦的 摊主胡子气得 都吹起来了 不卖 不卖 摊主开始撵人 冯伟却是赖着不走了 他看向旁边的摊子 目光落在 刚刚花了2000块 买碗的客人身上 老板 你说 我要是告诉他 2000块买了一件假货 你说他会不会 气急败坏的仙女摊子 摊主表情变了 你胡说什么 我这全是真货 是吗 那碗 你是从石门市 一个信胡的老板 那进的货吧 成本吗 我猜也就20块 老板脸色胀红 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 看样子 是被冯伟说中了 他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人听见后 赶紧把贝壁塞进我手里 这贝壁算我送你们的 两位高抬贵手 别跟我一个老头子过不去 摊主像宋佛一样 把我和冯伟请走 我小声问冯伟 冯说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冯叔非常淡定地回答我 跑得古董市场多了 眼睛就熟了 那些假货 从哪家工厂里进的 书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他顿了一下 伸手向我讨要被毙 拿来我看看 我把被毙放到冯伟手上 他盯着看了好久 问我 小子 你确定这是鹰雾 书怎么看着不像啊 别说冯伟看着不像 要不是阴阳眼起了反应 我都没发现 是鹰雾 不过是那种效果很弱的鹰雾 鹰雾 也分三六九等 一般效果越好的鹰雾 鹰雾独有的气息越重 这枚被毙 属于效果最差的那种 但好歹也是鹰雾 等搞清楚它具体的功效 几万块还是能卖出去的 冯伟让我把被毙收好 我们继续逛 连这两个摊子 都没有新发现 当我走到第五个摊子时 浓郁的鹰雾气息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看到冯伟的眼神 发生了变化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 我急忙寻找 很快拿起一件古董 这古董是两件套 一件像是磨刀石 另一件则像是个印章 这东西 我没在书本中见过 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冯伟见多识广 向我介绍道 这是燕板 汉代的是 华夏最早的燕台 你猜这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 我反问道 燕台不就是用来研磨的吗 冯伟摇头 不对 这是女人化妆用的 冯伟的回答 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用着燕板 化妆 冯伟给我解释道 汉代的女人 用着燕板 把朱砂研磨成粉 涂抹在脸上 我下意识地问道 朱砂不是有毒吗 为了漂亮吗 接着 冯伟给我讲了一个 让我有些不敢相信的知识点 朱砂往脸上涂算什么 古代还有女人为了美白 吃霹霜呢 我听后目瞪口呆 心中感慨 古人为了美 也真是够拼命的 我问摊主 这个怎么办 摊主看了冯伟一眼 刚刚听你们聊天 也是个董藏的 就不坑你们了 这是汉代流传下的古董 三万块 我没有说话 等冯伟砍价 冯伟扫了一眼摊子 随手挑了个扳指 算上这件 一共四万块 行不行 摊主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微信还是刷卡 虽然我猜不出 燕板的出价是多少 但看摊主肉疼的表情 想来冯伟出价 刚好切中了 他所能接受的下限 我痛快地付了钱 把燕台收了起来 冯伟把玩着扳指 对我说 这玩意儿我喜欢 记我账上吧 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冯叔你就收了吧 全当辛苦费了 冯伟冲我笑了笑 没说别的 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 把整条街都逛了个遍 有阴阳眼在 几乎没有走眼的可能 快到天黑的时候 我们已经收了九件鹰雾 比冯伟之前 来时见到的鹰雾还要多 这些鹰雾 都是按照古董的价格来收的 时会到我做梦都要笑醒 回头卖掉 利润最少一百倍 天色已晚 冯伟提议我们去村里借宿一晚 他说 这里有熟人 安全有保证 我当然没有意义 冯伟带着我入了村 轻车熟路地 找到一家门口摆着两只实施的护甲 他敲了敲门 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青年开了门 这个青年见到冯伟 很是恭敬地打招呼 冯叔叔好 冯伟问他 你爹呢 刚刚在街上怎么没看到他 我爹出门进货去了 应该快回来了 冯叔叔 你先进来喝口茶 冯伟没有客气 静止走进了屋里 往沙发上一靠 盘起了二郎腿 他用手敲了敲自己的小腿 自嘲道 人老了呀 逛个街腿疼得要命 青年给我们端来了茶 冯伟向我介绍道 这是小王 他爹老王室 古董一条街上最大的古董商 我带你来 这可不光是为了借宿 还要看看他 手里有没有我们要的货 正说着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手上还有两枚金戒指 连门牙都是金的 气质比爆发户还爆发户 一入门 他就热情地跟冯叔打招呼 伟哥 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儿子 去地窖把我的珍藏的茅台拿出来 今晚我要跟你冯叔叔 好好喝两杯 冯伟起身 轻轻给了老王肩膀一拳 跟你说了多少次 叫冯哥 别叫伟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不举呢 老王善笑道 这不是叫习惯了吗 他看向我 这玩面声 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 去你的 这话要是让你嫂子听见 不得打断我的腿 冯伟介绍道 这是张贤 新一代的殷商 老王看向我的眼神 一下就变了 林大师的徒弟 幸会幸会 冯伟对我说 你师父当年救过老王一命 怪不得老王如此热情 原来他和师父 还有这样的过往 老王热情地整了一桌子好菜 还开了一瓶珍藏十年的茅台酒 可惜我喝不了酒 没机会品尝号称果酒的茅台 吃完饭后 该谈正事了 冯伟问老王 你今天去进货了 拿到什么好东西了 露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老王喝的说话 都不利索了 都在东屋里放着呢 让我儿子带你们去 看上哪件 进货架拿走 小王带着我和冯伟进了东屋 我像是进了藏宝库 满屋子都是古董 少说有一百件 当真是凌王满目 事实证明 老王的却是厂量 每一件古董上 都标有进货的价格 都不用再砍价的 我扫了一眼 惊讶地问冯伟 冯说 这好像都是真货啊 冯伟还没说话 小王在一旁自豪地说道 我父亲从不卖假货 冯伟开了口 这话倒是不错 不过你爹哪来的钱 竟有这么多货 他从货架上 拿起一个拳头大的佛头 单说这佛头 没个三百万拿不下来 我看到小王眼神闪躲 有些惊慌 他支支吾吾地 半天说不出话来 冯伟警告道 买卖佛头可是犯法的 尤其是这种年份的真品 等你爹酒醒了 劝劝他 做完这笔赶紧收手 都这岁数了 人生胜不下二三十年 要是在牢里度过 可不值得 小王赶紧硬了下来 冯伟也就没继续多说什么 小子 你看看 有我们要的东西吗 屋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鹰鹿气息 我猜测应该不止一件 我用阴阳眼一件件扫过 最终发现了两件鹰鹿 一件是商朝的青铜剑 一件是隋朝的腰带御扣 留宿一夜 多得两件鹰鹿 当真是意外之喜 我把鹰鹿收好 准备找老王结账时 发现他已经回卧室睡了 小王说 房间已经打扫好了 让我们先休息 明天再付钱也不迟 冯伟喝得也有些上头了 回屋倒头就睡 反倒是我 明明很困 可就是睡不着 夜里 我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有一个疑问 虽然年数越久的古董 越容易变成鹰鹿 可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一个小小的古林村 竟然被我找到十一件鹰鹿 加上冯伟带去茶馆的两件 总共有十三件 我越想越不对劲 烦躁地睡不着 干脆从床上趴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屋外有烟飘过 我以为是哪里着火了 赶紧打开窗户查看 窗户打开 冷风灌进屋里 我没有闻到刺鼻的味道 原来是起雾了 冯伟被冻醒了 裹着被子坐了起来 问我 小子 你干嘛呢 见冯伟醒来 我指了指窗外 说道 外面起雾了 冯伟打了个哈气 语气奇怪地问我 冬天里起雾不是很正常吗 这话说得没错 但窗外的雾明显不对劲 冯说 你没感觉到雾中的煞气吗 冯伟打了个机灵 一下清醒了过来 我不是阴人 没你那么敏锐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冯伟竟然不是阴人 冯伟打去我 很不可思议吗 谁说查管的合伙人 一定要是阴人的 他说得很有道理 我不也找了同样不是阴人的卢星医 作为合伙人吗 只是有一点 我想不明白 冯说 既然你不是阴人 是怎么分辨出阴雾的 普通人可没这个本事 冯伟骄傲地向我解释 接触得多了 自然就懂了 小子 别看你才是阴商 但你见过的阴雾 可真没输见过得多 他穿好衣服 走到窗前 神情凝重地说道 这物给我的感觉 的确有些诡异 难不成村里闹鬼 在此之前 我曾经两次碰到过 鬼屋弥漫的场景 每次都没有好事发生 我跑回自己的床 从枕头下 把困屋刀拿了出来 以防外衣 冯伟比我要淡定得多 别紧张 鬼也是有智慧的 咱又没得罪他 不一定会找上门的 事实证明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直到太阳出来 鬼屋消散 也没有危险发生 反倒是我紧张了一夜 又没能睡好 冯伟没了睡意 对我说道 出去溜溜 看谈村里 有没有早餐探 现搞点吃的 垫垫肚子 我刚好有些饿饿 跟着冯伟一起出了门 可我们在村里 整整逛了一圈 别说早餐探 就是个人影 都没见到 冯伟望着空荡荡的 古董一条街 满脸的疑惑 以前来的时候 天不亮 就有人开始铺摊子 今儿太阳 都升起来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他带着我 来到一户人家 用力地拍门 呜呜呜呜 院子里的看家狗 大声地叫了起来 可叫了足足五分钟 也没人前来开门 小子 有些不对劲 他透过门缝看了一眼 对我说道 狗拴着绳子呢 咱爬墙进去看看 不等我同意或者反对 冯伟往后退了几步 一个助跑 就翻过了两米的砖墙 我哪能自己在外待着 学着他的样子 也翻了进去 我们两人 无视了狂飞的看家狗 穿过院子 走到了这户人家的房门前 门没反锁 轻轻一推就开了 冯伟率先走了进去 很快就找到了卧室 卧室的床上躺着的人 正是昨天卖我伤潮被毙的老大爷 冯伟走到床边 轻轻拍了拍老大爷的肩膀 大叔 醒醒 老大爷没反应 冯伟手上的力气 加重了三分 醒醒 老大爷依旧没有醒 相反 还打起了呼噜 我有些傻眼 老大爷这睡得 未免也太色吧 家里进贼 恐怕都发现不了 然而冯伟下面的动作 让我改变了想法 只见冯伟捏住老大爷的脸 使足了力气用力一扭 松手时 老大爷的脸都有些发子了 然而 老大爷呼噜声都没有停顿 依旧睡得很沉 老大爷这情况 没法用睡得太沉来解释 我问冯伟 冯说 这是怎么回事 冯伟也拿不定主意 去另一家看看 我们两人翻墙 去了老大爷的邻居家 这家的情况和老大爷一模一样 一家三口睡死了一样 不管如何喊叫 都无法醒来 回老王家 回到老王家 情况依旧如此 不管是老王还是小王 都是酣声如雷 冯伟甚至从院子里 咬了一勺冰囊的井水 泼在老王的脸上 都没能把他唤醒 冯伟皱着眉头喃喃道 奇怪了 古林村的人 这是怎么了 我盯着老王的脸 冯伟问我 小子 有什么发现吗 我指着老王的额头 他硬堂发黑 有血光之灾 我记得清楚 昨日老王还红光满面 怎么睡了一觉 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和冯伟本计划 今天回安德 但遇到这种情况 不好离开 毕竟老王是冯伟的朋友 总不能丢下不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不断高升 正午阳光醉裂的时候 老王打了个喷嚏 睁开了眼睛 他摸了一把自己的脸 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奇怪 我怎么一身水 他从床上坐起来 发现我和冯伟 站在床边 直勾勾地盯着他 吓得他打了个机灵 伟哥 你们干嘛呢 吓我一跳 冯伟问他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老王抬头看了一眼 挂在墙上的石中 脸色怪异 怎么又睡到中午头了 听他这话 这样的情况 不是第一次了 冯伟直截了当地问他 老王 你实话告诉我 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闹什么事呢 老王表情古怪 却识口否认 能有什么事啊 冯伟哼了一声 跟我装饰吧 刚刚我们两人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全村老少全都跟你一样 睡得和死猪一样 怎么都叫不行 老王依旧否认 伟哥 真没发生什么事 冯伟指了指我 还记得他是谁吧 林玄的徒弟 他说你印堂发黑 不日就有血光之灾 你要不要读一读 他说的这话是真是假 老王的脸色变得煞白 他支支吾吾地问我 小兄弟 真的吗 我点点头 冯伟的确没有骗他 我虽然不会看面相 但透过阴阳眼 老王印堂部位有一团 透着红光的黑气 不出三日 肯定会有血光之灾 轻则丢半条命 重则一命呜呼 老王终于害怕了 伟哥 小兄弟 我最近的确是碰到事了 你们要帮帮我啊 正说着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不一会儿 小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爹 我刚刚上厕所 听到有人喊 三叔死了 老王急忙从床上蹦下来 湿漉漉的睡衣 都没来得及换下 就向门外跑去 我和冯伟对视一眼 跟了上去 我们跑到距离老王家 不远的一户人家 院子和门外站满了村民 让让 快让一让 老王挤进了门 很快就传出他痛哭的声音 三弟啊 哥哥害了你 老王哭得撕心裂肺 等我和冯伟 从人群中挤进房门时 他已经哭晕过去了 冯伟赶紧上前 用力掐他的人中 掐了好一会儿 老王才缓过劲来 我没看老王 目光被老王身前的死人 吸引了目光 老王的三弟赤身裸 提得躺在床上 睁着大眼睛 死不瞑目 入行以来 我见过不少尸体 但老王三弟的尸体 最为奇怪 他的皮肤有些干点 暗沉 没有光泽 湿水了一样 如果人死了几天 或许会呈现这样的样子 可我上前摸了一下 老王三弟的身体 还有点温度 说明死了不是很久 另一个吸引我的点 是老王三弟的下半身 那玩意儿上 散发着一股骚味 结合他赤身裸体的状态 不难判断 昨晚他曾与女人 有过语录之欢 小王进了屋 我直接了当地问他 你这三叔 可有老婆 小王摇头 没有 三叔都离婚二十年了 一直一个人过日子 我再问他 那你三叔有相好的吗 小王还说没有 他把嘴凑到我耳前 村里人都知道 我三叔那方面不行 这就奇怪了 没有老婆也没有相好 那昨晚是谁 跟他滚了床单 我回头再看 眼睛忽然发烫 随后我在老王三弟身上 发现尚未散去的杀气 回想起昨夜 弥漫整个村庄的鬼物 我心中有了猜测 村长赶来 安排人把尸体送去殡仪馆 老王被小王背回了家 过了好久才回过神 冯伟给他沏了杯浓茶 让他一口气喝下 精神精神 等老王把茶灌进肚子 我直截了当地问 村里死几个人了 老王没再隐瞒 道出了实话 算上我三弟 已经死三个了 我追问道 死的人 都是做古董生意的 老王点了点头 冯伟问我 小子 你看出什么来了 我解答道 冯说 还记得王叔 那满屋子的古董吗 冯伟点了点头 昨晚我就觉得 那一屋子的古董来路不正 这些年 虽然说老王卖古董赚了些钱 可那一屋子的古董 都能开一家博物馆了 老王倾家荡产也买不起 老王听后低下了头 像是被当场捉住的小偷 我问老王 你们是不是动土了 动土两个字 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我要是不客气一点 就直接问老王 是不是盗墓了 冯伟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老王 你糊涂啊 盗人坟墓 扰人长眠 这种段子绝孙的事 你也敢做 老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我真是贱 怎么就起了贪念呢 把自己弟弟都害死了 他骂了自己几声 向我哀求 小兄弟 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 帮帮我们吧 我活了五十多年 死就死了 可我儿子年轻 还没娶媳妇呢 我看向一旁的小王 原来盗墓还有他的份 还真是上阵父子兵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小王的印堂上 也有一团黑气 我对老王说 先说说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 老王开始讲述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一个月前 他喝了点酒 正在家中睡觉 恍惚间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告诉他 在距离村子十里地的山脚下 埋着半截佛像 顺着佛像往下挖 会发现一座地宫 那是一座公主坟 坟里宝物无数 随便拿出一件 都是价值千金 老王醒来后 本没当回事 可不知什么情况 他越想心里越痒痒 于是带着自己的三弟 开车过去一探究竟 去的路上 三弟还嘲笑老王 说他没老先糊涂了 梦中的事情 怎么能当真呢 可真到了地方 两人震惊地发现在荒山脚下 还真有一个半截入土的佛像 两人傻了眼 当时只是去探路 也没带着工具 只能回去 老王的三弟爱喝酒 当晚有个酒厂 在座的都是村里的古董商 他喝多了口无遮拦 把这个秘密吐露了出去 结果第二天一早 这些古董商 就找上了老王的门 要求老王带着他们 一起去挖公主坟 给他们奋一杯羹 老王本来是不想干的 盗墓违法 尤其还是这种 古代皇家贵族的大墓 一旦被抓 十年牢狱都是轻的 可他架不住这么多人起哄 有人还说 老王要是不敢 就把具体地方说出来 他们自己去挖 老王想着法不择重 下定了决心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三弟 和儿子小王 连同知情的古董商 总共八个人 借着夜色 再次赶了过去 他们带足了工具 轮番上阵 挖了足足五米的深坑 佛像正好对着地宫的大门 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门打开后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梦中的男人 说得一点都没错 地宫中宝贝无数 大大小小的古董 足足收敛了两百件 老王三人分了大头 拿了其中的一百件 剩下的一百余件 有五个古董商评分 既然是坟墓 自然会有死者的棺果 一开始 大家都没想动 可见识了满地的古董后 有人动心了 老王忘记是谁说了一句 一般棺材里的陪葬品 八个人不约而同地走到棺材前 合理将棺材推开 棺材推开后 八个人都惊呆了 棺材里躺着的 不是他们想象的白骨 而是一个穿着金绿浴衣的女子 女子的身体与活人无异 血肉疯 满 皮肤白皙 若不是胸口没有起伏 八人还以为她只是睡着了 八个人都看呆了 甚至忽视了女子的身边 价值连城的陪葬品 经验之后 八个人又是冷汗直流 人死了这么久 依旧栩如生 实在是太诡异了 八人短暂地交流后 做出决定 把棺材里的陪葬品拿走 再把棺材合上 原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可到临走的时候 老王的三弟犯了错 我三弟离婚二十年 很久没碰过女人了 他看着棺材中的女子 长得漂亮 惊 冲上脑 趁着我们不注意 伸手摸了一把 然后 然后 老王的声音越发颤抖 最后化作一声惊呼 棺材里的女人 睁开了眼 老王惊恐地讲不下去了 小王也是一副恐惧的模样 我对老王说 你冷静一下 先讲完 老王又灌了两口浓茶 当时我们都吓坏了 生怕那女子爬出来 赶紧把棺材给盖上 慌不择路地 从地宫中跑了出去 走之前 我们还把挖出来的土 都填了回去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 并没有发生什么 诡异的事情 我们渐渐放下了心 商量着如何 把从地宫中 得到的古董出手 可就在碰面第二天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老王再次陷入了回忆 那天晚上 我起床上厕所 眼见着起了浓雾 不知怎么回事 我忽然觉得很困 都没能走回房间 就趴地上睡着了 幸好我出门穿了大棉袄 否则那天夜里 我就被活活冻死了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我和儿子出门一看 整个村子的人 都才刚刚起床 老王咽了咽口水 当时我就觉得 这事情 有可能和我们挖的公主坟有关 我赶紧去敲 其他几个古董商的门 前面几家都开了门 等敲到一个 信堂的古董商的家门时 我们听到他老婆 在屋里嚎啕大哭 我当时心里一个灯 知道出事了 那人死的模样 跟我三弟一模一样 全身赤裸 皮肤干扁 过了没几天 又死了一个 我们吓坏了 跑去之前挖木的地方一看 原本被我们填上的土 多了一个刚好 能让人能爬出来的洞 老王额头上都是冷汗 肯定是关国里的那个女 出来找我们复仇了 冯伟奇怪地问道 你们没想办法 就这么等着被杀 老王摇头 我们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我们当中一人 在实事做生意时 认识了一个高人 出轨驱邪的本事很厉害 知道关里的女人出来后 他立马就给高人打了电话 高人说 关里的女人不是鬼 而是更厉害的僵尸 高人说 僵尸凶猛 他需要做些准备 才能来救我们 本来约好的是今天 谁知道三弟他 说到这 老王再次气不成声 哭了好久 老王求我 小兄弟 我和你师父做过生意 知道他的本事 我信不过别人找来的高人 求你救救我们 至少救救我的儿子 小王也在一旁说道 需要多少钱 兄弟你尽管提 只要能保住命 花多少钱 我们也愿意 我没立即答应下来 而是看向逢尾 说实话 这活我不想接 倒不是见死不救 而是对付僵尸 不是因伤对口的生意 如果是对付恶鬼 我倒不介意赚点外快 但僵尸 我怕自己对付不了 师父曾经跟我讲过 僵尸是人死后 尸体吸收大量怨念 和煞气形成的怪物 即便是最普通的僵尸 也比恶鬼难对付得多 之前与黑鸭的人交手 他就放出过一只僵尸 最后还是靠着 林小璐犯病 才打败了他 冯尾大概是念着 和老王的情谊 对我说 小子 要不咱再留两天 他们不是找了高人吗 咱先在一旁看看 用不着我们插手最好 那僵尸真要是厉害 咱至少 把老王父子弄走 滑下这么大 僵尸又不能坐飞机高铁 换个地方 说不定就安全了 冯尾既然开了口 那我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于是我给林小璐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 我要晚两天回去 林小璐问清楚原因后 叮嘱我 呆子 你一定要小心 要是帮不了 就不要硬撑着 要么回来 要么让我过去 我说自己一定会小心的 当天下午 老王口中的高人来了 他穿着一身灰色道衣 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看起样貌 有点像影视剧中下山的道人 尤其是那长长的胡须 和现代人的容貌格格不入 高人把下过公主坟的 古董商们聚集在了一起 其中请高人前来的古董商 忧心忡忡地询问道 大师 您真能救我们吗 大师摆出一副 先锋盗鼓的模样 非常自信地回答道 不就是一只小小的僵尸吗 今晚我就能把他抓住 听到高人这么说 古董商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我悄悄地问冯尾 冯说 你看这个人 是真的有本事 还是 后面半句我怕高人听见 没有说出来 但我想表达的意思 冯尾肯定是听懂了 他小声地回答道 你是怕他们遇到江湖骗子吧 倒也不至于 你看这人拿来的那些东西 我侧眼一看 高人把他带来的大包 放在桌子上 从中取出了一些物品 有驴蹄 狗血 糯米 以及桃木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已经写好的道家福录 冯尾对我说 这些东西都是对付僵尸常用的物品 而且 这人明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僵尸 还如此自信 应该是有些本事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或许真的不用 我们出手了 只见高人拿出一打符露 给古董商们一人分了一张 让他们贴在自己的鼻梁上 用嘴对着符露吹气 古董商们照做了 吹了三分钟后 高人又把符露一一收了回来 仔细地叠成三角形 全都放进自己衣服的那兜里 他对古董们说 你们的气息都留在我身上 今晚你们安心睡个好觉 明天一早 你们就能看到被捉住的僵尸了 古董商们再次千恩万谢 说要在村里开洗百宴 给高人接风 高人大手一挥 这些完事再吃也不迟 就这样 大家散去了 高人则留在了老王三弟的房子里居住 这个房子已经空了出来 刚好能让他放开手脚捉僵尸 我本想留下凑凑热闹 看看高人是怎么对付僵尸的 谁知我刚把这茬提起来 就被高人轰了出去 高人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本门绝学盖不外传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也不好意思 厚着脸皮继续留下来 于是跟着冯伟一起回到了老王家 当天晚上 浓稠如白汤的雾气 再次笼罩整个古林村 我惊讶地发现 鬼屋中的煞气 比起昨天晚上浓了许多 天亮后 我去找老王 老王依旧是呼噜打的震天响 我喊了他两声 没能把他叫醒 我心中咯噔一跳 暗到一声坏了 如果高人真的把僵尸制服 老王现在应该一叫就醒 难道出了岔子 我急忙叫醒冯伟 和他一起去了老王的三地家 一入门 我就看见站在院子里的高人 高人已靠在院子的墙壁上 赤身裸体 瞪大了眼睛 一动也不动 我走上前 伸出手指 在他鼻子下一探 没气了 冯叔 人死了 冯伟也走到高人面前 他轻轻一碰高人的身体 高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脑袋一歪 躺了下去 他始终都睁大着眼睛 死不瞑目 我蹲下身子 检查了一下高人的身体 他和老王的三地一样 皮肤干扁 像是湿了水分 阴阳眼微微发烫 随后我看到高人身上 弥漫着尚未消散的煞气 小子 你看看院子里 我扭头一看 院子里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离着我不远的地面上 有一只断了半截的桃木剑 周围地面撒有狗血 糯米还有一截 只剩下骨头的黑驴蹄 可以想象 昨天晚上 高人和僵尸 必然有一场激烈的打斗 只可惜 高人没能赢 还丢了性命 我问冯伟 冯说 咱现在怎么办 冯伟没有丝毫的犹豫 回答道 带着老王和他儿子赶紧撤 这僵尸不太对劲 我们可能也对付不了 我说了声好 和冯伟一起用最快的速度 回到老王家 只是老王和他儿子 依旧叫不醒 想要带他们离开 只能有我和冯伟一人背着一个 谁知 我们刚给父子二人穿好衣服 窗户外 忽然又起了雾 冯伟跑到窗边 喊了一声坏了 我也很是吃惊 鬼屋最怕阳光 此刻太阳就在天上挂着 这雾怎么就重新凝聚了起来 冯伟给出了一个猜测 昨晚倒是应该把僵尸伤得不轻 僵尸为了让自己恢复 冒险要在白天杀人 我曾经听师父说过 有些僵尸能通过吸血疗伤 我问冯伟 这僵尸该不会 在村里打开杀戒吧 冯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有这个可能 不过僵尸心眼小爱记仇 他在打开杀戒前 肯定会先完成复仇 他叹了一口气 剩下的两个古董伤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当初下公主坟的总共八个人 如今已经死了四个 老王和小王 由我和冯伟保护 剩下的两个我们顾不上 他们的生死 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在我和冯伟说话的空当 鬼屋已经完全笼罩了整个村子 甚至还飘进了屋里 我关紧门窗不让雾气进来 冯伟问我 小子 你有本事在鬼屋里辨别方向吗 我摇了摇头 以前我曾经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鬼屋里很容易碰到鬼打墙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要是只有咱两个 或许能走出去 可带着老王和小王就够呛了 毕竟这对父子是僵尸的目标 带着他们僵尸 一定不会放我们走的 冯伟瞪了老王一眼 恨不得上前抽他一巴掌 他叹了一口气 怒斥道 真是贪心害死人啊 冯伟对我说 小子 林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徒弟 可不能被我害了 你自己回去吧 我留下来帮一帮老朋友 我冯伟走南闯北 靠的就是义气 让我把老王扔在这里 我做不到 要是换做别人 我肯定扭头就走了 可冯伟是师父的合伙人 要是冯伟 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 我没办法跟师父交代 更何况 冯伟不是阴人 他如何能对付僵尸 我对冯伟说 冯说 还是让我来吧 毕竟我有昆虏刀 不一定会输的 冯伟看了我一眼 神情郑重 好 算书欠你个人情 他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那僵尸应该已经生出了灵质 知道咱两个茶子印 肯定会先去找那两个 没有人保护的古董商 在他来之前 咱还有一段时间做准备 去把咱们这几天收来的阴物 都拿出来 说不定有能用上的 我把前天收到的阴物 脑的倒在地上 来的时候 我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因此没有特意准备阴物 此刻能依靠的 只有这些心境的祸了 只不过手中的阴物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不清楚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效果 想知道阴物有何效果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翻看阴商笔记 二是余代阴商 把它们一生中见过的阴物 统统记载了下来 整理成一本厚厚的册子 供后世传人学习 不过 天下阴物繁多 阴商笔记中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 若是遇到新的阴物 就需要通过实践来得知阴物的效果 只是僵尸马上就要杀来了 我没有时间去搞清楚阴物的具体功效 这个时候 只能靠猜的了 师父告诉过我 阴物的效果 与它本身的气形是有联系的 就像没见过老虎的人 若是见过猫 也能通过联想 大概想象出老虎的模样 只是这种方法准确率有限 常常需要配合猜测者本身的经验辅助 我一件件阴物地看过去 最终挑选出了两件 有可能用得上的阴物 这两件阴物是前夜从老王家收到的 一个是断了一半的青铜剑 商朝产物 一个是腰带上的御扣 来自隋朝 我将两件阴物 分别命名为护身剑和索阳扣 根据我的猜测 护身剑有辟邪的作用 而索阳扣则有镇压邪物的功效 至于我猜测的准不准 只有用过之后才能知晓了 我把老王和小王并排放在床上 护身剑就放在两人中间 至于索阳扣 我则是别在了自己的腰带上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窗外的雾气越来越浓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雾中的煞气变得更加浓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猜测另外两个古董商 很有可能已经遇难了 旺 旺 旺 老王邻居家的狗忽然狂吠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跳 急忙对冯伟说 冯说 做好准备 僵尸可能已经来了 我一边提醒 一边拔出了昆武刀 这是我最大的遗仗 我死死地盯着门 而冯伟则是盯着窗户 僵尸想要进来 肯定会二选一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僵尸既没走门 也没走窗 碰 我的头顶上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 有细碎的瓦砾尘土 落在我的头顶上 我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屋顶上 露出了篮球大小的洞 大意了 农村的房子 屋顶都是砖瓦垒的 不如城里楼房 用混凝土结实 以僵尸的本事 很轻松就能打破 犹如羊汤的白色雾气 从屋顶缺口涌入 很快 屋里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看到白茫茫的雾 冯说 你在哪 冯伟的声音 从我身前传来 这呢 我向前跨了两步 终于是看到了冯伟 我们刚刚距离不到两米 竟然谁也看不见谁 忽然间 我的眼睛变得滚烫 随后我的眼睛 像是带了红外线夜视一样 看到一个红色的身影 从房顶上跳了下来 就落在我的面前 虽然在阴阳眼里 从房顶上跳下来的人 只是一道红影 但我肯定 它就是女僵尸 我毫不犹豫地 把困物刀往前刺 可刀 还没碰到女僵尸 我的手腕就被对方抓住了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 与僵尸交手 但眼前的这个女僵尸 比当初黑压唤醒的僵尸 力气更大 它扭了一下 我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后背重重地砸在墙上 好在刀没有脱手 否则 我只能等死了 我眼中的红影 抬脚踢了一下 紧接着就听到了 冯叔的惨叫声 随后 女僵尸转身 跳到了床上 我看不到老王和小王 但从女僵尸的动作 不难判断 他在八旗中一人的衣服 我想起身帮忙 但刚刚摔得腿脚麻木 一时间站不起来 十几秒钟后 我看到了香 燕的一幕 女女僵尸 做着扶兄的动作 身形一上一下 这动作 不管你有没有经验 只要是看过小电影 必然能够描动 不过此情此景 我只感觉了恐怖 我看到有淡黄色的气 从女僵尸身下浮现 被女僵尸吸进嘴里 盯着淡黄色的气 我内心冒出一个词 阳气 阴魂身上冒阴气 活人身上藏阳气 我总算知道 前面几个死者 为了会皮肤干瘤 身体成湿水的状态了 原来是被女僵尸吸干了阳气 不管现在被女僵尸吸阳气的 是老王还是小王 再不帮忙 这个人就死定了 我强忍地痛起身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冯伟的声音 小子 有没有办法削了屋子里的雾气 两眼抹黑 什么手段都用不了 我正想说没有办法 忽然想到鬼雾形成的原因 是浓烈的煞气 把空气里的水气冷凝成了雾 只要把雾中的煞气搞没了 雾气自然就散了 而我的阴阳眼 正是吸收煞气的一把好手 女僵尸能吸氧气 而我的阴阳眼 能拿煞气 说干就干 有过好几次 用阴阳眼吸收煞气的经历 我早就搞清楚了操作的方法 我眨了眨眼 周边的煞气 立即钻入我的双眼 煞气非常冰冷 可吸收的煞气越多 我的双眼越是滚烫 就仿佛有热水浇在眼上 疼痛难忍 阴阳眼的效果非常好 房间里的雾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 很快我就能看清女僵尸的模样了 和老王之前形容的一样 这是一个穿着金绿玉衣的古典美女 她长得极美 胜过许多银幕样的明星 只是一张煞白的脸 让人不敢欣赏 只有恐惧 女僵尸身下的是老王 她睁大着眼睛 满脸都是惊恐 她嘴巴长得极大 似乎想要喊救命 却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能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 随着女僵尸吸收的阳气越多 她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起来 我心中生出一个荒诞的想法 如果她每天都吸收阳气 会不会有一天起死回生 死人变活人 冯维捂着自己的肚子 看样子女僵尸 刚刚那一脚踢的不轻 她看到老王马上就要没命 踉呛着冲了上去 我看到她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葫芦 拍在女僵尸的后脑门上 冯维的葫芦有些厉害 贴到女僵尸身上后 女僵尸触电式的 颤个不停 不过更惨的是老王 不知道是葫芦误伤了她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她翻起了白眼 口吐白沫 啊 女僵尸惨叫一声 从老王身上跌了下来 刚好滚在老王和小王的中间 护身剑就放在那里 事实证明 我的猜测很正确 护身剑有辟邪的效果 女僵尸再次惨叫一声 从床上滚了下来 她碰到护身剑的部位 金履玉衣像是被火撩了一下 大片乌黑 我的腿脚能动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女僵尸面前 双手握刀 对着她的胸口刺了下去 刀锋碰触到金履玉衣的时候 我明显感应到 手中的昆乌刀停顿了一下 不过昆乌刀无比锋利 说削铁如泥 可能夸张了一点 但吹毛断发 能够轻易做到 昆乌刀虽然被阻挡了一下 但仍旧刺破了金履玉衣 刺入女僵尸的胸膛 戳破了她的心脏 如果换作一个活人 心脏被刺破必然会死 但僵尸本就是死人 女僵尸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 不过这一刀 对她还是有影响的 我明显感觉到 女僵尸的力气变小了 冯维跑过来帮忙 又是一道俘虏贴在了 女僵尸的额头上 女僵尸再次像触电一样颤抖起来 我的压力一下就放松了许多 可还没等我松口气 女僵尸一把抓下额头上的浮露 另一只手伸手向我脖子抓来 我眼急手快 起身躲了过去 冯说 有绳子吗 冯维扫了房间一圈 没找到绳子 于是把自己的腰带解了下来 把我控制住她 我一脚踩在刀柄上 把想要起身的女僵尸 重新摁了回去 冯维把腰带打了个结 绑在女僵尸的手腕上 老子进口的鳄鱼皮带 有本事你就震开 她话还没说完 皮带啪的一声就崩断了 我和冯维都傻了眼 这女僵尸的力气 未免也太大了 冯维提醒我 小子 你刚刚准备的鹦鹉呢 我把自己的皮带解下 锁羊扣就在上面 可这玩意儿有没有效果 我拿不定主意 冯维从我手中接过皮带 再一次绑住了女僵尸的双手 说来神奇 女僵尸这次正脱不开了 她双手像是灌了签 压在胸前动弹不得 冯维重新把俘虏贴在 女僵尸的额头上 这次她没法用手摘去 终于是老实了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用手揉自己的腰 刚刚撞墙那下真的疼 我都怀疑自己的脊柱骨裂了 看着地上的女僵尸 我问冯维 冯说 怎么才能彻底杀死她 冯维气喘吁吁地说道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僵尸了 我也没办法杀死她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它重新封进棺材里 有你的鹰雾 加上我的符露 在棺果上 多定几根染了黑狗血的钉子 肯定能封住她 我和冯维立即行动起来 以免夜长梦多 女僵尸被制服 窗外的鬼屋也散了 这个时候 老王和小王这对父子 已经能够唤醒了 老王被吸了大半阳气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我用力摇了摇小王 大声地喊 快醒醒 小王被我晃醒了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了一眼窗外 喃喃道 天都这么亮了 我这是睡了多久 哎 这不是老爹的房间吗 我伸手掐了一下他的脸 小王打了一个机灵 彻底地清醒过来 他看到躺在自己身边的老王 吓了一跳 爹 你怎么了 爹 冯伟对小王说 你爹被僵尸吸了点阳气 不过还死不了 小王扭头一看 正好看到躺在地上的女僵尸 她脸色下的煞白 哆哆嗦嗦地说道 就是她 躺在棺材里的女人 就是她 我对小王说 这僵尸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不过控制不了太久 你现在赶紧带路去公主坟 我们要把它重新关进棺材里 小王不敢犹豫 急忙出门开车 连睡衣都没有换 我和冯伟把女僵尸 抬到了车的后备箱里 冯伟让小王找几根 泡了黑狗血的钉子 越长越好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们一同前往公主坟 山路崎岖 车一直在晃荡 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的 生怕车颤得太厉害 把僵尸额头上的符路给抖掉 好在一路上都很平安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下了车 小王指着地面上的一个洞 对我们说道 公主坟就在下面 我仔细打量地上的洞 这个洞很深 少说也有三四米 真难想象 这女僵尸 究竟是如何徒手挖上来的 小王知道 我们要把僵尸 重新关进棺材里 特意带了挖土的工具 我们三人轮番上阵 用了两个多小时 把坟前的洞挖大 我打着手电筒 走在最前面 小王和冯伟 抬着女僵尸 我们三人进入了地下 走进地宫前 我特意看了一下地宫的封门时 我问小王 地宫的们 你们是怎么打开的 古代的封门时 都是从门后顶住大门 想要强行进入 得靠炸药 可我面前的 这块封门时整体完好 所以我想不明白 老王他们 究竟用了什么方法 把门打开的 小王摇了摇头 对我说 我们挖到地宫的时候 门就是打开的 这让我十分诧异 根据老王之前的说法 他们赶到地宫时 僵尸还没有苏醒 那么是谁打开的门 冯伟催促我 小子 想不明白以后再想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女僵尸重新封印回去 我点了点头 继续往前走 地宫里的陪葬品 早就被老王他们 全部拿回了家 显得十分的空旷 在小王的指路下 我们静止来到了主墓室 一个棺果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个棺果 是用梨花木打造的 显然做过特殊的防腐处理 直到今天 还历久弥新 棺盖倒在一旁 反面有两只清晰可见的手印 可见女僵尸出关的时候 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推开 在我的指挥下 小王和冯伟把女僵尸 重新放进了棺材里 锁杨扣我没有从女僵尸的身上取下 这是封印僵尸的关键所在 棺盖很重 我们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重新把棺盖盖了回去 随后 我看向冯伟 冯说 看你的了 重新封印女僵尸 除了需要我的锁杨扣外 还有靠冯伟的符路进行加固 只见冯伟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把符路 什么样式的都有 我非常好奇地问道 冯说 这些符路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冯伟点了点头 笑着对我说 虽然我不是阴人 但毕竟从这个行业捞钱 时常遇到一些意外 所以就跟着你师母的师父 偷偷学了两招 防身吗 原来是跟师母的师父学的 换句话说 冯伟手中的这些符路 是正宗的龙虎山传城 怪不得这么厉害 一贴到女僵尸的头上 女僵尸就跟触电似的动弹不得 冯伟挑选了几张符路 贴在光谷的四周 他怕符路因为年久掉下来 还找了一些土 撒了抛尿 扮成湿泥 抹在符路上 干完这些活 冯伟对小王说 我让你准备的锤头和钉子呢 小王急忙把别在腰带上的锤子 拿了出来 钉子在他的口袋里 钉子很长 一直左右 上面已经浸泡过黑狗血 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我从小王手里接过锤子 把所有的钉子都钉入棺盖中 冯伟对我说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除非有人特意把僵尸放出来 否则他自己是跑不出来的 小王挂念着自己的父亲 问我们现在能不能回家 我说了声好 不过在回去之前 要把刚刚挖的土重新填回去 以免有人因为好奇走进地宫 再惹麻烦 正准备离开 我忽然看到 地宫的墙壁上 有一处不寻常的地方 我拿着手电筒走上前 往墙上一照 随后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 冯叔 快过来看看 你发现什么了 冯伟快步走上前 他看向我手指的地方 眉头皱了起来 小子 你刚刚的怀疑没有错 这个地宫在老王他们来之前 曾有人来过 墙壁上是一个符号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符号代表的意义 但我肯定是因人留下的 阴阳眼下 符号上满满的都是煞气 老王他们几个古董商 都是普通人 不可能是他们留下的 事情的真相 已经慢慢浮出水面 女僵尸从地下跑出来 并非一个意外 而是有人精心设计的阴谋 老王梦中听到的男人声音 或许也不是单纯的一场梦 只是我暂时还没想明白 既然这人有能力进入地宫 那他为何不自己 把僵尸放出来 而是要借老王这些人的手 我对冯伟说 冯叔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阴谋 僵尸留在公主坟 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冯伟也想通了这件事 我们走后 最早进地宫的人 很有可能杀一个回马枪 若他顾及重施 再次把僵尸放出来 那古陵村的村民 又会有血光之灾 冯伟想了想 提出了一个建议 打电话给你师母 让他派人来处理这件事 交给十三局处理 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我走上地面 掏出了手机 我没有师母的联系方式 但有他下属冯姐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就接通了 我把古陵村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冯姐 冯姐让我先守着公主坟 她马上就派人过来 十三局的效率是真的高 只过了半天 人就来了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来的不是别人 而是师父的大女儿 林小璐的姐姐 林素素 我和林素素只见过一面 是在拜师宴上 这位大姐有一种 女中豪杰的气场 在她面前 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 有些紧张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林天佑见到大姐 会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有多远跑多远了 冯伟看到林素素 笑着说 素素啊 你来了叔就放心了 对付僵尸 全世界没人比你更专业 林素素笑着回应 冯叔说 这里交流吧 你去休息吧 冯伟揉了揉肚子 也好 被那僵尸踹了一脚 现在还没缓过劲来呢 我就在这等着 让张贤陪你下目吧 林素素走到我面前 我赶紧打招呼 大姐 好久不见 林素素伸手捏了捏我的肩膀 也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疼得我直咧嘴 林素素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比上次见面皆是多了 看来练刀没偷懒 我走之前要看看你的练刀成果 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的刀法是林素素教的 她当然有资格考验我 只是这句做好心理准备 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她松开手 指了指地宫的位置 带我进去 我重新打开手电筒 走在前面 带着林素素 再一次进入地宫 来到棺果前 我问林素素 大姐 你准备怎么处理她 刚刚冯伟说 林素素是对付僵尸的专家 因此 我对她的手段 很是好奇 林素素的回答 很是简单 带回去 13局有一个 专门处理僵尸的机构 不过最近 他们好像挺忙的 我刚好就在附近 所以卢姐 让我过来处理 怪不得呢 我可没记得林小璐说过 林素素也是13局的成员 原来是友情帮忙 林素素指了指观果 皱着鼻子问 怎么有骨尿骚 我把刚刚冯伟做的事情 讲了出来 林素素感慨道 冯叔是个学服的好苗子 可惜她年轻的时候 太过放浪 没心思学 否则现在肯定也是 大师级别的人物了 人各有志 抢求不得 她顿了一下 对我说 把棺盖打开 我有些无奈 这才刚定上不久 又要打开 估计少不了费力气 我砸了钉子 没仰角锤打不开 大姐 要不咱先上去找工具 天快黑了 别浪费时间了 说着她走向棺果 我站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林素素这是要做什么 接下来 我看到了 差点把我惊掉下巴的一幕 林素素距离棺果 还有一步的距离时 停了下来 她深吸一口气 一脚踢向棺盖的边缘 碰 一声巨响 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看到棺盖高高飞起 重重地砸在地宫的墙壁上 碎成两段落在地上 林素素在飞扬的木屑中 优雅地收腿 而我呆若木鸡 一只白皙的手 从我面前晃了晃 看呆了吗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这场景 谁看也呆 我忍不住地问道 大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林素素笑着说 好好练道 早晚有一天 你也能做到 这话我才不信 之前我们三个大男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合上了棺板 还钉了不少于十根钉子 就是来头牛 都不一定顶地开 林素素一脚 就给踹飞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肯定以为是在拍电影啊 地下太闷了 赶紧弄出来走人 林素素走到棺果前 一眼就看到了 绑在僵尸双手上的皮带 他指着皮带上的索杨扣问我 这是你放的鹰雾 我点了点头 得到了林素素的夸奖 不错 会动脑子 张贤 你记住 武力虽然在绝大数情况下都有用 但智慧更重要 说着 他伸手 把索杨扣摘了下来 索杨扣取下的瞬间 原本闭眼的女僵尸 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嘶吼一声 双手用力一拽 我的皮带瞬间裂开 我大惊失色 急忙喊道 大姐 小心 我抽出昆吾刀 拼命地往前跑 女僵尸一把扯下额头上的浮露 然后从棺果里跳了出来 张牙舞爪地扑向林素素 我心生绝望 我好像赶不上了 然而林素素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他闪电出手 一拳打在女僵尸的肚子上 碰 这一拳的声音大的吓人 仿佛一颗炮弹砸在了僵尸身上 之前不管我如何用力 都反抗不了的女僵尸 被林素素一拳砸弯了身子 然后林素素握拳的手张开 捏住了女僵尸的脸 林素素转了个身 抓着女僵尸的头往地上砸去 碰 地宫的天花板有灰尘落下 而女僵尸的绊的脑袋 都被砸进了地面 我停下了脚步 手举昆吾刀的姿势 要多可笑就有多可笑 以前我一直觉得 林小璐是武林高手 打十个壮汉都很轻松 可把她和大姐林素素对比 简直就是一个柔弱的林家女孩 什么叫暴恋 什么叫凶悍 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汇 来形容此刻的林素素 我总算明白 林小璐为何每次提到大姐 都是一副崇拜的模样 这要是我轻简 我敢横着走 林素素把女僵尸提了起来 女僵尸身体贪软 一动也不动了 扛着 林素素把女僵尸扔到我身上 然后十分嫌弃地说道 这么弱 真丢僵尸的脸 弱吗 我有些怀疑人生 我忽然想到下地宫前 林素素说 要考核我的链刀成功 我不由地冒出一身冷汗 等会儿要是只让我耍耍刀还好 万一是实战演练 我不敢想了 回到地面 冯尾看到被我扛在肩膀上的女僵尸 笑着问我 吓到了吗 我表情僵硬地点了点头 冯尾看了一眼林素素 问我 看来你还不知道 素素这丫头在阴行里的绰号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追问道 什么绰号 她的绰号可多了 什么鬼剑仇 妖剑枯 将剑跑 反正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妖邪 听到林素素这个名字 都会有多远跑多远 冯尾的描述 让我的脑海中 蹦出五个字 站立天花板 仔细想想 师父一家五口人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师父是阴行鼎鼎有名的阴伤 师母是十三局的二把手 林素素就不说了 我现在还惊着呢 林小璐虽然身患寒症 但也是一个女中豪杰 至于年纪最小的林天佑 我听林小璐说 她不仅随师母拜师龙虎山 还在茅山学艺 是横跨两个门派的天才 想到这 我暗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能给师父丢脸 把僵尸扔到林素素开来的越野车 林素素看了一眼时间 还早 来检验一下你的炼刀成果 我知道躲不过去 非常干脆地印了下来 林素素指了指我手中的昆吾刀 把刀鞘给我 刀鞘入手后 林素素挑了挑下巴 滚过来 我愣了一下 我手里握着可是出了翘的昆吾刀 就这么攻上去 伤到林素素怎么办 林素素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 打去刀 你要是能砍到我一根头发 直接算你获胜 这话要是别人说 我肯定当她在侮辱人 可从林素素口里说出来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但即便这样 我仍旧不愿把刀锋对着她 思来想去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把昆吾刀掉转 刀背朝下 刀锋朝上 这样就算不小心碰到林素素 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林素素冲我微微一笑 再次挑了挑下巴 这次我没有犹豫 快步向着她冲去 当我马上就要 杀到林素素面前时 我的脚步忽然停顿了一下 这是林素素给我的 刀法中的一个小技巧 忽然减速的我 会打乱对手的判断 碰到战斗经验不足的人 对方极有可能提前出手格挡 给我后发制人的机会 不过这招很显然 对林素素没有任何效果 直到我有了挥刀的动作 她才出手 啪 我手中的昆乌刀 砍在林素素手中的刀鞘上 我用力往下压 但刀鞘纹丝不动 一般来说 男人相比女人 有着力量上的绝对优势 但这条常识 在林素素身上并不成立 林素素盯着我的眼睛 似笑非笑地对我说 第一招 她话音刚落 我只觉手中的昆乌刀 不受控制的一向身侧 而林素素手中的刀鞘 则是静直向我胸口刺来 我来不及思考 身体本能地做出动作 我屁股下沉 直接坐在地上 这个动作很狼狈 但很有成效 刚好让我躲开了林素素的攻击 我没有立即起身 而是一脚踢向林素素的脚腕 谁知林素素好像早就预料到 我要这么做 迅速撤步 让我踢了个空 表现得不错 再看第二招 刀鞘再次袭来 我一个鲤鱼打滚 向着身体的右侧翻去 可就在我翻动的时候 我听到自己的后脑 有风吹来 我急忙挥刀格挡 啪的一声 昆吴刀和刀鞘 再次碰撞在一起 第三招 林素素丝毫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他手腕一抖 刀鞘在我的胳膊上转了一圈 打在我的手腕上 不知怎么的 昆吴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了 锋利的刀锋贴在我的肌肤上 格外的冰冷 我使劲咽了咽口水 昆吴刀正对着我脖子上的大动脉 如果林素素的力量再大一点点 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我对林素素佩服的五体投递 他不仅力量大 掌控力也极为惊人 换作我 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林素素受了刀鞘 我有些窘迫 练了这么久的刀 竟然只坚持了不到三招 实在是丢人了 我以为林素素会训斥我 刀法是他教的 没人比他更有资格点评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林素素非但没有训斥 反而满意地点了点头 练得不错 看来没有偷懒 他把刀鞘还给了我 叮嘱道 记住了 以后不许把刀刃对着自己 哪怕站在你面前的是亲朋好友 也不行 我说记住了 林素素与我告别 开着越野车离开了 冯伟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灰心 能在素素手底下撑两招 你已经非常优秀了 我总觉得 林素素和冯伟都是在安慰我 可他们的表情又不像 寒上小王 我们回去了 没了僵尸 古林村再次恢复了平静 老王醒来后大病一场 不过有儿子照顾 躺上十天半个月 也就恢复了 不过 冯伟私下里告诉我 老王被僵尸吸走了大半阳气 寿命会减少许多 若是原本还能再活二十年 现在最多只能活十年了 但不管怎么说 命是保住了 我先给林小璐报了个平安 然后订了明天回安德的车票 回去之前 我整理了一下收购的鹰雾 整理时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急忙喊来冯伟和小王 把护身剑和索杨扣 摆在他们面前 我问小王 这两件古董 都是从公主坟里拿出来的吗 小王十分肯定地回答 没错 剑是我爹从公主坟的外室拿到的 另一件是我从棺果里摸出来的 冯伟见我表情严肃 询问道 小子 你发现什么了 我连说两声不对劲 然后问冯伟 冯说 你看看 这两件鹰雾 都是什么朝代的产物 之前不是辨认过了吗 青铜剑是商朝的 这个扣子是随朝的 冯伟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 然后表情变得十分精彩 不对啊 那公主坟 看着像是后堂的墓 商朝和随朝 都在后堂之前 后堂的墓中 出现前朝的东西 也能说得过去 可这是公主坟 墓主人身份尊贵 两件鹰雾 对于现代人来说 是古董很值钱 可在那个朝代 却算不得什么 尤其是这把青铜剑 只有半截 哪有资格入公主的墓 冯伟说道 老王进墓之前 墓门就是打开的 如果是盗墓贼所为 肯定一件古董都不会留 所以是有人故意 引老王他们进墓的 我点了点头 洞开的墓门 地宫中发现的神秘符号 都表明这是不同寻常 王叔做的那个梦 应该是有人 刻意用鹰术引导 就算王叔忍住了贪念 也会有其他人去公主坟 把僵尸释放出来 我怀疑 墓中出品的鹰雾也有问题 于是仔细地检查起来 这一检查不要紧 我发现了大秘密 我把索杨寇拿起来 对着太阳 然后 我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索杨寇的里面 有一个小黑点 凑近一看 是一个熟悉的图案 一只侧身红眼的黑乌鸦 冯说 你看看 冯伟凑上前 我听到他倒吸一口凉气 黑鸦 冯伟咬牙切齿道 之前林璇打电话跟我说 黑鸦组织死灰复燃 我还不怎么相信 没想到啊 竟然是真的 提起黑鸦 冯伟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 可见他对黑鸦 有多么的忌惮 我在拿起护身剑 剑身上倒是没有黑鸦的标志 但直觉告诉我 这件鹰雾 很可能也不正常 我问小王 有沙纸吗 小王摇头 钢丝球有吗 有 我去厨房拿 等小王回来 我从他手中接过钢丝球 开始打磨护身剑 十分钟后 剑上的铜袖 被我全部打磨了下来 黑鸦的标志 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两件鹰雾 都是黑鸦出品 之前我还没法确定 黑鸦是不是真的掌握了 这座鹰雾的方法 如今再看 答案是肯定的 冯伟忍不住抱了粗口 他奶奶的 这个邪恶的组织 还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鹰雾是黑鸦制作的 那僵尸八成也是黑鸦的作品 只是不知道 僵尸是黑鸦收集到的 还是自己制作出来的 如果是后者 那可比制作鹰雾可怕多了 冯伟忽然说道 小子 再检查一下其他的鹰雾 其他九件鹰雾 是我和冯伟 在古董街上买到的 并非公主焚出品 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保险起见 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 我和冯伟立即忙活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我们两人大眼瞪小眼 满脸震惊之色 九件鹰雾中有六件 藏有黑鸦的标志 我有一种 这个世界要封掉的感觉 冯说 黑鸦制作这么多鹰雾 做什么用 冯伟回答道 我猜 鹰雾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古林村 是全国有名的古董村 黑鸦估计 是想借着当地的古董生意 将他们制作的鹰雾 悄无声息地散到全国各地 他顿了一下 提醒我 黑鸦能制作僵尸这件事 你回头跟十三局通个气 黑鸦之前想要复活 他们的创始人刘飞 走的就是借僵尸还扬的路子 这是非同小可 我估计 上次失败后 黑鸦可能在改进 他们的复活因数 而这些鹰雾和那只女僵尸 极有可能是他们的实验品 我把冯伟的话 牢牢记在心上 第二天 我们回到了安德 我在茶馆见到了林小璐 她冲到我面前 十分兴奋地问道 呆子 听说你在大姐手上过了三招 厉害啊 我挠了挠头 反问道 小璐姐 你是不是在安慰我 林小璐翻了个白眼 安慰个屁 你知不知道 当初有个号称 闪电五镰刀的传人 来挑战我姐 我姐一刀就给她打服了 你能在她手上过三招 真的很厉害了 我这才相信 之前林素素和冯伟 是真的在夸我 我把古林村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给林小璐听 林小璐听后 给我提出了建议 我们把黑鸭制作的音物 交给十三局研究 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我同意了林小璐的建议 把黑鸭制作的音物上 交给了十三局 我自己留了一件 平日里自己也研究研究 毕竟只有知己知彼 下次交手 才能防患于未然 距离过年还有八天 学生们早已放假 甚至有些公司企业 也早早地放了年假 辛苦了一年 我和林小璐决定好好休息休息 明天茶馆关门歇夜 谁知就在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 有客人上门了 客人上门 哪有不接待的道理 我请客人坐下 给他沏了一杯茶 我打量眼前的客人 男性 不到三十岁的模样 我与他寒暄了两句 得知了他的名字 叫做邓旭 邓旭问我 老板 听说你这里卖正邪避鬼的宝卧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的确有不少鹰雾 有正邪避鬼的作用 邓旭大喜 急忙道 那真是太好了 快卖我一件 我没着急答应 鹰雾可不是随便卖的 我问他 你是碰到什么事情了吗 邓旭面露惊恐之色 我快要死了 我看他脸上的恐惧表情 不是装出来的 让他仔细讲一讲 邓旭饮了口茶 开始讲述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邓旭是一个 在大城市上班的打工族 今年二十八岁 最近三年 他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回家过年 原因无他 家里父母催婚 催了三年 邓旭还是没有找到对象 这让邓旭的父母非常生气 邓旭的母亲 更是放下狠话 今年 要是再找不到对象 就别回大城市了 留在家乡工作 相亲 大城市生活节奏快 每天不是加班 就是在加班的路上 回到家里的饭都不想吃 哪有时间找对象啊 邓旭叹了口气 我在大城市发展得还不错 月薪已经过了一万 回到安德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我可受不了 为了应付母亲 我想了个办法 租个女友回家过年 听到这话 我哑口无言 还有人做这买卖的 邓旭看出了我的疑问 解释道 租女友很贵的 一天最少一千 回家一趟半个月 人家赚得比我都多 邓旭顿了一下 压低声音 老板你有所不知 一天一千还是正经的女友 如果是那种不正经的 更贵 我对这个话题没兴趣 示意她继续往下讲 邓旭咬了咬嘴唇 似乎是回忆起可怕的事情 我在招聘网上 留下了自己的信息 很快就有一个女孩打来电话 说自己可以跟我回家过年 她发来一张照片 气质特别温柔 是我父母喜欢的类型 于是我就约了她见面 见面之后 我发现她不仅不是照片 而且比照片上更漂亮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说她叫小飞 我给了小飞订金 等放假 一起回到了安德 跟我想的一样 小飞很受我父母的喜欢 在我家住了两天后 我又带她去参加了朋友聚会 朋友们都夸我有福气 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 那晚上我喝得有点多 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的家 等我醒过来时 小飞不见了 她带回来的行李也不见了 我问邓旭 人跑了 邓旭咽了咽口水 一开始我也以为小飞是跑了 可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跑 我对她很尊重 晚上睡觉都是中间隔着一床被子 况且我只付了定金 她工资都没拿到手呢 说着说着 邓旭忽然打了个哆嗦 就在小飞不见的那天 一个参加聚餐的朋友 出事了 邓旭告诉我 那晚参加聚会的厨具小飞 总共有五个人 都是邓旭的初中同学 他们上学时都不爱学习 偷鸡摸狗的事情 倒是没少做 或许是臭味相投 所以他们关系很铁 哪怕后来不在一个高中 大学 甚至是因为工作一年 只能见一两次念 仍旧没有断了联系 五人当中邓旭年纪最小 所以他总是称其他四人为老张 老李 老冯 和老唐 出事的是五人当中 年纪最大的老张 就在邓旭满世界的找小飞时 老李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老张出事了 让他快点来医院 等邓旭赶到医院时 老张已经过世了 他的老婆孩子 扑在老张的尸体上 哭得死去活来 邓旭有些不敢相信 他昨晚还和老张一起喝酒吹牛的 这才过去多久 老张怎么就死了呢 老冯和老唐也赶来了 老李告诉他们三人 老张昨晚喝得太多 洗澡时溺死在浴盆里 大家一阵唏嘘 想到昨晚自己还劝了酒 邓旭懊恼不已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谁知老张的葬礼还没举办完 老李也死了 死在了游泳池里 邓旭得知这个消息后 久久没能回过神来 他知道老李喜欢游泳 市里的游泳馆 简直是他第二个家 老李隔三差五就要去游一遭 都游了15年了 他想不通 老李水性这么好的人 死在游泳池里呢 游泳馆提供了监控录像 因为是冬天 前来游泳的客人很少 老李死时 泳池了就他一个人 游泳馆其实配备了救护人员 但对方当时去厕所了 恰好就是这点空当 老李就出事了 讲到这个时候 邓旭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他对我说 录像上 正在游泳的老李 忽然在水里扑腾起来 游泳馆的人说他是腿抽筋了 可我总觉得 他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摁住了头 不让他浮上来 听到这 我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老张和老李都是逆手而忘 如果说是意外 未免也太巧合了些 我示意邓旭继续讲 邓旭紧张地握住茶杯 老李死后 我感觉很不安 总觉得自己被人给盯上了 就连睡觉 都有一种被偷窥的感觉 我告诉了老冯和老唐 结果他们说自己 也有这感觉 我们都觉得 老张和老李的死不正常 决定碰个面 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店 可只有我和老唐到了 老冯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后来我们两个才知道 老冯在赶往咖啡店的路上 不小心掉进一口丢了井盖的污水井 污水枪进肺里 死了 邓旭的话 让我很是吃惊 这已经是第三个逆手而死的人了 而且还都是一个饭局上的人 邓旭接着往下说 我和老唐都害怕了 可商量了一阵都没主意 老唐说他明天要去请个高人 看看是不是我们 招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分开后 各自回家 可就在路上的时候 我接到了老唐的电话 老唐在电话里的语气特别害怕 他说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 他看到了小飞 正在跟踪他 他还说 他看到小飞走路脚不沾地 而且没有影子 邓旭顿了一下 害怕到握茶杯的手都在发抖 老唐话还没说完 我听到砰的一声 然后电话那头就没回音了 我猜测老唐出事了 就打了辆出租车 让司机师傅往他家的方向开 路过一条河的时候 我看到有许多人站在岸边 还有警察 就让师傅停一下 下车后我一打听 才知道 这里刚刚出了车祸 一辆车失控撞到了行人 把行人从桥上撞进了河里 邓旭说不下去了 我很容易就猜到 被撞进河里的人 就是老唐 饭局上的五个人 已经死了四个 只差邓旭一个人了 怪不得他进茶馆的时候 会对我说 他快要死了 邓旭哀求我 老板 我听人说 你这里卖的东西很灵验 快点救救我吧 我问了他一句 那个小飞 你之前认识吗 邓旭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认识 我就是想租个女友 回家应付父母的催婚 谁能想到 租回一个女鬼 我又问了一遍 你确定不认识他 老板 我真的不认识他 我让邓旭等一会儿 然后去地下室 给他拿来一件鹰雾 放到他的面前 邓旭拿起来一看 有些不可思议 这不就是一个贝壳吗 他能保护我 我点了点头 这枚贝壳 正是不久前 我和冯伟 从古林村收到的 那枚商巢被毙 这是前代鹰商 没有见过的鹰雾 我把它记录在 鹰商笔记中 命名为商贝 经过几日的研究 我已经搞清楚 商贝的功效 它可以散发出 一股人类闻不到 但鬼很敏感的味道 这股味道 有避鬼阵邪的功效 虽然效果不强 但对付普通的恶鬼 也足够了 做个比喻的话 恶鬼就是蚊子 而商贝就是驱蚊的喷雾 恶鬼厌恶 商贝散发的气息 立即离开 但这对有强烈执念 和杀心的恶鬼无效 所以我才连问两遍 邓旭认不认识小飞 这枚商贝 我要价两万五千块 是当初冯伟收购时 要价的一千倍 听起来很贵 但能保命 谁都会觉得很值 邓旭也没有跟我还价 付钱后 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但这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第二天 邓旭和他的父母 一起来到了茶馆 一进门 邓旭的母亲 就跟泼妇一样 破口大骂 老板呢 出来 你这个骗子 林小璐刚好在茶馆 怒气冲冲地 准备跟泼妇讲讲道理 被我拉住 小璐姐 让我处理吧 我来到三人面前 邓旭母亲 把商贝拿了出来 质问我 你这个骗子 卖给我儿子的是什么东西 他差点就没命了 我低头一看 商贝已经碎成了两半 邓旭的妈妈又要骂人 我抢先开口道 闭上你的嘴 否则我就把你扔出茶馆 我做生意 喜欢和气生财 但这不代表 我能容忍有人 在茶馆里撒泼耍风 可能是我表现得比较凶 邓旭的妈妈 脸蛋憋得通红 但最终 还是没敢继续耍下去 我懒得理会他 目光落在邓旭的脸上 他身上有恶鬼残留的煞气 硬糖发黑 甚至泛着一点红色 这肯定是被恶鬼缠上过 我看他捂着自己的脖子 绕到他的身后 拿开他的手 透过阴阳眼 能看到他的后脖子上 有一个黑色的手印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昨天 你对我撒了谎 邓旭的眼神有些慌张 他失口否认道 没有 我没撒谎 我戳破他的谎言 我昨天问你 你以前认不认识小飞 你说没有 真相却是你 不仅认识小飞 你们两人之间 还有很深的恩怨 否则他不可能 强忍着伤被散发的气息 也要对你下手 如果我没猜错 小飞对你下手时 伤被忽然碎掉了 然后你就捡回一条命 对不对 我卖给你的鹦鹉 救了你一命 你非但不感激我 还料我这骂街 是不是有些太没道理了 我一连串的质问 让邓旭的脸色不断变化 轻一阵子一阵 等我说完 他扑通一声 跪在我的面前 抱着我的腿哀求 老板 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撒谎的 你救救我 救救我啊 邓旭的母亲 也向我认错 老板 是我错怪你了 都怪这孩子 也没跟我们说清楚 对不起 对不起 邓旭的父亲 也在旁边帮腔 老板 我们救这一个孩子 你就帮帮我们吧 看着跪在我面前的邓旭 我想了想 让他站起来 虽然这个家庭冲突我在先 但他们毕竟 老老实实地道歉了 我也没必要见死不救 把人逼到绝路上 不过 惩罚肯定是有的 再卖给他们鹦鹉 给加钱 多做吧 我端上一壶茶 也不给他们倒 愿意喝就自己动手 一般 来咨询鹦鹉的客人 我都会免费送上一壶 新鲜的日照绿茶 虽然标价999元 但我一般都不会收取费用 但今天这家人不行 这壶茶必须给钱 老板 邓旭刚想开口 被我阻止了 我掏出手机 当着他们的面打开录音 摆在桌子上 说吧 邓旭看了一眼手机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了 老板 昨天我的确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 我和小飞 其实是认识的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而且我肯定 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其实在他失踪前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 是老唐在死之前的那通电话里 向我提起的 他当时告诉我 小飞在跟踪他 他还说 小飞追着追着变了样子 变成了吕欣的模样 提到吕欣这个名字 邓旭的表情满是恐惧 我问他 吕欣是谁 是14年前 被我们害死的一个女孩 邓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是十几年前的合影 照片上都是穿着校服的学生 一个个面孔稚嫩 他指着其中一个短发女孩对我说 他就是吕欣 随后 他又从手机上找出一张照片 这是小飞来应聘时 发给我的照片 我对比了一下 两人眉目 还真有一些相像 如果吕欣没死 或许现在 就是小飞的模样 邓旭讲起了新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 和昨天的故事 很像 他在上初中时 有四个臭味香头的铁哥们 也就是接连死去的老张 老李 老冯和老唐 那个时代 许多男孩子们 受到了湘江电影 古惑仔的影响 竞相模仿 不知有多少年少无知的男孩 去当街头混混 有人被砍掉了手指 有人被打断了腿 还有人坟头草都长得很高了 邓旭五个 虽然没有街头混混 那么无恶不作 但在学校里 也没少欺负同学 被他们欺负的同学里 有一个叫吕欣的女孩 吕欣是班里的班长 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女孩 每当有同学 被邓旭他们欺负时 她都会挺身而出 有一次 邓旭五人打劫了同学的零花钱 被吕欣告到了老师那 导致邓旭五人被全校通报 停课一周 邓旭他们怀恨在心 决定给吕欣一个难忘的教训 好让他以后不敢再多管闲事 等到周末放假的时候 五人在吕欣回家的小路上拦住了他 连拉带扯的 把吕欣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对他肆意地打骂 临走时 他们还脱光了吕欣的衣服 让他光着身子回家 五个少年以为给足了吕欣教训 却没想到 吕欣受不了这般侮辱 他没有回家 而是跳进了附近一条河 逆耍王 邓旭五人被逮捕了 因为他们都未满十四周岁 按照刑法中的规定 从轻处理 只赔了些钱 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转眼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邓旭五人万万没有想到 吕欣会回来复仇 听完邓旭的讲述 我心中怒火燃烧 这哪里是五个少年 分明是五只畜生 我不禁想起 在儿时抢我鸡腿 往我饭碗里吐痰的那些人 怒气遏止不住 你们这是罪有应得 走吧 你的生意我不做了 吕欣被侮辱致死 他们逍遥法外 这本就不公平 见我发怒 邓旭急忙道 老板 你听我解释 他们被吕欣报仇没关系 我是无辜的呀 当初我觉得 他们四人做得太过分 扭头就离开了 我并没有欺负吕欣 真的 邓旭的母亲帮忙解释道 我儿子这次没有撒谎 当初吕欣死了后 警察把他们五个孩子 带到局里询问 能够证明我儿子没有参与 我盯着邓旭的眼睛 真的 邓旭的眼神有些闪躲 但他一口咬定 真的 他们欺负吕欣的时候 我真的不在场 老板你要不信的话 我可以去警局 申请借阅当年的审讯记录 我伸手敲了敲桌子 反问他 既然你没欺负吕欣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杀你呢 可能是他记错了吧 我真是无辜的 邓旭一再强调 自己是无辜的 不过人有第一次撒谎 就可能有第二次撒谎 更何况 刚刚我摆出讨厌校园罢 林 甚至不想帮他的态度 我思索了一下 从地下室拿出来一件新的鹦鹉 是一壶酒 小鹿姐 帮我拿一个新的茶杯来 还有纸笔 林小鹿帮我取来茶杯和纸笔 我对邓旭说道 我手里这壶酒 名为萧苑酒 是当年齐桓公与馆中对饮之酒 萧苑酒的历史 要追溯到春秋时期 当时齐国国君齐乡公荒淫无道 遭手下所杀篡位 齐乡公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人在鲁国的公子鸠 另一个是人在举国的公子小白 两人得知父亲死后 都急忙回国争夺君主之位 公子鸠有一个师父 叫管仲 就是成语管报之交中的那位 他提前埋伏在公子小白回国的道路上 等公子小白赶来 一箭射了过去 公子小白惨叫一声 倒在马车里 管仲以为公子小白死了 于是不慌不忙地护送公子鸠回齐国 谁曾想公子小白是装死 他抄小路赶回国都 赶在公子鸠回来前完成评判 当上了国君 后世称之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 要杀公子鸠 还要把管仲治罪 报一件之仇 就在这时 管报之交中的报书牙 为管仲开罪 他对齐桓公说 管仲用剑射宁的时候 还是公子鸠的师父 他用剑射宁 正是因为他对公子鸠的忠心 管仲本事不我强 您不是想干一番大事业吗 管仲是个可用之人 在报书牙的劝导下 齐桓公放下对管仲的怨恨 请他喝了一顿酒 一笑闽闻愁 当时酒没喝完 一直流传了下来 就是我手中的这壶萧院酒 如今萧院酒 已经从古董变成了鹦鹉 它的功效 是让消除鬼对人的怨恨 只需将一杯酒 尽给要害自己的鬼 怨恨当即就会消散 当然 萧院酒效果是有极限的 越是刻骨铭心的怨恨 效果越差 我把这一点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邓旭 我问他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吕欣的死 真的跟你没关系吗 邓旭依旧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真没关系 他们四个欺负吕欣 抢他衣服的时候 我真的不在现场 那好 你跟我签一个生死期 我拿起林小璐给我准备的纸笔 哗哗哗地写下很多字 这是一个契约 内容很简单 如果今日邓旭撒谎 导致我卖给他的宵院酒无效 我将免责 不承担任何责任 练了一年多的字 我的字总算没那么难看了 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把生死期推到邓旭的面前 我最后一次告诫他 如果你撒了谎 现在去找其他的高人 救你 还来得及 邓旭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老爸 我签字了 把东西给我吧 我打开酒壶的盖子 一股浓郁的酒味 散发出来 当初生鲜酒给的我带来的阴影 还没消退 一闻到酒味 我就感觉自己的肠胃 好似着火了一样 十分难受 我强忍着肠胃里的翻江倒海 把肖院酒倒了小小的一茶杯 给邓旭 叮嘱他 等你再见到吕欣 就把这杯酒给他 如果你真是无辜的 他会喝下这杯酒离开 我顿了一下 加重语气继续说道 如果你再次撒了谎 后果你是知道的 肖院酒我收了邓旭十万块 而那壶没人喝的茶 额外收费999元 邓旭离开前 我追问了一句 昨晚吕欣是怎么害你的 邓旭指着自己的脖子 他掐着我的脖子 把我按进了鱼缸里 要不是鱼缸忽然碎了 我已经没命了 我叮嘱了他一句 家里不要流水 邓旭走后 我保存了刚刚的录音 林小璐对我说 他不是个好人 林小璐看人向来准 他说邓旭不是好人 九成是没错的 我补充了一句 他还再一次对我撒谎了 人在撒谎的时候 眼神常常会出卖自己 我再三询问 吕欣的死 与他有没有关系时 他的眼神不光闪躲 还很惊慌 林小璐不解的问 你都告诉他 如果他撒谎 萧院酒很可能没用 他为什么还要买走呢 大概是他在找我们之前 还找过其他阴人 但都保不住他 他只能在我们这碰碰运气了 茶馆里当然有能降服 吕欣的阴雾 但我不想卖给邓旭 我救了他 谁又去给吕欣伸张正义呢 林小璐说道 如果邓旭死了 他的父母 肯定还会再来闹事 我无所谓地说道 来就来吧 反正我已经保留了证据 我在手机上翻出通讯录 打给了警官张峰 明天有空吗 来我茶馆一趟 马上过年了 请你和卢哥吃饭 哦 对了 能不能帮我查一个 十三年前的案子 第二天 邓旭的父母又来了 这一次 他们把自家亲戚都喊上了 一个个穿着丧服 邓旭的母亲冲进茶馆 再一次对着我大喊骗子 还要砸我家的店 林小璐上前 一把抓住他 强硬地摁在椅子上 我平静地对他说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峰警官 昨天我托他调阅出了 当年吕欣自杀案的 审讯记录 我问你 你儿子真的没犯错吗 邓旭的母亲大声喊道 我儿子当时扭头就走了 他根本就没在现场 有什么错 是吗 我反问他 邓旭的确是扭头走了 看其他四个人在审讯时 都说 他们扒旅新的衣服 是邓旭指使的 原因是 邓旭追求吕欣不成 心生怨恨 我拿出昨天的录音和生死器 摆在邓旭母亲面前 我警告过他 但他还是骗了我 他的死 是旧由自取 后来 我在其他人那里 听到了邓旭是怎么死的 吕欣的魂魄来找他时 他把萧怨九给了吕欣 他仍旧是那幅说辞 说吕欣死前的羞辱 他并不在场 吕欣只回应了他一句话 我知道你不在场 所以今天 我也不会对你亲自动手 说完 他把萧怨九 迫在邓旭的脸上 随后 他的身后 出现了另外四只恶鬼 正是被吕欣所杀的 张力逢堂四人 四人怨恨邓旭连累了他们 抓住邓旭 把水龙头塞进他的嘴里 邓旭先是喝了个水饱 然后被活活枪死 人离开后 林小璐夸我 呆子 可以啊 这次你做事滴水不漏 很有进步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总是会有一些长进的 我对张峰表达了感谢 如果不是他帮我找到 当年的审讯记录 总归是要有些麻烦的 张峰笑着说 都是朋友 客气啥 不是说 要请我和卢欣一吃饭吗 走啊 走 我请客 萧苑九是年前最后一单生意 做完后 茶馆就关门歇业了 此刻距离过年还有三天 按照北方过年的习俗 除夕之前 要先去祭拜先祖 我先在茶馆的地下室 祭拜了祖师爷 随后准备回老家一趟 祭拜我的父母 林小璐得知我的计划后 主动要求我带上他 我和林小璐回到了 我阔别十一年的家乡 说实话 我对这个村子印象已经很淡了 父亲死后 我就被两个叔叔送到了福利院 这个村子里有我的亲人 但我并没有去见他们 当初无人愿意念及 亲情受留孤苦伶仃的我 我又何必挂念他们 我带着林小璐来到父母坟前 两人合葬在一起 利用墓碑 我买了很多的祭品 鸡鸭鱼肉 还有父亲生前最爱喝的牛兰山 我给他们烧了很多的纸钱 重重地扣了三个响头 林小璐对我说 呆子 跟你的父母说点什么呀 我张了张嘴 心中情绪百转千回 喉咙中压了许多许多 想要倾诉的话 却是一句都说不出 笨蛋 林小璐看不下去了 对着我父母的墓碑说道 叔叔 阿姨 我叫林小璐 是张贤的好朋友 如果你们能听见我说的话 我希望你们知道 张贤现在过得很好 你们不必挂念着他 你们一定想知道 自己儿子现在有多厉害吧 我来讲给你们听 林小璐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一边听着 一边回想起 父母因我受的苦 不禁潸然泪下 等林小璐讲完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小璐姐 之前你说积攒因德 能让人死后 再因坚过得好一些 那我的因德 能不能分给我的父母一些 虽然我不知道 自己身上有多少因德 但之前救治赵医生超度百鬼 总归是积攒了一些 这可把林小璐难住了 呆子 你这个问题 我真的回答不了 他灵机一动 要不你把成皇令拿出来试一试 根据因德多寡进行赏罚 本就是成皇的职责 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将成皇令取出 心中默念着 将自己的因德 分给父母一些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阴阳眼看到 成皇令中 飞出两股近乎透明的薄物 分别飞到两张纸前上 随后 纸前自己燃烧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林小璐也是大吃一惊 他惊讶地说道 呆子 这成皇令 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或许当初给成皇令的烧烤老头 就是安德本地的成皇 成皇令救过我的命 若有机会 我想当面向他道谢 知道成皇令 能把我的因德分给别人后 我决定再去击败一个人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你知道李大爷葬在哪里吗 林小璐疑惑地问我 哪个李大爷 当初在我手中买生鲜酒的李大爷 一个小时后 我在林小璐的带领下 来到了李大爷的墓碑前 墓碑上有李大爷的照片 我仿佛又回到刚来茶馆的那一天 李大爷醉醺醺醺的来到我面前 打了个酒格 舌头都深不直地问我 来 来一壶 生鲜酒 我把祭瓶摆在李大爷的墓前 规格一点都不比 我给父母准备的低 我对着李大爷墓上的遗照说道 大爷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刚来茶馆时 我被李子刺激到 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执念 为了每壶酒一千块的好处费 我违背了师父的交代 将生鲜酒偷偷地卖给了李大爷 虽然师父后来告诉我 李大爷身患绝症 生鲜酒对于他来说 只能止疼 不能救命 不管我有没有卖给他生鲜酒 他都会死 但这并不能降低我的愧疚 随着我学习到的知识越来越多 我清楚地认识到 当初如果按照师父原本的节奏卖酒 李大爷还能多活一个月 因为我的衣食贪念 组成了大错 我给李大爷重重地磕头 然后通过承皇令 将自己积攒的应得分给了他 祭拜结束后 我对林小璐说 小璐姐 我想拿一些钱 补偿给李大爷的后人 林小璐很支持我的决定 如果这能减轻你的负罪感 那就去做吧 回家的路上 我问林小璐 当初我犯了错 师父为什么没有责罚我 林小璐打句道 你可是他万里挑一才选出来的传人 他哪里舍得责罚你 我盯着林小璐的眼睛 因为我知道 这是骗人的话 林小璐见瞒不过我 实话实说 老爹一直都是这个脾性 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个犯错 他也很少责骂 因为他知道 打骂虽然会让我们短时间内认识到错误 但这种认知是不长久的 如果本性不改 早晚还会再次犯错 更何况 你仔细想象你刚来茶馆时是什么样子 从小死了父母 眼睛看不清东西 在福利院过了十年孤苦伶仃的生活 没有上过一天学 这样的人 如果事事都做得正确 那才奇怪呢 古人说之说而打脸 你想想 老爹在你犯错后 是怎么做的 他让我教你读书十字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 给你做榜样 看看现在的你 与刚来茶馆的你 有多大的变化 林小璐的话 让我豁然开朗 原来师父早就默默为我规划好了一切 现在的我 已经摆脱了对金钱的执念 能够做到克己复礼 以德立身 呆子 其实我跟父亲也聊过这个问题 他说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你早一点把缺点暴露出来 反而是一件好事 当然 你若是后来再犯同样的错误 老爹肯定不会再留你了 你以为你成为 殷商接受茶馆的考验 是他临走前布置的三桩生意 不是的 从你第一次踏入茶馆开始 考验就开始了 林小璐笑着安慰我 从接受茶馆开始 你每接受一单生意 表现都比前一单要强不少 人都是要成长的 当年老爹刚成为殷商时 做的荒唐事 犯下的错误 一点都不比你少 虽然人人都想要一飞冲天 可你 让一个连幼儿园都没上的孩子 去考清华北大 那不现实 自信一点 只要你能不断地吸取教训 积累经验 超越老爹 只是早晚的事情 我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林小璐 真的吗 林小璐非常真诚地回答我 真的 祭拜完仙人 我和林小璐 杀去安德最大的超市 趁着超市没关门之前 进行了大采购 把过年需要的东西 全部买全 除夕夜 我来到师傅家 和林小璐一起守岁 林小璐问我 呆子 咱今晚吃什么 吃火锅吧 行啊 我去洗菜 林小璐去厨房忙活了 没一会儿 她探出头来 问我 过年了 咱们是不是该包点饺子吃 这可难倒了我 虽然这一年来 我已经学会了做饭 但都是一些炒菜 从来没尝试过包饺子 我下意识地问 小璐姐 你会包吗 这话说出口 我就后悔了 林小璐这种宅女 西红柿炒鸡蛋 都不一定做得明白 更何况包饺子 这种高难度的厨艺 果不其然 林小璐回答得十分干脆 不会 不过这并没有打消 她想吃饺子的想法 她兴冲冲地拿起手机 再网上找到了 包饺子的教程 呆子 我调线 你擀皮 我拿着林小璐的手机 认认真真学习了 活面的技巧 可因为家里没有厨房秤 只能凭感觉 加水加面 结果就是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最后整出 整整一大盆面团 面团搞定 擀皮又成了大难题 教程中的厨师 一手捏皮 一手擀棍 小面团转上一圈 就擀成了薄薄的圆形面皮 教程很详细 但我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别说厚薄均匀了 就是把面皮擀成圆的 我都做不到 最后我想了个笨办法 把面团擀成一个大面皮 然后找个一拉罐 剪掉下面的底 扣一次出一张皮 等我搞定面皮 林小璐也调好了馅料 我们一边看剧聊天 一边包饺子 虽然最终包出的饺子 利都利不起来 馅料也咸了 但煮出来后 我和林小璐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团圆饭 我去刷碗 林小璐则是看起了 春节连环晚会 等我刷碗晚回来一看 好家伙 林小璐的脸拉得老长 不用看 也知道晚会很无趣 小璐姐 你还记得去年过年 我们一起做了什么 打游戏啊 没错 去年除夕夜 我 林小璐 还有师傅三人一起打游戏 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林小璐猜到了我的心思 撅着嘴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已经把游戏戒掉了 真的吗 我笑着从沙发底下 把提前藏好的礼物拿了出来 送你的 小璐姐接过礼物 眼睛里像是晴天的夜空 满是星星 PS5 送我的 这是我拜托 卢星一抢购的索尼最新款游戏机 因为太过热销 国内很难买得到 卢星一托了好几个朋友 价格加到两倍 才抢回这么一台 林小璐再次撅起了嘴 可是我 我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非常认真地说道 小璐姐 你不是说过 我会慢慢成长起来吗 终有一天 我会不再需要你的保护 甚至会反过来保护你 在此之前 我经历的磨难 都是成长的代价 是必要的经历 我之前受伤 是因为我经验不足 能力不够 与你无关的 你不需要自责 林小璐眼圈泛红 眼见着眼泪就要落下来 我把游戏机拆开包装 笑着对她说 来 我们一起玩游戏 新年过去了 我跟林小璐 都没有什么亲戚可走 干脆就窝在家里打游戏 当然 必要的锻炼还是要有的 我每天最少练刀四个小时 不为别的 只希望下次 再跟大姐林素素比刀时 能在她手中多坚持一两招 正月初八的时候 小区外响起了连片的鞭炮声 这是附近街道的商家开业了 我跟林小璐商量了一下 然后一同赶往茶馆 打扫卫生 准备开业 正当我寻思 也去买一挂鞭炮厅的响时 一个熟悉的身形 从街的另一头走来 是张峰 张峰看到了我 远远地伸手跟我打招呼 等张峰走到面前 我问他 还没上班吗 张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见过警察局放假的吗 大年三十我还在局里值班呢 给我整点水喝 我快渴死了 我把张峰请进茶馆 给他倒了杯温水 他一仰头 咕嘟咕嘟地 把一大杯水全都灌进肚子里了 喝完水 张峰擦了擦嘴 问我 帮我办的案子 行不行 我说行 新年第一单 就是你了 张峰赶紧补充道 我一个月不到四千块的工资 可没法和别人一样 给你那么多钱 打个折行不行 我没好气地 捶了他胸口一拳 一顿烧烤 张峰揉着自己的胸口 疼得呲牙咧嘴 你小子力气 怎么越来越大了 我故意展现了一下 自己练刀练出来的肌肉 不比你差吧 张峰夸奖道 你小子行啊 刚认识你的时候 瘦得跟个猴似的 现在都有剑子肉了 玩笑开完 该聊正事了 我问张峰 什么案子 需要我来帮忙 我们接到报警 说水田村有妖怪伤人 这种是本该上报13局的 可我们现在也不好界定 这到底是不是灵异案件 就怕报错了挨骂 所以这不请你 先去鉴别一下 去年新华村一行 我跟张峰 也算是过敏的交情了 这忙我当然要帮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是这样的 五天前 也就是大年初三那天 水田村的村长 打了报警电话 说他们村友出现了水猴子 还伤了村里的家畜 啥 水猴子 我被张峰给逗笑了 这种谣言 你们也信啊 说着 我掏出手机 从一个字母 闭开头的网站上 找到一个名为 无穷小量的 科普日常的视频作者 他经常科普 鉴定一些网络上 热门的生物 风格诙谐有趣 我很爱看 这个视频作者经常辟谣 其中辟谣最多的 就是水猴子 张峰叹了口气 一开始 我们也以为是谣传 可实地调查后发现 水田村的确有不少牲畜 被野兽袭击了 不仅如此 还有村民用手机 拍下了水猴子的照片 张峰掏出手机 找出照片放在我的面前 我定眼一看 照片上是上了洞的河面 河面上有一个冰坑 坑中 飘着一只人形生物 这生物全身长满了长毛 看着像星星 也像身材大一些的猴子 很是诡异 张峰神情凝重地对我说 这张照片在水田村传遍了 有一个102岁的老兽星 看后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特别紧张 什么话 老兽星说 这不是什么水猴子 而是毛人水怪 听到毛人水怪这四个字 我立马就理解了 张峰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了 毛人水怪 是新华夏建国以来 流传最广 危害最大的谣言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在江淮地区 人们在白天热火朝天的建设国家 夜间却是躲在被子里 瑟瑟发抖 不敢睡觉 因为那里的人们相信 有怪物藏在黑暗之中 正在盯着他们 随时都可能向他们下手 夺走他们的性命 而这个怪物 就是毛人水怪 在传闻中 毛人水怪浑身长毛 能直立行走 眼睛血红 鼻子却是绿色的 他们平时躲在水中 一旦到了夜里 就会游出水面 爬到岸上 进入村庄 然后遇处吃处 遇人杀人 还有人说 毛人水怪力大无穷 能轻易举起几百斤的石墨 还能一蹦跳到房顶 一跃跳过十米宽的河 更可怕的是 有人听到毛人水怪 专吃小孩 还会挖走小孩的屁 眼和声 直 气 这个谣言越传越离谱 后来开始有人说 毛人水怪是苏联人训练出来的 挖人的器官 是为了送到苏联造原子 弹 更有甚者 说毛人水怪只伤群众 不伤干部 有的地方 传得连细节都有了 说毛人水怪有三不挖 不挖军 猎鼠 不挖党 团员 不挖干部 反正就是只挖老百姓 谣言大肆传播 北道卢省 南志越省 中间还有苏省 丸省 鄂省 流传之广 可以说是波及大片大片的土地 如此可怕的谣言 造成了哪些后果呢 首先是群众们的恐慌 其次还有不少无辜干部 被受蛊惑的群众打伤 再无违宪 群众听说了 干部是毛人水怪的谣言 组织了七千多名村民 去乡府抓毛人水怪 打伤四人 一些地区的卫生部门 为了推行心法接生 前往调查妇女怀孕情况 村民以为是毛人水怪 想趁机偷走胎儿 甚至将干部捆起来殴打 这个谣言危害太大 华夏大领导亲自拍板 要平息这场闹剧 最后 毛人水怪抓着了 还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他 为什么 因为毛人水怪 是敌对势力假扮的 而且非常低端 海州市曾经抓住过 毛人水怪的活体 扒了皮一看 好家伙 原来是特务假扮的 特务戴上面具 皮摇反穿 为了吓人 还弄了两个电灯泡 远远一看 贼亮 这特务 为了让人相信 毛人水怪是真的 还自导自演 大半夜里在村里狂奔 逢人就说自己碰到毛人水怪了 在调查下去 发现假扮毛人水怪的 还不止特务 还有一些邪教徒 地痞流氓 土匪混混 甚至还有商人 为什么有商人 因为这商人 囤了一大批手电筒 说毛人水怪怕光 结果赚了好大一笔钱 最后这些人坐牢的坐牢 枪壁的枪壁 谣言才渐渐平息下去 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要辟谣 水猴子的存在了吗 因为有些谣言 如果放任不管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甚至是社会动荡 知道张峰重视这件事 我也就没耽误 查管过两天开业也无妨 我问林小璐去不去 林小璐说闲着也是闲着 跟我一起出去玩 就这样 张峰开车 拉着我和林小璐赶到了水田村 水田村位于安德市的东北角 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名为印马河 刚到村口 就看到好几辆警车 我们下车后 张峰的同事刚好出村 张峰 我们还是没查出什么 局里有新的案子 我们要先回去一趟 这里先交给你 有发现联系我们 好 张峰带着我们来到了村长家 进门的时候 村长正在打扫院子 见到张峰 村长问道 小张警官 你同事刚走 张峰解释道 他们有其他的事情 后续调查由我来进行 他指着我和林小璐介绍道 村长 跟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张贤和林小璐 是我请来的高人 村长笑呵呵地问道 你们警察不是不相信 毛人水怪的存在吗 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张峰的脸一红 我们正是因为不相信 毛人水怪真的存在 才请高人来给你们证明 村长对我说道 这么年轻的高人 我还是头一次见 不管毛人水怪 是不是真的存在 都希望你们快点捉住它 现在村里人 已经是人心惶惶了 我问村长 那怪物有伤人吗 村长摇头 目前还没有 但有不少牲畜被袭击 能让我见见那些牲畜吗 我家就有一只 村长牵来一头老黄牛 看吧 我顺着村长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老黄牛的脖子上 有时到痊愈不久的伤痕 我看后有些奇怪 这些伤痕像是被锋利的指甲划伤的 张峰悄悄对我说 伤口的大小 和人的指甲留下的伤痕非常符合 只是我们想不通 什么人能用指甲划破牛皮 我凑得近了些 老黄牛很通人性 还特意转了转身子 让我看得更仔细些 盯着看了一会儿 我忽然察觉 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烫 透过阴阳眼 我看到老黄牛身上的伤口 正散发着煞气 煞气我见多了 但这一次又有些不同 老黄牛身上的煞气 不完全是黑色的 其中混杂着一丝丝淡黄色的气体 给我一种别样的感觉 我拿不准这是什么情况 招呼林小璐过来 小璐姐 你来看看 林小璐走上前一看 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有妖气 我很是惊讶 原来这淡黄色的气体 是妖气 我问林小璐 这世上真的有妖怪吗 我见过鬼 见过僵尸 妖怪却是从未见过 林小璐点了点头 向我解释道 万物皆有灵 不光人能修炼 有些动物乃至植物 也能通过吸收日月精华 开启灵质 获得奇特的能力 就是人们常说的妖怪 村长听到他的话 开口道 我就说是妖怪吧 林小璐说道 是妖怪 但不是毛人水怪 他伸手在老黄牛伤口前 抓了一下 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好像是狐妖 张峰好奇地问林小璐 你连什么妖怪都能闻出来 林小璐骄傲地回答道 这叫树叶有专攻 但凡是妖怪 就没有我林小璐不认识的 说完 他的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奇怪 狐妖一般都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 他们智商很高 极少与人类发生冲突 怎么会来袭扰村子呢 他看向村长 询问道 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人得罪了狐妖 村长否认道 我们这村子 别说狐妖 就是普通的狐狸 都好多年没见过了 我问林小璐 如果是狐妖 那他为什么要假扮成毛人水怪呢 林小璐挠了挠头 我哪知道 可能是某种恶趣味吧 据我所知 有不少妖怪 以下人为乐 张峰凑了上来 你们有办法解决吗 林小璐点了点头 对我说 你去找个带盖的空瓶子 要干净一点的 在村长的帮忙下 我找来一个空的罐头瓶 交到林小璐手中 袋子 你用阴阳眼 把老黄牛身上的煞气吸收掉 我说了声好 轻车熟路的 就完成了林小璐交代的任务 老黄牛身上的煞气消散后 原本与煞气相互缠绕的妖气 离开开始飘散 林小璐伸出一根手指 在妖气中转了两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透过阴阳眼能够看到 淡黄色的妖气 在林小璐指尖萦绕 最后她轻轻一指 妖气全部飞入罐头瓶中 林小璐把盖子扣上 然后把罐头瓶交到我手中 好好保管 别让瓶子里的妖气散了 张峰好奇地凑上前 询问我们 瓶子里不是空的吗 哪里有什么妖气 我笑着对她说 如果你能看得见 就不用请我们来帮忙了 张峰挠了挠头 说得也对 说吧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给你们打下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毕竟师父没教过我 怎么对付妖怪 我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说道 回茶馆 取点东西 张峰带着我们两人 又回到了茶馆 一进门 林小璐指着柜台上的 两个百件对我说 打包带走 我顺着林小璐的手指一看 是两只皮修 这两只皮修 我刚来茶馆时就关注到了 这两只皮修 一只脚踏祥云 一只踩着山峰 造型实在是独特 我一边把两只皮修放入包中 一边问林小璐 小璐姐 这两只皮修 是做什么用的 林小璐回答道 当然是捉腰的 那只踏云的皮修 能封锁天空 踏山的皮修 能封锁大地 两只联合起来 只要妖怪进入陷阱 哪怕会上天遁地 也跑不掉的 我听后十分惊讶 没想到茶馆中 竟然有这种宝贝 林小璐说道 这两只皮修只能捉腰 不能捉鬼 所以老爹 没跟你说过 毕竟捉腰这种事 一般都不是茶馆的业务 要不是给张峰帮忙 咱肯定不会接的 张峰听后笑着说 我真是倍感荣耀啊 别的不说 烧烤 两顿 在我收拾皮修的时候 林小璐也在做准备 他说 要在水田村 摆一个捉腰的陷阱 因为不知道狐妖厉不厉害 因此要多拿几件鹰雾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水田村 刚进村子 就听到有村民大喊 快跑啊 毛人水怪进村啊 听到喊声 我们三个急忙往前跑 一路上看到许多 落荒而逃的村民 我看到了村长 拉住了他 毛人水怪在哪 村长指向一个房子 李老头家 我拔出昆吾道 率先冲了进去 一进门 就看到一只大猴子模样的怪物 正在院子里捉鸡 他两只手各提着一只老母鸡 嘴巴里还叼着一只大公鸡 我愣了一下 这就是妖怪吗 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 我在毛人水怪身上 看到了淡黄色的妖气 以及黑色的煞气 林小璐和张峰也冲了进来 林小璐冲张峰喊道 你守住吗 然后又对我喊 呆子 捉住他 我不再犹豫 和林小璐一左翼又冲了上去 毛人水怪看到我们 把手中的两只母鸡 分别扔向我和林小璐 惊慌的母鸡扑腾着翅膀 向我的脸飞来 我有刀面把母鸡拍飞 可不敢用刀锋 否则可会被见一身鸡血 林小璐更直接 一把抓住飞来的母鸡 又给它扔了回去 就在毛人水怪伸手去挡时 林小璐先我一步 杀到它的面前 呵 林小璐爆喝一声 一脚踢在毛人水怪的胸口上 毛人水怪倒飞出去 把院子里的狗窝给砸塌了 原本缩在窝里的大黑狗 夹着尾巴就跑了 毛人水怪从地上摸起一块板砖 扔向林小璐 林小璐动作灵灵地躲开 而就在这个空当 我已经杀到毛人水怪的面前 昆武刀砍了下去 毛人水怪在地上翻了个滚 它的胳膊被刀刃划了一下 当即流出鲜红的血液 毛人水怪用手 把嘴巴里的大公鸡取了下来 冲我呲牙咧嘴 喉咙里发出凶狠的呼噜声 我警惕地看着它 寻找再次出手的机会 我本以为毛人水怪 会气急败坏地冲过来 没曾想它扭头冲向墙 用力一跃 直接飞过墙头 没了踪迹 张峰走过来 问我和林小璐 追吗 林小璐摇头 追不上的 他拍了拍我肩膀上的背包 放心 他跑不掉的 听闻我和林小璐 赶跑了毛人水怪 逃跑的村民们又赶了回来 村长握着我的手 不停地感谢 高人 真的是高人啊 林小璐对村长说 给我们找个宽敞的地方 不把这妖怪捉住 他还会再回来的 村长带着我们来到一块很大的空地 这里是村民们夏天晒麦子的地方 林小璐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两罐猪纱 一点点青岛 画出一个阵法 阵法的四个角落 分别压了一块石头 石头上贴有符禄 符禄上的笔记 和当初师傅给我镇压还梦珠的符禄 很是相想 想来是我的师母宁楠楠所画 林小璐指着镇中两个地方 呆子 把两个皮修摆好 我按照林小璐的指示 把两个皮修放入镇中 然后退了几步 看林小璐发灰 只见林小璐 把装着妖气的罐头瓶拿了出来 她打开瓶盖 放在镇中央 她对我说 看好了 这叫捉妖镇 不出一个小时 那妖怪就会老老实实地跑回来 林小璐在捉妖镇中点燃了一根檀香 然后我们三人躲了起来 等待妖怪的到来 可一连等了十五分钟 檀香都烧了十分之一 也没见到妖怪的踪影 我忍不住问道 小璐姐 这镇真能引来妖怪吗 林小璐说道 大概是我们刚刚伤了她 有些警惕了 张峰 你回村一趟 找村民借一只鸡来 记得把它捆住 张峰速去速回 拿来一只被绑了双腿的老母鸡 林小璐让她把鸡扔在镇中 然后我们接着等 等到檀香快要烧光的时候 终于是有了动静 我远远地就看到 一只皮毛发暗的狐狸 鬼鬼祟祟地跑了过来 这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老狐狸 透过阴阳眼 能够看到她身上散发的妖气 奇怪的是 这老狐狸身上的妖气 颜色很深 和刚刚碰到的毛人水怪 有些许不同 老狐狸非常警惕 每跑几步就要停下来 东看看西看看 但有捉妖镇和老母鸡的双重吸引 她最终还是踏入林小璐设下的陷阱中 在老狐狸踏入捉妖镇的瞬间 镇中的四枚俘虏同时燃烧起来 紧接着 我看到两只皮羞上 各自冒出一道影子 扑向老狐狸 还没等我看清发生了什么 老狐狸已经倒在了地上 身上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 动弹不得 林小璐跳了出来 嬉笑着说 呆子 看你还敢质疑姐姐不 我赶紧夸奖 小璐姐娘 逼 老狐狸给捉了起来 她凶巴巴地说道 这么大年纪的妖怪了 还干偷鸡摸狗的事情 害不害臊 老狐狸一双眼睛 盯着林小璐看 她的眼神非常灵动 像是人的眼睛 和普通的动物完全不一样 张峰也走上前 上下打量 她好奇地问道 这就是妖怪吗 我还真有点看不出来 她盯着老狐狸的四肢 问了一个问题 刚刚张贤不是 砍了她一刀吗 怎么身上也没个伤口 我和林小璐都愣了一下 对啊 如果刚刚的毛人水怪 是老狐狸假扮的 她身上的伤口呢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该不会抓错了吧 林小璐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错不了 她身上的妖气 与那毛人水怪身上的妖气 一模一样 我急忙把自己的发现 说了出来 可她身上的妖气 要浓得多 林小璐陷入思考 显然她也有点搞不清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看到 林小璐身后窜出一道影子 不是之前被我们打跑的毛人水怪 还能是谁 毛人水怪 不知从哪里捡了一根木棍 她冲到林小璐身后 一棍子砸向林小璐的后脑勺 小璐姐 小心 我一边提醒林小璐 一边用手抓住她的肩膀 把她推向一边 我来不及拔刀 只能伸胳膊去挡 啪 一声脆响 木棍重重地打在我的胳膊上 爆裂开来 木屑打在我的脸上 格外地疼 操 我忍不住抱了粗口 剧烈的疼痛激发了我的痕迹 我用另一只手 抓住毛人水怪 用自己的额头 用力撞向她的额头 事实证明 头顶头是一种很错误的决策 这一撞把我自己撞得头昏眼花 不过效果却是好的出奇 毛人水怪被我直接撞倒在地 林小璐这才反应过来 她冲上前 对着毛人水怪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毛人水怪不是对手 被打得接连后退 可她没有像之前那样逃跑 而是拼了命与林小璐打在一起 我敏锐地发现 毛人水怪的眼神 时不时地瞥向阵中的老狐狸 而老狐狸看向毛人水怪的眼神 也充满了紧张与担忧 我恍然大握 这两只妖怪 他们是认识的 毛人水怪赶来 是想救老狐狸 之前林小璐说 毛人水怪上身上的妖气 和老狐狸一模一样 但用我的阴阳眼看 两股妖气一浅一身 我心中不禁生出一个猜测 毛人水怪身上的妖气 是老狐狸的 我只看到一种妖气 难道 毛人水怪并不是妖怪 我好像已经抓到了真相的边缘 但我没有时间继续思考下去了 因为毛人水怪 被林小璐打得恼火 发了狂 毛人水怪的喉咙里 发出一声嘶吼 他用锋利的爪子 抓向林小璐的脖子 他的爪子 连老黄牛的皮毛都能抓破 若是林小璐被抓住 恐怕会没命的 我顾不得毛人水怪 是不是妖了 想要伤林小璐 先过我这关才行 我毫不犹豫地拔了刀 每日最少三四个小时的 练刀成果展现了出来 我的刀快如闪电 毛人水怪完全没有躲开 Pull 我听到利刃切开后视皮毛的声音 但刀柄上传来的感觉 却有些不对劲 就好像是 没砍到 毛人水怪后退 我盯着昆武刀展出来的伤口 意外的是 伤口并没有流血 透过伤口 我竟是看到了一条缝隙 一个荒唐的想法 从我的脑海中浮现 面貌恐怖的毛人水怪 极有可能只是一副空的皮囊 别 别伤害它 我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 竟然是老狐狸开口了 老狐狸口吐人言 别打了 它是你们人类的孩子啊 这话把我惊呆了 毛人水怪是人类 林小璐盯着老狐狸的眼睛 说道 你让它住手 老狐狸听从了林小璐的命令 孩子 停手吧 他们没有伤害我 毛人水怪真的就听话了 它指着阵中的老狐狸 喉咙里发出两声低沉的嘶吼 我虽然听不懂 但能猜得出 它要我们放开老狐狸 我看向林小璐 想听听它的看法 林小璐说 放了吧 这老狐狸都快老死了 掀不起风浪来 我说了声好 把两只皮羞收了起来 没了皮羞 老狐狸从地上爬了起来 它没有逃走 而是用深邃的眼神 看了林小璐一眼 我们 能不能谈谈 林小璐的目光 落在了毛人水怪的身上 让他先把皮套脱掉 老狐狸照做了 毛人水怪很听老狐狸的话 主动把身上的皮套脱了下来 皮套落地时 我惊呆了 这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 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毛发 活脱脱地像个毛猴 我死死地盯着脱下皮套的男孩 这孩子什么情况 怎么会全身长毛 林小璐捂住嘴巴 不敢置信地喃喃道 半人半腰 狐妖紧张地看向四周 对我们说道 我们换个地方吧 孩子这副模样 最好不要让村民们看见 林小璐点了点头 指了指不远处的小树林 我们去那边吧 来到树林里 林小璐对张峰说 麻烦 你帮我们摆一下风 别让其他人过来 张峰说了声好 走出了小树林 老狐狸对毛孩说 不要紧张 坐下来吧 毛孩搬了块平整的石头 坐了下来 然后把老狐狸抱在怀里 林小璐问老狐狸 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老狐狸叹了口气 这孩子身是很可怜 他的母亲是一个喜欢旅游冒险的旅游 没曾想在深山中探险石迷了路 被一只画了人形的妖怪给抢 爆了 怀上了他 偏偏孩子母亲信奉的神灵 不允许堕胎 就这样把他生了出来 孩子生下来时 和现在一样 全身长满了毛发 还有一节短短的尾巴 把街上的护士都吓晕了过去 孩子的家人接受不了 趁着夜黑 把他扔到了山里 这孩子命很硬 不吃不喝 扛了两天都没死 等我碰到他时 还剩下一口气 我见这孩子可怜 就吓了他 请山里有奶的动物喂养 一直养到了今天 我看到毛海眼睛泛红 显然他是听得懂人话的 林小璐也发现了这一点 询问道 他会讲人话吗 老狐狸摇了摇头 人与妖结合诞生下的孩子 天生占五臂三缺 五臂只观 寡 孤 独 残 三缺只财 命 全 运胶滑盖 运气极差 这孩子虽然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但一个字音也发不出来 最多吼上两句 他顿了一下 深深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关于这一点 相信没人比你更了解 林小璐眼皮下垂 并没有接这个话茬 我忽然觉得 这一人一腰之间的气氛 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沉默了片刻后 我开口问老狐狸 这孩子 为什么要袭击村里的牲畜 老狐狸十分抱歉地说道 都是为了我 你们也看到了 我命数已尽 过不了多久 就要寿终正寝了 现在的我 走路都一蹶一拐的 没办法补食 这孩子心疼我 本来常去村子附近的硬马 给我捉鱼吃 但现在天太冷 河面上的冰冻的结实 不好开洞 迫不得已 才去村里捉些鸡鸭鹅 给我补补身子 我指着毛孩 扔在地上的皮套 接着问道 这皮套又是怎么一回事 老狐狸回答道 是我给他做的 这孩子要是以真面目示人 我怕会被人欺负 所以找了些动物的皮毛 给他缝制了这么一身皮套 我活的时间久 记得几十年前 有人假扮毛人水怪 吓坏了不少人 就让他装这种 虚无缥缈的怪物 这样就算被人看到 也会因为害怕 不敢伤害他 说到这里 老狐狸目光落在 林小璐的身上 面带恳求之色 女娃娃 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 老狐狸还没说 自己要求什么事情 林小璐就猜到了 她的想法 你想让我们帮这孩子 融入人类社会 老狐狸点了点头 没错 她毕竟是人类的孩子 毛孩抱紧了老狐狸 眼泪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老狐狸叹了口气 对毛孩说道 孩子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可我很快就要死了 你总不能一辈子 都藏在山林间 她恳求林小璐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帮帮着孩子吧 林小璐没有答应 也没有立即拒绝 而是扭头问我 呆子 你觉得呢 我回答道 收下她吧 如果任由她自己 在山林间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袭击村子的牲畜 闹出一场混乱 倒不是我圣母心 而是毛孩的身世 让我想到了自己 父亲死后 家乡父老容不下我 连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叔叔 也是把我失落温审 等老狐狸死后 毛孩举目无亲 又该是多么的可怜 现在的她 由老狐狸看管教育 不会惹是生非 可等老狐狸死了 她会不会对人类产生怨恨 谁也不敢保证 或许下一次被袭击的 就不是村子里的牲畜 而是无辜的村民了 师父愿意收留天生煞心的我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我 教导我 我或许也可以帮助毛孩走上正途 林小璐答应了下来 好 我们收留她 她顿了一下 继续导 不过不是待在我们身边 而是送到十三局抚养教育 我有些意外 林小璐向我解释道 人与妖生出来的孩子 虽然天生有残疾 却是修炼的好苗子 她在十三局 比留在我们身边 未来更光明 随后 林小璐瞪了我一眼 况且 你自己还是个半吊子呢 想叫别人 再过几年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这点小心思 真是一点都逃不过林小璐的眼睛 老狐狸大概是听过 十三局的名号 感谢道 谢谢你们 然而 毛孩抱着老狐狸的臂膀 更用力了 他舍不得离开养育自己的老狐狸 我对毛孩说 你不用着急跟我们走 老狐狸养你不容易 你今晚笑再来找我们 毛孩起身 对我和林小璐 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给毛孩留了茶馆的地址 他通人信 又有本领 肯定能找来的 除此之外 我还回水田村找到村长 给他留了三千块钱 让他每天夜里在村口放一只鸡 如此毛人水怪 就不会再来吸扰村子了 一切都办妥后 我们回到了茶馆 张峰先回居里报告 我们约好晚上一起吃饭 他说我不但帮他解决了案子 还破费不少 今晚一定 好好请我们吃顿好的 张峰走之后 我看到林小璐 一直闷闷不乐 凑上前问他 小璐姐 你怎么了 林小璐说道 我只是觉得 毛孩有些可怜 他即便回到人类社会 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长大成人后 又会有哪个女孩 能够接受她的身份 与她在一起呢 他注定会孤苦一生 我盯着林小璐的眼睛 盯得他眼神中 出现一丝慌乱 呆子 你干嘛这么看我 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说道 他不会孤独的 一定会有人爱着他的 一个月后 毛孩找到了茶馆 林小璐安排 十三局的人将他接走 毛孩走之前 对我们深深鞠了一躬 表达他对我们的感恩 茶馆已经正式开业 只不过生意冷清 一直到四月底 都没有卖出一件荫物 在此期间 林小璐又犯了一次病 好在我发现及时 给他服下一枚药丸 没有让病情恶化 师父离开前 留下的六枚药丸 林小璐已经吃了五枚 还剩下最后一枚 好在师父六月份 就会回来 况且五月初 林小璐就要去泰山朝拜 他对我说过 每次拜山后 他的病都会好一些 对于这一次拜山 林小璐是又期待又紧张 曾经指导林小璐 通过朝拜五月的高人说过 拜完最后一座山后 他的病有一定几率痊愈 虽然这个几率有多大高人没有说 但这至少是一个希望 之前去华山 清静道人曾经对林小璐说过 去泰山朝拜的时间 冬月庙会 冬月庙会举办的日期 是三月最后一日到五月七日 这个时候 泰山灵气最旺 林小璐痊愈的机会最大 为此 我还特意请教过黑爷 黑爷建议我们 庙会最后一日朝拜 效果最佳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五月五日 我和林小璐 就来到了泰山脚下的戴安市 就地休息一夜后 于六日清晨 来到了泰山脚下 因为五一黄金周 改成了五天假期 所以 今日的游客并不是特别多 至少不会出现抬头上看 满满当当全是人的情景 说起泰山 就不得不提起 泰山五月之首这个称号 传说中的盘古 开天辟地后 立即而死 他的头变成了冬月 腹变成了中月 左臂变成了南月 右臂变成了北月 两脚变成了西月 眼睛变成了日月 毛发变成了草木 至高变成了江河 因为他造就了世界 后人尊其为人类的祖先 而他的头部所画的泰山 被称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 成了五月之首 除了历史传说 泰山还是古代君王风扇之地 是封建帝王寿命于天 定顶中原的象征 历史上共有72位皇帝 在泰山举办过风扇典礼 泰山也因此成为 名副其实的五月至尊 想要爬到泰山顶 总共有三条路线 我和林小璐选的是中路 也是游客们最常走的路线 这条路线从山脚下的大庙起步 走过中天门 途经十八盘 然后到达山顶附近的南天门 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 需要四到五个小时 才能爬完这段路 山脚下有卖水和拐杖的小贩 小贩们冲我喊着 小哥 买个拐杖 山路可不好走 拿两瓶水吧 只要两块呀 上了山可就五块了 我背了个小包 里面装有水和零食 除此之外 还有昆武刀 幸好昆武刀是把短刃 再长一点点 就没地方藏了 我买了两根拐杖 和林小璐一人一根 开始登山 泰山的山路 比华山要平整许多 因此攀登起来并不算累 我和林小璐都练过舞 体力比普通人好得多 我们一直爬到中天门 中途都没有休息 林小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递给我 呆子 给我拍张照 我接过手机 林小璐跑远了一些 摆好了姿势 咔嚓 照好了 林小璐兴奋地跑回来 可当她看到屏幕上的照片后 整张脸都垮掉了 她吐槽我 呆子 就你这拍照技术 怕是找不到女朋友 林小璐的吐槽 让我脸蛋发烫 我看了一眼自己拍的照片 怪不得林小璐不满意 我把她一米七的身高 拍成了一米五 姐姐教你 怎么给女孩子拍照 林小璐开始手把手教我 你把手机相机里的九宫阁打开 看到上面三哥了吗 留出来 然后你再稍微蹲一下 说完 林小璐再次跑回去 重新摆好Pause 拍吧 咔嚓 照片效果果然变得不一样了 接下来整整半个小时 林小璐都在拉着我拍照 她教给了我许多拍照的小技巧 然而 我学一样旺一样 这简直比殷商笔记里的内容 还难记 小璐姐 再拍下去 我手机都要没电了 林小璐这才放过我 拉着我找了个板凳坐下 她从背包里 拿出两瓶水 递给我一瓶 休息十分钟 我们接着爬 林小璐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我看到她仰望着远处的风顶 轻咬着嘴唇 我忽然想明白了 她之所以拉着我拍照 是想缓解自己的紧张 我出声安慰道 小璐姐 别担心 一定能成功的 林小璐甜甜一笑 娇称道 你倒是会安慰人 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看到山下有一人 正在艰难地往上爬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与其他游客不同的是 他的背上 还用背带绑着一个 接近六十岁 头发花白的男人 背人爬山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 背着老人爬山的男人 一手拄着登山杖 另一只手 则是拿着手机支架 我好奇地问林小璐 小璐姐 这人是在干嘛 林小璐回答道 好像是在直播 最近几年 直播行业发展的风生水起 无数人开启直播 展现自己 分享自己的生活 有打游戏的 有唱歌跳舞的 甚至还有吃播 我想这个男人 应该属于户外主播吧 虽然我没怎么看过别人直播 但被人爬山 应该没人做过 难不成是 某种新的行为一属 正猜测着 男人已经来到了中天门 他把背上的老人放下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他一边大喘气 一边对着手机说道 老铁们 我实在是爬不动了 休息一下 大家看在主播 一片孝心的份上 刷点大赏 片刻后 他又大喊道 感谢观众老爷们 刷的一波打赏 老铁们666啊 他的举动吸引了许多人 有人过去询问 男人解释道 这是我的父亲 他双腿残疾 之前一直躺在病床上 哪里也去不了 人觉得生活无趣 渐渐患上了心理疾病 萌生了轻生的想法 为了让他开心 我把房子卖了 带他四处旅游 已经去过九个省份了 旅游开销大 为了维持生计 我就开了直播 靠观众们的打赏活下去 老爹说 在泰山许愿灵艳 想拜一拜泰山奶奶 我这不就带她来了吗 游客们纷纷赞赏男人 一片孝心难得 而我却敏锐地发现 他的父亲 在一旁始终一声不吭 闷头抽烟 脸上满是苦闷 听到游客们的赞赏 男人一直很谦虚 不停地说 自己若是早点醒悟 陪伴父亲 父亲也不会患上心理疾病 一名操着本地口音的游客 对男人说 再往上爬 就是泰山最陡峭的十八盘了 脚掌竖着都踩不实 你背着老人不安全 还是坐缆车上去吧 男人拒绝了 都说许愿要成心 得一脚一脚地走上去才行 人家去藏省朝拜的 都是三步一拜 九步一扣 方能显示自己的成心 不就是爬个十八盘吗 为了老爹 我行的 他这话 或许是感动了直播间的观众 只听他再次用夸张的语气喊道 感谢老铁们的打赏 老铁们瞧好了 我一定能背着老爹爬到山顶 完成他的心愿 林小璐碰了碰我 呆子 咱走吧 这个人让我觉得恶心 想起林小璐看人的本事 再看看老人闷闷不乐的模样 我若有所思 走 我和林小璐继续往山上爬 一个小时后 我们见到了非常有名的十八盘 十八盘是整个登山路线中 最显要的一段 全程1600多个时接 楼梯的阳角最高处有80度 在不足一公里的路线中 海拔整整提高了400米 相当于130层的高楼 古诗云 拔地五千丈 冲销十八盘 竟从穷处见天象系中观 虫类形如画 孤璇俊若干 生平饶圣巨 此日古游寒 饶是我和林小璐练过舞 爬起来也是气喘吁吁的 不少游客都是爬上三十街 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爬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道身影迅速地超越了我们 抬头一看 是光着膀子的挑山公 这位大叔以一根粗木棍做扁担 两边个绑着一个箱子 一看就分量不清 泰山上的许多物资 都是靠挑山公用人力运上去的 非常辛苦 十八盘陡峭 然而大叔身轻如燕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不见了背影 看得我是目瞪口呆 林小璐笑着打去我 是不是有一种挫败感 咱回去还是得多加锻炼啊 论身体耐力 咱可能还真不如那位大叔 我正想答应 忽然看到 前方有一个有些熟悉的背影 这个人有些销售 穿着一件花衬衣 手臂上缠绕着一串紫色和白色 花朵串起来的花环 这种花环在华夏很少见 但在东南亚的泰国 却是常见的装饰品 小璐姐 你看哪 林小璐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他眼中有怒火燃了起来 咬牙切齿道 他竟然还敢来华夏 这个熟悉的背影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在长安机场 用孩童止鼓 刺进我肩膀的外国婴人阿龙 看到阿龙 我心里第一个想法是 报仇的机会来了 现在的我 已经和半年前的我不一样了 在知道阿龙是婴人的前提下 只要我小心一些 肯定能拿住他 正当我准备靠近他时 林小璐确实拦住了我 这里游客多 等他爬到山顶再说 我和林小璐 悄悄地跟在阿龙身后 一边跟踪 一边观察 阿龙和在长安时一样 仍旧以旅游团导游的身份出现 他一手拿着麦克风 一手举着小红旗 腰间跨着便携式的音响 标准的导游模样 他用英语讲解着泰山的历史文化 非常的热情 我一眼扫过阿龙带领的旅行团 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华夏面孔 这个华夏人身上 有浓烈的煞气 显然是中了某种阴形手段 上一次在长安 我把鹦鹉白蚁盘夺了过来 没想到阿龙身后的鹰人势力 竟然找到了替代品 继续做着谋杀华人游客 骗取巨额保险赔偿的生意 林小璐给十三局冯姐打了个电话 阿龙已经进了华夏旅游局的黑名单 然而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再一次进入华夏 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泰山上 冯姐在电话里说 他会立即派附近的十三局成员来 让我们把阿龙盯好 如果有把握 最好救下旅行团里的华人游客 半个小时后 我和林小璐 尾随着阿龙爬完了十八盘 来到了泰山山顶的玉皇顶 从玉皇顶出发 再走很短一段路 就能到达全华夏观看日出最有名的景点 日关峰 这也是林小璐明日拜山的地方 玉皇顶上有几家宾馆 阿龙带着旅行团入住其中 等他们去房间时 我让林小璐给冯姐打电话 很快 冯姐就调查到阿龙所在的房间 我问林小璐 十三局的人 恐怕明天才能赶来 我们要不要自己动手 林小璐恶狠狠地说道 哟 上次他把你害得那么惨 绝不能放过他 我和林小璐商量了一番 等到天黑阿龙睡着后 再出手抓住他 然后等到天亮林小璐 还可以去拜山 一点都不耽误事 我和林小璐 在阿龙隔壁开了一间房 我把耳朵贴在墙壁上 试图听对面的动静 不过酒店隔音太好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和林小璐轮换着休息 以免阿龙跑掉 夜离两点的时候 林小璐喊醒了我 呆子 该动手了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让自己精神起来 从枕头下摸出昆乌刀 我问林小璐 他还在房间里吗 林小璐点了点头 没听到开门的声音 肯定在里面 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 待会儿我直接踹门 你跟在我后面 听明白了吗 我说了声好 至于把宾馆的门踹坏了 怎么办我没有问 大不了赔钱呗 反正是帮十三局做事 擦屁股的事情 不用我们操心 我和林小璐 捏手捏脚地 走到阿龙所在房间的门前 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 我看到有煞气 从门缝中飘出 阿龙在里面做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浓重的煞气 我压低声音说道 小璐姐 有点不对劲 林小璐也感应到了 但他没有放弃踹门的打算 不能放走他 呆子 小心点 说完 林小璐卯足力气 一脚踹在门上 碰 一声巨响 门开了 门内一片漆黑 林小璐率先冲了进去 我紧随其后 然而一进门 我就发现 事情变得很不对劲 当我踏进屋门后 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刚刚还在我身前的林小璐 忽然就没了踪影 小璐姐 你在哪 我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然而却没得到林小璐的回应 就在这个时候 啪的一声 房间里的亮起一盏昏暗的灯 我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之前在长安机场 暗算我的阿龙 张贤 我们又见面了 阿龙手里拖着一个水晶球 水晶球中 好似有一片火烧云 隐约间能够看到一个人困在其中 我瞳孔紧缩 被困在水晶球里的 正是消失不见的林小璐 我质问道 你把小璐姐怎么了 阿龙反问我 你知道鬼界吗 听到鬼界二字 我心中一沉 师父曾经跟我讲过 世间分为三界 即天地人三界 天界不谈 毕竟修仙非生 只是神话里的记录 而地人两界 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所谓人界 就是阳间 而所谓地界 就是阴间 然而 阳间和阴间 并不是无缝连接在一起的 两个世界的中间 有一个薄薄的夹层 俗称鬼界 鬼界 顾名思义 是鬼呆着的世界 许多鬼神出鬼没 忽然出现 又忽然消失 其实就是 找到了阳间与鬼界的缝隙 藏到鬼界去了 很显然 阿龙在门口处 设下了陷阱 让林小璐 掉入了鬼界 如果刚刚冲在前面的是我 此刻被困在鬼界的 就是我了 把小璐解还给我 阿龙吃笑一声 你觉得可能吗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此刻想要救回林小璐 唯有把阿龙手中的水晶球 抢过来 我已经察觉到 这颗水晶球 是一件银雾 冷静下来后 我想到了更多的事情 比如 阿龙提前在房间里设下埋伏 必然是早就知道了 我和林小璐在跟踪他 我问阿龙 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阿龙笑着回答 你还没有想明白吗 不是我发现了你 而是从一开始 我就是故意引你来这的 他是故意的 我再问他 是因为上次没能杀了我吗 阿龙解释道 当然不是 我已经上了你们华夏 十三局的黑名单 如果只是为了报上次的仇 未免也太冒险了 反正你也快死了 不妨就告诉你吧 有人出了大价钱 让我在你身上取点东西 从我身上取点东西 阿龙这话说完 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我的阴阳眼 之前去魔都收回无眠刀时 那个纸杂匠 就想夺走我的阴阳眼 师父也曾郑重地跟我说过 我的阴阳眼 对于阴人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我回忆长安一行 确定自己没有在阿龙面前 暴露自己拥有阴阳眼的事实 他应该不是自己看出来的 他说 有人出了大价钱 对我动手 会是谁呢 我正想接着往下问 阿龙确实打断了我 知道再多你也是死 上路吧 说完 他打了个响指 房间里忽然吹起一阵冷冽的阴风 原本大开的房门 荒荡一声关上了 紧接着 门缝中有心红的血流出 有如胶水 把房门粘住 我出不去了 房间门紧闭 并没有让我害怕 林小路还在阿龙手里 就算是拼了命 我也要把他救出来 我把昆吾刀拔了出来 上次被阿龙偷袭 是我大意了 他再想战胜我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阿龙看了眼我手中的昆吾刀 眼神里满是鸡蛋 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种厉害的宝物 随后他画风一转 不过我也有准备 他右手晃了一下 煞气涌现 等到煞气消散后 出现了一根黑色缠杖 一般的缠杖 都有佛家气息 十分庄重 可阿龙手中的黑色缠杖 却是镶刻着一只鬼头 给人阴煞的感觉 阿龙用力摇晃手中的缠杖 缠杖上的圆环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叮铃铃 随后 浓郁的煞气从缠杖中冒了出来 凝聚在阿龙的身前 与此同时 整个房间变得十分潮湿 啪大 一颗水滴从屋顶滴落 我伸手抹了一下 才发现滴下来的不是水 而是血 房间仿佛变成了血帘洞 原本洁白的床品 都被染成了血色 整个房间也弥漫着血腥味道 血气在房间里蔓延 与缠杖上冒出的煞气融合在一起 逐渐变化为人形 最终化作一只三头六臂的恶鬼 恶鬼的三张脸面相憎恶 非常猙獰 一张青面獠牙 一张白面红眼 一张绿莲紫牙 都是泰国佛家中经典的恶鬼形象 阿龙看我的眼神 像是看一个死人 他向我介绍道 这是用我们国家最厉害因素 才能培养出的三面恶鬼 能死在他的手下 是你的幸运 我很想催他一口 死在恶鬼手下叫幸运 可去他 妈的吧 我懒得跟阿龙废话 没等恶鬼过来 自己先冲了上去 三面恶鬼六只手一晃 每只手上都有煞气涌动 等煞气消散 露出的是长四十公分的铁锤 两只铁锤砸向我的额头 两只铁锤一左一右砸向我内肩 还有两只铁锤护在三面恶鬼的身前 我眼皮一跳 这三面恶鬼还挺有章法的 不过 自从与大姐林素素交过手后 我对自己的身手有了极大的自信 我在号称华夏阴行战力天花板的林素素手中 都能过三招 还能输给外国来的小鬼不成 我脚下猛的指布 四柄铁锤全部落了空 就在三面恶鬼身形停顿的空挡 我一刀刺向他的喉咙 三面恶鬼有六只眼睛 其中两张脸能看到我的动作 他反应很快 剩下的两只铁锤交叉 想要挡住昆武刀 不过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林素素留给我的刀谱中 有一招可以在出手过程中改变刀的走势 正适合现在使用 我手腕快速一抖 刀尖轻轻上扬 擦着两只铁锤的交叉点 继续前刺 噗哧 锋利的昆武刀刺入三面恶鬼的喉咙 正对着我的那张脸 闭上了眼睛 缓缓地低下了头 而由他控制的两只手臂 同样垂了下去 我拔出刀 往后退了一步 躲开了一柄袭来的铁锤 我冲着阿龙挑了下眉 挑衅道 这就是你们国家最厉害的因素 也不怎么样吗 阿龙被我的话机得恼羞成目 你别得意得太早 他晃了晃手中的馋杖 三面恶鬼转了个身 将另外一张鬼脸对准了我 虽然迅速解决了三面恶鬼中的一面 但我丝毫不敢大意 依旧小心应对 三面恶鬼似乎被我激怒了 他举起铁锤 向我砸来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动作 迅速做出反应 铁锤擦着我的一脚划过 进风吹动我的发丝 我横刀一斩 第二只鬼面也合上了眼睛 还剩最后一张脸 这一次我没抽到 而是用尽力气 向着侧面一挥 第三张鬼面还没来得及转过来 整颗头颅都被我斩了下来 扑通一声 三面恶鬼倒在了地上 我长舒一口气 然后毫不犹豫地向着阿龙冲去 阿龙把挥动手里的蝉杖 向我打来 阿龙的音速不错 但武功很差 他的动作在我看来十分的幼稚 我用昆武刀挡住了砸来蝉杖 一脚踹在阿龙的裆部 对于男人来说 裆部是身体最大的弱点之一 一不小心就会鸡飞弹打 更何况是我毫无保留的一脚 阿龙惨叫一声 窝着身子躺在了地上 水晶球脱手 被我一把抓在手中 我毫不犹豫地 用刀柄砸在水晶球上 咔嚓一声 水晶球裂开一条缝隙 浓郁的煞气从缝隙中涌出 我眨了下眼睛 林小璐出现在我的身边 呆子 干得漂亮 林小璐夸了我一句后 恼羞成怒地瞪着阿龙 古奶奶打死你 她跳到阿龙面前 一顿拳打脚踢 直接把阿龙打成了熊猫眼 够了 阿龙怒吼一声 手中缠杖砸向林小璐 林小璐眼疾手快 一脚踩在她的手腕上 然后一巴掌抽在阿龙脸上 啪 她怒道 够你妹 古奶奶才把自己的气撒完 下面是帮呆子报仇的 说完 她左右开弓 把熊猫阿龙抽成了猪头阿龙 我在一边看着 都插不上手 不得不说 女人发起疯来 有时候比男人都可怕 我准备劝林小璐收着点力 别把人给打死了 阿龙上了13局的黑名单 还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华夏 必须深究原因 可正当我准备开口时 我心中忽然生出强烈的危险感 我快速转身一看 原本被我解决的三面恶鬼 不知什么时候又爬了起来 就连被我斩断的头颅 也重新长在了脖子上 这个恶鬼 竟然还可以起死回上 三面恶鬼向林小璐扑去 我岂会给他伤害林小璐的机会 一个剑步冲到三面恶鬼的侧面 我之所以没有冲到三面恶鬼的正面 是因为他有六只手臂 手握六个铁锤 我仓皇之下 很难完美应对 我俯下身子 昆吾刀出手 砍向的是三面恶鬼的膝盖 这恶鬼虽然有三头六臂 但只有两条腿 锋利的昆吾刀 轻松斩断了三面恶鬼的双腿 三面恶鬼一个亮呛 身子倒在地上 把林小璐吓了一跳 呆子 谢了 林小璐把阿龙反身压在地上 反捡他的双手 让他动弹不得 谁知阿龙非但没有面露绝望之色 还开口嘲笑我们 你们犯了个错误 不该先拿我撒窃 而是应该先处理恶鬼 我听后定眼一看 三面恶鬼仿佛融化的雪糕 化作一滩烂泥 而后 烂泥中爬出三只小鬼 它们只有一拟二的高度 模样像是孩童 诡异的是 其中一只小鬼隐身了一般 眨眼间就没了踪迹 看到一分为三的鬼 林小璐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他直接把阿龙打晕过去 把他扔到了房间的角落里 我和林小璐站在一起 对面是两只刚刚从烂泥中 爬出来的小鬼 这两只小鬼正低着头 舔视着从屋顶上滴落的血滴 身上的煞气不断增长 呆子 动手 我和林小璐非常有默契地同时出手 一人对付一只小鬼 然而一交手我就发现 从合体中分化出的小鬼 实力比起三面恶鬼 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还要强上不少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身体灵活性 我连砍两刀 都被小鬼躲了过去 不过我不是孤军奋战 林小璐一脚 把他对付的那只小鬼踹了过来 刚好砸中我对付的小鬼身上 两只小鬼撞了个满怀 各自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 我眼急手快 大步上前 一刀刺入小鬼的胸膛 昆吾刀刺破第一只小鬼的后背 刺入第二只小鬼的胸膛 把他们做成了串串 或许是没了阿龙控制 这两只小鬼 没能再次死而复生 而是化成一道青烟 魂飞魄散 搞定了两只小鬼 但我和林小璐 丝毫没有放松下来 因为 还有一只呢 林小璐与我背靠背 他警惕地扫尸房间 低声问我 呆子 我怎么感觉不到 那只小鬼的存在 我猜测到 之前狗爷叫我阴行里的知识时 说有一种 能自由穿梭阳间与诡计的隐秘鬼 这种恶鬼神出鬼没的 很难防备 正说着 我和林小璐的身侧 忽然冒出阴冷的煞气 我扭过头 身边忽然冒出小鬼 抓向林小璐的手臂 小心 我一把把林小璐推开 小鬼的爪子 从我手臂上滑了过去 当即滑出五道深深的血印子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受伤的左臂 好似被冰冻住 冷到骨髓里去了 我想挥刀斩鬼 可小鬼身体扭了一下 又消失不见了 如我的猜测没错 他跑进鬼界去了 呆子 你没事吧 林小璐焦急地查看我的伤口 随后他生气地跺了两脚 早知道我就待在鬼界掀不出来了 林小璐说的这是气话 活人是不能在鬼界中长流的 否则会身体会沉入阴间 肉身到阴间报到了 林小璐跑到房间门口 试图开门 然而大门被血粘住 他连踹两脚都没能把门打开 就在这个时候 小鬼又出现了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我 小鬼是从我头顶上冒出来的 伸着爪子 就要捏我的天灵盖 这要是被他碰到了 指不定脑袋都要搬家 好在我早有防备 感受到煞气的时候 猛地向前一蹿 这下意识的动作 救了我一命 但也没完全救 小鬼的冰凉的手 顺着我的后脊骨滑过 差点没把我当场疼晕过去 冰冷的煞气 蔓延我的全身 我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 没办法 我只能动用阴阳眼 把身体内的煞气吸走 阴阳眼的效果立竿见影 不管是被小鬼抓过的手 还是后背 立马没了凉意 只是我的眼睛 像是放在烧烤架上制烤 疼得我眼泪直流 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这时 我眼中的视野发生了变化 不知是因为阴阳眼 吸收了煞气增强了能力 还是我流的眼泪有特殊的效果 我竟然在房间之外 看到了一个近乎透明的空间 这个空间十分地逼着 最矮的地方只有半米高 最高的地方也不过两米的样子 我看到偷袭的小鬼在空间里游荡 他的眼神在我和林小璐身上不断游荡 似乎在找下一次偷袭的时机 我立马就明白了 我看到的这片诡异空间 正是鬼剑 阴阳眼展现出的能力 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强 但现在不是欣喜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小鬼飞向了林小璐 我把昆吾刀反卧 然后大声地喊道 小璐姐 蹲下 林小璐没有丝毫犹豫 听从我的命令 蹲下了身子 昆吾刀被我扔了出去 在小鬼从鬼戒里探出头的一瞬间 洞穿了他的身体 这只隐秘鬼 当场魂飞魄散 啪 一声脆响 阿龙之前扔在地上的黑色缠杖 碎了 房间里不再滴血 粘住房门的污血 也渐渐散去 一切都回归了正常 林小璐掏出手机 给冯杰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 阿龙已经被我们制服了 挂掉电话后 林小璐来帮我查看伤口 他有些心疼地说 你为了救我 又受伤了 我笑着回答 伤口里的煞气 已经被我的阴阳眼吸干净了 剩下的都是皮外伤 你看 血都不流了 我对身上的伤势并不在意 相比于之前几次差点丧命的经历 这次受的伤根本不值一提 林小璐问我 呆子 刚刚你是怎么知道 小鬼出现在我头上呢 我指了指阴阳眼 是他的功劳 我以为林小璐会感到惊奇 却未曾想 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慌乱 他焦急地问道 什么变化 我奇怪地问他 你怎么了 这么慌张 没 没啊 这不是关心你吗 我犹豫了一下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小鬼被灭干净 阴阳眼渐渐不那么烫了 鬼界也开始模糊起来 接着最后的机会 我再次看向那片神奇的空间 只不过吸引我的 不是鼻子的鬼界 而是鬼界的另一边 鬼界连通着阳间和阴间 此刻我能模模糊糊地看到阴间的情景 那是一片火红的世界 天空飘着许多红彤彤的火烧云 再往下看 许多阴魂恶鬼在空中飞舞 我看得正入迷 忽然间 一只面向威严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他身穿古代官服 面向威严 他隔着鬼界盯着我 忽然张开嘴 说了几个字 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但从口型看 似乎是在训斥我 忽然间 我的眼睛一阵剧痛 疼得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 啊 我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等到手拿开时 我的手掌满是鲜血 血是温热的 因为这是我的血 呆子 你的眼睛流血了 我眼前一阵模糊 过了很久才缓过劲来 林小璐万分紧张 你怎么了 我回答道 我好像看到鬼叉了 我把刚刚看到的情景 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林小璐听 林小璐听后期地训斥我 你一个大活人 怎么敢窥视阴间 幸好那鬼叉没跟你计较 否则现在鬼兵已经来捉拿 你归案了 我挠了挠头 很是尴尬 好奇心果然是会害死猫 我怕林小璐继续训斥我 提醒她 小璐姐 快到拜山的时间了 出发前 林小璐跟我说过 这次拜山跟上次有些不一样 必须赶到日出之时进行 上山前我用手机查过 今天的日出时间 是早上五点四十八分 还差一个半小时 得提前去找个合适的地方 林小璐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阿龙 问道 这家伙怎么办 距离十三局的人赶来 还要有一段时间 我思考了一下 提出了一个建议 把他捆结实了 扔咱的房间里 就算他醒了 也跑不掉 好 就这样 我们把阿龙锁了起来 然后离开宾馆 前往日关峰 别看离这日出 还有一个多小时 日关峰上 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了 日关峰观看日出最好的位置 是一块从山峰上探出去的骑石 此时斜上横出 仿佛一只爆小的熊鸡 它翘首以待 犹如起身探海 因此命名为探海石 林小璐拜山 肯定不能选在这样的位置 否则在千人围观下 再搞个仔细东来的场景 被人拍下 整个网络都会传遍 我们两个找了足足半个小时 然后从崖壁上翻了下去 找了一个只能容纳两个人的落脚点 网上看 头上是突出的崖壁 绝对不会有人想到 下方会藏着两个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们两人把手机静音 静等太阳升起 临近最后的时刻 林小璐反而放松了下来 她依靠在崖壁上 然后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 风一吹 她的发丝在我脸上拂过 痒痒的 呆子 之前你陪我看了繁星 今天又陪我看日出 谢谢你啊 我打去林小璐 怎么忽然这么客气 林小璐没有回答 我侧脸刚好碰到她的头 看不到此刻她脸上的表情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 林小璐的呼吸很轻 仿佛是睡着了 我感觉到无比地放松 十分地惬意 真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东方 出现了一道亮线 太阳要出来了 小璐姐 要开始了 林小璐嗚了一声 抬起了头 她盘着腿做的端正 双手十指掐着中指 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她开始有规律的吐息 胸口随着呼吸起伏 泰山下 有一层薄薄的雾气 好似云海 我的阴阳眼发动 我在云海中看到了一股青色的气 随着林小璐的呼吸 这股青色的气 仿佛受到了吸引 飘了过来 灌入她的百慧穴中 我心中惊讶 上一次是紫气东来 这一次换成青气灌顶了吗 我很想搞明白 这两种不同颜色的气 有什么不同 但此刻不能打扰到林小璐修炼 我只能把好奇心放回肚子里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了 远方云海中 红色的太阳钻了出来 将温暖的阳光洒向大地 太阳的光辉洒在云海上 把云海染成了火红色 我听到头顶上传来游客们的欢呼声 热闹非凡 然而 此刻我却放松不下来了 我看到灌入林小璐体内的青色气体 变成了如火一般的红色 随着修炼的进行 林小璐的额头上 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它像是发烧了 皮肤通红 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 汗水很快就打湿了林小璐的衣衫 T恤紧贴在她的身上 将她玲珑的身段勾勒了出来 换作平常 我肯定会忍不住地多看几眼 可现在 我只担心林小璐的安危 我不敢打扰她 喘气都小心翼翼 生怕影响到她 此刻我只能在心中安慰自己 林小璐得的是寒症 此刻身体火热 很有可能是在疗伤 小容体内寒毒 太阳从云海中浮了出来 原本寒风凛冽的山顶 逐渐升温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惊恐地发现 林小璐的体温 在下降 她通红的脸蛋 先是恢复了正常 随后快速变白变轻 我靠着她 逐渐感受到一股寒意 这股寒意来得又快又急 林小璐之前流的汗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凝聚成冰霜 不仅如此 她乌黑的绣发 从发根开始 一寸寸地染成白色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林小璐再次呈现出 犯病史才有的白发魔女的形象 我紧张得不行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却什么都做不了 忽然间 林小璐身体前倾 扑斥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她往前栽去 要不是我眼急手快 她就要跌下悬崖了 小璐姐 我焦急地呼唤 林小璐艰难地 睁开自己的双眼 她没有说话 但我能从她的眼神中 看到深深的绝望 我知道 她的疗伤失败了 呆子 我 林小璐话都没有说完 头一歪 昏迷了过去 小璐姐 这一次 不管我怎么呼唤摇晃 她都没有醒来 林小璐的寒症彻底爆发了 我仿佛抱着一个人形冰块 连我都动得直打哆嗦 林小璐的呼吸越来越轻 越来越慢 照这样下去 她很有可能会停止呼吸 我急忙从口袋里 掏出最后一颗药丸 这是出发前 我害怕出现意外情况 特意拿上的 林小璐还说没有必要 没想到还是用上了 我捏开林小璐的嘴 让她把药丸服下 可往常立竿见影的药丸 此刻却失去了作用 林小璐的身上 依旧不停地散发着刺骨的寒气 上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林小璐让我把她放进茶馆二楼卧室的白玉棺材里 可我们现在人在泰山 短时间内根本赶不回去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用力抱紧林小璐 想用自己的体热温暖她 但我很快就发现 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再继续下去 连我都有可能被活活冻死 林小璐身上的寒气越来越重 长在崖壁上的花草 也被冻成了冰块 然而就在此时 我的阴阳眼变得滚烫起来 我赫然发现 林小璐身上冒出的寒气 大部分都是煞气 煞气 阴阳眼 我想到了办法 我用自己的额头 贴着林小璐的额头 鼻尖贴着她的鼻尖 然后 我拼命催动阴阳眼 吸收林小璐身上的煞气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用阴阳眼帮林小璐治病 效果究竟如何 我心里也没有底 可如今身处这样的环境 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在此之前 我用阴阳眼吸收煞气最多的一次 是和冯伟对付女僵尸时 吸干了房间里鬼屋 而此刻 我刚吸了几秒钟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林小璐身上索帽寒气中蕴含的煞气 比那女僵尸搞出来的鬼屋 浓郁几十倍 我的一双眼睛 瞬间就像燃烧了起来 疼得我想要发出惨叫声 我们头顶上满是游客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 我把自己的T恤 撕下一大片 塞进了嘴巴里 我强忍着烧灼之痛 不断地吸收煞气 一刻都不敢停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林小璐身上的寒意 正在不断消散 她的发根开始由白变黑 有效果 我欣喜若狂 但很快高兴就变成了恐慌 我惊恐地发现 随着我吸收的煞气越来越多 我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一开始 还只是有些恍惚 渐渐地 我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 耳后雾气越来越大 连近在咫尺的林小璐 我都快要看不清了 我下意识地停了一下 然而林小璐的头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次变白 现在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继续救治林小璐 我好不容易重见光明的眼睛 有可能会再次回到原来半瞎的状态 甚至是完全瞎掉 可如果放弃 救治林小璐 林小璐恐怕活不过今天 我犹豫了 就在这时 我的脑海中 回忆起去年生日时 我在星空下许下的生日愿望 我希望小璐姐健健康康 不再被疾病折磨 我深吸一口气 再次把自己的额头 贴在林小璐的额头上 阴阳眼再次激活 疯狂地吸收林小璐身上的煞气 林小璐的头发 渐渐变黑 脸色也重新红润起来 而我 则是被一片黑暗所笼罩 这种黑暗我再熟悉不过了 从我八岁那年开始 一直到眼睛 被师傅治好前 每天夜里 我都会躲在被窝里 瑟瑟发抖 熄灯之后的福利院宿舍 伸手不见五指 在那一片恐怖的黑暗中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身旁徘徊 等我睡着 就会跳出来 我手中柔软的小手动了一下 紧接着 我听到林小璐虚弱的呼唤声 呆子 你在吗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笑着回应道 小璐姐 你这一觉睡得可真长 我听到细细素素的声音 林小璐坐了起来 奇怪 我怎么没事了 我撒了一个慌 我给你喂了药 忽然间 林小璐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颤抖了起来 呆子 你 你的眼睛 我知道林小璐已经发现 平静地说道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我感觉到 林小璐用力地抱住了我 气不成声 你个傻子 你是不是用阴阳眼 吸收了我散发的煞气 你知不知道 这很危险 你有可能会死的 走 姐姐背你上去 我们去找王牧 他能第一次治好你的眼睛 就一定能治好第二次 林小璐背着我 爬上了山崖 他搂着我的胳膊 带我回宾馆休息 一路上小心翼翼 生怕我不小心摔倒 其实前十年我 早已习惯了这种走路方式 一时间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 回到宾馆后 还没进门 我忽然察觉到 林小璐抱着我的手 用力捏了一下 我问他 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小璐压低声音 用紧张的语气回答我 我们房间的门 被人撬开了 我很是意外 房间里有被捆住的阿龙 如果是他脱困逃走 拉一下门把手 就能跑掉了 用不着撬门 需要撬门的 必然是从屋外进入屋内 袋子 你站着别动 我进去看看 我把困屋刀从腰间抽出来 交到林小璐的手中 小心点 嗯 我听到林小璐轻轻推门的声音 随后 就只能是等待了 大概只过了两分钟 林小璐回到了我的身边 阿龙死了 我大吃一惊 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 我问林小璐 他是怎么死的 林小璐向我解释道 被人一刀捅进心脏 我冷静地分析 杀阿龙的肯定不是他的同伙 否则他只要把人救走就可以了 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是掩盖秘密 动手的极有可能是阿龙来抢我阴阳眼的人 林小璐暗脑道 早知道这样 就该在拜山前审问他了 我并没有在意 无所谓了 我的眼睛已经瞎了 没人会惦记了 林小璐急得直跺脚 呆子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你的眼睛一定能再次治好的 我向你保证 他牵起我的手 用带着一丝哭腔的声音说道 你不许放弃自己 否则我会记恨自己一辈子的 我说了声好 用力握紧林小璐的手 林小璐原本计划再开一个房间 让我休息 还没行动 13局的员工赶来了 我不知道来的是谁 声音很是陌生 林小璐把阿龙的事情 讲给了他听 对方很快就展开了调查 半个小时后 我在13局员工的口中 听到了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杀死阿龙的 不是别人 正是旅行团中的那个华人 宾馆的监控显示 我和林小璐离开不久后 他就撬门进入了我们的房间 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又快步走了出来 我和林小璐 一直以为 他是阿龙救济虫师 用来骗保的受害者 没曾想 他竟然是暗中监控阿龙的杀手 除了此事外 13局的员工 还告诉了我一个 不算太震惊的消息 那杀手逃离得匆忙 没有收拾隔壁房间 也就是我和阿龙战斗的地方 他们在隔壁房间里 找到了被我砸碎的水晶球 这件能够把人送入诡计的 神奇鹰雾 里面有一个黑毛红眼的乌鸦图案 水晶球是黑鸦制造的鹰雾 虽然这无法直接认定 雇佣阿龙的幕后黑手 就是黑鸦 但可能性极大 难道 黑鸦也知道了 我拥有阴阳眼的秘密 可这秘密 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我看不见东西 反而能够更加冷静地思考问题 知道我有阴阳眼的人 目前有师父林玄 以及他的一家人 这是可以直接排除的选项 其次 九叔 黑爷 许强 还有红阿公 也是知道 我是有阴阳眼的 但他们都是师父信得过的朋友 应该也不会出卖我 还有就是 和我交手过的黑鸦鹰人 我并没有在他们面前 暴露阴阳眼的存在 应该不是他们 我思来想去 知道我有阴阳眼的 只剩下一个人了 当初与我交过手的纸扎将 当初他试图拿走我的阴阳眼 但被我和林小璐联手击败 送进了十三局 专门关押鹰人的监狱 等等 十三局 我让林小璐带着我 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尤其是要避开十三局的员工 呆子 周围没人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问他 十三局知不知道我有阴阳眼 林小璐回答道 只有我妈妈知道 她并没有在局里公布出来 为什么 十三局是官府监管鹰人设立的组织 对于华夏的鹰人 当然是了解得越透彻越好 师母作为十三局的二把手 却向组织隐瞒了我的秘密 是因为我是师父的徒儿吗 林小璐告诉了我答案 十几年前 黑鸭还没有伏法 曾有鹰人渗透进十三局 泄露了许多情报 事关你的安全 又有前车之鉴 所以妈妈选择了保密 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该不会是 怀疑你阴阳眼的秘密 是从十三局流露出去的 我点了点头 你还记得曾经想挖我眼睛的纸扎将吗 我怀疑我有阴阳眼的秘密 就是他透露出来的 林小璐问我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分析到 阿龙上了十三局的黑名单 却能轻松进入华夏 甚至知道我们的行程 提前来泰山引诱我们上钩 在华夏 能有如此手段 还能获得准确情报的人 可不多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 黑鸭有人渗透 进入了十三局 他从纸扎将嘴里得知了 我有阴阳眼的秘密 然后安排 曾与我有恩怨的阿龙出手 当然 他还安排了后手 在阿龙失手后 将他杀死 以免暴露自己 我甚至怀疑 阿龙所用的鹰雾是 故意不带走的 为的是把我们的目光 引向整个黑鸭组织 而非他个人 林小璐听完我的推理后 惊讶地说道 呆子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差点以为你被卢新一附身了呢 林小璐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 把我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师母说她会调查 并向我们承诺 如果十三局中真有叛徒 她一定不会放过 十三局的员工 留下处置阿龙的尸体 我和林小璐则是准备下山 以我眼睛完全失明的情况 原路返回是做不到了 我本想坐缆车下山 但林小璐有一个提议 我们去拜一拜泰山奶奶吧 听说很灵验的 上次你在长安求了求成皇 赶走了身上的小鬼 说不定求一求泰山奶奶 就能治好你的眼睛呢 泰山奶奶 又名陛霞园君 全称冬月泰山天仙玉女 陛霞园君 陛霞园君 是道家文化里 非常有影响力的女神仙之一 尤其是在卢省 可谓家喻户晓 但凡谁家有所求 来拜一拜泰山奶奶 总归是没错的 泰山奶奶有多灵 我曾经听卢新一讲过一个故事 她有一个朋友 跟着同事们团建去爬泰山 按照以往的习惯 可这朋友酒量不行 每次都会喝吐 很是苦恼 于是她就向泰山奶奶许愿 希望自己聚会的时候 不会喝醉 结果第二天晚上喝酒时 她的酒量忽然暴涨好几倍 一桌人都告饶了 她才刚刚萌生醉意 按照许愿的习俗 愿望实现后 是要还愿的 同事们完成团建 都回去上班了 这位朋友独自请假一天 再爬了一次泰山 找泰山奶奶还愿 三天爬了两次泰山 差点没把她的腿给泪断了 要拜泰山奶奶 需要去另一条登山路线 直到此时我才想明白 来石路上 林小璐为何厌恶那个 背着父亲爬山的主播了 因为他们走的路线 压根就不路过泰山奶奶庙 联想到主播的父亲 始终闷闷不乐的模样 不难猜测 背着父亲爬山许愿的主播 是在作秀 我看不见路 林小璐就冲到我的眼睛 我们走得很慢 一步步地下山 来到了泰山奶奶庙 泰山奶奶庙香火旺盛 林小璐刚着领我迈过庙门 就听到不少香客的许愿的声音 林小璐拉着我坐下 说让她来许愿 我听到她虔诚地说道 泰山奶奶 求求你把张贤的眼睛治好吧 她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她好不容易才治好的眼睛 求求你帮帮她吧 然而 不管林小璐多么地虔诚 我的眼前始终一片黑暗 正当我准备喊她离开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老铁们 我们终于来到泰山奶奶庙了 之前都怪我 没提前打听好 原来泰山奶奶庙在这条山路上 那么艰难才爬完的十八盘 算是白爬了 我听出来了 是上山时遇到的那个主播 主播的声音越来越近 老铁们 我把父亲放下许愿 我带你们逛一逛这泰山奶奶庙 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愿望打在公屏上 说不定泰山奶奶也看我的直播 顺手就帮你们实现了呢 我听到身边传来细细速速的声音 像是主播把自己的父亲放了下来 主播的声音逐渐远去 然后我听到了父亲许下的愿望 泰山奶奶 如果你真的那么灵验 就实现我一个愿望吧 她咬牙切齿地吼道 请你打断 我那不笑儿子的两条腿吧 她声音刚落 那名主播的惨叫声 从不远处传来 哎哟 林小璐跑去看了一眼 回来跟我说 那家伙光看手机了 脚下绊了一下 顺着台阶摔了下去 两条腿都断了 我愣住了 泰山奶奶 竟然真的这么灵 那刚刚林小璐许的愿望 能实现吗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用力眨了两下 随后 我的眼前 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线 当我的眼前出现一条光线时 我静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犹如天降甘霖 让我欣喜若狂 小璐姐 我的语气有些激动 林小璐急忙抓紧我的手 紧张地问道 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是 我强压内心的激动 我好像能看见一点东西了 林小璐开心坏了 无比喜悦地抱了我一下 真的吗 是真的吗 你能看到我的手吗 我能看到 眼前有一只手影 在我眼前摇晃 能看到一点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 没眨一下 眼前的模糊 都会消散一分 大概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我的视力恢复如初 得知这个消息的林小璐 跪在泰山奶奶向前 连声感谢 我看向泰山奶奶向 心中却有一丝怀疑 我不敢说 泰山奶奶不灵验 但刚刚眼睛撞好的过程 与我上次见到 诚皇己性的感觉 完全不同 我有一种感觉 我眼睛恢复 似乎并不是 泰山奶奶的功劳 而是自己好的 嘈杂声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扭头一看 刚刚在我身边许愿 让泰山奶奶 打断自己儿子双腿的父亲 正跪在庙门前 对着摔到下方的儿子 破口大骂 你个不孝子 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泰山奶奶有眼啊 泰山奶奶显灵了 他的儿子 还在抱着双腿哀嚎 摔在地上的手机 摄像头刚好对着父亲 把刚刚父亲痛斥的场景 直播了出去 后来 这事还上了新闻 有记者做了详细的调查 发现了背负上山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 让人震惊的秘密 这个主播 原本在直播平台 岌岌无名 他本身的直播风格很无趣 又没什么才能 因此观看人数寥寥无几 后来 他看到了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一个旅行博主 带着自己的老爸 全国各地旅行 而名声大噪 深受读者们的好评 主播觉得自己 也能通过炒作这个题材 达到爆火的效果 他决定给自己 创作一个人设 一个更加悲惨 也更加容易引起 观众同情的人设 他告诉观众 自己的父亲双腿残疾 之前一直躺在病床上 哪里也去不了 人觉得生活无趣 渐渐患上了心理疾病 萌生了轻生的想法 为了让父亲开心 他把房子卖了 带父亲四处旅游 这个孝子人设 利用了观众们的善良 主播逐渐火了起来 收获了平台不菲的签约奖金 以及观众们大额的打赏 这让主播买了大房子 买了豪车 享受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 但主播在感到开心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他父亲的双腿是好的 他很害怕 某一天直播时父亲漏了线 让他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为了保住自己的钱和名声 主播恶向胆边生 他故意灌醉自己的父亲 然后用举起铁锤 砸断了父亲的双腿 他还威胁自己的父亲 如果敢把这事说出去 他绝不会赡养 让父亲躺在床上等死 这才有了 我在泰山奶奶庙里见到的那一幕 我的眼睛恢复后 我与林小璐返回了茶馆 我跟林小璐说 自己想吃黑老胖家的面条 林小璐说 没问题 高高兴兴地去给我买了 等他走后 我把茶柜上的狗爷请了下来 狗爷眼眶中燃起蓝色的火焰 他问我 小子 还没到每个月为我的时间呢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需要我帮忙 我指了指自己的阴阳眼 狗爷 我昨天吸收了很多的煞气 你能不能帮我弄出来 狗爷笑道 当然 就当是给我加餐了 狗爷张开嘴巴 一股犀利从他的嘴巴中产生 以往这个时候 这股犀利 会把我阴阳眼中的煞气吸出 成为狗爷的口粮 然而这一次 没有成功 咦 狗爷惊讶地问道 小子 你眼里的煞气从哪来的 狗爷我竟然没办法吸收 我心中咯噔一跳 从泰山开始 就凝聚在心中的疑问 此刻被证实了 当我把林小璐身上的煞气 用阴阳眼吸收后 我就在想 狗爷也能吸收煞气 为了师父还要外出寻药 而不是让狗爷来治疗林小璐 现在我明白了 林小璐身上的煞气 狗爷吸收不了 这一点 林小璐自己应该也知道 否则我眼睛坏掉时 他应该着急 带我回茶馆找狗爷帮忙 而不是说 要去找诡异王牧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 但要等见到诡异王牧 才能知晓答案 我把狗爷放了回去 让他继续沉眠 二十分钟后 林小璐蹦蹦跳跳地回来了 呆子 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红烧牛肉面 趁热吃 我们一人一碗面 虽然吃得很简单 但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在 两人吃得都很开心 收拾碗筷时 我问了林小璐一个问题 小璐姐 你的病算是治好了吗 我看到林小璐的神情变得暗淡 她摇了摇头 没有 跟以前一样 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 那我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小璐打断了 她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对我说 你以后不许再用阴阳眼 帮我治病了 绝对不行 她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老爹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 我刚吃了药 能坚持住的 我点了点头 按照师傅原本的计划 下个月她能赶回来 到时候 请她拿个主意 接下来的几天 日子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期间师母打来一次电话 告诉我们 十三局里的叛徒已经捉住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 是黑鸭的余孽 十三局本想从她的口中 审问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谁知这余孽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被捕时变成了风傻模样 别说审问了 连正常的对话都做不到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 就此断掉 时间来到五月中旬 那日我 正在读新买的 明朝那些事 林小璐前不久 挂在茶馆门口的风铃 想了起来 叮铃铃 我抬头一看 一个坐着电动轮椅的青年 出现在茶馆门口 她的轮椅被门槛挡住 青年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 你好 能帮我一下吗 我走上前 帮着客人 把轮椅推进茶馆中 谢谢你 我说声不客气 看到客人头上有汗 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 客人问我 你是张老板吧 我点了点头 客人自我介绍的 张老板你好 我叫黄周 是安德大学的一名学生 我平时挺喜欢看小说的 前一阵发现了一本 以你为主角的小说 本以为是虚构的 但小说中的茶馆地址 具体到了哪条路 我寻色 反正离得不远 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真的有这家茶馆 我懂了 是姑姑的小说 给我带来的客人 我问黄周 你来茶馆 只是因为好奇心 还是有事所求 黄周挠了挠头 问了许多客人 第一次来茶馆时 都会询问的问题 鹰雾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我如实回答 鹰雾神不神奇 有没有用 要看你所求什么 黄周犹豫了一下 然后对我说道 我想让人 不再对我另眼相看 我一下没能理解 下意识地反问道 什么意思 黄周指了指自己的轮椅 问我 老板 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心里生出的 第一个情绪 是什么 我欲言又止 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黄周接着说道 我想 应该是怜悯吧 我没有否认 因为我见到黄周的第一面 心中就是这样的情绪 这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青年 却没办法走路 很难不引起人们的同情 黄周叹了口气 我每天都会感受到 很多很多同情的目光 上课的时候有 有人会帮我占座位 去食堂吃饭时有 食堂阿姨会多打半勺菜给我 碰到下雨的时候 甚至会有小孩子跑过来 问需不需要他帮我打伞 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好吗 谦让本就是我们华夏的传统美德 黄周解释道 我当然很感谢大家 但有些时候 我却不希望我这双残疾的腿 给我带来和别人不一样的待遇 他顿了一下 继续往下降 我在学校里成绩很好 专业课成绩一直稳定前十 前一阵系里有个外派交流活动 我很想参加 一直努力争取 为此我更加努力学习 获得了参与的资格 然而就在活动开始 前三天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六个名额学校 给缩减到了三个 注定有三人要被淘汰出去 按照成绩 我是第四名 属于被淘汰的那个 对此我也没有什么怨言 可第三名的同学 主动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 导师也说 让我去比较合适 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 可这种谦让 让我的自尊心很受打击 我无办法提出异议 因为那样会伤害大家的善意 说到这里 黄周眼圈红红的 其实我一直不希望大家 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 就对我区别对待 哪怕这种区别是善意的 我想和其他的同学一样 靠自己的实力 去赢得大家的尊重 黄周讲完了 我也理解了 这是一个身残之间的男人 老板 你能帮帮我吗 听完黄周的故事 我想帮帮他 这一次 不用辨别客人故事的真假 因为我将要卖给他的这件鹰鹉 很是不同寻常 对于使用者来说 它只有副作用 我从地下室取来一件鹰鹉 放到了黄周面前 黄周拿起来一看 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就是鹰鹉吗 我点了点头 反问他 你听过恐龙让黎的故事吗 我给他的鹰鹉 名为恐包剧黎牌 是一块掌心大的梨花木牌 上面雕刻的图案非常有意思 一个小孩拿着梨子 让给比他年龄稍大的孩子 然而被谦让的孩子 却是伸手拒绝 这个图案讲述的内容 源于恐龙让黎的典故 但与历史记载截然相反 在《三字经》中 有这样一句话 容四岁 能让黎 我相信 有不少人在小的时候 都被老师和家长 用恐龙让黎的故事教育过 要有爱兄弟 懂得谦虚里让 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都不知道 这个从小就懂得 有爱谦让的恐龙 最后会因不孝被杀 还牵连了家人 恐龙生于东汉末年 就是三国争霸的 那个混乱年代 他能成为历史名人 不是因为他四岁让黎的故事 而是他十六岁时 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年 官府要捉拿张俭 而张俭与恐龙的兄长 恐龙是好友 于是张俭找恐龙救命 恰逢恐龙不在家 恐龙擅作主张 收留了张俭 谁知后来东窗事发 恐龙与恐龙 都被官府抓了起来 官府要杀一人单则 恐龙说是自己藏的张俭 跟哥哥恐龙无关 恐龙听后非常感动 说张俭是他的朋友 张俭也是来投奔他的 要杀就杀他 于是 官府就把恐龙给杀了 恐龙死了 恐龙却因此名声大噪 人人都夸他有担当 浑然忘记 是他把张俭放进家门 把哥哥害死的 那个年代 还没有科举 朝廷招官 都是挑有名气的人 恐龙有名气 自然就做了官 恐龙当官后 因为世财傲物 又口无遮拦 在朝中得罪过不少人 虽然因此更加出名 但是仕途一直都不顺利 曹操是个爱财的人 携天子以令诸侯之后 就让恐龙在自己手下做事 主要是为了笼络天下士族文人 一来是恐龙有足够的名气 二来 他还是孔子的后人 有千金买马骨的作用 归顺曹操后 恐龙世财傲物的脾性 一点都没改 经常与曹操作对 时不时地就要写篇文章批评他 甚至看到曹操把狗爷 欧布 是把杨修杀掉后 依旧没有收敛 曹操烦死了恐龙 就让心腹找个理由 要名正言顺地除掉恐龙 这个手下不知从哪里打听到 恐龙曾经对好友 说过这样一句话 父之与子 当有和亲 论其本意 实为情欲发尔 子之与母 义父惜为 譬如既物否中 出则离矣 把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父亲与儿子有什么恩情呢 不过是情欲的产物 母子之间也是 不过是将一件东西 暂时寄放在瓦罐里 倒出来之后就没有关系了 这话放到当今社会 都是大逆不道 更何况是那个当官 都要举笑脸的时代 于是曹操一声令下 把恐龙给咔嚓了 从此耳根清净 睡觉都香甜了 再说回被恐龙坑死的哥哥恐包 也史记载 恐包就是被恐龙让离的孩子 如果当初他拒绝了恐龙的离 或许后来就不用为恐龙而死了 后世之人 根据野史雕刻了这枚恐包巨离牌 流传至今 已成鹦鹉 我向黄州介绍 恐包巨离牌的用法 你把这个牌子穿上红绳 戴在脖子上 当你需要他人牵让你时 就把牌子上的图案冲向自己 不需要他人牵让你时 就把牌子的图案冲向身前 黄州付了钱 拿走了鹦鹉 我给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让他以后遇到问题 直接联系我 五天后的上午 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摁下接听键后 话筒里传来黄州的声音 张老板 我是之前在茶馆买鹦鹉的黄州 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 问他有什么事情 他请我去安德大学一趟 说是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答应了下来 和他约好下午见面 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 一来是我以为 黄州使用鹦鹉遇到了问题 茶馆卖鹦鹉 并不是一锤子买卖 该有的售后服务也是要做好的 其次 我从出生到今天 从未上过学 很想看一看校园的模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问林小璐要不要一起去 林小璐满口答应 然后跑回家换衣服去了 再见到他时 我被林小璐的打扮惊呆了 林小璐上身穿着洁白的衬衫 下身是一条紫白相近的格子裙 林口还扎着一条相同颜色的蝴蝶结 他一双大长腿套着白色的丝袜 脚上蹬着带有花边的公主鞋 这一套装扮 把林小璐衬托得又年轻又好看 我敢打赌 他不管走在哪里 回头率都是百分百 林小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 裙子飞扬 呆子 我这套新买的衣服好不好看 是现在很流行的JK装优 我竖起大拇指 拍了一具马屁 好看 小璐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林小璐笑页如花 非常得意地说道 你眼光不错 走 姐姐陪你逛校园去 我们两人打车来到安德大学 一进校园 我就感受到数不清的目光 聚集在我和林小璐的身上 其中不少男同学看我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与嫉妒 我们来到与黄州约定的图书馆门口 黄州坐着轮椅 很是好找 走到他面前 黄州非常有礼貌地 向我和林小璐打招呼 张老板好 老板娘好 黄州这声老板娘 喊得我有些窘迫 不过林小璐没有反驳 我也不好解释 我赶紧转移话题 鹰鹉效果怎么样 黄州用充满感激的语气 对我说 效果非常好 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到 那种怜悯的目光了 我笑着说道 你也别太要强 生活上遇到困难 该需要别人帮忙的 不要自己硬撑着 谢谢老板的关心 我知道的 我问他 既然你使用鹰鹉 没有遇到问题 喊我过来 是有别的事情吗 黄州解释道 是这样的 我的社友遇到了一点 诡异的事情 本来我是想让他 自己去查管的 结果昨天晚上 他出了点事情 现在在校医院病床上躺着呢 只能请老板 你亲自过来一趟了 既然是生意 我跑一趟也无妨 带我去看看你的社友吧 在黄州的带领下 我们三人来到了校医院 在病房里 我们见到了一个 面色惨白的学生 黄州向我们介绍道 这是我的社友吕青 吕青 这就是我向你提起过的张老板 吕青想要起身 身子撑到一半 哐当一声 又倒在病床上了 一旁正在给临床换药的护士 急忙提醒道 躺好了别动 你身体很虚弱 吕青可能觉得 躺着跟我说话 很不礼貌 用抱歉的语气对我说 张老板 对不住啊 我摆摆手 事宜无妨 林小璐贴心地搬来一个凳子 让我方便坐在吕青面前聊天 我问吕青 你得了什么病 吕青眼圈红红地对我说 我没病 就是吃撑了 说完 他打了个嗝 喷出的气 有一股农村未诸用的干水味 黄州与林小璐都捏住了鼻子 我怕伤了吕青的自尊 只能假装平静 实则平住呼吸一分钟 才敢重新呼吸 平住呼吸的时候 我观察了一下吕青的状况 发现她的肚子胀得 像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我指着她的肚子问道 这是撑的 吕青嗡了一声 然后眼圈就红了 这事儿确实有古怪 普通人再怎么吃 也不可能把肚子吃成这副模样 讲讲吧 怎么搞成这样的 吕青非常委屈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两天前 也就是上周末 大家都没有课 吕青在宿舍里提议 大家一起聚聚餐 刚好学校餐厅开了一家自住窗口 69块钱的小火锅随便吃 她的提议得到了整个宿舍的响应 于是宿舍四人一起去吃火锅了 20岁的男孩子 正是最能吃的年龄 不到一个小时 四个男生餐桌前都摆了很高的空盘子 就连饭量最小的黄粥 也吃了石盘肉片 黄粥吃饱了 另外一个正在减肥的社友 也放下了筷子 只剩下吕青和社长 还在胡吃海喝 两人都说自己是宿舍饭量第一 争论了一番 谁也不服气谁 于是两人决定来一场比试 一个小时后 面前的空盘子多 谁就是宿舍的大赌王 听到这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竟然还有这么无聊的比拼 大概这就是男孩子可怕的胜负欲吧 我问吕青 最后谁赢了 吕青得意洋洋地说道 当然是我赢了 然后他表情变得痛苦起来 然后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两人比拼结束后 社长已经把自己拿的食物吃光了 而吕青则是剩下了三盘肉片 按照餐厅的规则 食物一旦从柜台拿走 是不能退回的 而且必须吃光 否则就要罚款 吕青本想着 让大家帮忙一起吃光 可三个社友都吃撑了 谁也吃不下了 没办法 吕青只好交了罚款 把三盘肉片留在了餐厅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正在睡觉的黄州三人 忽然听到有人吃东西的声音 一个个睁开了眼睛 接着窗外的月光 他们看到吕青坐在自己的床上 手里端着一盘生肉片 正在往自己的嘴里塞 听了吕青的描述 我愣了一下 吃生肉 这不可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当然 贝爷除外 然后呢 黄州代替吕青回答道 我们三个当时吓了一跳 急忙喊吕青的名字 他一下就惊醒过来 我看向吕青 问道 当时你什么感觉 吕青一脸迷茫 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听到他们喊我 还以为是天亮了吗 我看着他圆滚滚的肚子 这绝对不是吃两口生肉 能涨成的样子 吕青告诉我 这事还没完 他醒来后 觉得这是非常诡异 害怕地 把剩下的两盘生肉 都从宿舍的窗户扔了出去 可就在两个小时后 齐爷的黄州震惊地发现 吕青又在吃生肉 而他吃的生肉 正是从窗户扔下去的那两盘 生肉上沾了不少泥土 甚至还有一只蟑螂 和几只蚂蚁 林小璐问道 这肉是怎么回来的 吕青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不知道啊 虽然我们宿舍在一楼 但窗户上有防护栏 宿舍门还是繁琐的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得来 我示意吕青继续往下讲 吕青深吸一口气 仿佛陷入了可怕的回忆 等他们把我叫醒 两盘肉全都被我吃进了肚子里 我恶心地难受 让舍友拿来垃圾桶 全都吐了出来 我不敢继续睡了 在这一刻教授会挨个点名 舍友们没办法陪我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留在宿舍里 黄州上课前 向我介绍了你 让我自己去茶馆求助 可没想到 他们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睡着了 醒来时 脚边倒着空了的垃圾桶 肚子里跟着火一样 火烧火燎的 听到这 我都有些胃不不适了 吕青这事 把自己的呕吐物 又重新吃了回去 吕青说着说着 哭了起来 这还没完 我当时难受得要命 肚子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给三个摄友打电话 他们上课手机静音 根本联系不上 没办法 我只能打到校医院的电话 请他们派人救我 到了校医院 医生说我吃了太多了 肠胃有可能撑到穿孔 二话不说 就给我催吐洗胃 到了晚上 吕青说不下去了 结果我已经看到了 他肯定又把洗胃吐出来的东西 重新吃了回去 这才把自己吃成了孕妇的模样 吕青哀求我 张老板 黄州说 你可厉害了 快救救我吧 我用阴阳眼查看吕青的身体 他身上有淡淡的煞气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被鬼缠上了 自入行以来 我已经见过很多鬼 可硬往别人肚子里塞食物的鬼 我还是头一回见 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问林小璐 小璐姐 你怎么看 林小璐从小就跟着师父 耳濡目染 经验比我更多 他猜测到 他被鬼缠上了 鬼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不想让他浪费食物 我猜他只要老老实实 把肚子里的食物消化掉 应该就没事了 他提醒吕青 把嘴壁紧了 千万别再吐了 否则你还得再吃一次 吕青脸色煞白 他紧咬牙关 使劲地点头 我觉得林小璐的猜测没问题 又重新叮嘱了吕青一遍 吕青的脸色好了些 但仍旧很紧张 他问我 张老板 鬼还会来找我吗 我也不敢确定 我今天本以为是 黄州使用鹰鹿遇到了问题 没有做其他的准备 没办法找到害吕青的鬼 彻底解决问题 我思索了片刻 对他说道 这样吧 明天我再来看你 今晚让黄州陪着你 他身上有鹰鹿 虽然辟邪的效果不是很好 但应该能保你一夜平安 吕青对黄州说道 兄弟 今晚要辛苦你了 黄州笑着说 平时都是你照顾我 这么客气干啥 我与他们告别 约定好明天上午再见 便离开了小医院 林小璐问我 还要不要逛校园 我心里想着吕青这事 没了心思 就说明天再逛 我们回到了茶馆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快递小哥 在门口徘徊 我走上前一问 原来是茶馆的快递 快递小哥对我说 你这快递留的电话不对啊 我有些纳闷 问林小璐 小璐姐 是你的网购吗 不是啊 我网购留的是家里的地址 我低头一看 好家伙 收件人写的是 咕咕 快递小哥让我签收后离开了 我掂量了一下快递 沉甸甸的 还有金属碰撞的声音 什么东西 我打开茶馆大门 找了把剪刀 把快递给拆了 盒子里的东西 让我嘴角直抽抽 是三把明晃晃的刀片 林小璐扑斥一笑 茶馆可真是好久没收到刀片了 我想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姑姑时 林小璐曾经向我介绍过 姑姑生前因为写小说断更 没少说过刀片 甚至以卖刀片为生 就连她死后 以师父为主角写小说时 也收到过百八十把刀片 我跑去地下室 去找姑姑 见到她的时候 姑姑正站在笔记本的键盘上 打游戏 你问我一个鸽子不偶 怎么打游戏 简单啊 笔记本电脑屏幕是触屏的 她用脚一滑就能玩 鼠标都不需要 姑姑玩得入迷 都没听到我的脚步声 她兴奋地大喊着 我是火车王 如果有镜子 我肯定自己的脸黑得厉害 就在不久前 姑姑说 她在地下室 码字没网络不方便 查的资料都费劲 于是我和林小璐 亲自给她拉了网线 万万没想到啊 她用网络 是为了玩游戏 我走到姑姑面前 把三把刀片 往桌子上一扔 吓得姑姑 扑腾着翅膀飞起来 一头撞在天花板上 等她看清是我 尖叫道 张贤 你干什么 忘了 我曾经救过你吗 我冲她翻了个白眼 指了指刀片 读者送你的 姑姑重新落到电脑上 没有丝毫愧疚地说道 我这两天就是更新慢了点 又没断更 要知道 男人每个月 总有几天不舒服的时候 我忍不住吐槽道 你大姨父来了 要不要给你买几片小天使 姑姑气势弱了 不能怪我啊 这几天缺素材 你最近有什么生意吗 带我一起去啊 让我猜采风 我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行 不过咱得说好了 你可千万别整出什么幼儿子来 我把姑姑带到了茶馆大厅 然后把狗爷请了出来 一来给狗爷喂点煞气 二来也是想请教一下狗爷履亲的事情 狗爷听完我的讲述后 开口道 应该是饿死鬼 我和林小璐听后都特别诧异 怎么会是饿死鬼呢 狗爷 我听师父讲过 饿死鬼的特征 是对食物有强烈的渴望 但都是自己吃 没说会强迫别人吃啊 林小璐也说道 况且 现在再穷的人也能吃饱 饿死鬼已经非常少见了 狗爷眼眶中的鬼火闪烁 你们啊 还是太年轻了 不知道人间疾苦 我问你们 华夏上下五千年 人民是什么朝代能吃饱饭的 这个问题 还真是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 我虚心地请教道 狗爷你给讲讲 狗爷道 小子 你看书还是太少了 按照这个时代 对于吃饱饭的标准 华夏产粮大省 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 一般的省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人们才能不饿肚子 至于偏远的省份 甚至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才解决温饱问题 这个答案让我大吃一惊 虽然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但至今也不过几十年 狗爷继续道 在我活着的那个时代 知道穷苦人民 为什么会去当兵 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吗 原因很简单 只要你当兵 就不用饿肚子 谁给的钱多 谁给的粮食多 就给谁卖命 什么国家认同感 什么民族荣誉感 都是你们现在 这个时代的兵 才会有的东西 他看着林小璐说 现在的饿死鬼是少了 但很多饿死鬼 不过才死了几十年而已 我很受指教 狗爷真的是一个好军师 几乎没有事情 能难得住他 狗爷看了一眼姑姑 你打算带着他出门 对 姑姑说他最近没有灵感 想让我带他去才采风 狗爷恩了一声 要不也带着我吧 好久没出门了 读案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现在的社会变成什么样了 我也该好好见识见识 我有些为难 带着姑姑 别人顶多认为我神美有问题 喜欢这么丑的玩偶 可带着狗爷 别人恐怕会认为我脑子有问题 毕竟狗爷的骷髅狗头形象 实在是有些不同寻常 知道 你在顾虑什么 我的灵魂是可以转移的 说着 狗爷眼中的鬼火 从骷髅狗头里飘了出来 没入姑姑的身体里 我听到姑姑尖叫道 快离开我的身体 随后姑姑体内 响起狗爷的声音 闭嘴 信不信狗爷吃了你 然后 姑姑就老老实实地闭嘴了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狗爷可是活了千年的老鬼 姑姑这只新鬼 根本就不是对手 第二天 我先来到了茶馆 准备捉鬼的鹰雾 林小璐说 她要梳妆打扮一下 晚点过来 九点钟的时候 林小璐来了 她今天的装扮 与昨天相比大变样 纯真的JK装 变成了黑裙黑丝高跟鞋 如果说昨天的林小璐 像是可爱学妹 今天的林小璐 就是性感学姐 我偷偷看了一眼 林小璐穿着黑丝的笔直长腿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小子 你想看就光明正大地看 姑姑的声音 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我真恨不得 把她复活了 再掐死一次 我尴尬地看向林小璐 她似乎并不在意 呆子 出发吗 我说了声好 把早已准备好的背包 挎在肩膀上 背包里装的是 鹰雾和一些其他小物品 都是我经过狗爷指点后 做的准备 我把姑姑放进背包里 只露出一只鸽头 如此 她和狗爷就能看到 外面发生了什么 半个小时后 我和林小璐 再次来到了安德大学 知道黄州腿脚不便 我没有提前联系她 而是直接去了校医院 推开病房的门 我看到黄州与吕青两人 正在吓跳棋 吕青的脸色 比昨天好了很多 肚子也扁了下去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看到我和林小璐到来 吕青激动地起身 向我们两人感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昨天我听了你们的建议 没有让医生第二次 给我催吐洗胃 只睡了一觉 就一点都不难受了 我用阴阳眼 打量了一下吕青 她身上的煞气 已经完全消散 说明饿死鬼 已经放过了她 林小璐昨天的猜测 是正确的 饿死鬼只是单纯地 不想让她浪费食物 我对吕青说道 你已经没事了 以后别再浪费食物了 吕青信誓旦旦地说道 以后我宁可吃不饱 点菜时也不多要一厘米 吕青没事了 那我算是白来一趟 闲聊了两句后 我准备喊着林小璐回去 就在这时 病房外传来了呼喊声 快来人帮忙 分开他们 我出门一看 只见一张移动病床上 有两个男生抱在一起 死死地抓住对方 谁也不肯松手 这个场面有些胶着 但仔细观察 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两个男生的嘴上 都染满了鲜血 什么情况 我靠近一看 吓了一跳 原来两个男生嘴上的血 都是对方的 他们像是发疯的恶狗 红着眼睛 不停地撕咬着对方 一个男生的脸 被咬下了一大块肉 另一个男生的左耳 被齐根咬下 身体其他部位 更是伤痕累累 我傻了眼 这是人吃人 病床旁边 有一个男医生 和两个女护士 可三人用了吃奶的劲 也没能把两个男生分开 刚刚的求救声 就是男医生喊出来的 我的眼睛开始发烫 随后看到两个男生的身上 慢慢地都是煞气 浓郁到像是着了火 浓郁的煞气下 是一只恶鬼的形象 两人被恶鬼附身了 这种情况 再多几个人 也难将两人分开 必须因人出手才行 我一边跑上前 一边从背包里 把困屋刀给取了出来 我怕拔刀伤到两个男生 就用刀鞘在他们身上 各打了一下 附身的恶鬼吃痛 痛呼一声跑掉了 无影无踪 两个男生终于是松开了嘴 各自一歪头 昏迷了过去 男医生愣愣地看着我 他似乎不理解 为什么我打了两个男生一下 他们就停手了 我提醒他 快救人 男医生惊醒过来 急忙喊着护士 一起推着两个男生 进了抢救室 两人虽然看起来很惨 但伤势并不致命 不多一会儿 医生就出来了 我问医生 两人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 断耳的男生 要送去大医院处理 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脸上被咬下一块肉的男生 可以先在校医院处理 随后是情况转院治疗 末了 医生忽然说道 其中一人说想见见你 我推门走进病房 断耳的男生不在 另一个男生脸上贴着纱布 有血丝渗出 他一见到我 就向我求救道 高人 救救我 我有些诧异 我救他的时候 他正处于疯狂状态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认定我就是高人呢 男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 急忙解释道 我知道自己刚刚是被鬼缠身了 所以能救我的 一定是高人 这个时候我发现 男生脖子上挂着一个玉牌 玉牌上雕刻的图案 是中魁浮鬼图 透过阴阳眼 能看到少量煞气 这不是阴雾 但是法器 有驱鬼辟邪的作用 只是这玉牌 显然驱不了刚刚那只饿死鬼 否则眼前这个男生 也不会被伤成这模样了 我问他 你是怎么得罪饿死鬼的 我很是好奇 以吕青的情况来看 饿死鬼虽然手段有点吓人 但并没有主动伤及人的性命 怎么就直接附身啃人了呢 男生捂着自己的脸 懊恼地说道 都怪强勇作死 随后 男生讲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他叫海继 被他咬掉耳朵的 是他的朋友 叫强勇 两人从小就认识 海继家里有钱 在学校里 算得上是富二代 两周前 海继过生日 他叫了很多朋友 在学校的餐厅里 包了三张桌子 大板研习 海继点了很多菜 每一桌都剩下了不少 宿舍里没有配置冰箱 当然没人会打包 剩菜只能浪费 第二天 海继和吕青一样 被饿死鬼找上了门 强迫他把浪费掉的食物 吃进肚子里 吕青只浪费了三盘肉片 硬塞一下 肯定是能塞进肚子的 可海继浪费的食物 他自己一个人吃两天 都不一定吃得完 海继发现自己 被鬼缠身后 害怕极了 赶紧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强勇 强勇的爷爷是个驱鬼先生 在家乡很有名气 强勇拍着胸脯保证 自己肯定帮他解决问题 强勇给爷爷打了的电话 第二天就收到了 爷爷发来的快递 快递里是一键法器 也就是海继胸口上挂的玉牌 当天晚上 饿死鬼又来了 但这一次 海继有玉牌保护 饿死鬼进不了身 听到这 我问道 既然饿死鬼拿你没办法 又是怎么附在你们身上呢 海继懊恼地说道 本来饿死鬼要离开的 可强勇非要挑衅他 他把两个包子扔给饿死鬼 说是赏给他的 让他吃完有多元滚多元 否则就让爷爷来收了他 我听后直摇头 挑衅饿鬼 这不是找死吗 后面的事情 海继不说 我也能猜到 饿死鬼本来就对食物 有强烈的执念 从吕青的事情就能看出 他最痛恨人们浪费食物的行为 强勇拿包子打饿死鬼 这何止是挑衅啊 简直是骑在饿死鬼头上撒尿了 结果不言而喻 饿死鬼爆发了 管你有没有法器护身 直接上前拼命 结局我也看到了 玉牌没能护住这两人 海继毁容 而强勇永远地失去一只耳朵 海继求我 高人 您帮帮我吧 那鬼肯定还会来找我的 他这话说得没错 饿死鬼恨极了这两人 必然是不死不休 强勇或许还有他爷爷帮忙 说不定能逃过一劫 可海继却是不认识 阴行里的高人 有钱也无用 这个忙我得帮 倒不是帮海继 他是旧优自取 但学校里的其他学生 却是无辜的 饿死鬼被两人刺激地发了疯 以后再遇到浪费粮食的 肯定会下死手 吕青两次 吃了自己呕吐活下来 都能算是好命了 如果没人超度饿死鬼 不出三天 学校里恐怕出现血光之灾 正当我准备开口时 狗爷的声音 直接从我的耳朵里响起 给这种家伙一点教训 否则以后 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 我赞同狗爷的看法 但收多少钱合适 我拿捏不准 我想了想 准备网高了要 开口要个十万二十万的 毕竟眼前是个不差钱的主 要得少了 他肯定不长记性 我嘴巴都张开了 却被姑姑打断了 他的声音和狗爷一样 也是直接从我的耳朵里响起 哪怕海继就站在我面前 也听不到 要一百万 姑姑这话 差点让我咬到舌头 一百万 这算不算是漫天要价 不过 我还是按照姑姑说的报了价 毕竟他很早之前就跟着师傅 经验比我老练 听到一百万这个报价 海继的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 但他只犹豫了一小会儿 就点了头 高人 只要你能保住我的命 一百万我给 走出病房 我问姑姑 你怎么知道他肯给一百万 姑姑得意地说道 你观察的还是不够仔细 看到那小子手腕上戴的手表了吗 劳力士宇宙技型敌通拿 参考价二十七万 你说一百万他能不能拿出来 破财消灾嘛 他肯定舍的 我挺佩服姑姑的 我其实也注意到海继手腕上的手表 只觉得好看 但真没想到能值这么多钱 姑姑哼了一声 你真以为我每天都在偷懒玩游戏啊 想要写好小说 得上知天文地理 下小人文奇景 所以我平日里要多看新闻 多了解时事 多长点见识才行 我嘴角抽搐 吐槽道 这就是你稿子写得慢的理由 姑姑咳嗽了两声 这不是没素材吗 你赶紧捉住饿死鬼 我不就有的血了 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行吧 好像也没毛病 我问狗爷 狗爷 饿死鬼比预计中的更难对付了 咱带的两件硬物 能行吗 狗爷自信地回答道 把你的心放回肚子里 狗爷亲自指点 绝不可能出问题 狗爷这么自信 我也就不怕了 想要超度饿死鬼 首先得找到他 现在太阳正烈 肯定是找不到的 要等到晚上才能行动 我和林小璐逛了逛校园 好好地感受了一下学校的气氛 我和校园里的学生差不多的年纪 跟他们走在一起 我仿佛融入其中 着实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我问林小璐 小璐姐 你上不大学吗 林小璐摇头 没有 我上完小学 就没再进校园了 毕竟饭病没有规律 会吓到其他人 不过老爹老妈 一直都在教我读书 有时还会请一些老师 到家里来授课 我18岁时 自己做了当年的高考试题 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我摇头 我连高考满分是多少都不知道 没办法猜测 林小璐开心地说道 我做的理科试题 考了701分 当年卢省高考状元 是723分 我做的文科试题 考了677分 当年卢省的文科状元 是694分 我听后 忍不住长大的嘴巴 林小璐可真是个学霸 林小璐对我说 我前两年还自学 完成了大学两个专业的课程 虽然没有参加考试 但及格肯定是没问题的 呆子 你也要好好学习 有句话叫 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 不一定非得在校园里才能进行 平时多看点书 多学点知识 你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我把林小璐这话 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很希望能进入校园 弥补童年的遗憾 傍晚 我和林小璐在学校的食堂里吃的饭 我点了一份蛋炒饭 林小璐点了一份鸡汤面 吃饭的时候 我四处观察 试图找到饿死鬼的踪影 在吕青和海基两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在学校餐厅浪费粮食 才被饿死鬼盯上的 可惜的是 在用餐期间 我并没有找到饿死鬼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 有许多学生 没把自己餐盘里的粮食吃完 有的剩了半块馒头 有的剩了一碗粥 有的甚至只吃了一两口 狗爷看都忍不住批评 吃不了就少打些菜 这些孩子浪费的粮食 放到我那个年代 都够养活一支百人军队了 姑姑也吐槽道 幸好有张贤在 否则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被饿死鬼缠上 三个小时后 校园里几乎已经没有人影了 大部分的学生都回宿舍休息了 少部分情侣 还在女生宿舍楼下 亲亲我我 不愿分离 我和林小璐再一次来到餐厅 餐厅已经关门 不过这难不住我和林小璐 直接翻窗进去 餐厅里很黑 静悄悄的 这样的环境最容易招鬼 我打开背包 将狗爷让我准备的两件鹰物 拿了出来 第一件鹰物 是一个宋代的陶罐 它有一个专属名词 叫做魂瓶 魂瓶是古代常见的陪葬品 里面会装满粮食 放在死者身边 寓意死者前往阴间 不会挨了 我手里的这个魂瓶 可不一般 它是生出气灵的鹰物 名为五骨囊 打开五骨囊的盖子 我将提前准备好的道 鼠 祭 麦 书无种古物 放进五骨囊中 这也是狗爷指导的 五骨对饿死鬼 有莫大的吸引力 在五骨囊的作用下 骨子的香味 会飘散到整个学校 不怕饿死鬼闻不到 在等饿死鬼出现的时候 我把第二件鹰物也摆好 这是一盏油灯 名为鬼影灯 众所周知 鬼是没有影子的 但把鬼影灯点着 只要鬼靠近 地上就会出现它的影子 恶鬼被鬼影灯照出的影子 因人可以碰触 比如 我一脚踩在影子上 恶鬼就跑不掉了 万事俱备 只等饿死鬼前来 我和林小璐等啊 等 两人等得都哈齐连篇了 姑姑嘲笑狗爷 你教给张贤的手段 到底行不行啊 刚刚还大言不惭的 说一定没问题呢 他话还没说完 忽然尖叫道 卧槽 卧槽 你是狗吗 别咬我 我错了还不行吗 两只鬼在鸽子玩偶里打了起来 没多一会儿 咕咕的声音就消停了 狗爷哼了一声 一直连百年都没有的小鬼 也敢在我面前跳脚 再啰嗦一句 嘴巴都给你拧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 我定眼一看 前方有一道 被煞气笼罩的鬼影 正在慢慢地靠近 我认得这个鬼影 正是白天附身在海记 和强涌两人身上 让两人互相 啃食地饿死鬼 我急忙提醒道 小鹿姐 狗爷 饿死鬼来了 林小鹿夸奖我 呆子 行啊 我都没发现呢 我摸出昆武刀 右手握在昆武刀的刀柄上 若是有意外发生 我随时都能出刀 或许是五谷的吸引力太大了 饿死鬼仿佛没有看到 我和林小鹿一样 静止走到五谷囊前 小心翼翼地 将五谷倒在手上 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和林小鹿面面相去 在我们的认知中 饿死鬼见到食物 肯定会大块朵頤 吃相难看 绝非面前 这只饿死鬼 非常珍惜的模样 饿死鬼在进食的时候 一粒米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他赶紧俯下身子 将这粒米捡起来 放进嘴巴里 狗爷的声音 在我耳朵里响起 小子 别愣着了 点灯 我急忙掏出打火机 将鬼影灯点燃 火苗跳动 饿死鬼的影子 出现在地面上 我趁着饿死鬼 还在进食 抽出昆武刀 一刀插在他的影子上 饿死鬼这才惊醒过来 他似乎想要逃走 但影子被昆武刀定在地上 无法离开 狗爷问我 我说的没错吧 有狗爷指点 保准出不了错 狗爷作为军师 还是非常靠谱的 在他的指点下 几乎没有任何 惊险发生 就捉住了煞气 这么重的饿死鬼 让我独自来做 肯定没有这么容易 我掏出城皇令 要把饿死鬼超度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饿死鬼竟是 抗拒城皇令的召唤 不肯前往阴间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城皇令失守 还是头一次 狗爷猜测到 大概是他有强烈的执念 小子 把他身上的煞气吸收了 让他先冷静下来 再问问他有什么执念未消 我按照狗爷的要求 用阴阳眼 吸收饿死鬼身上的煞气 在吸收的过程中 我有意外地发现 自从我在泰山上 用阴阳眼吸收过 林小璐身上的煞气后 阴阳眼不管是 吸收煞气的速度 还是积攒煞气的容量 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饿死鬼身上的煞气 换作我阴阳眼刚觉醒时 肯定是吸收不了的 而现在 轻轻松松 煞气消散后 饿死鬼露出了原本的面貌 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阿姨 她身上穿的是 具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特色的 列宁装 面色辣黄 身体消瘦 一看就知道 生前营养不良 没了煞气 阿姨眼睛里能看到一丝清明 我问她 阿姨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阿姨回答道 知道我叫马玲玲 是安德中学师堂的 一名炒菜工 来安德大学前 我曾了解过 安德大学 是在老义中的旧址上扩建的 听完马阿姨的自我介绍 我心中生出疑惑 人们常说 荒汉三年 饿不死厨子 马阿姨既然是炒菜工 每天都能接触到粮食 怎么会变成饿死鬼呢 还是狗也有经验 她问马阿姨 你是哪年死的 1960年 怪不得 林小璐好奇地问道 那一年 有什么特殊的吗 狗爷问我 小子 你来回答 我知道 狗爷这是在考我呢 好在我平时 最喜欢看历史说 知道那年发生了什么 1959到1961年 华夏遭遇一场 特别严重的自然灾难 59年纪 黑梁省春汉严重 继省承灾62万公顷土地 黑省150万公顷耕地 寸草不生 到了60年 整个北方持续大旱 连黄河都断流了 东部沿省却是暴雨频繁 五个月内 台风登陆11次 四处爆发洪水 粮食大规模减产 61年更严重 全国受灾面积达到了6175万公顷 那三年 几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受到了饥荒的煎熬 按照后来政府公布的数据 1960年 相比于1950年 全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 狗爷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说得没错 不过我还是不懂 身为炒菜工的马阿姨 就算是出国前偷吃两口 也不至于饿死啊 我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马阿姨的回答 让我大受震撼 学校里都是国家培养的栋梁 他们饿着肚子怎么学习 学不好 以后怎么建设国家 咱们国家好不容易推翻了 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正是百费戴心的时候 我没什么本事 做不了什么贡献 但我可以保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算是饿死 也不抢学生们一口馒头 一口菜 我懂了 正是这坚定的信仰 让马阿姨 与其他的饿死鬼 截然不同 所以 你看到现在的学生们 浪费粮食 很是气氛对吗 马阿姨抹泪 多么好的粮食啊 怎么能浪费掉呢 我那个年代 多少人临死前 还刀念着 呃 好饿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慰 马阿姨 一旁的林小璐开了口 阿姨 学生们浪费粮食 的确有错 但不一定全是坏事 马阿姨被林小璐的话惹怒了 他握紧拳头 愤怒地质问道 怎么就不是坏事了 万一 万一再发生饥荒 你知道会饿死多少人吗 林小璐解释道 换个角度讲 学生们之所以浪费粮食 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们再也不会挨饿了 我看到马阿姨的眼睛睁大了 林小璐继续说道 几十年来 正是因为有无数项阿姨 你这样 有原则有信仰的人不断努力 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到了我们这一代 不仅主食不愁 还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菜品 不管是喜欢吃素 还是喜欢吃肉 都有很多选择 吃的花样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现在的学生们 再也不用饿着肚子学习了 不是吗 两行青泪 从马阿姨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随后她泣不成声 我心中有了主意 马阿姨 不管怎么说 浪费粮食的确是不对的 学生们需要接受教育 不如我们明天一起 好好劝劝浪费粮食的学生 怎么样 马阿姨点了点头 说了声好 第二天 我让黄州和吕青 在食堂里 发起了一个倡议活动 名为不浪费一粒粮食 两人和同学们 一起做了许多宣传画 还搞了一个巨大的签名板 当然 钱是海基出的 活动得到了学生们热情的响应 许多人在签名板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天 食堂里的餐盘干干净净 浪费粮食的现象大大减少 马阿姨看到这一幕 怨气彻底消散 但在被我超度前 她提出了一个愿望 我在食堂里 曾经听过不少同学提起过一个名字 说她把水稻的亩产 提升到了一千公斤 让我们华夏远离了饥饿 你能带我去见见她吗 我想当面对她说一声谢谢 我答应了 我把马阿姨的魂魄 装入鹦雾中 乘坐飞机 来到了位于渔省的西南大学 这所学校里 有一个雕像 刻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手里抱着水稻 眼里流露出幸福的光彩 雕像旁 摆满了鲜花 不时有学生在雕像前停不住流 深深地居上一躬 我向马阿姨介绍道 这是袁隆平爷爷 我们称他为现代神龙 正是他和许多科学家的努力 让我们华夏人摆脱了饥饿 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袁隆平爷爷虽然已经先世 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永远被后人铭记 林小璐在入校园前 买好了白色的菊花 马阿姨将鲜花摆在雕像前 深深地居了一躬 他眼含泪水的南南道 谢谢 谢谢你 马阿姨执念消散 我用城隍令将他超度 愿他下一辈子 再也不用饱受饥饿之苦 也是从这一天起 我每天都好好吃饭 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这是对袁隆平爷爷 对马阿姨 最好的纪念与报答 超度马阿姨后 安德大学里的灵异事件 就彻底解决了 富二代海记百万消灾费 也打了过来 让我的身价又增加了不少 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很高兴 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六月份到了 但师傅并没有按照约定回来 更让我和林小璐不安的是 师傅的电话也打不通 之前倒不是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 但最短三天 师傅都会打回电话来 但这一次 他已经失联七天了 林小璐的脸上 没了往日的开心 眼中尽是担心 他忧虑地问我 呆子 老爹他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我安慰他 不会的 师傅是有大本事的人 能出什么事情 话虽这样说 但我的心里 却是隐隐感到不安 又等了三天 我们等到了人 但并不是师傅 而是师娘与林小璐的弟弟林天佑 看到这两人 林小璐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妈 天佑 你们怎么回来了 林小璐以前跟我说过 他妈妈工作非常忙 忙到过年都没空回家 而他的弟弟林天佑 正在茅山学艺 一成之前 原则上是不能下山的 上次我的拜师宴 还是跟着茅山老天师一起来的 师娘让我们两人坐下 然后说了一句 让我和林小璐 感到晴天霹雳的话 小璐 你爹他 不见了 林小璐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忙追问道 怎么回事 师娘沉默了 并没有回答我 过了好一会儿 林小璐才回过神来 妈 老爹他 还活着吗 林小璐说这句话时 声音都是颤抖的 师娘的回答 让我暗中松了口气 放心吧 还活着 他在十三局的命魂灯 并没有熄灭 命魂灯我知道 是能够吸收人 一丝魂魄的法器 如果没有外力干扰 只要留下一丝魂魄的人 还活着 灯就不会熄灭 林小璐追问道 妈 你实话告诉我 老爹去南辩 到底是去做什么了 这个问题 在师父临走前 我也问过 但师父没有回答 只说 还不到告诉我的时候 我问过林小璐 然而她也不知道 师娘的回答 与师父如出一辙 还不到告诉你们的时候 我这次和天佑一起回来 是因为这封信 说着 师娘从自己的包里 取出一封信 交到我的手中 我低头一看 信封上写着 张贤亲戚 是师父的字界 我拆开信封 师父的留言映入眼帘 小贤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大概是没办法 按照约定赶回茶馆了 你和小璐不要担心 我不会有事情的 只是要暂时离别一段时日 我最挂念的是小璐的病 我给她留下的六枚药丸 应该快要吃光了 也不知道泰山一行 她的病有没有痊愈 若是痊愈 解答欢喜 若是未能痊愈 日后小璐的病 就要由你操心了 药丸若是还有剩 你就去全城找九叔 拜山治病 就是她提出的主意 问一问她 失败的原因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药丸若是已经吃完 你先带小璐去找诡异王牧 让她再做一些药丸 以防小璐犯病 在我回来前 茶馆就交给你经营了 阴行险恶 黑压组织又死灰复燃 没有我的照料 你去更加小心 我给你留了两件东西 一是能够保命地服录 只能动用一次 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候 不要动用 二是一件损坏的阴雾 你想想办法修复 日后对你有大用途 读完师父留给我的信 我看到林小璐放松了许多 他对我说道 老爹提前知道 自己会消失一段时间 肯定做足了准备 所以他肯定会没事的 林天又在一旁笑道 二姐 老爹的本事 咱又不是不知道 就别担心了 师娘从包里取出一张福禄 和几个破碎的玉片 这就是你师父留给你的东西 我先接过福禄 福禄的样式我从未见过 在苍镜有力的笔记里 我隐约认出了三个字 庞远之 这个名字我有些熟悉 似乎从哪本书上看过 林天又解释道 庞远之是地府武判官的名字 我回想起来 我之前在一本 介绍地府的古籍中 曾经看到过 地府中设有文武判官 其中文判官手持 朱砂笔和生死簿 向阎王禀告 阴魂生前种种善恶 武判官则是手持狼牙棒 和钉锤 带到阎王宣判 驱赶恶鬼入地狱受罚 书中记载 武判官名为庞远之 师娘对我说道 此乃判官符 你用煞气将它激活 能将武判官召唤出来 帮你做事 我听后大为惊讶 按照古书中的记载 地府中的官职 从小到大 分别是鬼兵 鬼捕 鬼力 判官 在网上就是十殿阎罗了 仅次于阎罗的武判官 竟然能被一张符录 召唤到阳间 我当然不会怀疑师娘的说法 她是用符大家 她说能 就一定能 我的目光落在师父 留给我的另一件物品上 是五个玉器碎片 拼在一起可以组成八掌大的玉牌 我尝试拼接后 玉牌上显现出三个古字 幻神鹿 这件鹰鹿让我无比激动 因为鹰商笔记中有记载 幻神鹿乃至强鹰鹿 天下鹰鹿 无处其有 幻神鹿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它的功效特别霸道 能够请神上身 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东北三省的鹰行里 有一个叫出马仙的流派 能请野仙出手相助 所谓野仙就是修炼有成的妖 而幻神鹿能请到真神 不管是神话中的四大天王 还是观音菩萨 只要有幻神鹿都能请到 当然请神仙附体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暂且不谈 只是我没想到 最强鹰鹿竟然是坏的 不知什么原因 幻神鹿碎成了五片 想要将它修复 可不是简简单单用 胶水粘住就能行的 修复鹰鹿的方法 鹰商笔记中有记录 等我回头多读几遍 尝试一下 等我把幻神鹿的碎片 收好后 师娘再一次开了口 小鹿 妈妈这次来出了送信 还是来跟你告别的 我和你爹一样 要离开一段时间 林小鹿不舍地问道 妈妈 是去帮老爹吗 师娘摇头 我要去北边 林小鹿欲言又止 她大概是想问师娘 究竟是去做什么 但她也清楚 师娘是不会说的 师娘抱了抱林小鹿 我让天佑留下来 陪你们几天 别担心 妈妈和爸爸 都会安全归来的 林小鹿眼中含泪 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师娘来得急 走得也急 都没能留下吃一顿饭 林天又留了下来 不过她告诉我们 毛山只许了她半个月的假期 只能陪我们去一地 在泰山上时 我把最后一枚药丸 喂给了林小鹿 此事已经没有药了 我按照师父信中的交代 计划先去找诡异王牧 林小鹿给王牧打了电话 得知王牧在家中 我们三人乘坐飞机 前往晚上 王牧的家在桥县 也是话陀的故乡 第二天中午时分 我们赶到了王牧的家 王牧住在独栋的大别墅里 与其他几乎别墅院子里 种满了观赏花草不同 王牧家中院子里 种的都是各种草药 一只黑色的肥猫 懒洋洋地 躺在阴凉下睡觉 我们按响门铃后 它睁开眼 透过栅栏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换个姿势 继续睡 直到王牧的声音 从屋里响起 肥肥 开门 黑猫非常不乐意地叫了一声 翻身来到别墅门前 跳起来巴拉了一下电子门锁 然后门就开了 我看呆了 这么同龄性的猫咪 我还是第一次见 名为肥肥的黑猫 带着我们来到了屋门前 然后抬爪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自己开门 林小璐推开屋门 只见屋里所有的窗户 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 明明是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 屋子里却十分昏暗 当然 屋里也不是一点光也没有 几根小臂粗细的蜡烛 火苗摇曳 这不是普通的蜡烛 我在蜡烛冒出的烟里 闻到了奇特的药香味道 不仅如此 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 很快眼前出现了十几道鬼影 这些鬼影身上的服饰 各有特色 有的穿着麻衣 有的穿着布衣 还有穿着绸缎 我甚至还看到三个西装革履 金发碧眼的外国鬼 王牧的面前有一个白板 他手里拿着马克笔 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看内容 似乎是在研究某个病例 见我们来了 王牧招了招手 你们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这马上开完会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 自己找地方坐下 接下来半小时 我见识到了极为精彩的一幕 这些鬼各个都是名医 他们各书几件 将复杂的病情层层剖析 最终讨论出最好的治疗方法 交谈中 我甚至听到了华佗 扁却这两个名字 开完会 王牧拍了拍手 十几只鬼化作青烟 融入到他的体内 王牧把蜡烛熄灭 窗帘拉开 然后问我们三人 喝点什么 我新研究出来的板栏根味可乐 要不要尝尝 林天佑急忙摆手 林小璐也是一副 坚决不要的表情 王牧看了我一眼 笑着说 看你有兴趣 来 尝一杯 三分钟后 我看着手里冒着泡泡的板栏根 回味着口腔里诡异的味道 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王牧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是来给林小璐拿药的吧 我开口道 对 小璐姐的药已经吃完了 师父她有事回不来 所以我带小璐姐前来取药 王牧听完我的话 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心中忍不住一个灯 有些害怕地问 墨药了 王牧露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 墨药倒是不至于 但有一个坏消息 林小璐冷静地询问 什么坏消息 王牧让我们等一下 然后出门取来一个花盆 花盆里种着一株墨绿色叶子的植株 开着妖艳的紫色花朵 她问林小璐 知道这是什么吗 林小璐点了点头 说出了植株的名字 紫渊花 见我一脸疑惑 林天佑解释道 紫渊花是二姐服用药丸的主要成分 全世界只有这种花 能缓解她的病情 王牧解释道 紫渊花是一种非常珍惜的药材 十株当中 只有一株能结果产种 所以现在激进灭绝 这些年我 天南地北地寻找 只找到六株 全都给林小璐练了药 自林书去年取药后 整整一年 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只找到这一株 以后如果不发生奇迹 恐怕不会再有下一株了 林小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看到林小璐的身体颤了一下 她紧摇嘴唇 没有回答 我焦急地问道 这一株紫渊花 能练出多少枚药丸 王牧回答道 这株紫渊花成熟得很好 比我之前寻到的都要好 大概能练至十到十三枚药丸 我估算了一下 之前六枚药丸 林小璐吃了整整一年 平均两个月服用一颗 这株紫渊花 能让它多撑两年 王牧继续道 之后 我会想尽办法 寻找新的紫渊花 但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当务之急 还是找到根治寒症的方法 她叹了口气 之前林叔说汇聚五月灵气 洗涤林小璐身上的寒气 我本以为可行 没想到啊 林小璐开了口 没关系 她声音发颤 眼圈红红的 我用力握住她的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不会放弃的 这世上一定有治好你的方法 林天又看了一眼 我握住林小璐的手 安慰道 二姐 张贤说得没错 两年时间呢 一定会有办法的 老爹都把你托付给张贤了 你还不信老爹的眼光吗 林天又说着 还冲我眨了眨眼 林小璐看了我一眼 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王牧开了口 炼药的药材还缺一味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病人 实在是臭不出身 你们去帮我取吧 这种事我当然义无反顾地答应下来 什么要 去哪取 你们要去古战场取冰煞 对了 林小璐不能去 免得煞气附体 提前犯病 王牧给了我一个地址 说是古代肥水之战的战场 至于冰煞是什么 他说 我到了就知道了 出发前 王牧请我们三人吃饭 我抓住王牧席间去洗手间的空档 在厕所里找到了他 我问王牧 我的眼睛 是你治好的吧 王牧有些诧异 盯了我好一会儿 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按说林叔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听到王牧的话 我心中一下就有数了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我眼睛治好的过程 和师父之前 说的并不一样 在泰山时 林小璐在知道我的眼睛 再一次瞎掉后 焦急之中说漏了嘴 他说 王牧能治好我的眼睛一次 就能再治好第二次 可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来茶馆时 师父说他 是用鹰雾 将我眼中煞气吸收 从而让我恢复了光明 是小璐姐 无意间说漏了嘴 王牧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我问他 师父为什么对我撒谎 王牧沉默了很久 他一直在盯着我的眼睛看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我看得出来 他并不想告诉我 我继续问道 师父帮我治好眼睛 是不是为了小璐姐的病 如果是 很多事情都能说得通了 比如 为什么师父愿意 帮我治好眼睛 比如 为什么我犯了 做他不把我赶出茶馆 比如 林小璐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说实话 我真的很不愿意这样想 但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可能 王牧的回答 令我意想不到 你师父的格局 可没那么小 王牧问我 你是不是用阴阳眼 帮林小璐吸收寒气了 我N了一声 当时不这么做 小璐姐很可能已经死了 王牧提醒我 以后尽量不要这么做 虽然林小璐的寒气本质上也是一种煞气 但与普通的煞气截然不同 如果我没猜错 你的眼睛是不是失明了一段时间 对 王牧非常认真的对我说 以后别这么做了 如果林书帮你治好眼睛 是为了林小璐的病 那你早就死了不知几百次了 他见我还想继续问问题 抬手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 但我并不是何时的解答者 很多秘密 你早晚都会知道 林书是我在阴形中 见过最高尚的人 如果他需要你的眼睛 为林小璐治病 他肯定会亲自告诉你 而不是隐瞒起来 在你背后捅刀 至于他为什么会向你 隐瞒眼睛治好的过程 我只能说 有些事情知道得太早 未必会是一件好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问吧 我的眼睛 能治好林小璐吗 王牧叹了口气 你呀 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王牧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这个时候 沉默往往就代表着答案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回去吧 回到餐桌上 我和王牧依旧是表情轻松 谈笑风生 仿佛一点都没受谈话的影响 大家吃饱后 林天又问道 王哥 说一说古战场的事情吧 我竖起了耳朵 毕竟是关林小璐的救命药 王牧问道 你们知道肥水之战吗 我点了点头 酷爱历史的我 对于这场战斗 还是很熟悉的 华夏历史上 有许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 肥水之战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公元383年 北方统一政权 前情侵略南方政权东晋 试图一统天下 然而 东晋在名将谢玄 谢安 谢时等人的指挥下 率领8万将士 迎战前情80万大军 以仅仅5000人阵亡的损失 以少胜多 大败前情 王牧讲解道 肥水之战 前情军大败 溃逃时被东晋军斩杀无数 留下数万阴魂至今不散 那片战场 如今变成了煞气汇聚的阴森之地 战争结束后不久 战场发了大水 许多兵器被卷入泥沙 埋入地下 这些染过血的兵器 吸收了阴魂身上散发的煞气 形成了冰煞 冰煞与寻常煞气不同 更加灵力 用在药中能够以毒攻毒 镇压灵小鹿身上的寒气 至于冰煞长什么样子 等见到了 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我和林天佑都听明白了 饭局散后 我们两人打车前往古战场 下车后 我环顾四周 当年的古战场 如今是一片荒地 只从外表来看 就是一片寻常的土地 林天佑一脸迷茫地问我 张贤 你感受到煞气了吗 我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快要落山的太阳 可能要等到天黑才能发现吧 事实证明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当太阳最后一丝余晖消失 我眼中的古战场 忽然就大变了模样 一只又一只穿着古代 破烂军装的鬼 从地下爬了出来 漫无目的地在古战场上游荡 整个古战场 都响彻着鬼酷狼嚎之声 我看到一旁的林天佑 打了个哆嗦 他颤声道 这么多鬼 我打去他 你在茅山上学的 不就是驱鬼术吗 怎么还怕鬼 林天佑吐槽道 双拳难敌四手 泰森也怕群殴啊 他瞪了我一眼 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不怕 不怕 倒不是我故作高人 而是之前帮女儿国 消除诅咒时 遇到过相似的情景 这里的鬼虽然多 但大多都是残魂 并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否则这么多鬼游荡 这里早就成了一片死地了 我把情况讲解给林天佑后 他忍不住松了口气 都是残魂啊 那还好 我让他不要大意 万一残魂中隐藏着一只恶鬼 会有很大的麻烦 肥水之战发生在公元383年 那时候狗爷才死了不到200年 真要是有鬼活到现在还没散魂 必然是鬼中最凶残的存在 走吧 去找冰煞 我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拿出了昆乌刀 而林天佑也摸出一把巴掌大小的桃木剑 我好奇地问他 这么小的桃木剑 碰到鬼能好用吗 林天佑自信满满 当然 这可是用毛山秘法 开光七七四十九天的桃木剑 别看他小 好用着呢 我们两人踏入古战场 或许是感受到了 我们身上散发的阴人气息 在战场上游荡的残魂们 都躲着我们走 寻了大概有半小时 林天佑抱怨道 这么大的地方 也不知道冰煞长什么样子 简直是大海捞针吗 我觉得林天佑说得在理 盲目的寻找 的确不容易找到 我开始思考 王牧不是第一次给林小鹿炼药 必然知道冰煞难寻 但他似乎对我能找到冰煞 很有信心 他信心的来源 是什么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眼睛 难道是阴阳眼 我的阴阳眼 目前已知的能力有两个 一是能看到鬼 二是能吸收煞气 可这两个能力 似乎都与寻找冰煞 没有什么联系 我努力思索 忽然想起华山之行时 我曾经通过发现 鹦鹉白蚁盘散发的煞气 找到了藏在暗处的外国阴人 对了 阴阳眼还有第三个能力 寻踪溯源 我尝试着让阴阳眼 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往常的使用中 我已经逐渐摸索出 控制阴阳眼的方法 很快 我眼中的视野 发生了变化 我惊讶地发现 我面前游荡的残魂 身体颜色发生了变化 煞气浓郁的残魂 在我眼中变得明亮了一些 而煞气较少的残魂 在我眼中变得暗淡 与此同时 我在空中发现了一条血色的烟雾 随风飘荡 我靠近红色的烟雾 发现它也是煞气 但比起残魂身上散发的煞气 多了一丝肃杀和血腥 我心中惊喜 或许这就是冰煞 天佑 跟我来 我带着灵天佑 顺着烟雾飘来的方向走去 越往前走 血色的煞气越是浓郁 最终 我找到了煞气的来源 我指了指身前半米处的地面 就在这下面 灵天佑犯难了 咱没带铲子 现在跑回去拿铲子 太浪费时间了 我看了一眼手中的昆吾刀 按道一声 对不起 我抽出刀 锋利的刀刃 轻松就将坚硬的地面切成碎土 然后我和灵天佑 用手把碎土挖出 只挖了三十公分 我们就找到了一把 断了半截的刀 这把刀十分的古旧 全身锈迹斑斑 一看就十分的脆弱 我甚至怀疑 我拿手指头轻轻一弹 就能把它弹碎 冰煞就是从刀身上冒出来的 只要把它带回去 林小鹿的药就有希望了 我从背包里 取出夜里防寒的外套 把断刀 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正当我准备招呼 灵天佑离开时 忽然听到灵天佑大喊一声 小心 我抬头一看 一只恶鬼骑着战马 正以惊人的速度 向我们冲来 这不是残魂 因为它身上煞气冲天 我还从来没见过 煞气这么重的恶鬼 不敢让它碰触到我 急忙向着身侧翻身躲过 骑着战马的恶鬼 从我身边跑过 它身上散发的煞气 擦过我的身体 我的衣服上 瞬间生出一层薄薄的冰霜 看到这一幕 我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恶鬼跑出去三十米 调转马头 再次冲了过来 我握紧昆武刀 冷静的硬敌 昆武刀是天下所有邪恶的克星 我只要把刀刺进它的身体 必能让恶鬼魂飞破散 然而就在这时 林天佑对我喊道 让我来 只见林天佑从口袋里 摸出一张浮露 贴在巴掌大的桃木剑上 他一手持剑 一手掐绝 随后将桃木剑向前一次 剑上的浮露 瞬间飞了出去 贴在恶鬼的脑门上 此刻恶鬼距离林天佑 已经不足五米了 林天佑的脸上 浮现出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 他轻喝一声 引雷浮 当即 一道刺眼的雷光 从天而降 笼罩恶鬼全身 轰隆隆 忽如其来的雷鸣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自从知道阴形当中 有人能够修炼时 我就曾经设想过 有朝一日 有可能会遇到 超出我想象的情景 但我真没想到 竟然有人 能从天上照下天雷 雷霆至阳至刚 罪客英会邪灵 雷光消散时 我看到恶鬼 已经躺在地上 全身冒着青烟 他胯下的战马 已经魂飞魄散 他自身的煞气 也所剩无几 灵天又惊道 这恶鬼还挺厉害 能撑一发天雷而不死 我看到恶鬼还能动 急忙上前准备给他一刀 因为我知道 打完坏人步步刀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可还没等我 走到恶鬼面前 他忽然抬起头 喉咙里忽然发出一声 非常恐怖的嘶吼声 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游荡在四周的残魂 忽然停下了脚步 目光齐刷刷地 汇聚在恶鬼的身上 他们仿佛受到了召唤 全都飞了过来 这些残魂 化作阴冷的煞气 钻入恶鬼的口中 恶鬼补充了煞气 原本被雷劈散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恢复 我试图靠近他 但恶鬼已经发现了我 他手一挥 超过十级的大风向我吹来 让我寸步难行 我冲林天又大喊 再给他来一发 谁知林天又这样说道 我一天只能召唤一次天雷 没办法 我们两人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恶鬼恢复原状 把方圆千米的残魂吸收后 恶鬼身上多出了一套黑色的战甲 手中多出了一把锋利的战刀 他停下煞风 然后大步向我们走来 林天又往我身后躲 为我加油 张贤 靠你了 我问他 你不会武功 林天又尴尬地说道 我只会一点三脚猫的功夫 肯定没你强 玩过游戏吧 我属于法师职业 我真想冲他翻个白眼 法师我知道 但技能只能放一次的法师 却是闻所未闻 我问林天又 冰煞已经到手 我们现在跑的话 能跑得掉吗 林天又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我 跑不掉的 这种等级的恶鬼 很轻松就能追上我们 我用力握紧昆吴刀 既然逃不掉 那就只能打了 在恶鬼离我只剩下三步的距离时 我率先发难 冲到他的面前 我以最快的速度出刀 昆吴刀反射着天上的星光 斩在恶鬼的脖子上 啪 之前向来无间不摧的昆吴刀 这一次遇到了对手 恶鬼脖子上的甲片 将刀锋挡了下来 只留下一毫米深的刀印 恶鬼举刀向我砍来 我飞快地抽刀去挡 恶鬼的力量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我只觉一股大力从刀柄上传来 让我接连后退三步 更可怕的是 恶鬼身上的煞气通过昆吴刀 传入我的身体 我如坠冰窖 冷得打哆嗦 正当我准备用阴阳眼 把身体里的煞气吸收掉时 林天佑的手拍在我的胸前 一瞬间 我身体里的寒意就不见了 我低头一看 我的胸口上多了一道符露 林天佑对我说 这是驱煞符 有他在 你就不用怕煞气入体了 这恶鬼厉害 我们联手对付他 有了林天佑给的驱煞符 再与恶鬼交手 我的顾虑就小了许多 不过 我和恶鬼打了三招后 手掌户口发麻 我问林天佑 有没有能增强我力量的符露 林天佑回答道 有 但我没准备 我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在他脸上 又一次格挡下恶鬼的刀后 我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有什么本事快使出来 这样打下去 我撑不住太久的 别急 我再做准备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林天佑不知什么时候 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在小小的陶木剑上 画下了一道符 成了 林天佑手一挥 陶木剑脱手而出 向着恶鬼的眉心飞去 恶鬼似乎察觉到了危机 一刀斩下 想要将陶木剑斩碎 可就在刀锋即将劈中陶木剑时 林天佑手指一勾 原本直直飞向恶鬼的陶木剑 竟然在空中转了个圈 躲开了刀刃 撞到了恶鬼的太阳穴上 我再次被林天佑震惊了 这是什么 传说中的遇见吗 啪 陶木剑撞上了战甲的头盔上 激起大片的煞气 我看到头盔上出现了一丝裂纹 我眼急手快 上前就是一刀 刚好斩在陶木剑碰撞的部位 刀柄上传来的感觉变得不一样 原本比头发丝还细得裂纹 瞬间炸裂 恶鬼头一歪 没了半个脑袋 林天佑大喊道 干得漂亮 他手指一勾 陶木剑在空中又打了个转 这一次撞在了恶鬼的左臂上 啪 又是大片煞气飞扬 我再次挥刀 恶鬼身上的灵甲破碎 整个左臂被我齐根斩下 恶鬼被我激怒了 他不再管凡人的陶木剑 一刀砍向我的脑袋 这么近距离挥刀 以普通人的反应速度 根本做不出反应 但我每日苦练大姐留给我的刀法 一些动作早已养成了肌肉记忆 此刻我不用思考 仿佛人刀合一 身体自己动了起来 昆吾刀挡住这一击 然后我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法 把恶鬼的刀拨到身侧 下一刻 我双手握刀 将锋利的刀锋 刺进恶鬼张开的嘴巴里 冻穿了他的喉咙 恶鬼的动作戛然而止 他双膝跪地 身体化作黑烟 迅速消散 最终魂飞破散 不留一点存在的痕迹 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林天佑收回桃木剑 一屁股坐在地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我打去他 出力的是我 你怎么比我还累 林天佑一边抹汗 一边回答 遇见很费力气的 他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大姐的影子 我脑海中浮现出 林素素一脚踹飞 定了十几根钉子的棺盖的场景 摇了摇头 我比大姐可差远了 林天佑笑着对我说 你才练了多久的刀 再过几年 你肯定更厉害 我把它从地上拉了起来 走吧 回去晚了 小鹿姐该担心了 天亮的时候 我和林天佑赶回王牧家 我把冰煞交给了她 接下来整整一周的时间 王牧都在给林小鹿炼药 炼药的过程极为繁杂 光是工艺 就用了三十七刀 最终 她练出了十二枚药丸 王牧把炼好的十二枚药丸 装在一个瓷瓶里 郑重地交给了我 瓷瓶不重 我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一如我的心情 虽然王牧说 她还会继续寻找紫园花 但从她的表情和语气中 不难判断 她很难再找到新的紫园花了 换句话说 我手中的这十二枚药丸 就是林小鹿生命的倒计石 临别前 王牧对我说 林小鹿的病 在情绪激动 最容易复发 所以要让她好好静养 最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远离阴魂恶鬼 好 我把这句话 牢牢记在心里 与王牧告别 来到机场 林天佑也与我和林小鹿告别 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该返回茅山继续学艺了 临别前 林小鹿叮嘱道 天佑 回到茅山好好学习 别再调皮捣蛋了 妈妈不在 可没人替你收拾烂摊子 林天佑挠了挠头 迫是无奈地说道 二姐 我年纪也不算小了 这些事情我已经都懂了 你就放心吧 她顿了一下 继续道 你也别太担心自己的病 有张贤帮着你 总会找到办法的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记得给我打电话 茅山虽然规矩森严 但不是不讲道理 你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你身边 说完 她又看向我 照顾好我二姐 我会的 林小鹿给了自己的弟弟 一个拥抱 目送她离开 两个小时后 我和林小鹿 坐上前往全城的飞机 之所以去全城 是因为九叔就在那里 全城 卢省的省会城市 以全都闻名于华夏 整个城市拥有72名拳 其中暴突拳当属第一 除了泉水 还有阴下雨和走红的大明湖 也是一方美景 只不过 我心系林小鹿的病情 实在是没心情四处看看 上飞机前 我就给九叔打了电话 告诉他我们的来意 九叔询问了飞机降落的时间 说会安排人前往机场接机 下了飞机 我远远地看到有人 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 这是一个五十对岁的大叔 穿着跨栏背心 又手臂上纹着一只下山虎 大叔戴着墨镜 依旧难掩凶狠的气质 我看到 有两个机场安保人员 正在远远地盯着他 大概是怕大叔 是社会黑恶人员 在机场冒事 我和林小鹿走上前 表明自己的身份 大叔非常客气地对我说 请跟我来 九叔在家里等着你们 大叔开着一辆黑色商务车 带着我们去见九叔 我本以为车会停在某个小区 没想到 却是驶入一条商业街道 这条街道多是酒吧 此刻是白天 街道上稍嫌冷清 车停好后 大叔带我们进了一家酒吧 酒吧的服务员 正在打扫卫生 还有一对小情侣 正在对饮鸡尾酒 九叔在这边 大叔带着我和林小鹿 绕到了酒吧的后方 这里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木制楼梯 我以为九叔在二楼 却没想到 带路大叔按住楼梯把手 用力地拧了一下 我听到自己的脚下 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感 随后楼梯背面的空地 出现了一个洞 洞的下方 是通往地下的石阶 看着通往地下的石阶 我心中暗自惊讶 真没想到 九叔的家 竟然会是在地下室 带路的大叔 向我们做了个请的动作 九叔就在下面 你们自己下去吧 我说了声好 雨林小鹿一同走了下去 当我走到石阶的尽头时 眼前豁然开朗 酒吧的地下 是一个装修非常豪华的房间 房间很大 最少有150平 装修风格古色古香 仿佛置身古代的豪宅 你们来了 熟悉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中 我寻声看去 九叔提着金丝南木制作的鸟笼 向我们走了过来 和去年的拜师宴一样 九叔穿着一身传统的中山装 不同的是 他比去年更加精神硕硕 连花白的头发都黑了许多 我可以肯定 他头发变黑不是因为染色 因为染色的头发 会随着生长露出白色的发根 而九叔的头发 却是黑色的发根 白色的发烧 九叔笑呵呵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把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 九叔 你变年轻了 九叔听后 哈哈大笑 对啊 我返老还童了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他给我的感觉 的确是年轻了好几岁 坐吧 我和林小璐坐下 九叔把鸟笼 挂在沙发旁边的挂钩上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鸟笼里的鸟 不是常见的鹦鹉 化眉 金丝雀 而是一只通生黑色的鸟 九叔向我介绍道 这时乌娟 是一种非常通灵性的鸟 人老了 没儿没女的 总要找点活物陪伴 才不会那么寂寞 笼中的乌娟 好似听懂了九叔的话 叽叽喳喳地叫了两声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九叔 我们这次来找你 是为了小璐姐的病 九叔点了点头 看向林小璐 随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吸纳五月灵气 都治不好你的病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重新起身 走到屋子东边的墙柜前 取来一件物品 摆在林小璐的面前 我定眼一看 这是罗盘 而且还是鹦鹉 九叔对林小璐说道 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 林小璐点了点头 开了口 记得 老爹带我第一次来这时 九叔你就是用这个罗盘 来判断我的病情 九叔点了点头 那就再做一次吧 好 林小璐把自己的手 放在罗盘上 我阴阳眼微微发烫 看到有煞气 从林小璐的身体中飘出 没入罗盘 当林小璐把手拿开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罗盘上细腻的格子里 浮现出几道红光 有的顺时针在罗盘上旋转 有的则是逆时针旋转 足足等了一分钟 急到红光才暂停下来 咦 九叔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他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用自己的阴阳眼 给林小璐治过病 九叔既然已经发现了 我也就没有隐瞒 把泰山上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 九叔听完后 说了和王牧一样的话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在王牧那里 我已经知道 为什么不能用阴阳眼 吸收林小璐身上的寒气 因此我也没有追问 九叔 师父说 通过泰山治疗小璐姐的病 是你提出来的 九叔点了点头 没错 是我提出来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得到一本古籍 书中有记载 通过吸收五月灵气修炼 能够治疗林小璐的病 我追问道 那为什么小璐姐失败了呢 九叔看了一眼林小璐 解答道 我猜测 是她病得太重 仅靠五月的灵气 不足以将她治好 我焦急地问道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九叔没有迟疑 点了点头 有事有 但很困难 我非常认真的说道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要治好小璐姐的病 你们等一下 九叔再次起身 再回来时 她在桌面上 铺开一张华夏地图 她向我们讲解道 山脉乃灵气汇聚之地 古时候帝王所谓的龙脉 其实就是灵气走向 林小璐的病能缓这么多年 说明吸纳灵气修炼是有用的 只不过她病得太重 仅靠五月的灵气 已是不足 林小璐开口询问道 那我去拜访其他名山 可以吗 华夏地大物博 除了五月 仍有许多名山 九叔说道 你的思路没有错 但寻常名山的灵气 不如五月 注定是无用功 除非 九叔顿了一下 我追问道 除非什么 九叔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三道 问我 知道我指的是哪里吗 我正在思索 林小璐直接给出了答案 三山 九叔点了点头 华夏最有名气的山 除了五月 还有三山 我地理不太好 但历史了解的比较多 所谓三山 与五月稍有不同 它指的是三条山脉 分别是天山山脉 昆仑山脉 和喜马拉雅山脉 林小璐询问道 三条山脉都很长 要挑选哪一座山峰祭拜呢 据我所知 三条山脉非常非常的长 其中 昆仑山脉有2400公里 而天山山脉 和喜马拉雅山脉 则都是2500公里 林小璐拜山 必须要找灵气汇聚之地 从这么长的山脉中寻找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 横跨五个国家 若是灵气汇聚之地 在外国的领土上 就更难寻找了 九叔说道 在那本古籍中 曾有相关记载 天山山脉的灵气汇聚之地 叫做西王母宫 昆仑山脉的灵气汇聚之地 叫做玉金山 而喜马拉雅山脉的灵气汇聚之地 最为特殊 叫做盘古区 我听后陷入了沉思 盘古区先不提 西王母宫和玉金山 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 只是 若真的那么容易寻到 九叔以前为什么没告诉师父 而是让林小璐去参拜五月 九叔似乎猜到了我的疑问 解释道 我曾去过现实中的西王母宫 和玉金山 但并非山脉灵气汇聚之地 所以我猜测 这两个名字 应该源于神话 而非现实 若是往神话方面去想 那可真的是太难了 先说西王母 就是我们熟知的王母娘娘 她的行宫 岂不是应该在天上 再说玉金山 在神话故事里 是道家最高天仙境 一说是原始天尊居住的仙山 另一说是太上老君的居所 这只存在于神话的地方 该去哪里找呢 九叔叹了口气 很遗憾 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随后 我们三人之间 是长久的沉默 离开九叔的酒吧 我和林小璐漫步在街道上 她表情沉闷 一直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心里很是焦急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慰 我纠结了很久 开口道 小璐姐 我 林小璐打断了我 呆子 陪我去个地方吧 去哪 五龙潭 林小璐拉着我 乘坐公交车来到了五龙潭 这是临近全城中心的一处景点 景点收费很便宜 门票只要五块钱 景点门口有卖面包蟹的摊主 林小璐上前买了一包面包蟹 又向摊主讨要了一枚硬币 进入五龙潭后 清凉之意扑面而来 只见五个真龙雕像立在我们两人的面前 龙口中有泉水喷吐而出 我正想仔细看看五龙雕像 林小璐却拉着我往里走 走了好长一段路 他才停了下来 我往前一看 身前是一汪清澈见底的池水 水中有水泡不断翻滚 显然是一口泉眼 泉水中有许多红色 黑色和金色的井里 林小璐把面包蟹洒下去 井里们蜂拥而至 喂完了鱼 林小璐蹲下身子 把手放到池水里 轻轻地滑动 他招呼我 呆子 你也来 这里的水很清凉的 我陪着林小璐一起玩水 泉水果然非常凉爽 林小璐盯着水中冒泡的泉眼 仿佛陷入回忆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来 全城拜访酒书时 老爹带我来到这 他说这口泉叫洗心泉 能洗掉人心中的烦闷 那时我还小 每天都快快乐乐 不理解人生有什么好烦闷的 今天我才明白 老爹来这 是想洗掉自己心中忧愁 我在池水中 抓住林小璐的手 即便是在冰凉的水中 她的手依旧温暖 小璐姐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给你治好病的 相信我 我一定能做到 林小璐嘴角上扬 笑叶如花 她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 握住四指 只伸出小拇指 放到我的面前 那我们拉够 好 我把自己的小拇指 与林小璐的小拇指拉在一起 她摇晃着自己的手 笑嘻嘻地喊道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我们两人伸出大拇指 硬在了一起 林小璐开心地笑了 笑得像个孩子 她从口袋里掏出硬币 投入池水中 听说这里许愿林艳 我们来许个愿吧 嗯 许什么愿好呢 就许两年后 我们再来这里喂鱼 好不好 与其说是愿望 倒不如说是林小璐 与我的约定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逛完五龙潭 我和林小璐返回了安德 我先送她回家休息 自己则是打车 来到了卢新一的侦探事务所 一进门 卢新一就对我招手 张贤 快过来看 我找到了有关黑鸭的最新情报 我快步走上前 此刻实在是没心思管黑鸭 我非常严肃地对卢新一说道 卢哥 黑鸭的事情 你能不能先放一放 我有更要紧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卢新一一脸疑惑地看向我 什么事情 这么结 事关小璐姐的生死 听我这么说 卢新一把手中的资料放下 专心听我说 卢哥 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 小璐姐身体不是很好吗 卢新一点了点头 记得 但你没说她为什么身体不好 我解释道 其实小璐姐得了一种怪病 这种病很难医治 我师父带着她求医十几年 目前只能是服药控制 无法根治 现在能控制小璐姐病情的药物 只剩下两年的用量 两年内若是治不好她的病 小璐姐必死无疑 卢新一表情严肃地问我 你想让我做什么 能跟着小璐姐怪病的 是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的三个地方 我想要你帮我调查一下 他们究竟在哪 随后 我把位于三条山脉上的西王母宫 玉金山以及盘古区 说给卢新一听 已经见识过阴形种种神秘的卢新一 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 卢新一告诉我 如果这三个地方真实存在 且有人前往过 那肯定会在历史中留下蛛丝马迹 我在金门大学念书的时候 认识一个专门研究华夏神话的历史教授 我明天就出发 去请教请教她 我听后高兴极了 对卢新一说了很多声谢谢 卢新一责怪我 这么客气大麻 你难道忘记了 我可是茶馆的合伙人 再说林小璐也是我卢新一的朋友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 是不用说谢谢的 第二天 卢新一踏上了前往金门的火车 我期待着她的好消息 茶馆重新恢复了营业 开门第一天就来了生意 客人上门时 我刚和林小璐一起打扫完卫生 正准备泡壶茶解解渴 忽然听到门口的风铃发出了响声 我扭头一看 两个大胖子走进了茶馆 两个胖子一男一女 男人少说有两百六十斤 女人最少也有两百斤 肥胖的体型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走路都气喘吁吁的 我请两人坐下 女人问我 老板 我好渴 有水吗 看两人的样子 恐怕等不及茶水放凉 我让林小璐到后厨 倒了两大杯凉白开过来 两个客人仰起头 咕嘟咕嘟地喝了得干净 谢谢老板 我问他们 你们来茶馆 是有什么事情吗 女人问道 我听朋友说 老板你这里卖一种 有神奇效果的东西 好像是叫鹰雾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女人立即兴奋了起来 老板 你有没有那种 能帮我们减肥的鹰雾 听到女人的要求 我看了一眼两人鼓鼓囊囊的肚子 心中想着 这两人的确是该好好减肥了 在贫穷的年代 肥胖是富人的专属 谁长得胖嘟嘟的 就跟嘴上抹油一样 是富贵的象征 然而到了现在 这个人人都能吃饱饭的年代 肥胖却找上了普通人 许多人瘫嘴 喜欢吃甜和油腻的食物 又不爱运动 自然就胖了 还有就是 进入社会的中年人 工作辛苦 应酬多 啤酒往肚子里一贯 有心运动也没时间 尤其是中年男人 啤酒度和脱发 简直成了亚健康的标配 我好奇地问两人 你们是怎么胖成这样的 胖男人一脸苦涩地开了口 老板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们两人其实是健身教练 这话着实让我感到震惊 健身教练 就他俩 可能吗 男人看到了我的表情变化 知道我不相信 解释起来 老板你听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 男人讲起了两人的故事 他叫许杨 女的叫韩兴 两人之前在同一家健身房任教 关系不错 一年前 健身房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老板卷钱逃了 许杨和韩兴的工资都没发 找不到老板 许杨只能自认倒霉 正当他准备去其他的健身房应聘时 韩兴约他喝酒谈心 喝酒时 韩兴吐露出了他的担忧 健身教练 尤其是女性健身教练 其实是吃青春饭的 韩兴今年已经28岁了 就算跳槽到其他健身房 恐怕也干不了几年 许杨听后也很苦恼 虽然说男性健身教练的职业寿命 比女性长一点 但的确不是长久之计 韩兴提议 现在主播行业很红火 他们要不去当主播吧 许杨以为韩兴是开玩笑的 两人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打游戏也不行 怎么当主播 韩兴说许杨真笨 虽然他们不会唱歌跳舞 但是他们可以教人健身啊 现在这个时代 宅男宅女众多 胖子越来越多 许多人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身材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不愿意去健身房 如果有人能在网络上直播 带领他们一起减肥 观众肯定少不了 许杨听后动心了 要是直播能火 可比他在健身房 赚辛苦钱强得多 两人一拍即合 搞起了健身直播 然而搞了一周 两人就遇到了困境 虽然两人健身知识扎实 镜头感也不错 但观看人数 始终只有几百人 这可赚不到什么钱 经过分析 两人找到了原因 韩兴的想法虽然不错 但晚了一些 直播平台上 已经有不少健身教练 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直播 现在观众都集中在 他们的直播间里 他们两个新主播 想要抢观众 没点心意可不行 两人觉得 一定要搞点噱头 思考了两天 韩兴想到了一个主意 两人先把自己吃成大胖子 变成和观众们相似 甚至更夸张的体型 然后再带着观众一起减肥 这样观众们会有一种代入感 觉得主播能行 自己肯定也行 听到这里 我觉得韩兴很有当主播的天赋 如果我是一个胖子 我肯定想看他们的直播 看两人的体型 增肥计划肯定是成功了 按说这个时候 他们该带着观众一起减肥才对 怎么会来茶馆求助 我好奇地问道 接下来呢 你们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韩兴接替许阳讲了起来 他一边讲一边抹泪 我们两人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 可重新开播的时候 碰到了计划之外的问题 我做不了瑜伽了 许阳也举不动铁了 我听后 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不过仔细想想也对 就两人现在的体重 走路都气喘吁吁的 做运动肯定很难 韩兴继续道 我们想着 先做户外直播 跑跑步 做做有氧运动 减轻身体的负担 可我们现在实在是太胖了 跑了几天 差点把膝盖给跑废了 韩兴哀求道 老板 你帮帮我们 现在我也不求成为当红主播了 只求能恢复到原来的体型 许阳也求我 是啊老板 帮帮我们吧 我想了想 说行 我让林小璐帮忙接待客人 自己去地下室 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一件蒙尘的瓷器 这件鹰雾是 师傅年轻时收来的 一直没有卖出去 丢在地下室的角落里 都快要被遗忘了 我找了个抹布 把鹰雾擦洗干净 抱了出去 当我把鹰雾摆在许阳和韩兴面前时 两人都惊叹出声 老板 这是什么怪物 看起来好吓人啊 这件鹰雾的外形 的确有些吓人 是一只面向凶残的怪物 他张着大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 目光冰冷 好似要责任而逝 我向两人讲解道 这是滔铁 许阳恍然大悟 我听说过 滔铁是传说中一种非常厉害的凶兽 他贪婪无厌 什么都吃 我点了点头 你说的不错 这件鹰雾 名为贪食滔铁 它的效果很神奇 只要把它放在你的床头 不管你吃了多少 只要睡上一觉 你吃下去的食物 都有一半会进入它的肚子里 许阳有些不敢置信 这科学吗 这的确是很不科学 但鹰型里的东西 有时候就是没办法用科学解释 我示意它别打断我 让我把话说完 任何鹰雾都会有副作用 贪食滔铁也不例外 使用它之后 你会染上滔铁的习性 那就是对食物的贪婪 每次醒来 你都会感到饥饿 看到任何食物都想吃 这个时候 你们需要用自己的意志力 抵抗对食物的渴望 否则贪食滔铁 非但无法帮你们减肥 反而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胖 听明白了吗 许阳和韩兴都点了头 我哥看了他们一眼 提出了一个难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只有这一件鹰雾 能够帮你们减肥 你们谁要 我话音还没落 韩兴迫不及待地喊道 我要 他着急地 甚至站了起来 老板 卖给我 韩兴抢着要贪食饕天 但我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把目光投向许阳 此时许阳表情有些难看 他大概是没想到 韩兴一点都不谦让 我不开口 等两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韩兴也察觉到了 气氛有些不对 急忙对许阳解释道 许阳 你别误会 我不是要跟你抢 是我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了 前两天我去体检 医生说我再不减肥 心脏负担太大 会承受不住的 你让给我行吗 见许阳不说话 他继续恳求道 等我稍微瘦一瘦 就把这鹦鹉让给你 老板不是说了吗 这鹦鹉有副作用 我肯定不能长期使用的 咱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知根知底的 你还信不过我吗 许阳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把贪食皮修让给了韩兴 毕竟是库存货 我只要价15万 韩兴想还价 我没答应 他最终还是买了 两人临走前 我叮嘱韩兴 记住我说过的话 要忍住鹦鹉带来的饥饿感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 就把鹦鹉送回来 当然 钱不退 韩兴说自己记住了 然后就离开了 等两人走后 林小璐对我说 我觉得 他还会回来的 我耸了耸肩 该说的我都说了 最终结果如何 还得看韩兴自己 事实证明 林小璐看人是真的准 半年之后 韩兴再一次来到了茶馆 在他第二次来茶馆之前的三个月 我和林小璐在商场逛街时 曾经遇到过他一次 当时他正在一家自住烤肉店 大块朵仪 当我跟韩兴打招呼时 他眼神闪躲 说话也磕磕巴巴的 我看他身材恢复得差不多了 劝他早点把贪食饕餐给许阳 或者还给茶馆 小心被鹦鹉反噬 韩兴说了声好 匆匆离开 再过三个月 韩兴抱着贪食饕餐 来到了茶馆 他当时的模样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他重新胖了回去 而且比第一次来茶馆时还要胖 他哭着喊着 要把贪食饕餐还给我 说他再也受不了了 然后把贪食饕餐往柜台上一扔 飞快地跑掉了 后来我遇到了许阳 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韩兴刚拿到贪食饕餐时 的确是效果非凡 他完全不用节食 只要吃完了睡一觉 贪食饕餐就分走了 他肚子里一半的食物 韩兴瘦得很快 与此同时 他的直播事业也越来越火 观众们看到 韩兴减肥效果非凡 纷纷关注了他 只用了三个多月 韩兴就恢复了原本的身材 而且成为了当红主播 他本该把按照约定 把贪食饕餐让给许阳 可韩兴怕自己 没了贪食饕餐会胖回去 一直找借口不见许阳 然而 随着使用贪食饕餐的时间变长 贪食饕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 韩兴每次睡醒 都感觉饥肠碌碌 一开始 他还能强忍 可后来他成功减肥后 心中生出一个想法 我都瘦下来了 多吃点 应该也没事吧 于是 韩兴点了一份炸鸡 这顿炸鸡 让韩兴打开了潘多拉的磨盒 他开始疯狂进食 一顿比一顿吃得多 每天吃的顿数也在增加 他从一天三顿 增加到四顿 五顿 六顿 后来发展到睡醒 就要吃东西 等韩兴回过神来时 他已经胖回了两百多斤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观众们 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韩兴从当红主播 再次变得无人问津 韩兴想要靠贪食饕餐 再一次受回去 可他根本忍受不住 日益增加的饥饿感 最终 快要被逼疯的他 抱着贪食饕餐 找到了许杨 知道韩兴找过许杨后 我很好奇地问他 你怎么没收下贪食饕餐呢 许杨笑着向我展示他的身材 张老板 你看看 我现在还需要用鹰雾减肥吗 相比于上次见面 许杨最少瘦了一百斤 虽然和许多身材完美的健身教练 还差了一点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已经算是好身材 许杨的确是用不到贪食饕餐了 我问他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许杨解释道 我跟韩兴讨要过几次贪食饕餐 他都找借口拒绝了 我猜他肯定是想据为己有 不愿给我 只能自己想办法减肥 我静下心来想了想 自己之所以没办法减肥成功 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这么胖过 我用自己以前当健身教练时积累的经验 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然后制定了一套适合超重人群的减肥方法 比如跑步会让我的膝盖磨损 那就换成对膝盖伤害最小的游泳 饮食方面 我去请教了营养专家 制定了一套既能吃饱 热量还低的餐饮 我重新开了直播 带着观众们一起减肥 有他们督促 加上我的坚持 如今马上就要瘦回来了 许杨告诉我 他现在是网上最火的健身主播 讽刺的是 他的绝大数观众 是从韩兴那转过来的 他问我 张老板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成功吗 一是我比韩兴更有自制力 二是我设身处地地 去感受观众们的感受 了解他们减肥的难点 痛点 其实 即便韩兴最后没胖回去 观众们也会转向我的 因为韩兴暴瘦是鹦鹉的效果 观众们虽然看着羡慕 却根本没办法复制 我想了想 许杨说的一点都没错 减肥 靠的是自制力 拥有强大的自制力 即便没有贪食饕餐 也能管住自己的嘴和腿 减肥成功 没有强大的自制力 即便拥有贪食饕餐 也无法成功 贪食饕餐 被我再一次放在了 茶馆地下室的角落 继续蒙尘 时间回到贪食饕餐 出售后的第三天 卢星一从金门赶了回来 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从金门大学 那位研究神话的历史教授 找到了有关西王母宫的线索 听到这话 我和林小璐都欣喜若狂 卢哥 快详细说说 西王母宫究竟在哪 卢星一给自己倒了杯茶 咕嘟咕嘟地喝了干净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继续说道 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 我这还有一个坏消息 我和林小璐面面相却 什么坏消息 教授说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找到一本古籍 上面有关于西王母生平的详细记载 后来他去外地讲学 他这本珍贵的古籍丢失 就交给自己的母亲保管 教授的母亲是一位收藏家 他在自家地窖里 建了一个保险室 密码只有他知道 这些年来 教授在做其他方向的研究 因此古籍一直锁在保险室里没有取出 如今已有30年 古籍上的内容 教授都忘得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想知道 只能把书取出来 林小璐迫不及待地说道 那就取出来啊 卢星一苦笑道 这就是我说的坏消息 教授的母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症 已经记不得保险室的密码了 阿尔兹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呆症 得了这个病的老人 会逐渐失去记忆 最终变得像个孩子 林小璐问道 老太太的保险室 没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打开吗 卢星一回答道 肯定能强行打开 但是教授不愿意 他说 这间保险室 是老太太一辈子的心血 在老太太过世前 他绝对不会用暴力手段 把门打开的 他顿了一下 反问我 张贤 你们茶馆有没有那种 能治好老年痴呆症的阴雾 我摇了摇头 没有 林小璐说道 我打电话问问王牧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 然而王牧很遗憾地告诉我们 现代医学连老年痴呆症的成因 都还没有研究清楚 更别说治疗手段了 他也没有办法 卢星一有些遗憾地说道 老太太年纪已经很大了 还生了重病 已经没多少日子了 教授说老太太体面了一辈子 希望她也能体面地离开 我询问道 老太太生了重病 卢星一点了点头 听教授说 也就剩三五个月的日子了 三五个月不算长 但林小璐的病脱不得 我心中有了主意 对卢星一说道 你帮我联系下教授 我有让老太太恢复记忆的方法 不过一旦使用 老太太就只能再活一百天了 一百天一到 神仙下凡也就不回来 卢星一说了声好 出门去给教授打电话了 林小璐问我 你想用那件鹰物 我恩了一声 给你治病最重要 那件鹰物用就用了吧 我挠了挠头 当然 如果人家教授不愿意 就没办法了 正说着 卢星一重新走进茶馆 他高兴地对我们说 教授说想见见你们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我立即买了三张车票 赶往金门 来到黑夜的地盘 理应给黑夜打声招呼 结果黑夜不在金门 给了我一个号码 说是自己托儿的联系方式 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联系 千万不要客气 我谢过黑夜后 随卢星一前往金门大学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门大学 回想上一次深陷 卢星一梦境的场景 仿佛就在昨日 见到教授的时候 他正在办公室研究一件古董 卢星一喊了两声 他才抬起头 是小罗啊 进来吧 走进办公室 卢星一向我和林小璐介绍道 这是方婷教授 他在我国历史神话研究方面 是权威 随后 他又向方教授介绍道 方教授 这位是我向您提起过的朋友张贤 旁边这位是林小璐 我主动问号 方教授 久仰 方教授指了指办公室的沙发 笑着说道 三位要是不急的话 可否先坐一会儿 让我先把这器物看完 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古董 出声道 这是秦朝的铜皮 方教授眼睛一亮 笑着问道 你懂古董 我谦虚地说道 师父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如木染了解一些 许多鹰雾是由古董变化而来 所以 研究古董 也是殷商的必修课 当然 我的水平不算高 否则当初去古林村收购鹰雾 也不会以缝尾为主 方教授听完我的话后 从抽屉里拿出两个乳胶手套 递给了我 要看看吗 我说了声好 戴好手套 将铜皮小心端在手中 仔细观摩 研究了三分钟后 我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铜皮 尖锋 平挤双面刃 大多长三十厘米 从外形看 很像短剑 却是一种长武器 铜皮的尾端 一般是扁形或者矩形的筋 与毛最大的差别在于 毛式长棍纳入毛桶 而铜皮则是筋插入棍身 外用绳捆绑固定 这种武器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新于秦朝 西汉中期后 逐渐淘汰消失 方教授点了点头 说的一点都没错 不过我很好奇 你怎么判断出 它是秦朝的铜皮 而不是西汉早期的产物 我解释到 西汉时期 野铁技术发展迅速 皮多为铁质 而非铜质 此外 教授研究的这把铜皮 规格极高 不仅皮身铜膜合著 还刻有名文 应该是当年秦军 某位军官所用武器 方教授鼓起了掌 这位小友 年纪轻轻 却对古董研究颇深 可比我手底下的 几个学生强多了 他收好铜皮 主动给我们倒水喝 我听小卢说了 你们想要了解 神话中的西汉母宫 是吗 我点了点头 此事对我们极为重要 还请教授多多上心 方教授叹了口气 想来小卢 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年轻时 曾经得到过一本古籍 上面有对西汉母 生平的详细记载 与主流的一些观点 很是不同 算是孤本 这些年我研究的方向 不涉及西汉母 书中内容多数已经忘记 书 又被我家老太太 锁在保险室里 否则就能给你们 拍照发过去了 也不用你们长途 跋涉跑来 我问方教授 我听如歌说 您家老太太的身体不太好 是吗 方教授点了点头 老太太她已经痴呆了七年 虽然家人一直小心看护 但去年还是不小心走失了一次 找到时 她摔了一脚 被好心人送进了医院 人原本没有大碍 但在做检查时 发现她患了绝症 上个月做检查时 医生说她最多 只剩下三五个月的时间了 方教授眼圈红了 母亲即将离世 作为子女 如何能不伤心 方教授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的老爷是博物馆的保管员 战争时期 他带着博物馆珍藏的古董 和我年幼的母亲 天南地北的躲藏 不是因为胆怯战争 而是想要保护好老祖宗 传下来的宝贝 可惜他没能坚持到战争结束 在转移古董的途中 碰到了日军小谷部队 被残忍地杀害了 日军抢走了所有的古董 我妈装死才躲过一劫 从那之后 他就有了执念 发誓要把流落在外国的华夏古董 弄回华夏 战争结束后 他从帮工作起 努力做到了厂长 改革开放后 更是把企业做大做强 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赚到的钱他从不乱花 他把这些钱都花在买古董上 把流失在外的古董 买回来捐献给国家 至今已经捐献了3761件 听完方教授的话 我对老太太肃然起敬 战争时代 有太多太多的国宝流失海外 老太太以一己之力 让近4000件古董回到家乡 当真是功德无量 方教授问我 小卢在电话里跟我说 你能让我家老太太恢复记忆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我的确能做到 但用我的办法 老太太只能再活一百天 方教授很是不可思议 怎么做 我把准备好的鹦鹉拿了出来 是一个巴掌大的檀木盒 我把盒子打开 浓郁的药香味 从盒子里飘了出来 方教授问道 这是什么 中药吗 盒子里有一颗用油脂包裹的药丸 但其效的并不是里面的药物成分 而是鹰鹉的效果 没错 这颗药丸是一件鹰鹉 药丸名叫回光丹 顾名思义 服用后人会回光返照 这颗药丸的来历 在殷商笔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明朝末年 名将袁崇焕的手下 有一个姓孙的副将 他善用兵法 跟随袁崇焕征战数年 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 立下汉马功劳 但在一次战斗中 他被清军的弓箭射中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没有办法继续征战 崇祯二年 1629年 黄太极举兵数十万来袭 袁崇焕率兵迎战 但他手下许多将领都已战死 一时间缺少得力帮手 孙副将得知此消息后 强托病区前往战场 路上他遇到一个游方道士 游方道士对孙副将说 以他的身体 就算能赶到战场 也做不了什么 于是给了他三颗丹药 每隔一百天服用一枚 丹药能让他恢复如初 但三颗丹药吃光后 他必死无疑 孙副将没有任何迟疑 当场就服下一枚 果然和游方道士说的一样 他仿佛从未受伤过 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 告别游方道士后 孙副将赶到了战场 帮助袁崇焕一起抗敌 最终在京都城下 将黄太极率领的清军击退 然而清军退去后 袁崇焕被政敌污蔑 下了大狱 最后被当众凌迟 此时 孙副官还剩一颗丹药 但他听说 自己的主将被污蔑致死 大声哀嚎三声老天眉眼 吐血而亡 如此 最后一枚丹药流传了下来 也就是我手中的这枚回光丹 讲完之后 我对方教授说道 回光丹的来历和效果 听起来很可能有些不可思议 但我能以人格担保 它的确有让人回光返照的效果 方教授犹豫了片刻 开了口 我是研究神话的 也明白有些事情 很难用科学去解释 若这颗药丸 真的能让我母亲恢复记忆 我愿意尝试一下 老太太一辈子都是个体面人 自从吃呆后 连生活都没法自己料理 这绝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本身就患了绝症 就算不吃这颗药丸 最多也活不过五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就会离世 试一试吧 方教授同意 我自然也没意见 回光丹在茶馆里标价三百万 非常的昂贵 但为了领小鹿 值得 事不宜迟 我请方教授赶紧带我去 见一见老太太 方教授跟学校请了假 我们一同离开了金门大学 前往她的家 等来到方教授的家 我们发现她家的屋门大开 我第一反应 是招了贼 方教授面色大变 急忙冲进屋里 大声喊着 妈 然而屋内没有回应 我们进了屋 看到方教授正在满头是汗的打电话 从对话中我听明白了 原来是方教授的妻子 见老太太睡着了 就把屋门锁上 出去买菜了 没想到 以前已经忘记怎么开门的老太太 糊里糊涂的就打开了屋门 跑出去了 我让方教授别着急 赶紧报警 方教授报了警 然后我让他找出老太太的照片 我们分散去找 老太太腿脚不便 说不定就在附近 方教授找出一张老太太的近照 照片上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白发老人 我记住这张面孔 然后出门寻找 天快黑的时候 我们重新聚在了一起 算上赶回来的方教授妻子 我们五个人都没能找到老太太 警局也派人去找了 但还没有消息 方教授急得团团转 方教授的妻子 则是捂着脸哭 自责不已 林小璐对我说 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 给黑爷的徒弟打电话吧 他既然失诚黑爷 应该有本事通过占卜 确定老太太的方位 打电话前 林小璐向我介绍了 黑爷徒儿的一些信息 黑爷的徒儿 江湖人称小马 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典范 什么是天眼呢 是一种能够看到 未来的特殊能力 黑爷之所以跟我师父关系好 原因就在于 小马是我师父偶然间 发现的奇才 介绍给了黑爷做徒弟 电话打过去后 小马听说 我是林玄的徒弟 二话不说就印了下来 半个小时后 小马赶到了 小马年纪和我差不多 与嘻嘻哈哈 见谁都笑的黑爷不同 他的性格有些冷淡 他见到我后 只打了个招呼 就直奔主题 给我准备老太太的照片 和他穿过的衣服 方教授立即取来 小马要的两样东西 小马一手拿着照片 一手拿着衣服 随后他张开双手 闭上了眼睛 我看到他慢慢地 把脸抬起 对准天空 他眼皮下的眼球 在疯狂颤动 好似在快速浏览着什么 五分钟后 小马睁开了眼睛 他对我们说 老太太在永乐桥 你们现在动作快点 应该能找到他 方教授立马就行动了起来 我让卢星一陪着他 两人走后 我对小马表示了感谢 小马开口道 林叔对我有伯乐之恩 你们一脉 以后有任何事 都可以来找我 说完 他盯着我的眼睛 看了许久 我正想开口询问 小马抢先说道 你的眼睛很独特 黑爷知道我有阴阳眼 于是我也没有 对他的徒弟隐瞒 我的眼睛是阴阳眼 没想到 小马却是摇了摇头 你错了 他们并不是阴阳眼 而是神的心脏 小马的话 让我摸不着头脑 神的心脏 什么意思 我看向林小璐 发现他也是一脸的迷茫 我忍不住追问道 什么意思 我以为小马会给我一个解释 没想到他却这样说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天机就是这样展示的 我看着他深邃的眼神 猜测是他发动天眼时 看到了有关我的命运 只是如黑爷之前说过的那样 我的命格特殊 飘忽不定 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知道算命先生这一行 有自己的规矩 既然小马不愿多说 我也不能强求 我谢过了小马 将他送出门去 二十分钟后 我接到了卢星一的电话 老太太找到了 就在小马所说的永乐桥 等老太太回来 方教授的老婆 开始张罗着吃晚饭 他很感激我们 帮忙找回了老太太 说什么都要做几个好菜 好好犒劳犒劳我们 老太太回来后 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 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心里去 方教授是个孝子 他蹲在老太太面前 帮他把踩了泥巴的鞋换下 还端来热水 给老太太洗了脚 期间方教授问道 妈 水烫不烫 然而老太太的回答 却是答非所问 小伙子 你是谁啊 我看到方教授的眼圈红了 老太太痴呆得太厉害 把他这个儿子都忘记了 方教授强忍着悲伤 一边洗脚一边跟老太太聊天 妈 我是你儿子啊 胡说 我儿子才五岁 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洗完脚 方教授扶着老太太 坐到餐桌前 桌上已经放满了可口的饭菜 妈 给你筷子 想吃什么 您自己夹 老太太接过筷子 从桌子上夹了一个大鸡腿 我以为他会放进自己的碗里 没想到他竟然拉开口袋 将油蜜蜜的鸡腿放了进去 方教授没有一点生气 他和蔼地问道 妈 你怎么把鸡腿放口袋里了 老太太小声说道 我儿子最近正长身体呢 带回去 给他吃 方教授的情绪一下就绷不住了 他捂着脸扭头走出了屋门 我跟了上去 方教授六十岁的人了 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 哭得像个孩子 哭了一会儿 方教授擦干眼泪 起身对我说 等吃完这顿饭 就让老太太服药吧 我说了声好 与方教授一起回屋 虽然老太太势而复返是件喜事 但晚饭的气氛 着实有些压抑 吃完饭后 老太太困了 想要睡觉 我把回光丹 交到方教授的手中 方教授端着水和药 递给老太太 用哄孩子的语气说道 妈 我给你买了一块糖 你用水咽下去 可甜了 老太太把药吃了下去 责怪道 吃糖哪有直接咽的 我都没尝到味道 说完 她开始连打哈气 老太太睡了 为了验证回光丹的效果 我们三人留宿在方教授家 客房让给了林小璐 我和卢星一在客厅睡沙发 第二天天刚亮 我听到卧室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起身一看 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的老太太 从自己的卧室中走了出来 她一边戴眼睛 一边喊道 儿子 你有看到我的笔记本吗 看到眼神截然不同的老太太 我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回光丹的效果果然很好 方教授听到老太太的声音 穿着睡衣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她看到已经恢复正常的母亲 一把抱住 嚎啕大哭 老太太有些不知所措 你这孩子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方教授的老婆也走了出来 喜极而泣 过了许久 一家人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方教授扑通一声 跪倒在自己母亲面前 妈 儿子对不起你 随后 她把老太太患病 以及服用了回光丹 只剩下一百天寿命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几乎所有人都会害怕死亡 但老太太自始至终 表情都很平静 她把方教授从地上拉了起来 平静地说道 儿啊 你做得没错 妈妈很感谢你做出这个决定 方教授忍不住再次哭泣起来 老太太笑着安慰自己的儿子 妈妈已经活了八十多年了 生死早就看淡了 一百天的时间很长了 足够我做许多事情 让我不留遗憾地离开 老太太在得知回光丹 是我给的后 向我表达了感谢 我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老太太当场允诺 把那本古籍赠予我 天亮之后 我们所有人一同 赶往方教授的老家 老家看起来有些破旧了 但当我随老太太走进地窖时 发现地下别有洞天 地窖的大门是铁柱的 装有先进的电子锁 只有输入正确老太太 设下的十二维密码 才能打开 在回光丹的帮助下 老太太已经完全恢复了记忆 她将门打开 门内别有洞天 走进老太太的私人保险室 我发现 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屋内摆满了许多 古色古香的古董 方教授向我解释道 我母亲从国外买回来的古董 大多都捐献给了国家 留在身边的 都是当年日军杀害我老爷时 抢走的文物 老太太看着满屋的古董 百感焦急 她感叹道 可惜 可惜啊 还是有十几件没有找回来 我是等不到了 方教授急忙道 妈 你放心 我会帮您继续找的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流落到国外的文物 都会回到华夏 回到家乡 老太太激动地落泪 对 都会回来的 老太太擦干泪 从屋内书架上 取下一本纸张泛黄的老书 交到我的手中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了 我很是激动 急忙拿起查看 然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书中的文字是古代的字体 虽然我能猜测出几个 但无法流畅阅读 方教授看出了我的窘迫 对我说道 我来帮你翻译吧 我连忙称现 回到地面上 方教授逐字逐句的翻译古籍 林小璐在一旁用纸笔记录 这本古籍的名字叫做西王母传 详细记录了西王母的生平 其中前半段与民间流传的版本基本相同 但后半段大不一样 书中记载 西王母身居西王母宫 后来她前往天庭纪委 王母娘娘 将西王母宫的钥匙 留给了服侍自己多年的一名仙女 根据书中记载 仙女拿到西王母宫的钥匙后 一直留在西王母宫 等待西王母回归 然而西王母在天庭正物繁忙 没时间回来 仙女等啊等 一等就是几百年 苦守数百年 仙女觉得烦闷 于是锁了西王母宫 去凡间游玩 这一下凡 仙女深感凡间美好 竟是不再回去 还与凡人结婚生子 书中将仙女的后人 称之为仙女族 按照书中的说法 如今西王母宫的钥匙 就在仙女族的手中 想要进入西王母宫 必须先找到仙女族 我问方教授 书中有记载 仙女族在何方吗 方教授解答道 只有一段记载 说仙女族的居所 位于伯格达峰 这一点 倒是和道家的记载吻合 在道家的记载中 西王母宫就坐落在伯格达峰 我地理学得不好 询问道 伯格达峰在哪里 林小璐开了口 据我所知 在新省 方教授说道 古籍先放在你们那里吧 等用完了 再给我送回来 我谢过方教授 不再打扰他与母亲的团聚 与他们一家人告别 回到茶馆后 我很纳闷地问林小璐 方教授说道家 有关于西王母宫的记载 那天佑怎么没告诉我们呢 林小璐感叹道 那小子 从小就不爱学习 妈妈把他给宠坏了 就算是学艺 也是只学去鬼祥妖之道 道家的理论和典籍 他都是不用学的 他顿了一下 对我说 要不你打电话给龙叔 他现在是正义派的天师 说不定会有了解 林小璐口中的龙叔 是我的师爷张龙 拜师宴后 我听师父 讲过师爷的事情 师爷和师父 是表兄弟关系 他的爱人被黑鸭组织所害 为了报仇 他入到学艺 获得一身强大的本事 最终与师父一起 覆灭了黑鸭 我给师爷打了电话 将林小璐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师爷告诉我 在道家的典籍中 伯格达峰是道家的神山 传说西王母的居所 就在这座山峰上 至于仙女族的传说 道家典籍中并无记载 挂掉电话后 我对林小璐说 现在我们掌握的线索 只有这一条 我准备去伯格达峰 亲自去看一看 林小璐同意我的想法 他会和我一起去 卢星一开了口 我也陪你们去吧 不把林小璐的病解决 你恐怕也没心思 帮我一起调查黑鸭 有卢星一帮忙 那可真是太好了 他虽然不是阴人 但往往能在 关键的时候帮上大忙 这次如果不是 他认识方教授 我和林小璐还在两眼抹黑 此行路途遥远 而且涉及到远古的神话传说 我准备后天再出发 做足准备 昆乌刀是必带的 除此之外 我还带了几件厉害的鹦鹉 用于防身 除此之外 我还把拜师宴时 毛山天师送的一红一黑 两把桃木剑拿了出来 给林小璐当兵器 卢星一的安全 也是重中之重 思来想去 我让卢星一 拿着事业给的那枚玉符 叮嘱他要随身携带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三人乘坐飞机 降落在新省的乌市 然后乘坐前往天池的旅游车 到达伯格达峰的山脚下 伯格达峰是天山山脉 东段的最高峰 山顶是常年不化的积雪 哪怕现在已进入七月份 一眼望去 伯格达峰依旧是一座大雪山 虽然到家点击上记载 希望母公就在这座山峰上 但来之前 我用卫星地图仔细寻找过 完全寻不到痕迹 不过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落大雪山上 真有一座巨大的行宫 早就被人发现了 下车后 我原本打算找一个当地人当导游 没想到 刚好碰到一支登山队 正在山脚下做登山的准备 这是一支七人小队 他们穿着厚实的登山服 正在清点装备 我上前打了招呼 登山队的队员们十分热情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仙女族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登山队的队长 竟然知道 我听说山的另一边 有一个古老的村庄 那村庄不见外人 有可能就是你说的仙女族 我大喜过望 连声感谢 登山队清点完装备离开了 他们出发前 还热情地帮我们 联系了当地的出租车 望着登山队远去的背影 如心一感慨道 还是好人多啊 我正想应贺一句 忽然看到林小璐 望着登山队的背影 紧皱眉头 我问道 小璐姐 有什么不对劲吗 林小璐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这支登山队 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十分钟后 登山队帮我们联系的出租车到了 我给司机师傅 描述了一下登山队长的话 司机师傅立马就知道 我们要去哪了 前往古村的路上 司机师傅问我 你们去那干嘛 那个村子非常排外 以前有记者想做采访 结果被村民打了出来 那里的人凶得很 下车前 司机师傅还说 我在村口等你们十分钟 要是你们没被打出来 我再回去 下了车 前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村子 这个村子的房子都是木制的 让见惯了砖石房的我 着实有些新奇 我们三人刚走到村口 就被村民给拦了下来 村民们身上的服饰 很是独特 与新省的民族服饰 并不同源 村民们警惕地看着我 询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我们村子做什么 我询问道 你们是仙女族的人吗 谁知这话一出 村民们更加警惕了 一个村民直接上手推我 走走走 我们这里不欢迎外人 我被人推了得亮抢 林小璐有些恼火 上前要跟对方讲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 跑了过来 她边跑边喊 等一等 等一等 她跑到我面前 手扶着膝盖 气喘吁吁地问道 你们是不是从东边来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 卢省的确在新省的东边 于是我点了点头 小女孩对村民们说 组长要见他们